一众中仆在着急忙慌想办法的时候 陆家市流放队伍已经离开了雍州城 刚才言道上那些人说的话 他们都是听到了的 以为自己运气好减了的大落的众人 心里像是被猛泼了一盆冷水 一直凉透到了心底 不知道是谁咽了口唾沫 紧着嗓子说道 那西山堂当真有这么可怕吗 吴达赵顺等人原本是可以交差走人了的 但说什么也要把队伍送到西山堂 认识什么虎豹熊窝 只要有少夫人在就出不了事 便是老虎都得在少夫人面前 乖乖喵喵叫两声 吴达心里就是这么莫名的自信 这一路上遇到的事情不少 可哪次见少夫人胆损过 他已经想好了 如果少夫人能凭一己之力 改变人人谈之色变的西山堂 他老吴以后就跟着他混 听到有人问 他摸了摸心长出来的胡茬子 咧嘴一笑 西山堂啊 何止可怕 被调到那里的人 迄今为止 还没有一个能活着走出来的 吴官爷 你 你这怕不是故意吓唬咱们呢 大家都快下尾了 我骗你们干什么 吴达翻了个白眼 对他们可没有 对陆家人的和善 那西山堂 可是许多毒物的栖息地 听说那里世代生存的食人族 此外 西山堂周边调遣过去的 都是些手里 沾过百八十条人命的恶徒 要是没有人庇护 你们去到那里 只有一个办法 有人紧张地问 什么办法 吴达瞟了那人一眼 声音冷酷地说道 想想今天死还是明天死 就没有活下去的可能吗 有 你要是有那个实力 被山里战山为王的恶匪看上 说不定能让你 当个马前卒 流放队伍里的人都下惨了 这哪里是背靠群山 土壤肥沃 这分明就是野匪横行 独虫遍地 流放之地 都是些穷凶极恶之人 能在一堆恶人里称王称霸的 连周府都不敢多管 可想而知 是什么样的实力 这根本就不是他们这种小人物 能够与之攀上关系的 众人心有惶惶 每前行一步 都像是在赶赴断头台一样 只有陆家人 仍旧是一副泰山崩于前 而面不改色的镇定模样 仿佛要去的不是什么龙坛虎穴 不知道这山里的恶匪实力如何 我练了几个月的舞 还没来得及实践一下 看看成果 陆三夫人跃跃欲试 眼里都是战役 自打流放队伍进了百月之地 她就没有坐过板车了 而是每天在腿上绑两个纱带 跟在车后面跑 休息的时候 就让宋明渊和陆培峰 指点一下她的武功招式 一刻都不曾落下 如今的她 已经从后宅夫人 蜕变成了英姿飒爽的健美女子 连肌肉线条都给练出来了 长腿细腰 墨发高竖 如同一杆鼻挺的长腔 连曾经白皙的皮肤 都是密色的 宋明渊觉得 这样三婶格外耀眼 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美丽 到时候去看看就知道了 他们要是不敢打 我把他们都抓起来 跟三婶打 陆三夫人脸上 似要横扫千军的战役 煞事就消失不见了 渊渊的话 让她一路填到了心里 脸上浮现的是 连陆三叔都少见的温柔笑意 好 都听渊渊的 陆大夫人忍着笑 三弟可真惨 自己媳妇都是揪着她耳朵怒吼 你还敢跟老娘有意见的 就该让她来看看 她媳妇儿对渊渊摆一摆顺的模样 流放队伍赶了整整一天的路 从大早上到日落时分 才终于到了众人口中闻之色 变得西山堂 落日映着斜灰 远山伴着飞鸟 溪水被昏黄的霞光 照得金光玲玲 不知名的彩色小花在山野里 肆意绽放 如同世外桃源般的景色 美得令人心醉 站在坡上的众人都看呆了 这哪里是闲殿 这分明是仙境啊 如果能一直住在这里 忘掉世俗的纷扰 吃喝不愁 温饱富足 他们都不敢想象 自己能开朗成什么样子 这也太漂亮了 有人望我的踩在草地上 一声清脆的咔哒声 让她回过神来 视线从壮美的景色中下一道脚下 只一眼就下的魂飞魄散 她如同烫道一样 飞也湿地跳了起来 爆发出生平未有的速度 嗖的一下躲在了人群后 众人顺着她刚才站的地方看去 风微微一吹 那架一半埋在泥土里 一半被细小的绿藤缠绕的骨架 就这样暴露在了她们的眼皮子底下 众人当即吓白了脸 连退束步 刚刚还让人陶醉其中的美景 一下子就变得渗人起来 只觉得微躁的晚风 都带了一股子凉意 嫂嫂 那骨头上有好多小虫子 陆思宁眼间 一眼就看到了 密密麻麻附在骨头表层的 几乎与骨头融为一体的东西 宋明渊走过去 取了一截 用手轻轻一捏 那骨头就像是泡沫一样 碎了 似乎察觉到危险 攀附在骨头上面的小虫子 顿时四散开来 往四面八方爬去 看到这一幕 众人身上的鸡皮疙瘩 就没停下来过 像是被鬼追了一样 呲哇乱叫着 跑回了坡上 是骨虫 陆老夫人见多识广 一眼就看出来了 众人顿时胆寒不已 连那传说中的蛊虫都有 这里待的究竟是些什么人 我不想待在这里了 我要回去 早知道是这么个情况 我情愿在流放路上当牛坐马 也好过在这里提心吊胆的墙 这么个地方还怎么开荒啊 这些虫子不会要人命吧 你看 快看 那边还有一句 何止是一句 这里不知道掩埋了多少 怪不得这里的植物长势会这么好 宋明渊望了眼周边 风生七七 夜色渐暗 他们刚来就被人给盯上了 狄在暗我在明 这个地方果然虎狼扎堆 先找个地方扎营度过今天晚上吧 反正是回不去了 怕也解决不了问题 要是不想死的 就听我指挥 现在把这块地的草皮清出来 剪柴的剪柴 烧火的烧火 明天再多剪点甘草 把这里的地用烈火烧一遍 他们要在这里开荒种地 建立大本营 总不能慌着 邵夫人 那些虫子 众人犹犹豫豫 都不敢动手 想到刚才令人头皮发麻的情景 就一阵心惊肉跳 宋明渊转身从板车上扯下来几个麻袋扔给他们 烧点草木灰 周边都撒一下 不要离开得太远 草木灰还能驱虫 对于没有干过农活的人 这一下就涉及到他们的知识盲区了 抱着怀疑的态度 大家都纷纷到斜坡的林子里 捡起了枯叶干草和树枝 火烧了起来 火光照亮了渐渐黑下来的原野 众人才稍稍有了点安全感 第一批草木灰烧好撒出去的时候 果然成效显著 那些裸露在地面的虫子一沾着灰 就拼命挣扎起来 不是避开草木灰的 就是直接被烧死的 见此 大家伙精神猛的一阵 真的有用 快快快 再多烧点 把活动的地方撒全了 一个角落都别放过 弄完再用草木灰画的圈 把咱们今天晚上休息的地方圈在里面 队伍分头行动 除草的除草 撒灰的撒灰 剪柴的剪柴 前前后后忙活一个多时辰 才终于清理出来了一小块地 陆家人也没闲着 搭帐篷的搭帐篷 架锅的架锅 苦力活全都交给陆二 老爷他们了 他们唯一烦恼的就是 今天晚上吃什么 在崇明县境的货 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 今天进雍州城 也不能够脱离队伍去采购 吃的东西 除了半袋子米和鸡蛋 还有一些干菜之外 就没剩下什么了 而且现在天已经黑了 也不好到原野和山林里猎东西 陆老夫人头一次发起了愁 这么多人在一处 他也不想晕晕往外面拿东西 半袋子米可扛不了多久 正想着今天晚上草草解决一下 明天再想办法 让吴达他们去弄点粮食过来 黑夜里 几点如豆的火光照亮在了原野上 这一一阳 让所有人都停下了动作 纷纷警觉起来 有人来了 而且看起来人还不少 随着队伍越走越近 来人英俊帅气的轮廓 也渐渐清晰了起来 原本以为嫡媳 已经拿好自己的小弹弓 偷偷对准来人的小家伙 眼睛一瞪 愣神间 手里的石子脱手飞出 咻的一下 往陆成脑袋砸过去 干了坏事的陆培元 喊得撕心裂肺 哦 爹 快躲开 爹 爹啊 咚的一下 陆成脑袋砸了个包 啊 哈哈 其他三个小崽子笑翻了 宋明渊也不厚道地笑了起来 小家伙迎接自己亲爹的方式 是有点独特的 陆培元嗷嗷就朝陆成跑了过去 眼泛泪花 爹啊 你没事吧 因为最近在换牙 他说话有点漏风 陆成 没事 大腿一下就被抱住了 他伸手摸了摸好儿子的头 一把将人颠了起来 男子汉大丈夫 哭什么哭 长高了 最后一句话 他是微带着欣慰与叹息说出来的 被父亲高高举起 小家伙擦了擦眼泪 哽咽硬声 嗯 男子汉大丈夫 只流血不流泪 陆成朗生一笑 好 这才是我陆成的儿子 陆培元也咧嘴笑了起来 爹回来了 爹真的回来了 不是做梦 真的不是在做梦 他好了 将儿子抱在手臂上 陆成迈步朝家中人走去 只一眼就看到了 站在人群里的妻子 瞧着他一别于几个月之前 见到的模样 一时间有些不敢上去相认 媳妇这是练上舞了 等着见面的时候 给他来一顿呢 只一瞬间 陆成就将这几个月来所犯的过错 来来回回仔仔细细想了一遍 很好 没有犯错 更没有花天酒地招风影碟 连喝酒都是保证过的 一次只喝半杯 绝不喝第二杯 本分老实 这样想着 陆成的腰杆子顿时就直了 娘 大嫂二嫂 四弟妹五弟妹 媳妇 我回来了 她挨个叫了人 才把小崽子放在地上 没个正行 陆三夫人嫌弃地白了她一眼 但脸上的笑容 从陆成出现那一刻 就没落下来过 陆老夫人眼闻浮现 韩笑道 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 如今到了流放之地 再也不需要遮遮掩掩了 大不了往深山老林里一炸 有这么多大山作为天然的屏障 难道还怕真对 没有什么是比一家人团聚更重要的事情了 如果有当初反了狗皇帝 不过他们出来炸到西山堂 还有许多事情要做 反了狗皇帝这事还需从长计议 几个小崽子笑完也都纷纷围拢上前 乖巧喊人 三叔 三叔 看看三叔都给你们带来了什么 陆成一手抱一个 他身后是两大车子粮食 有米有面 还有许多食材 这些东西 让队伍在这里过上半个月吃饱饭的生活 绰绰有余 板车是由李飞和秦芳几人拉送的 青海和长云走不开没跟过来 李飞搓着手憨憨笑着 眼里竟都是跃跃欲试的光芒 今天晚上热闹 老夫人刚来 要不然 我给大家做顿好吃的庆祝庆祝 陆培穿脸都绿了 直接就把李飞扯到几个小崽子面前 你什么事情都不用管 带娃就行 李飞一瞧着几个睁着黑亮的眼睛 脸颊白嫩带着婴儿肥的崽子 一颗粗糙的心都快要融化了 哪里还记得做饭这一回事 稀里糊涂就点下了头 因着是晚上 大家伙都还没有吃饭 陆老夫人一接收到粮食 就指挥着忙活起来了 寂静的只能听到崇明的旷野上 气氛还是头一回如此热闹 李飞叔叔 二哥说你做的饭很难吃 是真的吗 什么 二公子竟然在背地里 如此编排他 咋可能呢 二公子就是专门骗小孩的 我娘都说我做的饭好吃 小崽子好奇地问 那你娘吃过你做的饭吗 李飞摇摇头 没有 我娘说我做的饭 就不是人间该有的东西 应该供给神仙吃 这神仙真的是受苦了 小崽子们默默对视一眼 虽然他们没有吃过李飞叔叔做的饭 但是这次 他们选择相信二哥 李飞叔叔 你会带娃吗 不会 李飞十分憨厚诚实地摇了摇头 他连轻都没结 也没有宰 哪里带过娃 不过想来也没什么难的 小崽子应该很好带 没关系的李飞叔叔 你不会带娃 那我们来带你吧 四个小崽子蹲着 围在一个壮汉身边 软蒙的小脸带着几分期待 被四双亮晶晶的眼睛盯着 李飞呵呵笑了两声 憨憨地摸了摸后脑勺 好 好啊 一刻钟之后 李飞这个猛汉被劈上了一条小被子 那小被子像是果刚出生的婴儿一样裹着他 他脑袋顶了好几个小啾啾 两眼呆滞 已经笑不出来了 李飞叔叔 你做一做手 玩儿都是会做手的 你的脚丫子太臭了 宁宁就不让你做了 陆培安小崽子伸手 点起脚 这里还有多小花花 我给李飞叔叔插头上 从今以后 李飞叔叔就是全天底下最漂亮的女娃娃了 李飞叔叔 你怎么不笑了 你不笑哭两声也成啊 你的脸是这样的 这样的 一点都不像娃娃 童言之语脆声声的飘荡在原野上 还在网车下卸货的秦芳等人 闷不吭声憋笑 脸都憋成了红色 懂了 下次李飞要做饭 就让他去带娃 他会想要做饭 一定是因为娃还没有带够 不一会儿的时间里 几个小崽子过家家一样 又是当爹又是当娘 又是当爷 又是当奶的 有模有样的学着大人哄宝宝的模样 哄着李飞这个两百斤的大宝宝 直到一大伙人围坐在篝火旁吃上饭 李飞还没有从怀疑人生的状态下脱离出来 带娃 不对 被当成娃来带珍视他李飞这勇猛的一生中 巨大的黑点 他以后再也不带娃了 陆二老爷一众没想到陆成还能活着回来 一晚上都没敢吱声 安静的仿佛没有存在感 打从陆成带着两车粮食出现在这里 他们就深刻的意识到 以后只有靠着陆老夫人一家子 才能在这鬼地方存活下去了 从前 他们也是靠着陆老夫人一家吃饭 只不过是以族亲的身份 不仅有脸面还能被客气对待 可是现在 众人闻着篝火对那边飘散过来的肉香 默默啃着手里只有巴掌大的野菜饼子 饿得肚子咕咕直叫 他们的晚饭陆老夫人是不管的 只丢了袋粗米面过去 确保他们饿不死 第二天能干活就行了 野菜饼子还是队伍里的妇人做的 这地儿野菜成片的长 他们一路下来也食得几种 只在附近摘了些 回来合着面贴在石头堆的火灶边 烤一烤便对付了 如今这样的情形 能有一口吃的已是不易 要说不后悔 那是不可能的 流放过来的路上 他们天天都在后悔 若是当初少落井下十几句 也不至于现在活成的奴隶 不只是陆二老爷他们后悔 宋家的人也后悔 早知道有今天 他们就对宋明渊这丫头好点了 就算不能吃上肉 也能喝上一口汤啊 然而 为了巴结许事 他们对宋明渊在宋家的处境 除了奚落就是嘲讽 没过一句好话 如今想来 真是回不当初 不过 他们可不认为 问题出在自己身上 要不是宋攀山对两个女儿 态度天差地别 他们何至于也跟着区别对待 千错万错 都是宋攀山的错 再来到西山堂的第一个晚上 只能吃野菜果腹的宋攀山 又挨了一顿毒打 许事一路挨打过来 身体的耐性提高了 被打了一顿之后 他竟然还能若无其事的巴草根吃 你不是说有人接一哥了吗 他什么时候到啊 再不来 我们就要饿死在这了 宋明渊嫌弃的收回目光 对许事抱怨道 他跟宋文俊是双胞胎 对于这个支带了 自己小半个时辰的兄长 宋明渊心里的感情 是万分复杂的 仇事倒也说不上 但到底因为之前 许事的话有了隔阂 许事疲惫又失望 你怎么能想着 你兄长跟着 来这个地方受苦 你就不能想想他好吗 我怎么就不想他好了 难道我就活该在这里 天天肯野菜 他是你儿子 难道我就不是你的女儿了 娘 你怎么能这么偏心 他偏心 许事都要被气笑了 儿子因为学业不常在他身边陪伴 女儿基本上得到了他全部的宠爱 现在 他居然指责他偏心 闭了闭眼 许事压下心头的委屈和火气 我的意思是 你兄长在外面 才能更好地接激照应我们 要不是你蠢笨 宋家何至于会被牵连进妖道的事 被举家流放 你兄长的前途 可全都是被你给毁了 他心里羁押已久的怨气 终于爆发了出来 以前他从来没对女儿说过一句重话 哪怕被流放 也生怕他因为这件事想不开 所以绝口不提是他的过错 可是今天 他实在太失望了 失望到心一抽一抽的疼 有种荒凉的可笑感 许事不说还好 一说宋明渊就炸了 那分明是妖道做的 凭什么怪到我头上 要不是他往我床头放了脏物 我能上当吗 你怎么不说 是爹得罪了妖道 才招来的祸患 自打妖道的通缉令 铺天盖地传下来 一家三口对宋明渊的怀疑 就渐渐消失了 更不用说 一路上还听到那么多 关于妖道搬空的事迹 他们可是亲眼看着的 宋明渊根本没离开过流放队伍 更没见过他与妖道有什么接触 此时提到妖道 他们已然不会第一个想到宋明渊了 许事被宋明渊的话 对得哑口无言 甚至找不出来反驳的话语 这事确实是妖道闹出来的没错 可他难道就没有一丝悔过之心吗 母女俩又闹了个不愉快 关系更加僵冷了 陆家这边的气氛 可是热闹得不行 陆成吃着极香的回锅肉 吹着旷野的风 欣赏着当空的好远 出去刚开始吓人了一点 夜晚的西山堂还是极美的 繁星点点 月光倾现 就是吧 总感觉少了点什么 媳妇 我能喝半杯酒吗 你放心 就只喝半杯 绝不贪杯 可以 陆三夫人心想 难得今天晚上这般热闹 且丈夫忙前忙后大老远的带东西过来 让他喝上半杯静静性也无妨 他难得大发慈悲 可把陆成高兴坏了 放下碗筷就乐颠颠地去边上拿酒和杯子 不只是陆三夫人 所有人看到他拿出来的那比脸还大的杯子 饭碗都差点掉下来了 他喝酒的杯子怎么比脸还大 众人惊呆 陆三夫人静默了一瞬 问李飞 他一直都是拿这个杯子来喝酒的 这语气 一听三爷今天晚上 就是要跪搓一板的节奏啊 情方三人使劲给李飞实眼色 奈何李飞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根本没留意到他们的暗示 听到陆三夫人的问话 下意识就回了一声 是 完了终于反应过来 赶忙补充了一句 三夫人 三爷他每次只喝半杯 嗯 我知道了 听到娘明显一副暴风雨来临前的宁静语气 陆培远小崽子赶忙扒拉了两口饭压压惊 我的个亲弟啊 您可长点心吧 不出所料 当天晚上 陆成就洗提了一块搓衣板 陆老夫人只假装看不到 年纪大的老人家要早点休息 早睡早起身体好 少管闲事少烦恼 睡觉去了 对于这样的事情 陆家人都是司空见惯了 甚至觉得这才是他们所熟悉的味道 夜里的蚊虫多 待在营帐里不觉得 但一到外面 蚊子嗡嗡作响的声音就格外明显 一巴掌下去 都能打死三只 天生这些蚊子还特别厉害 像是十年没见到过活人一样 没有庇护所的陆二老爷 一干人几乎被荡成了血包 被叮咬得苦不堪言 还是吴达被他们拍蚊子的声音 扰得睡不着觉 端了个火盆出来 往里面加了把青草 烟溢起来 蚊子就少了许多 夜里大家都睡着了 那几道窥探的视线 才消失在林子里 宋明渊没有多家理会 既然他们被分配到了这里 这里便是他们的地盘了 若有来犯 那就比比谁的权都更硬 第二天一早 陆老夫人就为开荒的事情 张罗忙活起来 昨儿个那带路的岔礼 将他们扔在这里 就任由他们自生自灭了 连多余的话都不带讲的 许是觉得他们不可能 在这样的地方活得下来 没有那么多约束 陆老夫人可就放开手脚了 咱们没有开荒的农具 先清出两块地 把住的屋子建起来 林子里有不少木头 咱们可以先临时建个木屋 待日后有条件了 再加以改善 一大家子总住帐篷 也不方便 宋明渊点点头 第一步确实应该先解决住的问题 如果不是多方眼睛看着 他可以直接把空间里 现成的宅子搬出来住 不过这样是不现实的 且不说暴不暴露 老太太和他大孙子 第一个就不能同意 如果能建一个 自己喜欢的小木屋 好像也不错 这样想着 宋明渊当即召集了人手 带上刀具 往旁边的野林子走去 他脑子里已经有了构图 要挨着半坡 建一个连郎的吊脚楼 每人都能有一间单独的屋子 但走廊却是连起来的 屋前还能挖个池塘 把空间里的莲花和鱼都移出来 再开一块小菜园 种菜养花 等到旷野上的荒地 开出来种满稻谷 风一吹 稻香伴着花香 就从窗户吹进了屋子里 配上这里的美景 何止是一个心旷神仪 宋明渊跟陆培峰讲了自己的构思 他是个动手能力极差的人 这件事情只能靠他了 陆培峰点了点头 行 咱们先准备好合适的木材 等晚上再用图纸 将房屋的具体图形画下来 阿渊想要做成什么样的 他就做成什么样的 虽然没有做过 但是他可以学 于是乎 在临出发去砍树之前 陆培峰就叫秦芳 去采购一批工具 和相关书籍回来 顺便把开荒所用的农具也带上 是 秦芳领命就离开了 吴达有些犹豫 问邓良 咱们要不要回去复命 按理说 他们将流放队伍送到雍州 就可以回去交差了 但是为了送陆家人一程 现在已然耽误了一天 邓良不急不缓地说道 如今陆家正是需要劳动力的时候 锦上添花意 雪中送探南 这时候不帮 难道还等陆家发达了 再凑上去吗 吴达想了想 也是 那行 我听你的 不过我得跟兄弟们说一声 愿意留下来帮忙的 就留下来帮忙 想回去的 也可以现在反程回去 他个人的意志 不能代表所有人的意志 总得跟兄弟们知会一声 队伍有半数离开了 令人意外的是 赵顺选择了留下来 不管他们做出了什么样的决定 陆老夫人都对他们这一路上的相助 心怀感激 陆家落魄时 他会记住 每一分来自外界的善意 官差们离开的时候 陆老夫人放下手头忙活的事务 携了家眷去为他们送行 这些是我们一大早上做的烧饼 还有些干粮 你们留着路上吃 这千里迢迢 也不知道下次见面会是什么时候 你们要保重 官差们拿着还热乎的吃食 看着两兵斑白的老人家 渐渐红了眼眶 老夫人 我们在京城等你和少夫人 还有将军和夫人们回来 这样的话回去之后可不心说的 你们回去之后 莫要跟人提及与陆家的关系 便是再好 也不能提及 若是在京城混不下去 这里永远都有你们的一口饭吃 多德陆老夫人就不说了 只是在行囊里放了路费 以确保他们回去之后 要是因为亲近陆家的缘故受到刁难 能有陆钱回到这里 当然 这仅仅只是他为他们安全寄座的准备 上头的人 未必会把他们这些小差小利放在眼里 如果回去能正常生活 那是再好不过的事情 如此一来 这笔钱 也够他们在京城 某个温饱富足的生活了 老夫人 保重 如果不是家里有放不下的牵挂 大家也不会这么着急着赶回去 与陆家一行人的流放 是他们最难忘的经历 众人依依不舍地告完别 便踏上了归途 他们重归于茫茫人海 或许此生再也没有跟陆家人接触的机会了 吴达邓良赵顺 还有林东等一行二十个人都留了下来 不需要陆老夫人开口 便主动帮忙做起了事 开荒的农具没到 但他们还有手 加上陆二老爷他们和宋家的百十来个人 不出半个时辰 就将画好的地面清理了出来 白日里 大家都在除草 砍树 挖土 晚上就坐在篝火边围着吃饭 饭后还能让人表演个节目来住住信 白天虽然累了点 但一到了晚上 旷野上飘荡的 竟都是大家热闹的笑谈上 酒管够 肉管足 一连忙活了两日 终于迎来了伏记酒楼比武夺魁的日子 一大清早 宋明渊就以进山捕猎为由 离开了西山堂 这次陆培峰没有跟随在侧 虽然他也很想 但他要留下来 尽早打造出阿渊心目中的小院 晚上陆培峰就挑灯夜独 白天就随队伍一同进山 两天忙活下来 营地里已经堆放了不少木材 这天陆培峰没有进山 而是跟吴达他们 讨论起了修建木屋的事宜 昨天晚上 已经按照构思 将第一版的图纸画了出来 你们可以看一看 如果有需要的话 还能往旁边再拓展 你们有谁想在这里落户 也可以挑一块合适的地方 修建木屋 陆培峰这句话一出 吴达等人都有点心动 不急于做决定 你们想好随时都可以 这无疑是向他们递去板揽之了 陆家是向着少妇人的 如果他们能跟着陆家人混 四舍五入 就等于跟着少妇人混 别的不敢保证 但如果是少妇人的话 日后必有一番大作为 而且少妇人这个人互端 跟着他不用担心被被刺 吴达点了头 好 如果有想见木屋的地 我们会提出来的 这边紧锣密鼓的 开始搭建木屋的时候 另一边 宋明渊也出现在了伏计酒楼 他依然做那一天的打扮 店小二一眼就认出了他 人还没走进店里 他就堆着热情的笑脸迎了出来 客官您来了 请上座 将人请上了定好的雅间 店小二赶忙招呼人 送上了热茶和点心 如今时辰还上早 比武夺魁 还有半个时辰才开始 客官有什么需要的 仅可以吩咐 在比试期间 您还可以对挑战的选手 进行压注 有压一赔二和压一赔三 这两种选择 如果你眼光好的话 压注越多 赢的也就越多 这些来参赛的选手 有将近一半 往年都是参加过比试的 如果客官 有需要提前了解他们的实力 小的可以为您细说 见于店小二前后 两次待客态度良好 宋明渊将二两银子 放到桌上 你看着说 店小二在伏计做事 这么多年 还是头一回遇到 宋明渊这样的 给的钱要求还不多 要知道 之前他碰到的 都是些花几十个铜板 却恨不能让他 直接告诉他们 魁首是谁的客人 但是这位客人 直接给了他二两银子 还没有什么 特别离谱的要求 好人啊 他希望 他能赢得盆满钵满 今年经过选拔 留下来争夺魁首的 一共有十四个人 这十四个人 都是实力出众的佼佼者 其中有两个 是历届比试的魁首 一个名叫王虎 一个名叫马向威 王虎是前几届 比试蝉联过三次的魁首 而王虎 则是上一届杀出来的黑马 这次比试的魁首 大概率是从 他们两个人里出的 店小二之无不言 言无不尽 连王虎和马向威 两个人的生平 都差不多扒出来 给宋明渊细说了 比如 那王虎是个赌徒 两次夺了魁首 钱都拿去输光了 又比如那马向威 家中贫苦 有意重病的老母 其母一个月之前 性命垂危 仅有的积蓄 全都砸进去就他老娘了 为此跟妻子 闹了个反目成仇 宋明渊听得津津有味 店小二见此 越发尽心尽力 几乎将所有参赛者 全都扒了一遍 大到人物生平 小到鸡毛蒜皮 滔滔不绝 听得楼下擂台敲响了锣鼓 他才停下话头 都说麻绳专挑戏处断 厄运专找苦命人 那马向威如今走投无路 为了证明自己 拿到赏金就回老娘 只怕战役更胜从前 客官如果想要下主 下他更有赢面 当然 这仅仅只是小的一点捉剑 客官按自己的心意来便是 现在比赛也快要开始了 小的便不打扰客官了 待宋明渊点头 店小二便演上门 恭恭敬敬退了下去 店小二完全是肺腑之言了 一个赌徒 一个能为母拼命 走到绝路的孝子 的确后者更有赢面 不过 他也没有急于做出选择 他来这里最主要的目的 可不是来赌钱的 当然如果能顺带赚一笔银子 也挺好 蚊子再小也是肉 他不嫌弃钱多 伏计酒楼门前 被过来看热闹的人为的水泄不通 一眼望下去 除了擂台 到处都是乌泱泱的人头 宋玉言就趴在窗边看着 一双眼睛一顺不顺的盯着人群 想寻找夜市的身影 然而 杜星成和夜市并没有现身 只有伏计酒楼的管事出面 代替东家说了几句开场白 紧接着便介绍起了 各个参赛者的基本信息 王虎和马相威 都是两个恐无有力的壮汉 可以说 站在台上的十四人 体型基本都差不多 只除了一个 宋玉言一眼就注意到了 那人戴着个鬼脸面具 在一众虎背熊腰的壮汉之中 格外醒目 像是一颗松 即便看不清面容 也有种傲然迎风的气势 他底子很好 一看就是常年练舞的 宋玉言莫名就觉得 他会是这次鄙视的魁首 这是一种 出于对武功高强之人的 敏锐的直觉 瞧见宋玉言泄气地 将脑袋挂在窗台上 他笑道 再等等 人很快就来了 他已经看到了 有一辆华丽的马车进了后院 看伏计酒楼的人态度 来人必是伏计酒楼的 东家杜星城和夫人夜市无疑 果然不出所料 马车上率先下来的是 便是长得一脸富态的杜星城 紧接着便是夜市 夜市一步一驱地 跟在杜星城身后 左手还欠了个三岁的小孩 想来那孩子 便是他给杜星城生下来的幼子了 一家三口 献煞旁人 瞧着他们上了楼 走进最佳观赏比试位置的那个雅间 宋明渊才收回了神识 他并没有着急过去 而是将注意力 重新放回了底下的擂台 管事已经介绍完了 知道大家都等着看比试 他也不含糊 带着热情的笑容说道 以上便是我们今日比武夺魁的参赛者 接下来 有请我们的参赛者 抽签决定比赛的对手和场次 锣鼓敲响一声 便由小丝举着托盘走上了擂台 托盘用红布垫着 上面放了十四只看不到号数的签子 背面朝上 正面朝下 小丝举着托盘走到参赛者面前 依次让他们从托盘里拿上一只竹签 待所有人都拿到了签子 并向台下众人展示过自己的号数之后 小丝将他们赞请下了台 伴随着锣鼓声响 管事拖着长长的尾调扬声道 伏计九楼第五届比武夺魁 现在开始 有请我们抽到一号签的二位参赛者上台 伴随着管事的声音落下 底下围观的人便一窝蜂 拥到了旁边专门设的两张长桌进行压住 长桌左右两边各一张 分别对应着擂台上的两名参赛者 买定理手 买定理手 快快快 作为定了雅间的贵宾 宋明渊完全不用亲自跑到楼下压住 有需要叫来后 在雅间外的侍从 让他们跑腿就行了 擂台下嘈杂一片 热闹得跟菜市场一样 而已经站到了擂台上的两名参赛者 各自分站一边 一名如同花枝招展的孔雀 不断向众人展示自己强健的肌肉 另一名倒没有什么花里胡哨的举动 看着也没有肌肉撞汉墙 压住完全就是一面倒 宋明渊观察了一会儿 毫不犹豫压了另一个 按照他多年打架的经验来看 越嘚瑟的往往是死得越快的 话不多的才是很角色 他下了最大的赔率 压一赔三 与堆满左边那张长桌的银子比起来 那钉金子在右边的长桌显得格外瞩目 只有他一个人下这边压一赔三的 那边有人压了钉金子 什么 搞这么大的吗 还是压一赔三 糟了 压那么大 我怎么感觉那边会赢 什么感觉那边会赢 咱们这边压的这个可是第一届的魁手 那边还不知道是哪个计较嘎拉出来的小喽啰 要是能赢 我让我儿子跟你姓 今天我王老三连棺材本都压进去了 咱们这边必须赢 我王老三的眼光还能出错 等着看吧 对面很快就会被打成孙子了 原本想要跟风一波的人顿时就泄了心思 比试看的是实力 可不是哪边压的大哪边就赢 看样子 压金定的人大概就是赔了 锣鼓敲响三声 预示着比赛正式开始 光着膀子的肌肉猛汉率先发动攻势 一个剑步就朝稳如泰山的汉子冲了过去 他直攻对方下三路 手段之卑鄙 令人叹为观止 宋明渊压住会赢的人被逼得连连后退 围观的群众顿时就振奋起来 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然而下一秒 那猛汉就被抓住了破绽 一个暴摔摔在地面上 咚的一下 场面静止了 灰尘扬了起来 在管事倒数的时候 被压制的壮汉还在使劲挣扎 一张大脸都战红了 都没能逆转败事 最终 那名被众人看好的壮汉 还是输掉了笔试 宋明渊一下就赚了三个金钉子 接下来的笔试 他都没有下注 只除了王虎和马向威 还有鬼面对战的时候 全都压了他们赢 一轮下来七人被淘汰 剩下的七人分三场比试 抽签决定 其中一个轮空 直接晋级到下一轮 王虎和马向威 还有鬼面三人第二轮比试 还是没有对上 鬼面轮空 王虎和马向威 毫无悬念再次晋级 中场休息的时候 宋明渊叫了个餐 十场比试比下来 已日进中午了 期间夜市所在的雅间 一直没有什么动静 除了要点茶水 和小孩子喜欢吃的点心外 也就杜星城离开过两次 直到宋明渊吃完饭 夜市才终于有了动作 她将孩子交给奶娘照看 离开了雅间 身边只带着一名婢女 朝后院走去 宋明渊等的就是这一刻 将桌上的围帽一戴 便领着宋玉言离开了雅间 待会儿 你只能维持这个状态 一刻钟的时间 超过一刻钟 你就会恢复成 可穿透过去的魂体 也就是说 你只有一刻钟的时间 保持生人的模样 并且不被看出端倪 宋明渊看着 站在他面前的宋玉言 知道他有多期待这一刻 笑着说道 去吧 这一刻钟的时间里 我保证不会让别人打扰到你 阿渊 我 宋玉言还有些紧张 然而宋明渊鼓励的眼神 却给了他莫大的勇气 我会在一刻钟之前回来的 阿渊 等我 说完 宋玉言便坚定地 朝夜市所在的屋子走过去 门口守着的婢女 已经被宋明渊提前打晕了 只不过 仍然直挺挺地站着 让人看不出异样 宋玉言在门前站定脚步 正要敲门 便与换完衣裳出来的夜市 对了个正正 方才儿子顽皮 将茶碗打翻 茶汤浇了他一身 夜市这才过来换了衣裳 看到站在门口的姑娘 当下一愣 娘 宋玉言的声音微微发颤 眼神却极亮 带着满目的稀迹 与如沐之情 夜市微微顿了一下 皱起了眉头 你是谁 为何叫我娘 姑娘是不是认错人了 娘 我是阿爷啊 宋玉言想过许多种相见时的情形 但万万没有想过这一种 一时间正在原地 有些茫然更无措 娘不认得他了 阿颜 夜市低难了一声 下意识捋了捋手帕 说道 我不认识什么阿颜 姑娘许是真的认错人了 实不相瞒 我只有一个儿子 没有女儿 她下意识的小动作 却是让宋玉言愣在原地 一整个如同失了魂一样 不知不觉间 眼泪已经落了满面 宋玉言略有些仓促地擦了擦眼泪 抢击出一抹笔哭还难看的笑 或许 是我真的认错人了吧 打扰夫人了 抱歉 说完 她便不再继续纠缠 低着头离开了这里 宋玉言不知道 自己现在是什么心情 也不知道 自己是怎么走回到阿颜面前的 只知道 在看到阿颜的时候 心中强人的委屈 再也压不住了 阿颜 她走上去 抱住她将头死死埋着 似乎只有这样 才能感觉到 她存活在这世间的 唯一一缕暖意 娘不是不记得她了 娘是不要她了 或许连娘自己都不知道 她说谎的时候 手总会下意识地捋一缕东西 要么是手帕 要么是腰间的配饰 阿颜知道娘哄骗她 可她从不拆穿她 像以往每一次那样 这次 阿颜也没有拆穿娘 她永远都要做个懂事的孩子 可娘已经不要她了 她说她没有女儿 宋玉言的哭泣是无声的 像以往每次夜里 偷偷躲在被窝里 想娘亲想到哭泣一样 在计划与夜市见面的 弥足珍贵的一刻钟时间里 他们只短暂地见了一面 宋明渊其实早已经有所猜测了 夜市有条件 却久久没有跟阿颜联系 无非两个原因 第一个便是她不记得以前的事了 第二个便是她不想认阿颜这个女儿 她希望是第一个 可看阿颜的模样 结果不尽如人意 这不是你的错 宋明渊微叹一声 世间之事难两全 或许夜市也不想这样 只是对比起现在的生活 阿颜并没有那么重要罢了 我知道 宋玉言红着眼睛 你恨她吗 宋明渊的问话 让宋玉言陷入了久久的沉默 恨吗 恨娘抛弃她吗 恨同样是亲生子 娘为什么独独对度假的这么好吗 她不知道 如果我说我不恨 你会觉得我没有出息吗 被水洗过的眼睛 水亮亮的 不难看出里面的忐忑与紧张 宋明渊笑了 不会 宋玉言吸了吸鼻子 破涕微笑 不过很快 情绪又低落下来 我觉得我没能在她身陷绝境的时候拯救她 如今她经历了九死一生 才拥有了现在的生活 拥有的东西越多越害怕失去 她不想与过去有所牵连 也是情有可原的 所以我不恨她 她得先是她自己 才是我娘 道理是这么个道理 但总归心里像是破开了个洞 呼呼往里灌着冷风 她心中酸涩 眼角都是脆弱 阿渊 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或许 我就不应该存在 你还有我 宋明渊十分有力地回报住她 我想你活着 就算你被所有人抛弃 我也不会抛弃你的 走 我带你去看擂台赛 忘掉这些不开心的事情 宋玉言擦了擦眼泪 好 就算所有人都放弃她 她也不能够放弃自己 她还有阿渊 都是死过一次的人了 没有什么事能够击垮她的 既然娘不想认她 那她以后就不往她面前凑了 重新调整好心态 宋玉言跟着宋明渊回到雅间 一刻钟过去 她已经恢复成阿飘的状态了 他们回来的路上 还碰到了云线 小姑啊 本少主听了你的 已经连输八局了 剩下几局 你可得给本少主加把劲啊 能不能把前面输得赢回来 就看你的了 叫小姑的侍从汗流加倍了 苦哈哈的说道 少主 你要是跟着我指的鸭 绝对能赚回来 前提是 你别嫌弃他们 一个个长得五大三粗 丑得没眼看 所以反向压住啊 她真想跟少主说 台上的人是来比武的 而不是来比美的 云线正想着 要不要勉强一下自己 转眼就看到了宋明渊 还有他身边飘着的那只鬼 还坐在花窗下 喝着茶的云线手一抖 茶水都溅出来了一小片 偏声宋玉言 还飘到了花窗前 吊着脑袋 跟他打了个招呼 嗨 又见面了 云线真想撒腿就跑 但是不行 他还要在师父面前刷刷脸 好方便日后拜师学艺 区区一个小鬼 他才不怕他 尽量忽略掉宋玉言的存在 云线朝宋明渊喊了声 少夫人 如果可以 他想直接喊师父 但这多少有点冒昧了 让小顾将人请了进来 云线亲自动手 给他沏上了一盏茶 听说陆家被分配到了西山堂 最近云线都有关注 陆家流放队伍的消息 崇明线虽然不是雍州辖区内的 但雍州有个什么风吹草动 稍一打听就能知道 是 宋明渊接过茶喝了一口 味道烧欠了些 但尚可入口 云线说道 我那日提前修书 给了雍州知府萧云志 他并没有卖我们明镜山庄这个面子 想来对陆家成见很深 陆家是阿渊护着的 对陆家有成见 岂不是对阿渊有成见 宋玉言若有所思 雍州知府 也不知道怕不怕鬼 如果像云绍主这样 他高低能将他吓得屁滚尿流 不足为据 西山堂也挺好的 宋明渊这话一出 不仅是云线 就连他两名侍从也为之侧目 西山堂是个什么地方 别人或许不太清楚 但他们这些常年混迹江湖的人 能不知道 那就是个妖魔鬼怪奇聚的地方 蚊子飞进去 都得拖三层皮 不过 既然能说出这番话 想来是有把握生存下去的 云线放心了些 正好这是底下第三轮比试开始了 便问 可要压住 上台的是王虎和马相威 胜负五五开 鬼面排在下一场 与他对战的 是一名水平中等的参赛者 千号亮出来的时候 众人都到他好运气 避开了两名强劲的对手 要知道 即便是第二名 也是有奖励的 王虎和马相威 都是最有望夺魁的存在 实力相差无几 就连侍从小顾也不敢一下论断 谁会输谁会赢 擂台左右两边的长桌 已经被提前压满了 越到最后 众人下的赌注也就越大 宋明渊将刚刚迎来的三定金子 拿了出来 压一赔三 马相威胜 宋明渊一下注 云线也跟着压了马相威胜 同样是压一赔三 似乎一点都不担心会输掉比试 在与王虎旗鼓相当的这场对战里 马相威果然不负众望 夺得了比试的胜利 险胜 管事宣布 马相威成功晋级最后的决赛的时候 台下发出了一阵欢呼 我就说他能赢吧 看来这次比试的魁首 非马相威莫属了 马相威下场之后 还能休息一下 鬼面若是赢了 直接就进入最终的决赛了 可不是 连着打两场 体力根本就撑不住 虽然他确实有点强 但想打败马相威 还是欠了点运气和实力 咱们决赛就压马相威 既然你们都压了 那我王老三也压 第二场鬼面毫无悬念赢下了对局 这一场压他赢的人 还是挺多的 很快 比武夺魁最后的决赛 在众人翘首以待之中 拉开了序幕 管事宣布 最终决赛即将开始的时候 压马相威赢的 几乎已经用钱将长桌砸满了 寥寥无几的压一赔三 这次更是直接爆满 尽管压一赔三有下注的门槛 规定最低下注不少于十两银子 此刻也有不少人搏这一把 如果马相威赢这场比试 他们就赚翻了 众人纷纷掏银子 临近抵试开始 马相威这边长桌上的财物 越压越多 看到这一边倒的情形 身为伏计酒楼东家的杜新城 只觉得压力十分巨大 伏计酒楼是赚得盆满钵满 还是亏得血本无归 就看这一把了 商人逐利 他举办这一活动的本意 除了给伏计酒楼增加名气之外 还能借此大捞一笔 但是从开始到现在 他们基本上就一直在赔钱 若非心中有成算 他都不能淡定地坐在雅间里喝茶 可即便这样 到了最后决一胜负这一刻 他心里还是没有底的 杜新颇为忐忑 看向一边气定神仙的女子 忍不住问道 你带来的这个人 确定能行吗 女子一身盛装 光彩照人 只那微微上挑的眼睛 多少都显得有些刻薄 和咄咄逼人 许是他气势太盛 一边的夜市都有点拘谨 自打回来之后 夜市便一直神思恍惚 心不在焉 只等有贵客进门 才稍好一点 杜新成的话令女子轻斥一声 都到这个地步了 杜家主担心的是不是太晚了 放心吧 我能把这人带来参加比试 自然有必胜的把握 听到他这样说 杜新成放心了不少 看了眼另一张长桌 压住的人寥寥无几 没有人压鬼面赢 正是他所希望看到的 只有这样 鬼面赢了之后 他才能一波回本 甚至是大转特转 等鬼面赢下这场比试 今天晚上杜某币 在府上设圣宴款贷 到时还请过府同庆 杜新成笑容满面 似乎已经看到了最终的结果 然而下一秒 他就笑不出来了 因为鬼面这边空荡荡的长桌上 突然多出了十个金钉子 明晃晃的十分亮眼 马相威那边也有人压金的 但压的都是金克子 加起来都没有这边压的金钉子多 而且除了金子以外 还有一堆银子 杜新成定睛一看 那个区域还是压一赔三的 他脸色一下就变了 猛地站了起来 这是怎么回事 谁下的这么大的柱 他们伏计酒楼 难道来了什么了不得的人物 出手竟如此阔绰 要知道 一锭金子足足有二十两 一两金子能换十两白银 也就是说 一锭金子值二百两银子 那些金子加上银子 都快要将近两千五百两了 按照压一赔三来算 即便是赢了 他们也要赔上七千五百两 杜新成骑虎难下 如今无论哪一边赢 他们伏计酒楼都得赔 很快 初打探情况的小四就回来了 老爷 是三号雅间的客人 对方什么来头 杜新成皱着眉问 回老爷 小的不知 不过定雅间的是个年轻的公子 身边带着两名仆丛 前几日他就到这里了 看着像是外乡人 已经在伏计酒楼 住了有五六日 见杜新成一脸凝重的样子 与他合作的女子 不以为意地笑了笑 杜家主 下注是一回事 能不能有命拿这一笔钱 又是另外一回事 你若是害怕亏本 大可以一不做二不休 找人解决了他们 他不把人命放在眼里的模样 让夜市心里不太舒服 犹豫了一下 皱着眉头说道 老爷 这样做会不会不太妥当 钱赔了可以再赚 可若是得罪了人 只怕会招来祸患 成大事者不拘小节 无独不丈夫 杜夫人一介后宅妇人 还是太过妇人之人了 女子面上明明没有别的意思 可是语气却极为看不起 如若不想做亏本买卖 杜家主最好是听我的 若是怕得罪人 等会儿比试结束 你就将对方赢下多少钱 公之于众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多的是 愿意出这个头的 杜家主大可趁此机会浑水摸鱼 到时候 就算把人给杀了 谁又知道 是你派出去的人 杜星成晃了晃神 明显有些异动 一下赔去七千多两银子 还是一劳永逸 当然是选择后者 只不过 他身边跟着两名仆从 我怕到时候不好下手 这有什么 你若是不放心 我可以将鬼面见你一用 有他在 纵是再厉害的高手 也要命父皇权 他似乎对鬼面的实力十分自信 虽然杜星成不明白 这份自信是从何而来的 但只要事情能办成 其他的并不重要 七千两可不是个小数目 叶氏没有说话 因为他知道 与生意有关的事上 丈夫并不一定会听他的 他只能按捺住心中的担忧 希望事情真的能如预想般的那样顺利 赌注放下去了 便是不可能再撤回了他 不说杜星成看到那些金钉子 是怎么个行情 就连围观的群众都瞬间哗然一片 紧接着变乐了 这下好了 不用担心伏计酒楼赔不起咱们银子了 竟然有冤大头压了对面上 马向威今天要是不赢 我就去睡大街 十个金钉子 究竟是谁这么有钱 这都能买下伏计酒楼了吧 比武多亏不是第一次举办 但一次豪制十斤的 还是第一次见 擂台上锣鼓敲响三声 众人才安静下来 纷纷将注意力投转到擂台上 大家都宁神秉息地等待着决赛的最终结果 雅间里宋明渊也在看 他压了那么多金子 总不至于血本无归 要是真亏了 他就卷钱跑路 反正 亏是不可能亏的 比试很快就开始了 马向威没有多废话 抡起拳头就砸了过去 一击落空 对方身形极闪 轻松避开 第一个回合 他心里就已经开始发沉了 这次对上的是个劲敌 但是他不能输 马向威重整旗鼓 再次发起了进攻 鬼面从始至中都没有正面迎敌 而是且战且退 围观的哪里懂什么战术 他们只看到了 马向威攻势凶猛 全出如龙 而鬼面不敌 欢呼助威声 一阵高过一阵 马向威战役更浓 攻势越来越快 也越来越急 然而总是在差那么一点点 就能战胜鬼面的时候 对方又退了 根本不跟他硬碰硬 一刻钟的时间过去 马向威仍气势如虹 两刻钟时间过去 他已经有些后继无力了 对方再好他的体能 意识到这个的时候 马向威破口大骂 你个乌龟孙子 敢不敢跟老子正面对战 这话一出 宋明渊就对他投去了同情的目光 他难道看不出来 对方再给他面子吗 果然 话音刚落下 鬼面身上的气势顺变 如同叠写的战魂一般 迅速突进 只一招就将马向威给踹下了擂台 动作快到马向威都没来得及抵抗 就狠狠砸在了地上 若非他皮糙肉厚 加之擂台射得低 这一砸只怕要砸去半条命 可即便是这样 马向威也痛得面目猙獰 倒吸了口冷气 然而 身体上的疼痛远远比不上这一击 带给他的心理伤害 他憋屈地发现 自己在面对鬼面时 根本没有一战之力 刚刚那一瞬 他都要以为他会死了 马向威迅雷不及掩耳地落败 让众人都惊呆了 有的甚至前一秒还在助威 下一秒就看马向威飞下了擂台 这 这怎么可能 马向威该不会是放水了吧 不能吧 马向威还在等着夺魁拿钱去救老娘呢 王虎放水 他也不会放水 听着周围的议论声和质疑声 马向威揉着摔青的手肘站起来 突然说道 我尽力了 我打不过他 倒是个敢做敢当的真汉子 宋明渊觉得 或许可以把他招揽到西山堂 至于鬼面 如果能打包一并带走 那再好不过 不过 看着好像是个有主子 刚才来伏计酒楼的时候 他刚好看到 他驾着一辆贵气的马车进了后院 倒是可惜了 围观的人里 不乏有哀声怨道的 但是马向威虽然败了 拳头还硬着 谁也不敢拿自己的脑袋 去试试他拳头的硬度 完了 这下真睡大街了 早知道我就压鬼面了 谁知道他这么强 这可咋整 本没回过来 还把牢底给搭进去了 回去我爹不得打死我 呼 幸好我跟着那位高手压了 这几局就没输过 哪位高手 压金钉子的呀 你没发现吗 那位高手眼力十分精准 虽然压的场次不多 但逢压必赢 有人输就有人赢 马向威虽然与魁首失之交臂 但也得了个第二的名次 说是第二名 但奖励与第一名比起来 差的可不要太多 如果说第一名是一夜暴富 那么第二名 就是重在参与 想到家里还等着要喝的老娘 她不禁低头苦笑一声 使她不争气 没有拿下魁首的能力 马向威领完自己的五十两银子 黯然离开 只不过还没等走出人群 便碰到了她戴着帷帽 看不清面容的姑娘 她似乎与周围的嘈杂格格不入 一看就像是不应该出现在这里的人 马向威正在让路 却听得她清零动听的声音说道 如果有需要的话 可以去西山堂 那里有人能治你娘的病 宋明渊说完这句话就离开了 方法已经给到了 有没有那个胆量去 是她对她的一个考验 马向威没有将这件事放在心上 只是觉得这姑娘莫名其妙 西山堂 那是人能去的地方吗 只怕病还没治好 他们母子俩 就已经把性命交代在那里了 马向威摸着兜里的五十两银子 心里不免愁苦 她娘用的要贵 这五十两银子 只怕顶不了几天 擂台这边的热闹 并没有因为马向威的离开 而有所削减 管事宣布完本届魁首花落谁家之后 便让人送上了赏金 赏金是用托盘装的 整整十定金元宝 本次比武夺魁出彩的 不单单只有魁首 还有咱们赢得最多赌金的灌手 现在有请他们上台领赌金 原本还以为比武夺魁 就要结束散场的人 顿时又振奋了 那个下注十金的人 他们竟然还能看到 其如山真面目 十金尚且都能让人争破头脑 此人可是足足赢了三十金啊 黄金六百两 加上本金 就是八百两 度假未免也太财大气错了些 毅然还真的赔 众人躁动了 若非周围有度假 请得打手维持秩序 只怕得冲上去抢抢 赢的钱就在擂台上 宋明渊当然不可能不拿 未免身份引起麻烦 他带着的帷帽 云线可就随意多了 一点都不带遮掩的 两人先后走上了擂台 给管事出示了 伏计酒楼下发的身份牌子 怪不得这么有钱 这可不就是 外出游行的富贵人家吗 身边还跟着仆从 看来不好惹啊 赚了三十金的 不会就是他们吧 那娘们长得还怪好看的 什么娘们 那是个爷们 你没看到他脖子上的猴结吗 草 怎么会有男的长成这祸水呀 听到底下的窃窃私语 宋明渊轻咳了声 才压下快要到嘴边的笑音 云线已经黑了脸 早知道他就让小顾 帮他弄个面具来了 不是发钱吗 快点的 本少主赶时间 管事虽然不明白 东家安排此举的用意 但还是按流程 检查过身份牌子 将赌金发了下去 看到宋明渊领下 那三十定金元宝 底下的人愣了愣 他们原以为这三十定金元宝 是云线赢的 却原来是个姑娘 看起来形单影之 拿着这么笔巨款 他能成功走出重鸣线吗 真是怪事 往年也没见有这样一出 还专门把赢最多钱的人叫上台 也许是赢得太多了吧 毕竟往年也没看到过 赢得这么多的 这渡家还真是守信 压一赔三说赔就赔 一个子都不少 怪不得人家能付 要是我指定 舍不得这么多钱 人群里 有人对视一眼退了下去 宋明渊知道 他被人给盯上了 渡家此举是什么用力不重要 有人想打他的主意 也不重要 钱到了他手里 就是他的 怎么可能还让人抢走 想抢他的 想想便罢了 领完裴金下了擂台 宋明渊对云线说道 我就先回去了 有时间来西山堂 我叫你怎么去鬼 得给西山堂多拉点钱利谷 他看云线就挺不错的 有钱有闲 不拉去开发西山堂 真是可惜了 云线眼睛一亮 是 这声一出 宋明渊就像是知道 他要干什么一样 头也不回 走得飞快 他只是想把他拉去开荒 他却想认他当师父 赔本买卖 溜了溜了 云线 有一点点怀疑人生 他转头看向身边的小顾 你说师父为什么不愿意 认下我这个徒弟 我长得又好看 弹琴又好听 全身上下就没有一处缺 少主 您怕鬼 师法被打断 云线无语注了 你可以闭嘴 谢谢 扣你半个月工钱 小顾嘴巴一闭 恨自己长了张嘴 云线道 罚你去护送我师父回西山堂 我怕有人要对他不利 虽然师父一副不是很想认他的模样 但是没有关系 他单方面认就行了 紧接着 他又说道 护送完师父回来 赶紧去催一催 沈建要是再不快点来崇明县 当我去西山堂 本少主就跟他绝交 小顾 要是真能绝交 您跟沈大人早就绝交千八百回了 小顾不敢说话 他怕一张嘴 剩下半个月的工钱也没了 是 少主 另一边宋明渊刚离开 身后就跟了几条小尾巴 宋玉言飘在他身边 心中对杜星成的观感突然就差了下来 原本他救了夜市 他还挺感激他的 但是 他却公然让阿渊上台领裴金 那么多钱 哪能不招人惦记 身为举办方 他们明明能有更好的办法 把裴金交到阿渊手上 可却整了这么恶心人的一出 一看就目的不纯 黑心的老尖伤 看到他捏着拳头 突然骂了这么一句 宋明渊停下了脚步 有些诧异的问 怎么了 阿渊 我怀疑度假的 想把这笔钱抢回去 事关到阿渊的安危 宋玉言用自己并不怎么聪明的脑袋 翻来覆去 揣摩杜星成的用意 好办上才得出这么个结论 他气愤道 刚刚我在台下听人说了 往年他们是没有特意让赢钱的人上台的 那黑心的奸商输不起 一定是看你赢太多了 所以才安排的这些 他这么做 很有可能是为了混淆视听 如果是这样的话 等会儿必定会派人来截胡咱们 宋明渊多少也能猜到一点 不过他并不怎么把杜星成的小把戏放在眼里 只笑道 没关系 到了我手里的东西 没人能抢走 宋玉言点点头 但心里悄悄把这笔账给记下 除了雍州之府两口子 杜星成已经是第三个 记在他要下的名单里的人了 今天晚上他就飘过来吓死他 宋明渊没有急着回西山堂 而是步行着往城门口走去 跟在他身后的小顾 已经把那几个小尾巴解决了 看到宋明渊孤零零的一个人 想着还是少主有先见之名 让他来这一趟 少夫人会医术 懂驱鬼 但他还没见到过他动物 这些人比鬼还难缠 只怕他应付不来 刚想着 就看到宋明渊停了下来 小顾打眼一看 街巷口 站着一个人 逆着光看不清面容 不过抱剑的姿势和肃杀的气息 能看出来是个高手 小顾心头一领 正一感一下就上来了 少夫人 我来助你 他拔出剑 踏行竖步 借力踹向墙面 一个翻飞掠过宋明渊 文文挡在他面前 宋明渊看向街巷口 来人是鬼面 他想对小顾说 你还真不一定能打赢他 但是小顾已经对鬼面海上话了 阁下为难一个女子 算什么本事 可敢与我一战 他 要不然咱们还是跑吧 傻孩子 真是什么人也敢挑战 少夫人别慌 哪有不战先驱的道理 今天有我在 谁都别想动你一根毫毛 知道鬼面是个劲敌 小顾也不敢大意 放完大话之后 扭头悄悄对身后的宋明渊说道 少夫人 待会儿我要是不敌 你就先跑 不用管我 宋明渊点点头 十分郑重 我会看情况的 你不敌 还有我啊 五无敌 鬼面挡住了去路 一身黑衣气势沉沉 怎么看 怎么有种说不出来的熟悉感 他妖暗的目光扫了一眼小顾 最后落在宋明渊身上 交出裴金 你们可自行离去 我呸呀 想让我们交出裴金 做梦去吧 小顾满脸比 原来还以为是个武艺高强的大侠 没想到是个见前眼开的萧小 真是白下了一身的好本事 鬼面没有理会小顾的唾骂 而是等宋明渊发话 宋明渊腰板一直 不交 交什么交 下次到崇明县 他就把度假搬了 听见了没 小顾一脸得意 要打就打 不打就滚 真以为我们怕了你 他已经想好等会儿的逃跑路线了 打是打不过的 只能将仇恨吸引过来 让少夫人安全脱身 他再四季跑掉 别的不敢说 但在跑路这件事情上 他超强 既然如此 那就得罪了 鬼面并没有被激怒 而是十分给面子的拔出了剑 见此 小顾先发制人 迎面冲了过去 枪的一声 刀剑相击 碰撞出清脆的鸣响 火星则都击出来了 小顾刺向鬼面的剑被挡开 虎口震的发麻 面色骤然间凝重起来 强 比他遇到过的所有敌人都强 观看擂台赛的时候不知道 如今轻身上阵 才觉察到实力之悬殊 阁下确定要为非作歹 助纣为虐 得罪我们明镜山庄 他不得已报了出处 顺带点名他背后为的是杜家 希望他知难而退 小顾再赌 毕竟今天杜家异于平常的举动 明眼人都看在眼里 他只是在赌鬼面 真的听命于杜家 为杜家办事 明镜山庄在江湖上有头有脸 可不是一个杜家 能得罪得起的 鬼面不为所动 他只知道此行的目的是为了取回裴金 至于其他的事情 与他无关 看出了他的无动于衷 小顾咬了咬牙 大喊一声 少夫人 跑 说完 他就直见再度冲了上去 将鬼面死死拖住 余光看到宋明渊直直 往这边跑来 小顾一猛 等等 少夫人 你是不是跑反了 一个闪神的剑戏 鬼面的刀已经近在咫尺了 鬼面无意伤人性命 见他没有挡住 皱了皱眉 立马便收了身 只不过剑还没收回来 一只肃静纤细的手 就握上了他的刀刃 明明还有石不知摇的人 转瞬间出现在镜前 速度极快 一边去 宋明渊挥了挥手 小顾愣愣地看着他 把劈向他的刀徒手拿开 又愣愣地呕了一声 魂不附体地走到了一边 站到墙根的时候 他猛然一回头 等等 少夫人他 宋明渊已经跟鬼面打起来了 他用了灵力 刚才还将小顾打得 毫无还手之力的人 被逼得节节败退 甚至被逼出了看家的本领 起先没有察觉 但随着他的攻势渐猛 对方防守的招式变换间 越来越熟悉 为了确定心中所想 宋明渊趁对方不备 伸手直取他的面具 小顾在一边看的眼珠子都快要瞪出来了 是他太弱了 还是少夫人太强了 居然跟鬼面对战 都能游刃有余 事实证明 少主的担心还是有点多余的 他们怎么会以为少夫人应付不来 他这边看着择舌的时候 宋明渊已经一把揭开了鬼面的面具 是一张全然陌生的脸 看不到一丝与陆家之人相像的痕迹 宋明渊皱了皱眉头 这不能啊 他使的招式 明明就跟陆裴峰的同处一脉 不管了 先把人弄晕了 带回去好好研究研究 在宋明渊接下他面具的时候 鬼面就知道 今日这一出计划 注定是要失败了 这姑娘武功招式极其古怪 她若是想下杀手 她根本没有活路 鬼面不想死 她想活着 所以毫不犹豫 转身就撤 告辞 宋明渊哪能让他这么轻易跑掉 没等他走出巷口 就将人劈晕了过去 小顾咽了咽口水 头一次认识到宋明渊的强悍 他的速度怎么能这么快 招式怎么能这么强 少夫人 您还收徒吗 他不想跟少主当主仆了 他只想跟他当同门 宋明渊道 不收 小顾有些遗憾 不过想想 高人都是特立独行的 他少主不也被回去了吗 也许是他资质不够 他也没有执着 而是看向躺在地上的人 问 少夫人 他要怎么解决 还有用 我要把他带回西山堂开荒 宋明渊轻轻松松一把 就将鬼面提了起来 临走前还不忘朝小顾说道 你先回去吧 记得叫你主子早点过来啊 好嘞 小顾一脸积极 想想又不对 他好像那个卖主求容的狗腿子 少夫人这么说 大概率也是想让主子过去开荒的 不过按主子那挑剔的性子 只不定在西山堂待上半天 就跑回来了 小顾离开后 宋明渊找了个没人的角落 带着宋玉言 还有晕过去的鬼面 顺移回了西山堂 他没忘记 自己离开时找的什么借口 是以除了鬼面之外 他还扛了头也山羊 见过他单手扛野猪 邓良对他一手提着人 一手扛着只山羊 已经能做到处便不惊了 他根本就不能以常理论知 远远看到他出现 大家就停下手头的活营了上去 他们一整天都在西山堂忙活 草地清出来了一大片 木屋的基本框架也已经搭好了 只等之后一点点完善 陆裴峰率先接手他提着人 陆三夫人紧随其后 把他肩上扛得也山羊卸下 你回来一趟喊我们就行了 怎么扛这么多 陆大夫人有些心疼 哪怕知道冤冤不比凡人 他还是下意识 把他当成一个小姑娘看待 陆老夫人自个额头上的汗 都没顾得上擦 就赶忙指使了几个崽子去搬凳子 让宋明渊坐下歇一歇 几个小崽子麻溜就去了 一个搬凳子 一人端水 一人拿吃的 还有一人拿扇子 陆裴峰一见阿渊的注意力 转瞬就被几个殷勤的小崽子夺走了 默默走过去 阿渊 这人是 他将人往地上一丢 还伸脚踹了踹 出去一趟 还带回来的男人 还是个老男人 在山里捡的 我怀疑他是你几个叔叔中的一个 陆裴峰的脚搜的一下就缩了回来 若无其事的样子 认真端向了片刻鬼面的脸 陆老夫人和陆家几位夫人 文言也凑了上来 几个小崽子也围在了鬼面身边 准备把野山羊拿去处理了的陆成 和陆裴川两竖直见状 将野山羊一扔 也围了过来 十几双眼睛直勾勾的盯着鬼面 鬼面睁开了眼睛 下一瞬又安详地闭上了 他想 他应该是到了地府 既不如人 他也许已经被杀了 要不然 怎么会碰到如此诡异的场面 他想活着 但不知道为什么想活着 陆老夫人扎摸了一下 认真道 看着不像 不过他睁开眼睛 又闭上了那一下 就像了 他几个傻儿子 就是这么缺心眼的 面上看着不显 但心里指不定咋活跃呢 听到声音 鬼面再度睁开眼睛 强自镇定的目光 从众人脸上一一扫过 最终落在了陆五夫人的脸上 然后莫名就挪不开眼睛了 陆五夫人愣了一下 试探地叫了声 吴爷 这样的目光 他只在一个人的身上看到过 陆老夫人简单粗暴 直接扒开鬼面胸口的衣服 看到他锁骨下方的一道剑疤 面色瞬间就不淡定了 还真是小五 要不是太过熟悉 单凭这么张完全陌生的脸 他们还不一定能认出来 陆老夫人忍着心头的激动 问道 渊渊 你是在哪里找到他的 宋明渊见旁边没有外人 便如实道 在崇明县 我在伏记酒楼举办的比武夺魁上 赢了许多赌金 他要拦路打劫我 想抢走我好不容易赢下来的钱 我看他的招式熟悉 怀疑他跟咱们家有关系 所以把人敲晕带回来了 什么 抢钱 顿时 所有人看鬼面的目光 就变得不对劲了起来 几个小崽子目光谴责 陆成和陆培川目录同情和怜悯 陆培风暗想 刚才就应该称不知情的时候 多踹两脚 陆夫人看到爱人归来 激动欣喜的眼泪还没一出来 就修得消了得干净 陆老夫人最是直接 一个脑瓜崩就敲了过去 陆瑾 你出息了 欺负到自己家人头上了 看着横眉瞪眼的老太太 鬼面本能的不敢有所反抗 像是还手是什么罪大恶极的事情一样 只能硬生生挨了这一脑瓜崩 他明白了 他觉得姑娘来头不小 得罪了她 会招来一大家子的记恨 不过 他叫陆瑾 我不记得了 鬼面缩手缩脚坐了起来 像急了个被欺负的小可怜 唯唯诺诺的 说完 他又补充了一句 我什么都没想起来 这茫然无措的样子 看得陆老夫人跟陆五夫人 拒是心中一疼 陆老夫人忍不住红了眼睛 却还是嘴硬道 活该 谁让你抢晕晕的钱 骂完 他又忍不住伸手轻拍了拍他的头 吻着微梗的声音说道 回来就好 有命回来 比什么都重要 鬼面能感受到老人家的关切与心疼 那眼神里饱含了太多的情绪 唯有血脉至青 才会如此 他没有怀疑 也不愿意去怀疑 只不过到底缺失了太多的记忆 面对这样的情景 有些愁愁 我的脸 跟以前不一样吗 他问出了心中的疑惑 刚才初初醒来 老太太说的那句话 他也是听到了的 你以前可不长这样 你以前可俊了 陆老夫人与戴埋态 伸手扒拉了两下 一点都找不出来人皮面具的痕迹 心中不免犯起了嘀咕 摸不成以后 都要顶着这样一张平平无奇的脸了 造孽啊 这不被媳妇嫌弃 都说不过去 陆老夫人倒没有很嫌弃 只面对陆五爷失忆一事 有些失落而已 不过这些情绪也只是一瞬 他没有执意要陆景记得自己 只要人还在 他们往后就还能有更多的记忆 以前是五爷一步步向他走来 今后就让他一步步走向他吧 只不过在此之前 还有一件事情要解决 他问道 谁让你去抢渊渊钱呢 顿时 所有人的目光 又奇奇地落回了陆景身上 就连宋明渊也不例外 可以确定的是 身为鬼面的陆景 跟杜家绝对没什么关系 与杜家有关系的 说不定是他背后听命的人 也就是他看到的 那辆马车的主人 可惜他当时不知道 鬼面就是陆景 没有一探究竟 陆景正经微作 老实交代 杜家要拿回给出去的赌金 所以雍州之府夫人谢氏 将我推荐给了他 让我替他拿回这笔钱 谢心柔 陆五夫人亲力的脸一下 就变了 心中陡然生出了一股子怒意 真想冲过去当面质问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如果是谢心柔的话 他几乎可以确定 五爷失意更换了一张脸的事情 跟他脱不了关系 他究竟要干什么 难道他退让的还不够多吗 他是占了他侯府千金的身份多年 可有谁问过他 他愿意占了吗 如果可以 他宁愿生活在一个 并不富裕 但和和气气的家庭 而不是一息之间 从天上跌进泥里 被人指责是个 纠占雀巢的小偷 他享受了多年侯府生活 带给他的便利 他认 所以不管谢心柔 怎么敌视他对付他 他都认 可是 他为何还要步步紧逼 陆五夫人紧咬着牙根 恨恨闭上了眼 谢心柔其实并不喜欢陆景 这件事情 他一直都知道 他只不过是享受 抢走他所有东西的快感罢了 他什么都可以忍让 但唯独陆景不行 这是第一次 陆五夫人生起了 要与谢心柔对抗的心 他睁开了眼睛 他用什么 要挟你听他的话 他声音淡淡的 听不出来什么情绪 锤下的手心 却是掐出了痕迹 陆景犹豫了一下 才说道 我的性命 他给我下了毒 我不听他的 他就不给我解药 我想活着 所以得听他的 之前 陆景不明白 为什么自己想要活下去的 执念会这么深 但此刻 看到围在身边 一张张因他的遭遇 而痛心愤怒的脸 他或许明白了 既然把陆心柔出卖了 陆景就没想着活 他甚至在想 临死前去一趟雍州 为家人解决调谢心柔这个隐患 看得出来 谢心柔与他们的恩怨颇深 陆五夫人赞压下 心头对谢心柔的恨意 忧心地问道 渊渊 你武叔的毒可能解 宋明渊站了起来 我看看 他走到镜前 默等陆景说话 陆五夫人就按了他的手 将他的袖子挽了起来 陆景迟疑着说道 这毒只有谢氏手里有解药 我找过别的大夫看了 他们看了都摇头 别白费力气了 就连谢心柔 也信誓旦旦地对他说 这毒除了他这里有解药 这世间无人能解 想来不是一般的毒 闭嘴 陆五夫人瞥了他一眼 是不是白费力气 等渊渊看了才知道 你别说话影响 渊渊诊断 陆景在路程幸灾乐祸的目光 下闭嘴了 他总觉得骂人的媳妇 有点不一样 特别是寒称带怒的一眼 格外吸引人 他以前也是这样的吗 陆景努力回想了一下 脑袋空空 什么也想不出来 心里顿时就生起了一丝遗憾 这边 宋明渊在他出神的时候 就已经收回了把脉的手 事实上 他只不过是用灵力 看了一遍他身体的情况 枕脉倒是其次 陆景确实有一股黑气 预计在其丹田 那黑气成分复杂 还掺杂了一丝丝残暴的血色灵力 如果没有人为的干预和压制 那毒气便会渐渐蔓延至经脉 一旦有动作 便会使人经脉寸断 痛不欲生 看其身体的受损程度 应当是发作过一两次了 不过还好 解药服的及时 不至于变成一个废人 眼睁睁等着下次毒发身亡 对于没有修炼过灵力的人来说 这毒确实无解 即便有药 也只是压制 并不能根除 宋明渊有点好奇 谢心柔是打哪里弄来的这种毒了 瞧见大家都等着结果 他点了点头 能解 陆景一下回过神来 有点怀疑地问了一句 你确定 这声一落 脑袋同时挨了两下 一下来自陆老夫人 一下来自陆五夫人 陆成笑眯眯地抱胸看着 那暗戳兴兴奋的劲儿 好像不是清歌 有陆景在 他的家庭地位 一下就升上来了 至少他没被亲娘和媳妇 同时联手打过 陆老夫人哼了声 渊渊说 能解就能解 要是连他都解不了 咱们也只能挖个地把你埋了 陆景摸着有点痛的脑袋 一摸一个不知声 我为我之前冒犯的事情 向你道歉 希望你能多多包涵 不计前嫌 为我解读 他郑重地给宋明渊道了个歉 这一下才觉得 身上的压力小了点 连大家看他的目光 都带着点如此可教的意味 这位是你直席 这位是你大嫂 这位是二嫂 她是你三哥 旁边的是的三嫂 还有四嫂 鉴于他失了意 陆老夫人挨个把人介绍了一遍 至于陆五夫人 她没有介绍 要是连自己的媳妇 都要她这老太婆来介绍 她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 陆老夫人只才介绍了一遍 陆五爷神奇地 就将所有人对上了号 一一喊了人 他目光回归到宋明渊身上 颇为紧张地问了一句 小渊 五叔的脸 还能恢复成原来的样子吗 她看起来比关注解读这件事情 更关注她的脸 毕竟顶着一张陌生的脸 跟在媳妇身边 总有种自己绿了自己的感觉 宋明渊细细端向了一下 她那张陆人脸 皱着的眉微松 你的脸许是用了密钥 能治 不过要单独治 可以让你大侄子 给我打下手 她抬不往帐篷那边走 不忘回头道 要一盆热水 陆裴风将五叔带了过去 众人不能进营帐 只能站在外面紧张地等待 陆夫妇赶忙烧了热水送进去 很快又走了出来 跟大家一起等 慌乱倒是没有慌乱 有渊渊在 他们都很安心 宋明渊屏蔽了营帐这一方空间 才对陆锦道 你的脸再次之前 被活生生包下来过一次 你现在顶着的这张 是别人的脸 已经用密钥将血肉脸截起来了 想要重新长回去 就得将这张脸整张包下来 过程有些血腥 你确定要换回来吗 她刚才没有在外面明说 怕说了 老太太跟吴婶的心痛死 换脸术 还是如此血腥残忍的换脸术 都能与修仙界的邪术相媲美了 无怪乎能让人看不出来半点端倪 宋明渊猜测 这换脸的密钥 或许跟大毒有点关联 否则平凡世间的药物 做不到此等程度 听到宋明渊的话 陆裴峰面色微寒 这手法可真是歹毒 原以为五叔能少遭一些罪 没想到比三叔也好不到哪里去 若非阿渊突发奇想 把人带了回来 他们怕是会被泄氏 永远蒙在鼓里 陆锦是从鲜血里摸爬滚打过来的人 怎么会怕 他也不想顶着一张别人的脸 最重要的是 老太太说他之前长的贼俊 换回去 媳妇也能看得顺眼点 这样想着 陆锦点了点头 确定 那好 宋明渊笑了笑 我让你大侄子动手 五叔放心 很快就好的 你先吃了这个止疼药 说着 他就将两粒药丸递了过去 陆锦将药接过 毫不犹豫扶了下去 这样血腥的活 是得大侄子来 小渊要是害怕的话 可以先到外面去 等小枫处理好了 再换你进来 放心吧 五叔 我见过的血腥场面可多了 不会被吓到的 宋明渊没把这小场面当回事 可听在两树侄儿里 可不是滋味了 他得是吃了多少苦头 才培养出来这一身的本事 被娇虫长大的姑娘 即便不小心割破了个手指头 都得吓白了脸 可他说起这些 却是完全不以为意 陆锦语重心长地对陆佩峰说道 你以后 对你媳妇好点 咱们陆家的男人 就得有担当 陆佩峰默了默 知道了五叔 即便他不说 他也会的 宋明渊 不懂他们话题 为什么转得这么快 这难道就是有副支付的心得吗 一刻钟之后 一张完整的脸 被陆佩峰包了下来 他操刀的手急稳 神色认真 一丝不苟 冷峻的侧脸认真做事的时候 有着让人难以 挪开视线的魅力 仿佛不是在进行什么血腥的场面 而是在雕刻精细物件 这一刻钟的时间里 宋明渊光顾着看他去了 服用过止痛药之后 陆瑾暂时失去了感知 此刻躺在床上 一张脸血肉模糊 宋明渊早早就给他吃了止血的药 否则这会儿 只怕会鲜血淋漓 等陆佩峰将人脸包下 他又给他吃了生机丸 药性化开后 那张面目全非的脸 总算一点点恢复了血肉 长出了新的皮肤 见眉心目 五官阴气 自有一股毒属于陆家人的风流 难怪老太太会说俊 确实挺俊的 只不过没有他的大侄子俊 陆瑾暂醒来的时候 第一时间就是要了一面镜子 他太想看看 以前的自己长什么模样了 之前他看着那张不属于他的脸 总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怪异感 宋明渊随手递了一个镜子过去 陆瑾见状 往他鞋挂在身上 那绣着乌鸢花的袋子看了一眼 那袋子做的精致 尾部还挂着一排流苏 与他身上同色的衣裙极大 只不过 怎么连刀子镜子都有随身鞋带 难道说姑娘家的东西都格外的多 收回飘飞的神思 陆瑾举着光滑的镜 看了镜中的人两眼 像是他本来就该就长这样一样 之前的怪异感顿时化为乌有 左看右看都觉得跟他伟岸的身材十分契合 宋明渊无法想象 之前那位浑身上下散发着高手气息的高棱无言 对着一个铜镜足足照了半个时辰 伴随着时间一点一点过去 陆家老小站在帐篷外面不淡定了 原本安稳的心一点点变得焦急起来 渊渊很少会花这么长时间在一件事情上 可从他进去里面到现在 已经足足过了半个多时辰了 就连当初给梦氏医治都没花这么多时间 难道说小五的情况十分复杂 陆老夫人不禁心中泛起了嘀咕 连渊渊都得花这么多时间在这上面 小五这脸真是有点难治啊 正想着呢 就看到宋明渊掀开帘子走出来 陆老夫人赶忙走上前问询 渊渊 你武术的情况怎么样 可是十分棘手 怎么花了这么多时间 陆家一众人都将紧张兮兮的目光投在宋明渊身上 陆老夫人更是提心吊胆 捏了把汗 听到老太太这么问 宋明渊沉默了一下 众人心下一个灯 这时 宋明渊缓缓缓道 武术的情况很好 过程也进行得很顺利 就是照镜子花半个时辰 空气中弥漫着死记一样的沉默 原本还焦急的陆家人 这会儿异常安静 宋明渊又道 你们可以进去看他了 大家艰难地动了下脚步 身体与意志在这一刻左右拉扯 很想当成不认识这么个人 转身就走 罢了 陆老夫人叹了口气 谁让他生的傻儿子呢 没办法 母不贤子丑 轻生的 他说服了自己 在陆家几位夫人的陪同下 一起走进了帐篷 嫂嫂 武叔他真的照了半个时辰的镜子 半个时辰 宁宁 屎都用不了这么长的时间 小姑娘惊呆了 这世上竟然有人照镜子 花了半个时辰 宋明渊心说 可不是 他连毒都给他解了 解毒他也只花了片刻时间 只要把那含着血沙的 腥红灵力化解开就好了 其他的吃一颗清毒丸 便可要到毒枭 想到陆井身体蕴含的 诡异灵力 宋明渊脸色凝了凝 按理来说 这样的灵力 不应该存在的才是 难道这里除了他以外 还有另外的修饰 宋明渊不太喜欢 这种不明状况的感觉 等这里的事情定下来了 他得去弄清楚 谢心柔吗 陆井身上的毒解得很是顺利 但到了晚上的时候 还是出了状况 陆五夫人劈头散发 从帐篷里跑出来 连外衣都顾不上劈 煞白着脸喊道 渊渊 你武术不见了 这两日 营地又新设了十几顶帐 大家晚上也不用 一大家自己在一处了 都是分开睡的 五婶来喊的时候 宋明渊正试图将魂体 融进新的身体里 他的新身体早就做好了 但不知为何 尝试好几次都失败了 这一次也不利 不过他顾不得总结 听到五婶颤抖的呼喊 立马将新身收进空间 就跑了出来 陆裴峰也来不及失落 紧跟其后 小两口一前一后出了营帐 陆成和陆裴川也跑出来了 至于其他人 这个时辰还在睡着 陆五夫人喊人的时候 刻意压了声音 也没吵醒家里的老人和小孩 怎么回事 看到宋明渊 陆五夫人就像有了主心骨 强自镇定地 将刚才发生的事情 事无巨细地讲了一遍 刚刚我跟你武叔在营帐里体息 不知道怎么回事 他突然猛地一下就坐了起来 像是失了魂一样 直愣愣往一个方向跑 我怎么喊都喊不回魂 跑出帐篷之后 就没看到他的影了 事情发生的太过突然 陆五夫人反应过来后 第一时间就喊了宋明渊 他人到现在还是猛的 只觉手脚冰凉 宋明渊冷静道 不要害怕 我现在就去找 陆五夫人已经镇定了些许 紧着嗓音说道 五婶不怕 只是你武叔离开的时候 没有把面具戴上 我怕他给你带来麻烦 他是真的担心 如果渊渊因为这个出了什么事 他一定是饶不了自己的 宋明渊握住了他发凉的手 声音带着安抚人心的力量 温暖而有力 没事无神 这世上没有我解决不了的麻烦 你先回去坐着喝杯热水 我很快就回来 陆五夫人这会儿 哪里还坐得住 不过为了不让宋明渊担心 还是吻着声音恩了一声 我们分头行动 一人找一个方向 陆成面色凝重 自己兄弟不知道是个什么情况 直习今天也累了一天 他怎么能将找回陆景的事情 压在他们小两口的身上 陆培川也说道 三叔说得对 我也去找 人多力量大 我请吴兄弟帮忙 好 宋明渊没有耽误时间 问明了陆景朝哪个方向跑 就跟陆培风追了过去 如果是陆家任何一个人走丢 他都能立马将他们找回来 但是陆景今日才回归陆家 他还没有来得及 让他配戴上弥香棕 否则随便抓上一只空间里的弥香碟 就能为他引路 真是大意了 宋明渊跟陆培风速度很快 一下就跑出了五里地 但是根本没有发现陆景的踪影 他面色一点点变得凝重起来 如果按照五婶说的 五叔应该是直直往这个方向跑的 这说明他们没有找错方向 可是没找到人 阿渊 这里有血溅 宋明渊转头看去 就见陆培风半蹲在地上 将一张沾了血迹的树叶捏了起来 不仅仅是他手里的那一张 地面上那几张干枯的叶子 同样沾了鲜血 看样子是刚刚流下来的 血液还没有凝固 若非陆培风耳清目明 喝了这么长时间的零露水 夜市能力更甚 只怕还不能发现 他捏着那张沾血的枯叶 可以确定的是 周围没有五叔的身影 也不存在打斗的痕迹 那么就只有一个可能 陆培风心中莫的一景 台谋朝翩然飞落 在他面前的宋明渊看过去 面色凝重 阿渊 这里有与你一样存在的人吗 以前他或许不会往这方面想 但有一个现实的例子在他面前 所以 他怀疑五叔是凭空消失在这里的 宋明渊皱起眉 不清楚 不过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我能到这里 说明不是个例外 或许在我之前 就有人来过这里 也说不定 探到五叔身上存有诡异的灵力 他也只是怀疑 毕竟那一丝灵力若有似无 也不很快下定论 但是这会儿 他几乎已经可以确定 这里存在第二个 与他一样的人了 若非如此 他不可能感知 不到陆井的所在 陆培风原本以为 阿渊是这个世界上 独一无二的存在 无敌且强悍 世间难逢敌手 可如今竟然冒出了第二个 还是他们一无所知的第二个 心中顿时就涌现出了 强烈的危机感 在他看来 这样的存在 就是威胁到阿渊安危的祸患 若是他们注定成为敌人 怎么了 看到他神色不对 宋明渊问 没事 陆培风收起了杀心 顿了顿 说道 我在想对上这样的人 我要如何才能战胜他 他不想等到心爱之人 陷入危机时 只能被迫接受现实 没有一点保护他的能力 光是想想 那种无能为力的感觉 就能把他给逼疯 宋明渊眼里泛起笑意 你不用战胜他 我可以帮你杀掉他 我便是你最大的仪仗 不过 如果你想亲自动手 也不是没有办法 他将空间里 一把通体 如银双般雪白的长剑取了出来 双血剑诈衣出现 如同昭吞出路 使黑暗必退 这把剑 叫双血 是上古战神必轻所值的配剑 可斩诸鞋 破万军 如果你能驯服他 让他为你所用 即便以繁体之躯 也可以以之一斩 这把剑收在灵宝阁里许久了 如果不是陆培风提及这一查 宋明渊几乎断忘了他的存在 这剑脾气不好 他不耐烦搭理他 所以把他压了箱底 今日我将这把剑赠予你 如果发挥不出来他的作用 你就将它当成一把普通的配剑就好 宋明渊只是想给他一个努力的方向 能不能做到他也不确定 毕竟这样的神剑 通常都有自己的傲气 即便现在这把剑还在沉睡 可惜这个世界灵气稀薄 不适合修炼 而他空间里的灵气 似乎只能他自己取用 无论陪风还是阿炎 哪怕他们进了空间 也不能 他现在有点好奇 对方是用什么方法修炼的了 难道跟他一样 也有一个源源不断提供灵气的宝物 陆培风接过双血 眼神透露着坚定 他不知道曾经拥有 这把宝剑的必侵战神有多么强大 但他知道 为了阿炎 他会倾自己所能 双血剑离开空间不到半夕 便脸去了通身的光芒 与普通宝剑无异 此刻静静地躺在陆培风的手里 如同一件毫无生气的死物 陆培风能感知到宝剑有灵 只是没被他唤醒 他会想办法的 即便可能经历千千万万次的失败 将剑收了起来 陆培眸色认真又柔软 谢谢你 阿炎 不管是赠他的剑 还是赠他剑的人 他都会好好珍惜的 你怎么通我客气起来了 走吧 咱们先把五叔找回来 宋明渊拉上了他的手 还不忘调戏一句 你要是想跟我谈情说爱 可以等回来的时候再说 果不其然 就看到男人红了的耳尖 十分不自在的模样 宋明渊没忍住 清脆悦耳的笑声 颇有些肆无忌惮的响彻在山林里 惹得陆培风有些无奈的看了他一眼 宋明渊清了清嗓子 软声哄着说道 好了 咱们去找五叔吧 他应该是被谢氏召唤走了 谢氏 现在应该还在崇明县 咱们过去肯定能找到五叔 那个谢心柔多少都有点问题 竟然能将人凭空传走 他倒要看看 他是个什么东西 宋明渊把空间里的阿炎放出来 让他给陆家人带信 随后便带着陆培风顺移离开了西山堂 宋玉言火急火燎就飘回去了 他没忘记他 今天晚上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做 杜星成敢害阿渊 他一定要把他吓得屁滚尿流 生活不能自理 他飘得速度极快 将阿渊去崇明县截人的事情 单独告诉陆家人之后 便顿着魂体本身与阿渊的联系 往崇明县飘去 黑暗透不出光的屋子里 谢心柔看着手上化成灰的符纸 红得近乎妖异的唇 微微勾起 眸色明灭 没想到那个人给他的符 竟然这般管用 百里之外都能将人传召来身边 若是这样的人能为他所用 你今天跑去哪里了 怎么这般不听话 我吩咐你做的事情 完成得怎么样了 如同主人动弄宠物一样的声音 在黑暗中响起 陆景影在黑暗中的身体 看不清轮廓 但是能闻到他身上冲天的血腥气 动用召唤符 总是要付出一些代价的 如今他是主 他是仆 这样的代价 理当他来承受 只要人还留着一口气 就够了 至于陆景伤成什么样子 谢心柔根本不在乎 陆景已经恢复了神志 看到自己又重新出现在谢心柔面前 并没有感到意外 这女人的手段诡异 让人防不胜防 便是雍州之府萧云志 在他面前也得伏低作小 能做到这种地步的 陆景不认为谢心柔是什么良善之人 看到他踩着光落的狱卒去点灯 他赶忙将头低了下去 却不想 下一瞬 谢心柔的声音就响了起来 抬起头来 陆景没有动 如同一桩木头一样处在原地 谢心柔的声音微带着脑翼 我让你抬起头来 屋里的灯光照亮了他阴沉的脸 下一瞬 陆景就毫无预兆地动了 他此时身体虚弱 却是义无反顾地 拼尽全身的力气 去袭击谢心柔 这张脸 不能被他看见 陆景虽然不知道直习的本事 但是却知道 能解他毒 让他的脸瞬间恢复原貌 这样的手段 已经是逆天了 若是让这个女人 知晓小冤的特殊 只定不能善罢甘休 面对陆景的杀意 谢心柔先是一惊 身体本能地就想闪躲 然而 却像瞬间想起来了什么一样 嘴角勾起一抹讥讽的 有恃无恐的笑意 看着陆景朝他攻来 连脚步都不曾挪动一下 陆景心觉不好 果然 下一秒就像是受到了什么限制一样 气血一阵翻涌 猛地喷出一口血来 咳咳 他身形不稳 一下摔在了地上 怎么会这样 我早就说过了 你是我身边的一条狗 一个畜生 还妄想对主人动手 真是不自量力 无视他满是杀意跟仇恨的眼神 目光落在他那张 令人生厌的脸上 笑意输得消射得干净 谁允许你把脸换回来的 告诉我 你究竟去了哪里 又见了谁 短短半天的时间里 他居然变化这么大 谢心柔一把将他 偏过去的头拍直回来 脸色极为难看 你最好老实交代 要不然 让你生不如死的法子 我多的是 嘿嘿 要杀就杀 想让我告诉你 哼哼哼 没门 因为身体残破 他声音十分虚弱 连说话的声音 都是断断续续的 你以为你不说 我就没办法知道了吗 他嫌恶地甩开手 冷哼一声 天真 路径心头一紧 即便性命 受到威胁 都没有怕过的他 这会儿 却是害怕极了 将麻烦带给家里人 既然你如此不听话 那就怪不得我了 谢心柔慢悠悠地 在主位坐下 撕开了一道符纸 转瞬间 一道浑身 被黑气包裹的身影 就出现在了屋子里 何事 来人声音 如同指甲刮过木板 刺耳又难听 说话时 还带着被打扰的不满 尊者 我今日发现了 一件极为有趣的事情 有人禁破了你的换脸术 看到人出现 谢心柔浅笑盈盈地站了起来 说话间 还往路锦身上扫了一眼 哦 黑袍尊者 似乎对这件事 十分感兴趣的样子 除了我鬼门弟子 这世界上 还有如此能人 奴下不敢瞒尊者 今日我这不听话的仆人 跑了一趟出去 回来变成了这个样子了 奴下猜 他离开这段时间里 或许是见了什么人 只不过这人骨头硬 怎么都不肯说 谢心柔一五一十地 将事情告诉了黑袍尊者 黑袍尊者听后 才终于正视了路锦一眼 他鬼魅地笑了笑 既然是块硬骨头 那就把骨头敲碎不就好了 本尊倒要看看 他的骨头能有多硬 黑袍尊者眼里 竟都是对人命的漠视 仿佛趴在他脚边的路锦不是人 而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蝼蚁 他伸手将竭力抗拒的路锦 吸了起来 干枯皱疤的跟树皮一样的手 置在他头顶 正要一个用力拍碎他全身的骨头 关着的门便砰的一下 被咒风掀开了 谁 黑袍尊者猛然抬头看去 还没看清来者何人 手腕便传来一阵巨疼 他手一松 反应过来之时 奄奄一息的路锦 已然落入了来人手里 如此惊变 不过瞬息之间 看到小两口赶来 路锦强撑着说了句小心 便虚弱的晕了过去 宋明渊将人交给路裴峰 一双轻裂的毛子望着黑袍尊者 他的骨头有多硬不知道 你的骨头一定很脆 他灵力运转在手 二话不说 就朝黑袍尊者袭了过去 无知小辈 也敢口出狂言 黑袍尊者服然大怒 看到宋明渊会用灵力惊了一下 但也只是一下 并不以为意 须知他修炼 已经有大半辈子了 如果连一个黄毛小丫头都降服不了 岂不是一笑大方 这样想着 黑袍尊者目光闪过一丝狠辣 迎面朝宋明渊下了狠手 不料两掌还没触碰到 他就已经被对方强悍的灵力先飞出去 砰的一下砸碎了好几张椅子 浑身骨头都在痛 黑袍尊者心头大害 谢心柔更是直接吓傻了 毕竟在他眼里 鬼门中人可是无敌的存在 如今不仅被打了 还是被压着打 这怎么可能 你这把老骨头好像不怎么顶事 我还没开始认真 你怎么就开始碎了 宋明渊一步步走过去 围帽掀起一丝弧度 露出他白皙的下巴 黑袍尊者死死盯着他 然而任他如何亏视 都透不过那一方如沙一样的布料 亏见他的真容 心知这回是遇到敌手了 黑袍尊者绷紧了身体 搬出了自己的靠山 姑娘做事最好三思而后行 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 本尊出身鬼门 今日你若是对我动手 得罪了鬼门 可就得不偿失了 你若是自断一手 再将人还回来 今日这事 本尊可以不跟你计较 鬼门 宋明渊皱起了眉头 黑袍尊者只当他是怕了 颇带着几分得意 你若是不想得罪鬼门 最好就此罢手 本尊也不屑于瞒你 比我实力强的鬼门中人 比比皆是 你若是不怕被报复 尽管放马过来 宋明渊不解的问 鬼门是个什么东西 你听说过鬼门吗 他转头问戴着面具的陆裴风 陆裴风十分配合的摇了摇头 不知 许是什么名不见经传的小门小派 黑袍尊者 险些背弃地跳脚 他战红了脸怒斥 无知 鬼门岂是你们这些萧小 有资格知道的 别用你们那等浅薄的见识揣测鬼门 你们得罪不起 是吗 宋明渊微微笑了笑 可我现在要是杀了你 鬼门也不会知道 你 鬼袍尊者脸色斗变 面对宋明渊的油盐不尽 他简直气恼到了极致 宋明渊却不跟他多废话 再次出手 灵力裹挟之下 已然带了灵力的杀机 他五指如钩 瞬间逼近 直冲他命门 鬼袍尊者情急之下 祭出了一张护身符 然而起笑甚微 眼见就要命绝当场 他集中生智 一掌打向了旁边的谢心柔 这一掌打下来 谢心柔五脏六腑 都像是一了位 猛地喷出一口鲜血 尊 尊者 他满是难以置信 宋明渊心绝不对 在黑袍尊者竭尽全力 挡下他这一击口吐鲜血时 猛地回头朝陆景看去 武术 看到蹊跷都在流血的陆景 陆裹峰已然慌了神 在黑袍尊者 带着谢心柔顿走的前一刻 宋明渊一把冥香中的粉末 朝他撒了过去 所有动作 不过电光火石之间 他也不确定 对方在消失前 有没有沾上冥香中的粉末 但是现在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 陆裹峰一脸点了陆景身上 好几个穴道 但是鲜血 就跟打开的闸门一样 纸都止不住 让我来 宋明渊快步走上去 将陆景接过瓶放在地上 只一眼就看出了问题所在 他竟是跟谢心柔签订了主仆器 主仆器 主死仆死 仆死主活 是一个并不对等的奴隶契约 主方一旦受到伤害 伤害便会反射到仆方身上 而且身为仆方 还不能对主方动杀念其反抗的心思 否则 轻则会被反射成重伤 重则直接致死 看来这鬼门还真是不容小觑 竟然能将灵兽身上的契约运用到人的身上 阿渊 如何 宋明渊回神 给了陆培峰两颗纸血丸和龟原丹 让他给陆景服下 武术与谢氏之间存在主仆契约 刚才谢氏受到重创 所以伤害才会反射到武术身上 他微微皱起眉头 主仆契约一旦成立 除非仆从死亡 否则无解 我得回去研究研究 陆培峰脸色凝重 显然今天接触到的事情 远远超出了他的认知 在此之前 他连鬼门的名号都没听说过 看来这世间他接触不到的东西 比他预想中的还要多得多 握住了缩小成佩氏一样 持在他身上的双血剑 陆培峰心中想要变强的念头 达到了顶峰 即便他不能成为跟阿渊一样的人 他也要以繁体之躯 植无上神剑 替他破开一片天地 鬼门 我可以暂时隔断他跟谢氏的联系 不过 这并不是长久之计 主仆契一旦形成 便受到天地法则的庇佑 不是外力可以轻易干扰的 但是万事万无都有一线生机 他一定能找到 那一线破解主仆器的法门 没关系 不要给自己压力 陆培峰手掌轻抚他的发 眸色温柔 顶多咱们把谢氏控制起来 不让他死就行了 反正 他也不是个什么好人 掌控一个人的生死而己 没什么做不到的 倘若真这样 他会用尽一切手段 让谢氏柔连死都是奢望 宋明渊微微勾唇 抬起一双清亮的眸子看他 放心吧 这世上还没有能难倒我的事 再说 谢氏柔他也不配拿主仆契约 绑五叔一辈子 除了复活爹爹这件事情做不成 其他的事情 他都能办到 办不到的 他也可以努力去办到 可可 一道不合十一的声音 打断了小两口默默温情的对视 陆培峰一脸刚刚担心的神色 十分无情道 五叔 既然好了 变起来吧 扶我一把 不成 你身上脏 扶了你不好亲爱缘 你小子 胆肥了 陆井间大侄子靠不住 只能自己爬了起来 对于自己此刻完好无损 又恢复活蹦乱跳这件事情 陆井接受的异常良好 他又不是个蠢笨之人 怎么会看不出来 直习异于常人 常人解不了他身上的毒 也换不回他的脸 更不会在他 被照过来的第一时间 百里之外 转瞬间出现在这里 我说 你身上可还有不是啊 宋明渊问道 在自己人面前 陆井是全然没有一点点高手风范的 并无 没了 似乎觉得回答得太冷淡 又补了一句 我感觉自己 现在能一拳打死三头牛 看来是没什么问题了 就是脑子有可能会坏掉 既然如此 那咱们就先回去吧 吴沈他们该是等急了 陆井走了两步 又停了下来 面对宋明渊 有些犹豫的说道 小渊 武叔跟谢氏有主仆契约这件事 能不能先别告诉你吴沈 啊 见他愣住 陆井颇为扭捏的说 我不想跟别的女人扯上关系 总觉得 这是一件十分严肃的事情 宋明渊沉默了一下 行 脑子有坏掉的 可能是他 他怎么会看到 武叔刚才流露出一抹娇羞 看错了吧 一定是天太黑了 宋明渊自我说服了自己 才带着叔侄俩 顺移离开了崇明县 他们刚离开 身为阿票的宋玉言 才呼吱呼吱地赶到崇明县 察觉到宋明渊早已离开 他跺了跺脚 哎呀 来晚了一步 都没赶上阿渊坐一趟顺风车 不过没关系 他现在已经飞得超级快了 宋玉言一溜就直奔杜甫 崇明县当属杜甲的宅底最为气派 所以很好找 宋玉言几乎不费什么力气就找到了 他整个就是一透明鬼魂 在杜甫来去自如 如入无人之境 起先宋玉言还不清楚 杜申成住在哪个院子 所以走了不少错路 直到他无意间闯进杜甲的库房 眼睛都快被闪花了 钱 好多好多钱 可恶啊 都这么有钱了 还因为那几钉金子 派人去追杀阿渊 是可忍赎不可忍 宋玉言一时气愤难当 却不忘张罗着四处找麻袋 他已经能控制住自己抓取东西了 今天晚上 嘿嘿嘿 宋玉言一边往麻袋里装金子 一边想自己要来回跑几趟 才能将这里搬空 也不能搬得太空了 得给他留一点点 虽然娘不要他 但他还是不希望 他再过像宋家那样的苦日子 以后阿渊就是他的全部 留一点算是他最后的仁慈 大头都得搬回去给阿渊 看到这些金子 阿渊一定会开心的 宋玉言装完金子 又在一种金银玉器里面 给陆家老小 每人挑了一件小礼物 给陆老夫人挑的是祖母绿的翡翠簪子 给陆家几位夫人 挑的是水头很足的紫翡翠手镯 馅儿的是一对灵动精致的银铅 玉叠叠发钗 给几个小崽子的是五颜六色的宝石 陆家男人的他没有挑 因为要避嫌 他的身份不太适合给他们送礼物 他给所有人都带了礼物 完全沉浸在 大家收到礼物的快乐之中 都忘了给自己挑一份 反正 对阿渊好的人他都喜欢 张罗忙活了好半赏 麻袋鼓鼓囊囊的多一个子都塞不进去了 宋玉叶这才心满意足地扛起麻袋 有点重 但是并不妨碍 好不容易装的就是拖也得拖走 正要抬脚离开 宋玉叶才恍然间一拍脑袋 差点忘了正事 富贵迷人眼 看到这些钱 他都差点忘了要给阿渊报仇 这如何使得 宋玉叶赶紧偷摸 将自己的一麻袋钱 找个黑布隆东的角落藏起来 随后拍了拍手 对着空气无声黑黑笑了两下 转而就朝杜兴成的寝房飘去 都说一回生二回熟 对于半鬼吓人这样的事情 宋玉叶已经轻车熟路了 他没有选择直接闯进杜兴成的卧房 而是在窗外飘过来再飘过去 好将人引出来 杜兴成跟夜市同请 深更半夜夜市已经睡下了 只他还一心记着 那笔赔出去的银子辗转反侧难以入眠 他杜兴成做生意这么多年 什么时候做过这样赔本的买卖 还是一天的时间里亏损七千多两银子 七千多两 他心都在滴血 只希望谢氏的人真能有几分本事 能替他将那笔银子抢回来 要不然他这心里头不上不下梗得慌 许是心烦气躁的缘故 尽管夜里清凉 杜兴成躺在床上 仍然感到一丝烦闷的燥热 无奈之下 他只好摸黑起身拉上了床帘 又岔开腿 在床边坐了好一会儿 正在重新歇下时 眼角于光呼的瞥见一抹黑影 从窗口悠悠飘过 顿时惊出一身冷汗 谁在外面装神弄鬼 他呵斥一声 外面没有动静 反倒夜市迷迷糊糊的醒了一下 一语道 老爷 怎么了 武士 你睡吧 我出去看看 杜兴成不信这个鞋 他走南闯北 连乱葬岗都敢置身一个呆过 还会怕这种 他倒要看看 是什么人在作弄他 于是穿好鞋子 起身推门走了出去 夜市只当他是为今天赔了赢的事情着脑 折腾了一趟 又哄了一晚上吵闹不休的儿子 他已然困急 也就游着他去了 杜兴成出了房间 凉风一吹 整个人都清醒了几分 老爷 您需要什么喊奴才一声便是 何必亲自起来 守夜的下人见他出来 赶忙醒了神上前说道 你刚才可曾听闻外面有什么动静 杜兴成往窗口那看了两眼 飞漆漆 空荡荡 除了穿堂而过的风 什么都没有 难道他刚刚看差眼了 没有啊老爷 奴才一直都守着呢 听到下人的话 杜兴成又在门口站了好一会儿 见确实没有黑影 才挥了挥手 不耐烦地说道 行了 你下去吧 他正要转身进房 余光瞥见花坛边 被月光照得阴侧侧白残残的影子 整一个僵在原地 浑身血液都像是被冻住了一样 老爷 您怎么了 旁边的下人突然开口 杜兴成吓了一跳 同时也拉回了他被惊飞的魂 没 没事 他擦了擦头上被惊出来的冷汗 又往花坛那边看了一眼 什么都没有 只有白白的院墙 被树枝倒影的斑驳 不仔细看 还真像是鬼脸 杜兴成长嘘一口气 觉得自己真是思虑重了 看什么都觉得有问题 这世上怎么可能有鬼 老爷 您真的没事吗 没 杜兴成话才说 一半却像是瞬间卡了壳一样 下人站在他左边 声音却是从右边传出来的 意识到这个的时候 一股寒意从脚底下直窜上天灵盖 杜兴成僵硬而机械地扭动脖子 往旁边看了一眼 这一眼下的他几乎肝胆剧烈 魂飞魄散 嘻嘻 老爷 您真的没事吗 宋玉言顶着一张惨白的死人脸 说话的声音木讷又阴森 如同一个人皮木偶 偏生那语调又是诡异的轻快的 他就这么站在杜兴成面前 与那失去意识的下人 和杜兴成之间的距离 保持着微妙的一致 直面这下人的一幕 杜兴成同人都给吓得涣散了 嘴巴几经张合 说不出来一个字 事实证明 人在惊吓到极致的时候 是会丧失行动能力的 就犹如此刻的杜兴成 宋玉言笑着笑着 蹊跷又流出了鲜血 白残残的脸 红艳艳的血 何止是一个圣人 老爷 您 没 是 巴 断断续续的声音 从四面八方围拢过来 还不等宋玉言给他表演 一整个鬼 从头顶开始腐蚀 渐渐化为一滩血水的恐怖场景 杜兴成就直挺挺晕了过去 咚的一声 伴随着一阵尿骚味 宋玉言 咦 晦气晦气 真不惊吓 溜了溜了 还没等夜市找出来 宋玉言就赶紧飘回藏宝的地方 躺着一麻袋 金银财宝 飞出了渡府 大街上 几个醉醺醺的大汉 当街调戏 迫不得以半夜外出 给孩子找大夫的貌美妇人 还没逼得人就饭 就迎头背着麻袋 穿了个七岛八歪 大汉躺了一地 妇人得以脱身 仓皇之下头也不回地 抱着哇哇大哭的孩子 逃离了此地 麻袋 哥 麻袋会飞 一名醉汉打着酒阁 迷迷瞪瞪的指着 飘旋在半空的麻袋 眼睛瞪得像同龄 几个清醒一点的 腿肚子已经开始打战了 还没等他们跑开 玄庭在他们面前的麻袋 又把他们来回穿了一遍 一直等他们 摔得鼻青脸肿 腿都跑折了 那像是装了砖头一样的麻袋 才修得一下销射的踪影 击福击福 为阿渊多多击福 宋玉言一边念叨 一边狂追上那对受到惊吓的母子 他十分抠嗖的 从罪汉身上顺来的钱袋子里 掏出几两碎银 扔了在了他面前 几两 应该够了 再多的 嗯 就不给了 不等那捡了银子 四处张望的妇人 发现自己的存在 宋玉言扛着麻袋 飘得飞快 只一下就飘出了崇明县 另一边 宋明渊也回到了营地 跟他们离开的时候不同 营地篝火不绝 所有人都被陆景的 失踪给惊动了 陆家老小 乃至流芳队伍的人 都醒了过来 出了这么大的事 谁也睡不着 陆二老爷等人 就更不用说了 待在这样的鬼地方 任何一点风吹草动 都能让他们感到惶惶不安 陆家人不睡 他们哪里敢睡啊 万一出了点突发状况 他们扔下他们这些拖后腿的 就跑怎么办 没有陆家人 更准确一点来说 没有宋明渊 他们根本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尽管被当成牛马奴役 毫无人权可言 他们也必须牢牢抓住 这根救命稻草 人都怕死 他们这样的人更怕 终于 等了将近半个时辰的时间 营地外总算传来了动静 陆老夫人率先精神一震 抬头朝黑暗中看去 她按耐着没有动作 只等看清楚 回来的人是自己人 才收了戒备 协议家子迎了上去 五爷 陆五夫人没忍住 快步冲上去 一把抱住了自家男人 天知道她失而复得 有多么欣喜 在看到她不受控制失踪的时候 又有多担惊受怕 如今抱着人 一颗心才稳稳落到实处 温香软欲入怀 陆景心怦怦直跳 正要顺应自己的心意 抬起手抱一下她 不料陆五夫人 已经收拾好了自己的情绪 转身去抱起了宋明渊 伸出去的手落了空 她心一下就瓦凉瓦凉的 偏生这会儿 陆裴风还拍了拍她的肩膀 意味深长地说道 五叔 你要习惯 陆景偏过头 你媳妇被我媳妇抱了 你还挺开心 陆裴风一下没了话说 要真叫起来 还是她比较吃亏 五婶 好歹还抱了一下五叔 阿渊都没在众目睽睽之下抱过她 这样一想 心里就不由地泛起了酸味 她瞥了陆景一眼 你别得意 你媳妇心里 我媳妇最重要 陆景 这项两叔侄 互相往对方心窝上扎刀子 另一边 陆老夫人看到五平安回来 也是松了一口气 既然人找回来了 那大家便散了吧 今天晚上都辛苦了 有什么事明天再说 她知道 今天晚上发生的事情不一般 也无意让外人知晓太多 事已到过瀉之后 便以夜深入众为由 让大家回去休息 大家都忙活了一天 也是强撑着困意 这会看到人回来 也没什么好担心的了 便都纷纷应了陆老夫人的话 回了自个的帐篷 待人都散去 陆老夫人拉着宋明渊走在前面 缓步走进了自己的帐篷里 她拿出几个蒲团放在地上 也不着急问 而是慢悠悠找个地儿放了拐杖 拉着宋明渊坐下之后 才开口道 究竟是怎么回事 帐篷里点着一盏灯 灯光并不明亮 让气氛烧显得有些沉闷 娘 是孩儿不孝 让您担心了 又是谢氏座的妖 陆老夫人打断了她愧疚的话 心里门清 说说 她又干了些什么 也好让老婆子心里有个底 除了给她儿子换脸 右下独置她失忆 如今还能让人无缘无故失踪 这样的手段 已经让陆老夫人心里产生了威胁感 不得不重视起来 宋明渊看了犹豫着要怎么解释的武叔一眼 说道 奶奶 谢心柔与邪教勾结 她身后 站着鬼门之人 武叔是中了她的邪术 今天晚上才会突然间不受控制 被她牵引 陆老夫人眼皮跳了两下 鬼门 她心沉了下来 奶奶知道鬼门 宋明渊诧异地问 不清楚 鬼门是和存在的其他人 也都纷纷将视线 落到陆老夫人身上 陆老夫人回过神 面上露出极许凝重之色 奶奶不知道鬼门 但曾在老头子口中 听闻过关于鬼门的传说 鬼门成立已有五百多年了 都要搅乱天下风云 引起祸端 鬼门设立极其隐蔽 五百年间 无一人能寻到鬼门之所在 据说在无极海 也有一说是在往生天 去找的人 没有一个能活着回来的 鬼门一出 乱世将至 虽然无法辨别这句话的真假 但历代出现过鬼门的 都是乱世之招 陆老夫人对鬼门了解的不多 都是从前人的直言片语中 得到的微末信息 如果不是今天约约突然提及 她真要怀疑鬼门是否存在 陆大夫人拧紧了眉心 娘 鬼门之人真有这么厉害 她也是头一次听说 陆家讲究知己知彼百战不淡 可如今 他们对鬼门一无所知 实在让人难安 如果谢心柔背后站着鬼门之人 岂不是说 他们迟早会对上 厉不厉害还难说 毕竟老婆子这么大把年纪 也没有接触过 不过就小五今天的情况来看 鬼门绝对不容小觑 陆景听的这番话 也知道自己惹来了多大的麻烦 秉持着一人做事一人当的原则 她站了出来 娘 鬼门的人现在还不清楚 小峰和小渊的身份 如今只有我离开西山堂 才是最安全的 牺牲她一个人 也好过牵连全家 五爷 陆五夫人一惊 心都缩了起来 几个小崽子 懂事得没有说话 但都提起了一颗心 他们不希望五叔有事 鬼门真的有这么厉害吗 会威胁到嫂嫂吗 说什么胡话 陆景话一出来 陆老夫人就劈头盖脸 呵斥了她一通 你是我陆家的一份子 遇到危险 岂又推你一个人出去面对的道理 我老婆子是那样的人吗 要真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 你放心 不用你说 老婆子也会把你推出去 陆景感动了一下 但也只感动了一下 默默收了声站到一边 怀疑人生中 看到丈夫挨了训斥 陆五夫人没忍住 偏过头笑了 心知老太太能说出这样的话 是打从心里 不会放弃自家任何一个人的 便安下了心 她截然一身 要真到了这般危急的境地 便是舍了这条命 去陪五爷又如何 五叔留在西山堂 才是最安全的 宋明渊说道 谢氏背后的鬼门之人 今天晚上在我手里吃了个亏 负伤带着谢氏逃了 短时间内 不会有多大的动作 所以不用太过担心 是了 陆老夫人也点点头 安抚道 鬼门很少有大规模出动过的情况 个别鬼门中人 也并非能代表整个鬼门 事情会发展成什么样 我们也未为可知 担心也无用 见陆景没什么大碍 她挥了挥手 都去歇了吧 明日还有的忙活呢 是 娘 大家也没有留下来 打扰老太太休息 都一一退出了帐篷 下去之后 却是没太睡得着 她想起自己 跟谢心柔的恩怨归根结底 这场灾祸 都是她给陆家带来的 五爷 你后悔娶了我吗 黑暗中 睡在床另一侧的路径 睁开了眼睛 想来 是没有的 不管我记不记得从前的事 但是我的心告诉我 从来没有后悔过 她动作轻柔地将妻子搂进怀里 轻拍了拍 睡吧 这并非是你的过错 陆五夫人闭上了眼睛 是啊 并非是她的过错 可是已至此 她也要承担该承担的责任 不能再由这谢心柔坐见她了 她早该站起来面对的 宋玉言吭哧吭哧 扛着一麻袋财宝飘回来的时候 大家都已经睡下了 只有陆老夫人的帐篷里 还亮着微弱的灯 她微微掀开连帐的一角 疑惑道 陆奶奶 您大晚上不睡觉 在这干啥呢 还唉声叹气 愁眉苦脸的 陆老夫人回过神 看到滑溜的跟个泥丘一样 钻进来的人 当即受了心头的担忧 笑骂道 哎哟哟 还是瞒不过您老人家的眼睛 宋玉言贼兮兮的将麻袋 往老太太面前一处 瞧瞧 我都给您带了什么回来 哦哟 陆老夫人吃了一惊 注意力已然被这一大袋子的 金银财宝吸引了过来 你这是去把谁的家给偷了 宋玉言已经将 宋老太太的翡翠簪子扒拉出来 还顺带将给几位夫人准备的 一并拿了出来 度假 陆奶奶 这些都是给你们的 剩下的我都带走给阿渊了呀 您老人家要是有什么看得上的 改天我再到度府给您取来 陆老夫人顿时哭笑不得 真是个实心眼的好孩子 不过度假吗 偷得好 成 他点着头 饿呵呵地硬着 老婆子要是有看得上的 一定跟你说 难得他有这一片心 想到他跟夜市的事情 陆老夫人不禁微微叹了一口气 这世间 能称之为家的地方 是心灵寄托之地 并非靠血脉亲情的羁绊来维持 你若不弃 陆家 以后就是你的家 有冤冤在 你并不是一个无家可归的孩子 也不是一个没人要的孩子 源源认可的 就是我们陆家认可的 陆奶奶 宋玉言抬眸 看向灯光下满目慈祥的老太太 心中动容 那些压抑的情绪 仿佛在这一刻释怀了 至今的爹娘 不要阿渊又怎么样 有更好的人 会将他们不要的阿渊捡起 他忽然觉得 夜市跟宋攀山 在他的生命里 也不是那么重要了 爱也好恨也好 都不如阿渊给他的万分之一重要 帐篷里 宋明渊也没有睡觉 他一边打坐修炼 一边铺展神石 掌控营地的动向 只等看到宋玉言拖着麻袋 回了跟希尔同住的帐篷 才收回了神石 这妮子 自打灵体能来去自如后 便时常不见人影 若非有牵绊关系在 知道他在哪里 他都不能够放心 许是以前被关在 四四方方的笼子里太久了 这一得了自由 便满世界乱飞 宋明渊无奈地笑了笑 却没有要制止地打算 只想着在空间里 多给他找几件护身的物件 免得他遇到什么危险 陆家所有人护身之物 宋明渊都给安排上了 武叔的那份 也让五婶拿给了他 如果可以 他还想在西山堂 修一个结界 能不能阻挡住鬼门的人 不知道 但至少能起到一点防范作用 接下来一连几天 宋玉言都会在半夜 十分造访杜家 准时准点出发 麻袋庄前半鬼吓人 一套流程走下来 把杜家的东西 往西山堂搬了一趟又一趟 如同一只勤劳的小蜜蜂 忙得不亦乐乎 这期间 宋明渊没有找到 黑袍尊者的踪迹 反倒是等来了云县 和他的侍从小顾 云县一大清早 就从崇明县出发 驾着马赶了半天的路 人都快要被日头给晒化了 他举目看着周边荒芜的景色 小顾啊 你确定西山堂 是走这边的路 小顾本来是确定的 但少主这么一问 就不太确定了 要不然 咱找个人问问 他话一出口 脑袋就挨了一下 蠢货 这荒郊野外的 上哪去找人 小顾委屈兮兮的摸了摸后脑勺 心说 找个鬼也不是不成 但这光天化日的 好像也没有 等等 他眼前一亮 少主 那只鬼 云县悚然一惊 羞的一下往小顾身后躲了躲 看到他说的那只鬼 是只属鬼后 才若无其事的 从小顾身后走出来 他清了清嗓子 刚想喊一声 才发现 自己除了知道对方叫阿炎之外 并不知道其姓名 直接叫阿炎 不成不成 太亲密了 思来想去那日宋明渊介绍时 说的是妹妹 那应该也是姓宋的 于是 他对着宋玉言的背影 大喊了一声 宋诗仪 小顾 少主之拜师的决心 真的有点强啊 莫说小顾虎去一阵 便是出来溜达的宋玉言 也险些栽了个跟头 摘来的野果子洒了一地 他猛然回头看向云县 瞪圆了眼 这个胆小鬼叫他什么 宋诗仪 阿炎承认了吗 他就敢乱喊 呸 不要脸 宋诗仪 你没事吧 云县赶忙拽上小顾 壮着胆子上去 殷勤地给他捡野果子 熟了倒也不是很害怕 毕竟是未来师父身边的鬼 宋玉言灵机一动 你怎么知道 我叫宋诗仪 他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 这下轮到云县跟小顾梦了 啊 你不是叫阿炎吗 对啊 宋玉言认真点头 我小名叫阿炎 大名叫宋诗仪 只要不跟诗仪扯上关系 他的名字可千变万化 云县跟小顾面面相去 有这要巧的事 然而不管有没有 喊都喊了 总不能说自己 连人家的名字都叫不出来吧 这多冒犯 我们是来找陆绍夫人的 能否请你给我们带个路 宋玉言将他递过来的野果篮子接过 想着人是阿炎喊来的 勉为其难地答应了下来 一刻钟后 主仆二人终于在宋玉言的带领下 进了西山堂 连着几日的修建 错落有致的木屋已经出具雏形 硬着被开垦出来的田地 就像是隐在深山里的世外桃源一般 百来人在田间除草耕作 十几人爬在屋顶上悄悄打打 坐着木屋最后的修缮与完善 不远外的帐篷包 更是扎了一顶又一顶 堵堵堵 大大大 木头敲打的声音 像是富有旋律一样 让人置身在这样的田园景象里 浑然望我 愣着干什么 还不快帮忙干活 那两块地就交给你们了 天黑之前清出来 想要学艺先做工 宋玉言丢了个锄头给云县 可不能让阿渊白干活 他们现在不缺银子 就缺苦力 能拉一个是一个 宋玉言铁锹一扛 也跟着下了地 他已经能控制自己 险路或消失于人前了 只要别人不碰到他 就不知他是只鬼 以他现在的灵敏度 想碰也难 小顾捧着琴一样的姿势 捧着个粘了你的锄头 看了眼宋玉言刚才指的两块荒地 少主 他咽了咽口水 要不然 咱还是回去吧 你要是成了个你腿子 老爷夫人知道了 还不得把小的腿给打折 云县看着宋玉言纤细 却有劲的身影 果断摇了摇头 我是什么肩 不能扛手不能提的人吗 他区区一个小女子都能做 没道理你家少主做不了 他捏了捏锄头杆 斗志昂阳嗖的 挥了一下 走 两块地而已 本少主半个时辰就能清出来 好闲 小顾投缩得够快 否则就要被少主挥过来的那一下 打个眼冒惊心了 看着自家少主放下身段 走向田间的身影 小顾心想 天将将大任于私人也 必先苦其心智 劳其筋骨 恶其体肤 空乏其身 行服乱其所为 所以动心忍性 增益其所不能 少夫人这是在磨练少主吗 他也要好好表现 万一少夫人看中了他吃苦耐劳的资质 愿意收他为徒了呢 主仆俩干劲满满的夏天去 甚至婉拒了陆老夫人 让他们进屋 稍作歇喜喝口茶的邀请 等他们带着一手水泡回来的时候 连陆老夫人都流露出了对他们的同情 这俩孩子 细皮嫩肉的 何必来遭罪呢 怎地不带在崇明县 跑这里来了 沈大人可是到了人 到了 云县觉得自己被包成猪蹄的双手 十分不忍直视 勉强才一开了目光 沈坚特地托我带了礼 他一时半会戳不出身过来拜访 还望老夫人切莫怪罪 怎会 你们都有心了 陆老夫人目光慈祥而温和 嘱咐道 这两只手都先别碰水 这要高管用 涂上两日就好了 我要是知道这里缺人手 高低得拖着沈坚一块过来 云县颇为遗憾地摇了摇头 可惜 他上任这几天 崇明县一连丢了好几家的孩子 如今正在为这件事情 忙得焦头烂额呢 他来的时候 还特地将另一名侍从小攀留下来 从旁协助沈坚查案 只不过一直都没有什么眉目 哦 陆老夫人惊讶了一瞬 又皱起了眉头 之前可有过这样的事情 没有 是沈坚上任才接到报案的 都说穷山恶水出刁民 越是偏僻的地方 民风就越是彪悍 以往即便是有拐子出没 也被人当街给乱棍打死了 久而久之 反倒没人敢生出这样的贼胆 如果不是沈坚出来乍到 云县都要怀疑 有人搞他了 毕竟短短几日之内 一连失踪了好几户人家的孩子 在崇明县 可是前所未有的事 如今沈坚已然赋认 接管了崇明县的事宜 若是不能尽快破案 只怕是不能在崇明县立足 陆老夫人自然也明白这个道理 因此 眉头皱得更深了些 难道这几日 就没查到什么有用的线索 见陆老夫人关注这件事 云县便多说了一些 那些失踪的孩童 都是五岁到十岁的智灵 失踪的时间段 多为傍晚到晚上 有的据说是在睡梦中被掳走的 一大家子人连个人影都没看到 如今崇明县人心惶惶 都说是之前传得沸沸扬扬的 妖道出来 偷孩子了 胡闹 连人都没看到 怎么能说清楚 是谁偷的 若放任这样的留言下去 只怕会让真正的凶手 逍遥法外 陆老夫人是见不得一点脏水 往自家渊渊身上泼 听着就来气 他们家渊渊会做的 可都是劫富济贫的好事 什么凶手 宋明渊刚巧掀开帘子 就听到了老太太 愤愤不平的话语 她刚才去布置木屋了 他们住的几间木屋 已经完善得差不多了 今天晚上便可入住 除去陆家人的几间 她的那间一损一毛 几乎都是由陆培峰 亲手制作而成的 方才过去看了一遍 恰到好处 无可挑剔 很合她的心意 一看到宋明渊 原本还歪歪斜斜 做没做向的云县 立马坐直了身体 师父 小顾 少夫人 实不相瞒 她也想喊师父 宋明渊倒没有纠正云县的称呼 她此刻更关注另外一件事 崇明县出问题了 看到渊渊进来 陆老夫人才缓和了神色 不过还是微皱着眉头气道 也不知道是哪个为非作歹的 连日在崇明县 偷了好几家的孩子 阿贤说 沈大人这些天正在为这件事情着脑呢 陆老夫人气 主要是气那些人 把罪名网腰到身上安 同时也为丢失的孩子感到担忧 这世间最可恨的 就是有人将作恶的手 伸向年老体爱的老人 和毫无还手之力的质子 宋明渊诧异 竟然有这种事 那人的作案手法 与腰道极为相似 不仅掳走了小孩 连财物也没有放过 我来西山堂的时候 渡家也被偷了 那渡小少爷也不见了踪影 云县说道 小顾也紧跟着说 我跟沈大人去查看情况的时候 杜夫人都哭晕过去好几次 听说是府上惊人闹了鬼 他们家孩子是被鬼带走的 也是自打他们家闹鬼的事发生之后 才有孩子接连被拐的消息传出来 陆老夫人领了神 如果不是知道光顾渡家的人是阿炎 他还真要以为是鬼干的 但是 阿炎绝对不会做出偷孩子这样的事情来 云县点头 又有些气闷 我也怀疑是杜府那只鬼 把孩子偷走的 可我跟沈建说了他还不信 非说这世界上没有鬼 可把他气的 可以说 这个结果眼上他能带着小顾跑来西山堂 有一大半原因是因为沈建不信他的话 若是可以 他真想把宋世仪这只鬼带到沈建面前 让他睁大眼睛好好看清楚 这世界上究竟有没有鬼 宋明渊说道 杜府师妾是阿炎干的 但孩子不是他偷的 他会造访杜家 是因为那日杜家派人来劫我强赌金一事 如同陆老夫人不希望有人将脏水往他头上泼一样 宋明渊也不希望自己人平白无故担上 莫须有的罪名 听了他的解释 云县顿时就打消了怀疑 也觉得杜家钱财被盗是罪有应得 他拧着精致的眉头 颇有些心不在焉的样子 那这事可就难办了 除了杜家得到的线索比较多 其余几家根本没什么线索 沈建不会才刚上任几天 就要隔职谢罪吧 如果是寻常的案子 以沈建的聪明才智 肯定有应对之法 可如今看来 好似有些不同寻常 宋明渊若有所思了一会儿 联想到今日鬼门一事 还是决定抽个时间去看看 夜凉如水 崇明县家家庇护 十里空巷 往时即便是入夜 也稍有几分热闹的长街 连个人影都没有 沈建静坐在桌案前 桌上摆放的 全都是他这几天整理出来的线索 傍晚又有两个孩子失去了踪迹 前来报案的是一对年迈的老夫妇 走了五里地赶来县衙求助 如今事态已经从县城蔓延至周边村落了 如果不能尽快找出凶手 只怕会有更多人受害 沈建此刻的心情跟外面的夜色一样沉 他哭作了半宿都没能想明白 怎会有人翘无声息 没留下任何痕迹 就能把孩子从家人身边带走 好像只一眨眼的功夫 孩子就不见了 有这种能力的 唯有那妖道值得怀疑 然而之前 洞英岭和各寿灾地一夜之间多出来的那些粮食 至今还让沈建记忆犹新 并不想把这件事情跟妖道联系起来 正愁绪摆劫之时 庭院中忽然传来一声轻微的细响 沈建从思绪中抽离 目光有手中书写的规整的字体 转向庭中 看到来人时 面上微微露出一丝亚然 只见庭中女子身形纤细窈窍 穿着一袭轻易的紫裙 腰间系着丝涛 神韵脱俗 连头发丝都带了一丝不识人间烟火的气息 陆少夫人 她下意识起身相迎 才发现有陆裴风的存在 她整个人几乎与黑暗融为了一体 但是存在感却极其强烈 沈建微顿了顿 又喊了声 陆兄弟 你们怎的来了 她将二人邀进凉亭 又亲手泡了茶 虽然陆架如今视为流放 但沈建从来不认为 那一纸文书能约束住陆裴风和宋明渊 是已 能在这里看到两人的身影 也没多大的意外 我们来此 是为了崇明县孩童丢失一案 宋明渊坐下 直接到明了来意 如果想以最快的速度了解清楚细节 当然得从沈建这里入手 以她如今崇明县县令的身份 肯定能掌握到更多的信息 我看此案颇为棘手 并非一般人所为 沈大人不妨细说 案情是不能够轻易外泄的 不过沈建知道 宋明渊和陆裴风的能力 有他们相助 说不定能尽快找出真凶 于是便没有隐瞒 只得二人递了一盏清茶过去 才缓声说道 距离第一起案件过去 已经有五天了 这五天时间里 一共丢失了十二名孩童 这些孩童的年龄都不超过十岁 其中以普通百姓家中孩子居多 这些被掳走的孩子里 有多达八九个都是 我感觉出来一丝异状 只第二天一觉醒来 就不见了孩子的踪影 我派人检查过 他们身体并没有重明药的迹象 另外几期里面 倒是有一个妇人 曾与凶手抢夺过孩子 只不过那妇人受伤昏迷 一直到现在都没有醒过来 为着这些事情 沈建这几天都没怎么合过眼 他难得有些苦中作乐地说道 你们二人今天晚上要是不来 明天我就该去兴请你们了 宋明渊问 可方便带我去见一见那位妇人 沈建正有此意 率先站了起来 引宋明渊和陆裴峰朝安置妇人的后院走去 妇人名叫曹洪玉 是清水乡卖豆腐营盛的 作为唯一见过那凶手的人 自然被重点保护了起来 沈建一边领路 一边跟宋明渊详细说明了曹氏的情况 他是这么多人里 唯一一个跟凶手起过正面冲突的 前两日傍晚 他收了摊子 带着六岁的儿子往家里赶 在快要走到家门口时 被强行掳走了儿子 他的儿子尤雅吉 也正是因此才遭到夫家休憩 只怕县衙到现在都没有发现他的存在 曹氏只受了些轻伤 但是看了好几个大夫都束手无策 说话间 沈建已经领着宋明渊和陆裴峰 来到了曹氏歇的房间外 因为男女有别 沈建和陆裴峰只能止步 宋明渊走了进去 屋里只有梦氏身边伺候的两名丫鬟在照看 知道曹氏的重要性 大晚上的他们也不敢合眼 看到宋明渊进来 机灵一点的赶忙去将灯光调亮了些 姑娘有什么需要的尽管吩咐 人是沈建请来的 这姑娘生得真好看 没见过什么市面的两个小丫头 不由偷偷多看了两眼 宋明渊知道他们没有恶意 应了声之后便朝床榻走去 曹氏仍然昏迷不醒 他的状况跟沈建方才说的别无二致 仅是受了些轻微的擦伤 宋明渊检查了一遍 也没有中药的痕迹 只是在他的胸口处 萦绕着肉眼不可见的淡淡黑气 看来还真是跟鬼门有关系 就是不知道他们抓走这么多孩子 要来干什么了 一边想 宋明渊一边替曹氏化解了压制他的黑气 黑气一散 曹氏就如同惊梦一般急喘了几口气 猛地睁开了眼 鸣干 鸣干 把我的鸣干还掉 他一把抓住了宋明渊的手 眼神巨视无助于惊恐以及哀求 仿佛意识还停留在昏迷过去的前一刻 两个丫鬟虽然不知道 宋明渊是怎么把人弄醒的 但见此情况赶忙上前帮忙 曹娘子 你清醒一点 这里是县衙 这位姑娘是大人请来给你诊治的 你先松开手 曹氏方才回过神来 不管不顾挣扎着就要往外跑 明渊二 明渊二 你们快放开我 我要去找明根 曹娘子 曹氏不受控制的样子 让两个丫头焦急无比 手忙脚乱将人拦住 宋明渊站在一边冷静地看着 你要还想找回你儿子 现在就穿好衣服 随我去见沈大人 一五一十回答你的所见所闻 若是不想 现在就可以跑出去 情绪激动的曹氏果然冷静下来 一刻钟之后 穿戴整齐的曹氏与宋明渊 一并出现在了庭院里 沈剑和陆培峰已经在此等候了 看到自己所欲的难题 在宋明渊手中迎刃而解 沈剑眉头一松 稍显疲倦的预言露出了几分笑容 心中有种卸下重负的感觉 仿佛有他在 就不会有意外 大人 求您救我儿子 一见到沈剑 曹氏就跪了下来 沈剑目光转移到他身上 起来说话 宋明渊跟陆培峰在旁边坐下 凭着刚刚七的茶 将谈问曹氏的事情交给了沈剑 你且与本官细细说一遍事情的经过 事无巨细 不得隐瞒 曹氏擦了擦眼泪 赶忙说道 大人 鲁走我儿子的是个穿黑色衣袍的人 名副没有看到其面容 但听声音应该是个上了年纪的老人 此言一出 宋明渊跟陆培峰便对视了一眼 无一例外 都想到了武叔失踪的那天晚上 在谢心柔屋子里出现的黑袍老者 莫非这些天崇明线发生的事情 都是他在兴风作浪 看来是打得不够狠啊 他正仇没把人找出来呢 如果是他的话 这次势必不可能再让人给跑掉 宋明渊不确定 黑袍尊者有没有跟鬼门联系上 但是他们与黑袍尊者所结的仇 是不可能化解的 依照那天晚上的情形 只怕他们有所退步 对方都要紧咬下他们一口 与其等着别人来对付自己 不如先发制人 正思存间 又听着曹氏 为带着些颤意的声音传来 大人 那老东西回妖术 明副原本是没有发现他的存在的 是明哥一直拉着我的手 表现得十分害怕 明副发现不对 一把抱起明哥 拉扯了几番 那老东西才献出了刑 之后的事情 明副就不记得了 大人 还请您一定要救救明哥啊 曹氏回忆了一遍 心中已经生出了无限的惶恐 他不确定 他们这些肉体烦胎的人 能不能对付得了那老妖怪 如果对付不了 那他的明哥岂不是 曹氏不敢深想 只能死死咬着牙 用力掐着自己的大腿 让自己冷静 不至于瘫倒下去 他只有明哥了 他只有明哥了 沈剑看向曹氏的目光 亦有几分不忍 他也是跟母亲相依为命 长大的孩子 自然能体会曹氏此刻的心情 然世间人力不可为的事情 有很多 他也不敢夸下海口 于是说道 此事本官已知晓 定会尽己所能 全力追查 崇明县近日来多家孩子失踪 并非只明哥一个 还望曹大嫂照顾好身体 等明哥回来 除了等待 他一个丢了孩子的父导人家 也别无他法了 让人将曹氏送下去之后 沈剑踩脸庞坐下 他此刻的心情 并没有比曹氏醒来之前好多少 反倒听了曹氏的话 越发沉重了些 之前还能抱有 世人为的一丝可能 哪怕怀疑 在没有定论下来之前 都能往好了下 可是现在 对方明显不是一般人 这俨然已经超出 他的能力范畴了 气氛沉寂良久 宋明冤呼的说道 咱们或许可以来一招 引蛇出洞 按照这样的趋势下去 崇明县肯定还会再丢孩子的 对方不可能这么轻易收手 如今只有将人引出来 才能找到那些丢失的孩子的下落 沈剑迟一道 可如果对方真有曹氏说的那般手段 咱们即便是正面对上 也未必能将人制服 并绳之以法 此举恐多折损几个无辜的质子进去 这个沈大人倒是不需要担心 我可助你解救出那些孩子 只不过到时候 你得把那老东西交给我来处置 鬼门这样的都出来了 宋明冤觉得自己 在人前稍稍展露一点实力 也不过分 人的接受能力 都是逐击网上提升的存在及合理 只要自己不承认自己是妖道 谁说妖道就不能是鬼门的人呢 想到这里 他嘴角微微勾出一谋笑容 作为条件 我还需要沈大人帮我做一件事 别说是一件事了 有旧母的恩情在前头 如今又在她遇到难题时 不吝相帮 沈剑哪有不应之理 在她看来 宋明冤便是她的贵人 少夫人对沈某的恩德 沈某还不知道如何报答 若有帮得上忙的 请尽管开口 宋明冤亲拧了一口 陆陪峰递过来的茶 茶香清浅 回味鱼干 此事之后再说 眼下还是想想 怎么将那作恶之人 抓到最为要紧 这几日 还有老沈大人下发通知 令各家各户 看顾好家中置灵孩童 最好是能将这些孩子 与赵看的家长集中起来 避免落单 我们要做的 是把她的目光 从别处转移到 我们安排的孩子身上 所以这两天 不让她再轻易带走 其他孩子这事 便至关重要 我离开的时候 会在此处设一道结件 你可以把人安置在县衙里 如此 便不用担心 对方会用妖术接近这里 把孩子从县衙带走 至于他会不会另辟蹊径 冒充家长的身份混进来 就要看沈大人这边了 沈剑正经了神色 我必严防死守 绝不让他有可趁之机 他皱了皱眉 有些迟疑 只不过那几个当幼的志同 怕是有些难寻 谁家都不会放任孩子 去冒这样大的风险 这个 沈大人无需担心 我已经有最合适的人选 是时候 带着崽子们出来溜一溜了 免得他们无聊到 翻来覆去掏牢鼠洞 想到家里的几个小崽子 宋明渊唇角 带着连自己都不自知的柔和笑意 见过他大杀四方的 张扬四亿的模样 便是沈剑都不禁 因他唇边柔软的笑意 稍谎了下身 他很快就想到了 陆家那几个活泼调皮的小崽子 亲谋也不禁染上了几分笑意 几个小崽子胆大机灵 确实没有比他们要更合适的了 只不过沈剑有些担心 他这样的做法 会不会引得陆家心生嫌隙 不由往陆培峰那边看了一眼 却发现他专注泡茶 连眉头都不抬一下 倒显得他的担心有些多余 陆培峰放下手中的茶具 神色淡淡 动作间却微带着一丝 迫不及待的意味 谈完了 没等二人说话 他又自顾自的说道 既然谈完了 那我们夫妻二人就先回去吧 沈大人想来 是几夜不眠不休了 黑眼圈如此之明显 可莫要不辞辛劳 熬坏了身体才是 陆培峰声音清清淡淡的 一派为沈剑身体着想的模样 他不说宋明渊都没发现 他一说 他也下意识看向了沈剑 果真见他眼下有淡淡的清黑 并不十分明显 可以说不仔细看 根本留意不到 毕竟他那张脸实在太能打了 见此 他开口道 沈大人注意休息 如此 我们就先回去了 两日后再来拜会 沈剑 好 他在凉亭中静坐片刻 一直等到两人消失在黑暗中 才转身进了房间 犹豫着拿起了镜子 镜中人预言依旧 哪有黑眼圈明显一说 对于陆培峰 故意在宋明渊面前 诋毁自己的形象 沈剑心中颇有微词 不愧是当过将领的人 果然诡计多端 他放下镜子 透过窗户 恰好捕捉到漆黑的天幕下 虚晃而过的流光 想到方才宋明渊所说的结界 一双清透明澈的黑魔微微移动 看来 他当真非同寻常之人 也是 如果是一般人 怎么可能凭一己之力 保全陆家 沈剑情不自禁地笑了一下 然而一想到刚才陆培峰的话 好心情顿时就没了 他关了窗 灭了灯 没有像前几日那样废寝忘食 转头就去休息了 另一边 设好结界的宋明渊 跟陆培峰 顺移回了西山堂的小木屋 木屋已经被布置过了 装饰虽然简单 但十分耐看且温馨 琳琅的窗边 还摆着几朵用竹筒养起来的小野花 担子的 红粉的 浅黄的 天蓝的 一共四朵 整整齐齐摆放着 别说还挺别致好看 估摸着 是几个小崽子 从田地里蒿来的 宋明渊给小花浇了水 望了眼黑漆漆的原野 除了营地里的几盏灯亮着 周遭巨矢一片黑暗 其中有以山那边更甚 黑洞洞的 隐隐绰绰 时不时传来几声姑娘凄厉的名叫 无端甚人 风声从旷野穿过 熙熙索索的声音被掩盖 还在铺床的陆陪峰 听觉十分灵敏 察觉到异动的时候 人就已经站到了窗口 看到原野上 窜来窜去的几道黑影 他黑眸微眠 野猴子 说话间 那几只灵敏的猴子 已经靠近了营地 他们的目标十分明确 就是放置粮食的那顶帐篷 今夜执手的人是李飞 跟他一起的 还有几个官差兄弟 执手营地的 都是自己人 五人一组 每日轮着来 那几只野猴子 还没靠近营地 李飞便警觉起来 一开始发现是猴子 他们也只是按兵不动 看到这些泼猴 偷他们的粮食 李飞按耐不住了 哪来的小畜生 也赶来我们营地里偷吃的 他呵斥一声 拿起木棍就去驱赶 那些野猴子 不但没有被吓退 反而异常嚣张地 闯进了帐篷 把里面的果蔬粮食 往怀里揣 草 你爷爷的 看着被糟蹋 打碎在地上的鸡蛋 追着那几只泼猴就打 他也没想着打死 只想把猴赶出去 然而 那几只野猴子 灵活地不像话 上蹿下跳 只把李飞细耍地团团转 其他人见状 也赶紧上去帮忙 野猴被激怒了 跳起来袭击人 甚至十分歹毒地 抠人眼珠子 张牙舞爪 野性难逊 兄弟们身上都挨了好几下 眼见一只猴子 将独守伸向同伴 李飞一怒之下 便将他给打死了 其余几只猴 这才扔下东西 纷纷被吓得四散逃跑 宋明渊跟陆裴峰 从连郎跳下来的时候 那几只猴子 已经被李飞他们给赶跑了 速度十分之快 看到被糟蹋的凌乱的帐篷 宋明渊心想 得想个什么办法 制止这些野猴子才行 要不然隔三差五 来袭击一次营地 只怕会让人不胜气烦 李飞心痛极了 好好的食材 就这么被给这些野猴子给糟蹋了 还不如让我拿来做菜呢 众人一惊 与其留着让李飞做菜 还不如让野猴糟蹋算了 他们可不愿意去吃李飞做的饭啊 偏生李飞毫不自知 骂骂咧咧了一顿 注意到陆裴峰和宋明渊 才收敛起了对这些泼猴的气氛 主子 少夫人 他迎了上去 憨憨地挠了挠头 你们怎么下来了 可是刚才吵到你们了 也没什么大事 就几只泼猴来偷东西 已经被兄弟们给赶跑了 宋明渊点了点头 看到他们脸上的抓伤 拿了两瓶药出来 被野猴子抓的伤口用清水洗洗 擦上药膏 天气热 仔细伤口溃烂感染 众人眼睛七七一亮 少夫人给的可都是好东西 多谢少夫人 少夫人早些休息 有我们守着 绝对不让那些泼猴再靠近半步 行 宋明渊点点头 含笑道 那就辛苦你们了 得了少夫人一句辛苦和一瓶药膏 兄弟们觉得一点都不辛苦 连首页都精神了 如今西山堂就是他们第二个故乡 他们相信在宋明渊的带领之下 这里能越变越好 见况野之上再无一桩 宋明渊才跟陆裴峰重新回到小木屋里 大家都没有把这一插曲放在心上 只将那只死去的野猴尸体埋掉 收拾干净凌乱的营帐 又认真守起了夜 第二天一早 宋明渊醒过来的时候 陆裴峰已经不在了身边 清晨的西山堂鸟语花香 陆水还未消散 陆家的儿郎就起来开始沉练了 陆老夫人带着女眷们主舟 陆成跟陆景指导陆培川跟几个小崽子练功 陆裴峰独自一遍遍挥舞着双血 身姿如油龙 脚剑俊美 晶莹的汗水顺着他清晰的下河线滑落 尽管手中的剑毫无反应 他也并不气馁 大家都默契地做着自己的事情 也没有发出嘈杂的声响 只等看到宋明渊出现在窗边 陆老夫人才仰起眉眼 笑容灿烂地唤道 渊渊醒喽 快收拾收拾下楼 奶奶熬好了粥 她这声音一出 寂静的清晨便变得热闹起来 原本认认真真学武的几个小崽子 搜的一下就跑没了影 连陆裴峰也停下了手中的剑 老太太招呼 行了 都别练了 不急这一时半刻 天天练也没见你们有多大的掌镜 赶紧喝粥下地 陆成可不服气 娘 您可别瞎说 奶奶没有掌镜 我觉得我最近天天都在掌镜 不幸待会儿我跟五弟比试比试 不说虚的 我肯定能在他手里过上百八十招 陆景是己兄弟里武力最高的 陆成以前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但是这段时间 比以前大就连敏捷度也比以前要更上一层楼 就跟吃了那灵丹庙药似的 以前不敢说 但是现在陆成就是这么的自信 奈何他话才说出口 就被刚刚收起长枪的陆三夫人挥了一棍子屁股 有那霸子力气 你不如去多砍几个木头回来 尽快把木屋给修完 陆成的气焰就这么被一棍子打没了 媳妇 我保证今天晚上太阳下山之前 就能将木屋顺利完工 他也真是没事干了 干嘛要跟大侄子比木工 他这大侄子学技能的速度之快 实在叫他这个当叔叔的望尘莫及 谁能想到呢 他的大侄子 已经从一个只会行军打仗的粗人 变成了个实相全能的居家好男人 不仅会泡茶 还会做饭 惹得媳妇天天在他耳边念叨 说他只会喝酒 那他这不得给媳妇露一手 然而 看着还有一半才完工的木屋 陆成觉得 这一手露的还是太草率了 陆三夫人一点也不理会丈夫哀怨的眼神 放下手里的长枪 捧着一大早上采来鲜花 就往楼上走去 他将花放在了纸壶的窗户边上 把昨日放的那树换下来 都是受过教养的贵女 即便是山间野花 经他手里摆弄两下 也能插出别样的美丽来 三婶 待会儿吃完早饭 我要进山里一趟 你要一起去吗 宋明渊用干净的帕子洗了脸 将花点缀的赏心悦目 陆三夫人才满意的收回了手 进山 好啊 正好三婶也想看看 山里能裂到什么 如果采好点 以后能经常到山里去 打些猎物带回来 给大家改善改善伙食 这里离县城还是稍远了些 一来一回也不方便 等咱们开好地 种上粮食跟蔬菜 就不用麻烦地往外面跑了 等木屋修好 我就让你三叔去将种子买回来 其实宋明渊空间里就有不少种子 但总要找个由头拿出来 于是点点头 成 咱们可以单独留一个帐篷存放种子 以后三叔买回来的种子就往里放 这样也方便他随时从空间里补货 回头我就跟他说去 陆三夫人笑意盈盈地看着木屋前开阔的空地 只要一想到这里会变成我们所希望的模样 三婶就觉得之前受的苦不算什么了 如果一家人能在一起 便是让他放下仇怨再次隐居 他也愿意 然而陆三夫人知道 这些宁静只是暂时的 如果他们没有能力守护 终将会被打破 收回目光 陆三夫人笑着说道 以吴婶说 想在那片山中一片茶园 他想做生意 宋明渊有些惊讶 不过一想到几位婶婶都是有自己的主见的 也道 吴婶若是感兴趣 我肯定全力支持 还没个定数呢 只是有这个想法 大家都想尽自己的能力为这里做些什么 五弟妹是 他一世 他们不想将所有的重担都压在小两口的头上 他们想在受到庇护的同时 也能出一份力 宋明渊微微弯眸 好 他真是越来越喜欢这样的陆家了 上下一心 不畏艰险 宋明渊不知道的是 若非有他的存在 陆家几位夫人远不会有如现在这样团结的凝聚力 吃过早饭之后 两人就进山了 陆培川见状 问几个依依不舍的小崽子 你们怎么没跟嫂嫂一起去 他还巴巴等着他们能带上他呢 小梅出息的 陆培川觉得 大人就应该有大人的样 他当初怎么会想不开跟小孩子混 瞧瞧 自打他跟这几个小崽子 达成了不平等协议之后 自个被奴役成什么样了 陆培川给几个载地了跟小肉干 心想 不能再继续这样下去了 他要奋起 跟着这些小屁孩混 是没有前途的 他猛一下站了起来 嫂嫂说 这次进山先不带我们去 明天带我们去干大事 陆思宁撑着胖乎乎的小脸蛋 一边咬着小肉干 一边巴巴地 看着嫂嫂离开的方向 乖巧地等待着 陆培川觉得自己 刚刚站得有点太突然了 又缓缓蹲了下来 干什么大事 他按耐不住好奇地问 见小姑娘手里的小肉干没了 又给他递了一根 不知道啊 但是嫂嫂说 这大事只能让我们这些孩子来干 什么大事居然只能让孩子来干 陆培川暗自嘀咕 他眨了下眼睛 厚颜无耻地说道 我只长了年纪 别看我这么大只 但我也只是个孩子 我跟你们是一伙的 有富同享 有难同当 嫂嫂带你们去的时候 你们可要记得带上我啊 许氏觉得他眼巴巴的样子 有点可怜 陆思宁勉为其难地点了点头 那行吧 等嫂嫂回来 我问嫂嫂 陆培川开心了 完全将要奋起的事情 抛在了脑后 能走捷径 何必自己努力 你们嫂嫂 进山干什么去 看到他们凑成一堆 云线也凑了过来 他已经在西山堂住了一晚上了 除了床硬了些 蚊虫多了些 生活条件简陋了些 没什么不适应的 都说战胜恐惧的办法 就是直面恐惧 等他学会了捉鬼 就再也不用怕鬼了 奈何起来得晚了些 都没来得及表现一下自己的资质 师父就已经进山了 嫂嫂说要进山捉几只野猫 用来看家 想到以后 家里会多出来几个玩伴 小崽子们就满心期待 猫猫呀 他们可以一起抓老鼠 云线蹲的腿泪 干脆往地上一坐 那确实应该养几只 这里的野老鼠太多了 晚上滋滋叫唤 吵得我都睡不着 为了拜师学艺 他真的承受了太多 啥 路思宁皱着小眉头 一张带着婴儿肥的小脸凝重起来 在他们的地盘上 居然还有老鼠 他拍拍屁股站了起来 虎虎生风的说道 不要害怕 我帮你掏了它 小短腿一脉 一溜就冲回了家 左手拿铲 右手拿笼子 身后背着网兜 工具十分之齐全 哥哥们 冲呀 在小崽子们 跟老鼠斗智斗勇的时候 宋明渊也进了山 山里草木茂盛 枝叶层层叠叠 抬头都看不到天 空气中 凝结着草木和露水的清香 山间里 时不时还传来 鸟清脆的鸣叫 许世人迹罕至 枯树叶多的地方 还长着许多无人采摘的蘑菇 宋明渊沿路上 跟三神采了许多 只采走了小半段路 背上两个被篓 都给装满了 大部分都是能吃的 有黄丝菌 乌丛菌 和一些其他杂气杂八的野菌子 望着长世喜人 品质极好的蘑菇 陆三夫人擦了擦头上 溢出来的汗珠 颇有几分大丰收的欣喜 渊渊 这里的蘑菇真多啊 待会儿回去 三神待队伍里的夫人 拿被篓过来全采回去 趁着这几天天气好 可以晒成菌干保存起来 这里离营地不远 透过树营 远远还能看到自己人 临山脚就是田野了 也不用担心有危险 现在这个时候才刚刚好 要是等完几天 就都长开烂在地里了 等会儿 三神打几个野鸡回去 咱们今天晚上吃野鸡炖蘑菇 宋明渊似乎都闻到了 炖蘑菇的鲜香味 明明才刚吃过早饭 这回竟是又馋了 他笑道 行 三神 打野鸡的事情就交给我吧 你现在就回营地里 带人过来采 要不然只半天时间 怕是采不完 陆三夫人想想 采完蘑菇 还要用波及晾晒 波及都没有 还得去砍竹子回来遍 这一来一去 又要花许多时间 实在不想错过 这样的山珍美味 于是点点头 那渊渊你当心一点 别走太山里了 你把你背上的框给我 三神现在一并带回去 好 宋明渊将摘满蘑菇的被篓放下 陆三夫人轻轻松松就提了起来 一边手提一个被篓下了山 走起陆来脚步还十分稳健 等看不到陆三夫人的身影后 宋明渊才转身继续往里走 他没有浪费多少时间 带了十几只山鸡丢进空间 又捡了好几窝鸡蛋之后 就开始寻找起了今天的目标 因为这片地区山林广部 野鸡兔子 还有山羊野猪 这样的猎物随处可见 不仅如此 宋明渊还碰到了黑熊和野狼 那黑熊只看了他两眼 然后头也不回地跑了 用神石扫了一圈后 宋明渊终于在一个隐蔽的树洞里 发现了自己要找的小猫 哦 一窝子小奶猫 牙还没长齐呢 看到宋明渊 便先是凶巴巴地叫了起来 宋明渊单手拎出一只 点缀着黑色条纹的虎仔子 是你先凶我的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小狐仔被扼住了命运的后脖梗 瑟瑟发抖安静下来 然而另外几只看到他有动作 一个比一个凶 竖直着耳朵 呲牙咧嘴 小眼神凶巴巴地嗷嗷一顿猛虎咆哮 宋明渊顺手牵羊 将叫得最欢的那两只也给拎了起来 唯一的一只耸唧唧的 孤零零有点可怜 宋明渊觉得 一家人就要整整齐齐 于是把最后一只狐仔子也拎了起来 他才把狐仔子装进铺好棉袄的背楼里 一扭头 就看到了不远处虎视眈眈的虎妈妈 吼 虎妈妈张开血盆大口 猛扑了上去 一个钟之后 他乖乖拖着偷了他仔的女人 卖着屈辱的步子往山下走去 宋明渊觉得他有点可怜 于是安慰道 你也别太犹豫了 我肯定会好吃好喝伺候你的 保证把你几个仔养得白白胖胖 结实微猛 虎妈妈耳朵抖了抖 奇异地听懂了他说的话 他对这个无知的人类不屑极了 还没下仔之前 虎妈妈是个威风凛凛的母老虎 这山里没一个同族是他的对手 但是生了仔之后 他皮毛无光 都受脱象了 为了拉扯这几个小瘪仔子 他已经从虎王变成了 瘦骨灵巡的母猫 尽管这样 他都不敢说 能在这危机四伏的地方 将几个仔养大 只要你好 好给我看门 别让那些野猴子来偷袭营地 我就帮你重回巅峰 让虎族最厉害的熊虎 都成为你的手下败将 虎妈妈脚步放慢了些 宋明渊继续道 你几个仔还是太小了 不过 我肯定不会嫌弃他们的 等他们大了 可以紫成母业 继续替我看门 我可以保证 他们都能成长成 虎界威风凛凛的霸王 我这里管吃管住 还管你宰成才 你要是不愿意的话 我可就去你对家找了哦 说话间 他还不忘将空间里 掺过零露水的肉 喂给被楼里 嗷嗷带补的小狐仔 小狐仔狼吞虎咽 吃了几块之后 还一油味劲地舔舔嘴巴 用毛茸茸的身体 去蹭他的手 啊 有两只 甚至已经学会打滚卖萌了 虎妈妈饿得肚子 咕咕直叫 在吃了一块 宋明渊投喂过去的肉之后 虎去一阵 好 你管吃的就行了 小癫仔子成不成才无所谓的 跟虎妈妈达成了协议之后 宋明渊就将猎到的 那几只野山鸡 从空间里拿出来 挂在他的脖子上 找了个地 让虎妈妈和几个狐仔子 吃饱喝足之后 他才在虎妈妈的事一下 爬上了他的背 一人一虎外加 一背搂狐仔 慢悠悠地下了山 日上三干 营地里 妇人们正一框框 往山下运着蘑菇 几个鼠手的官差 正破着竹面边剥挤 他们这些人里 大半都是穷苦人家出来的 做些简单的竹边制品 可以说打小就会 空地上 已经晒了三个剥挤的蘑菇了 有些没摆出来的 都被堆成了小山 这里的山货可真多啊 就是人烟稀少 否则便是生活在这里 靠着山也能吃喝不愁了 谁说不是 这里地肥山多 再往前还有一条河 里面的余货也多 地方确实是个好地方 只不过要不是有少夫人 谁敢来这里生活啊 你看看这些君子的品质 别的地方 还真不一定能找得到 听说有钱人家就好这一口 若是能拿去卖 也能值好多钱了 大家一边干活 一边聊天 陆家女眷也在帮着晒骏子 男人们还在玩扇木屋 陆二老爷这些人都在开荒 几天下来 地块已经被清出来一大片了 少说都有十几亩地 都是放火焚烧过的 遍地都是草木灰 其间忙活的人 各个灰头土脸 他们干的都是体力活 开荒 翻地 挖沟 筑田岗 除了饭能吃饱 也没比在刘芳路上好到哪里去 望茫茫看不到边的荒地 陆二老爷只想两眼一黑 靠着他们这么点人 得忙活到什么时候啊 干脆让他死了算了 爹 爹 陆祥定定看着他身后 满脸煞白 腿肚子直打哆嗦 陆二老爷被他这死样吓了一跳 还没转身 先是惊出了一身冷汗 大虫 大虫下山了 快跑啊 老虎还没走近 人就已经吓得魂飞魄散了 众人惊慌地扔下工具 连滚带爬往营地跑 虽然心里想着死了算了 但是真正性命受到威胁的时候 陆二老爷跑得比谁都快 爹 爹啊 你等到我 你等到我啊 陆祥在后面喊破嗓子 喊出了颤音都没能喊得住 营地忙活的人听到动静如临大敌 纷纷停下手头的活 拿出了武器 怎么回事 昨晚野猴席营 今天又遇到猛虎下山了 李飞补教补到一半 就火急火燎地跑了出来 打眼往荒地上一看 只见陆二老爷一众哇哇叫着 T四横流地往营地跑 宋明渊就坐在虎背上 有虎妈妈拖着慢悠悠地往回走 但凡他们多看上一眼 都不至于被吓成这样 亏得还兴着陆 猫样 什么大虫 那明明是邵夫人的小虫 不过邵夫人可真是牛啊 连老虎都听他的 李飞满目崇拜 不只是他 就连吴达一众兄弟也是 邵夫人太厉害了 总能一次次刷新他们的认知 陆家人都等候在营地里 也没有要提醒陆二老爷他们的打算 陆老夫人和几位夫人不会 陆家的男人们就更不会了 他们都听说了陆二老爷这些人 流放路上所做的事情 如果不是西山堂 现如今正需要劳动力 高低都得让他们缺之手断条腿 哪来的老虎 云县带着几个小崽子推开人群 打眼一看 顿时就沉默了 这就是你们说的 小猫 他低头看向几个瞪圆了眼 一脸哇塞的小崽子 有点怀疑人生 宋玉莲探出个头 这有什么问题吗 以后这只大虫就叫小猫不就行了 看到他笑眯眯朝宋明渊走过去 云县怀疑地问 你们阿炎姐姐说他叫宋师姨 这是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啊 阿炎姐姐说的怎么可能会有假 对 阿炎姐姐是不会骗人的 怎么会说个假名字糊弄你 他就叫宋师姨 几个小崽子丢下这几句话 就屁颠屁颠朝嫂嫂 跑过去了 阿炎姐姐跟嫂嫂关系要好一点 他们当然是帮阿炎姐姐了 云县觉得有点不对 又说不上来哪里不对 问陆裴川 真的 骗你干什么 云县顿时打消了怀疑 这么多人 总不能和起火来骗他吧 看来那日还真是个巧合 他不是个信口胡舟 随随便便起名的人 这乡 陆二老爷等人惊魂未定 瞧着大家的神色不太对 才壮着胆子 转头往回看了一眼 也就是这一眼 让他们的脸色 精彩地跟打翻了的调色盘似的 心里一时像是被戏耍了一样 敢怒而不敢言 早知道虎背上还坐着个人 他们哪里用得着 差点跑断气 他肯定是故意的 虎妈妈在营地前停下了脚步 一双威严的虎眸 沉沉扫射了他们一眼 喘了一下气 才微微服低身体 让宋明渊能够顺利地 从他背上下来 虎妈妈一有动作 陆二老爷一众 便心惊胆战地 齐齐退了好几步 生怕下一秒这头老虎 就失了控制 朝他们撕咬过来 几个小崽子 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害怕 就往背楼里看 哇 嫂嫂 好可爱的小妈妈 背楼里几个 打着吹签的小虎仔 萌得小崽子们直冒心心眼 心都要化了 哦 小虎仔嗷嗷地叫着 面对陌生的气息 水亮亮的眼瞳 既新奇又害怕 很快 一只小虎仔摇摇晃晃地 按着同伴的身体 从背楼里探出了脑袋 冲着虎妈妈 就是一顿嗷嗷乱叫 吼 虎妈妈吼了 她一嗓子 让他们安分点 宋明渊将小虎仔 从背楼里挨个拎了出来 往小崽子们手里 一人塞了一只 刚好四只 带你们的小猫 去挑个喜欢的地方 让他们待着 晚些时候 咱们再给他们安的哦 说完 又拍了拍虎妈妈的大脑袋 你也去 不许伤人 虎妈妈又看了 陆二老爷等人一眼 臭嗖嗖的 咬上一口 说不定少一顿吃的 得不偿试 好 她答应了 小虎仔一落入怀里 小崽子们便如获之宝 双手捧着小虎仔 小心翼翼的 端着他们下去了 连平时活蹦万跳的 步子这会儿 都带着几分 紧张兮兮的感觉 不要怕 我肯定把你抱得稳稳的 陆老夫人 跟陆家几位夫人 看见虎妈妈夺着步子 跟在几个宅子后面 也不担心 含笑着收回了视线 反倒是陆成 和陆景两个大老爷们 提心吊胆 他们根本不知道 崽子们身上带着的东西 有多厉害 只怕他们把小老虎摔了 虎妈妈大发神威 一口一个 于是不太放心地跟了过去 陆培川也跟了过去 他还没这么近距离 光看过老虎呢 见陆二老爷 一众人还站在原地 陆老夫人收起了笑 美好声道 还不去干活 都处在这里干什么 莫不是想留下来 为老虎不成 他扫了他们一眼 哼了声 你们谁要是敢偷懒 以后为老虎这件事情 就专门交给偷懒的负责了 要是被抓个正着 一个人为半个月 不得不说 陆老夫人是熟知他们 贪生怕死的脾性的 这话一出 还在为营地住 竟来一只老虎 而提心吊胆的众人 顿时坐鸟收散 甚至因为害怕 真的跟老虎 有近距离接触 下地干活跃发卖力起来 看到他们这样任劳任怨 陆老夫人暗暗嘀咕 还是渊渊明白 这人啊 果然不能太善良 人善被人欺 马善被人骑 还是得做个恶人 奶奶 我去监督他们 宋玉言自告奋勇 在宋家受了这么多年的挫磨 这一次 终于轮到他来当这个恶人了 只要有他在西山堂一天 宋明嫣这一家三口 就休想安生 宋玉言节节怪笑两声 追着陆二老爷和宋家人就去了 这孩子 陆老夫人摇头失笑 也由着他高兴 他瞅着旁边没什么事干的路陪风 你去把虎窝做了 我去给虎崽子做点肉迷背着 既然渊渊要养虎崽子 那肯定得好好养 养得结实 养得威猛 不仅能看家护院 渊渊带出去 肯定也十分威风 在地上的野鸡 正好这会儿也快要临近中午了 顺便把中午饭也整上 宋明嫣亦步亦去的跟着 一瞧他这缠巴巴的样 都没说话呢 陆老夫人就了然的用小瓦罐 给他开了小灶 先将鸡汤给炖上 野山鸡小汁没什么肉 但是炖出来的汤十分鲜美 再放些刚采摘的蘑菇 哪怕不加其他东西 单单只放点盐 味道就已是极好的了 奶奶 你也先吃点点肚子 另外一大锅鸡汤已经在熬着了 因为陆老夫人的特别照顾 宋明嫣最先尝到了味道 他特地拿了的碗出来 跟老太太分着吃 哎 好 奶奶也吃 陆老夫人端着碗 笑眯眯道 你要是喜欢 奶奶让臭小子围个鸡圈 咱们把裂道的山鸡拿回来养着 等骏子晒干了 随时想吃都可以吃 他已然一副农家老太太的模样 仿佛无论什么样的生活 都能适应得了 并且还游刃有余 奶奶还会养鸡重地 宋明嫣觉得 老太太也太厉害了些 不仅当到了战场上杀敌的将军 还能成为坐镇后宅的老太君 现如今 连养鸡干农活这样的事情 都样样精通 仿佛就没有什么是他不会的 嘿 这你可就不知道了 奶奶带的兵 战时可冲锋上阵 勇往直前 退时可肿地插秧 帮老百姓抢收粮食 无论打不打仗 都是一把好手 要想养出这样的兵 就得带一个好头 奶奶闲时啊 可没少看农书 她带兵的时候 可都没缺过粮食 可惜现在 年纪大了 带兵这样的事情 只能交给年轻人了 吃过中午饭 陆老夫人就扛起锄头 去翻起了木屋前面的小菜园 再过一个多月 就要立秋了 趁现在种上些瓜豆 到了秋天 他们即便不出去 也能自给自足 等他们在这里 彻底安顿下来 再想想怎么多养点兵 知道老太太要种东西 宋明渊一整个下午 都在研究 怎么利用空间 对现有的种子 进行改良 按照她之前 种八豆的经验来看 利用空间升级种子 这样的办法 是可行的 如果能得到 一批优质的种子 不仅能大大提高产量 还不容易被病虫害 遭踏至绝收 目测西山堂 这片荒地 能开出来好几百亩 空间里的粮食存量虽多 但如果要用在养兵上 是远远不够的 养兵并非一朝一夕 就能养成 少子三年多则五载 这些时间里 粮食会源源不断 被损耗 如果能改良出 高产的优质的种子 那他们完全可以 把西山堂 这几百亩地种出来的 当成粮食储备 母产两百斤 跟母产一千两百斤 是完全不同性质的 宋明渊 先是试了试老太太 准备在菜园里种的 豆角和南瓜 她用普通的土壤 和空间里的土壤 做对比 将种子 分别种在 能让时间加速的法器里 毫无意外 空间里的土壤长势快 豆苗跟瓜苗 更为强壮 但是品质优了些 二者产量 却是相差无几 宋明渊没有气馁 一连试了好多遍 但是除了口感和大小 以及形状方面 有所差异之外 产量并没有多大的改变 失败了好几次 都是一样的结果 宋明渊想起了 上一世从别的未免 飞升到仙界的大神龙 虽然她没有见过那位 被世人信奉的 德高望重的老人家 但是她偶然得到过 一本大神龙 流落在修仙界秘境的书籍 那位大神龙 凭一己之力 让世间再无饥荒 功德无量 是为数不多的 以凡人之躯 飞升成神的大能 她所著的书籍 亦是一本 关于提高作物产量的农书 如果她能将这本书参透 再浮以空间种植 想必能将高产的种子 研究出来 有了想法 宋明渊心念一动 一本散发着古朴 厚重气息的书籍 便出现在了她的实海之中 里面简洁的文字画 成了象形 一点点汇入她的脑海中 片刻之后 她睁开了眼睛 心中都是对大神龙的敬服 这得是多么认真 细致严谨的精神 才能创造出来这些 宋明渊无法想象 在那个没有灵气盛行的时代 有人能为了一个信念 用双手创造出神迹 大神龙 真是一个当之无愧的伟人 收起心中的神思 宋明渊重整旗鼓 开始按照书中的步骤 做起了实验 这一次 她挑选了几种不同品质的道种 亲自动手为水稻 进行杂交授粉 经过一轮又一轮的筛选之后 终于培育出了最优质的道种 看着渐渐成熟 被压弯了头的饱满稻碎 宋明渊觉得 纵视经历再多的失败 也是值得的 她要按照书籍上的其他方法 改良了豆角和南瓜种子 等她拿着改良好的种子 出来的时候 已是日静黄昏 绚丽的晚霞 将天边映照得犹如火烧 一轮红日渐渐吸锤 余晖打在竹笠墙上 拉长了 还在田地间劳作的人的身影 趁着晚上太阳不大 咱们先把种子点了 等种子长出苗来 再移到坑里去 陆老夫人张罗着 经过他们一个下午的忙碌 菜园子已经围好了 地也整了出来 他们还特地做了个 用来专门育苗的苗圃 撑 娘 那我先用水把地浇透 你把菜种子撒下去 再薄薄盖一层泥 小得烈 陆老夫人正打算 地手里的菜种子种下去 宋明渊就走了过来 奶奶 种这个 这个长得快产得多 陆老夫人一听 赶忙将手里的普通种子 放了下来 接过了宋明渊手里的 撑 奶奶听你的 她将种子撒了下去 擦了擦汗 笑道 种瓜得瓜 种豆得豆 等长出来啊 奶奶给你做南瓜饼吃 亲手中的指定香甜 走 回家去 陆老夫人拿了锄头 又捡了地上没撒完的种子 正准备关上菜园门往回走 一阵草帽声突然传了过来 她摘下头顶上 戴着草帽打眼一看 只见一群人浩浩荡荡地 从山那边走了过来 气势汹汹 手里还拿着木棍 一看就是来者不善 宋明渊也看到了他们 来这里几天了 虽然暗中有偷窥的视线 但一直都相安无事 也没有被这里的原住民打扰过 现在这是终于摸清楚了他们的实力 所以有行动了 兄弟们 有情况 李飞吆喝一声 顿时所有人就丢下了背上扛的木头 朝陆家人靠拢了过来 陆家拿尔也停下了手里的活 站到了宋明渊跟陆老夫人身边 收工回来的陆二老爷一众 没敢靠近 远远站着看热闹 根本没有城门失火 殃及吃鱼的自觉 比起给陆家人助威 他们更像是已经做好了 要是打不过 就赶紧撇清关系的准备 这些都是什么人 看起来一个个怪模怪样的 怕不是这里会吃人的土著吧 你看他们 还光着脚在草地里走路 那身上涂的什么 我的天 怎么这么臭 隔着远远的 众人就闻到了一股子 像酸不酸像臭不臭的怪味 人都快被熏晕了 宋明渊跟大家伙站的是上风口 倒没怎么闻得到 那些人肩上驮着一只猴子 走路很快 行动迅速 没一下就将营地包围了起来 首领 金毛的尸体 就是在山坡上发现的 附近只有他们在这里活动 肯定是他们打死了金毛 李飞拿着木棍 一头雾水 这些野人激里咕噜说的啥呢 不清楚 不过看样子 是跟昨天晚上 那几个习婴的猴子有关 秦方说道 昨天晚上 有野猴子偷袭营地的事 他一早就听李飞说了 原本以为是野猴子 没想到还是人养的 只不过听李飞描述 昨天晚上那几只猴子 野蛮得很 可没有待在这些人 肩膀上那样乖巧 怕是训练过 通人意的 那坏事了 那只猴子被我给打死了 他们来不会是为了这事吧 李飞皱起眉头 不太确定地看了他们一眼 说实话 他并不后悔 打死了那只猴子 要是在晚上一秒 守夜兄弟的眼珠子 都要被那只死泼猴给扣穿了 再给他一次机会 他还是会毫不犹豫 把那野东西给打死 两人说话间 那名首领 已经用别角的官话 朝露家人质问了起来 就是你们打死我乌熊的猴子 他肩膀上站着一只猴子 那猴子一双眼睛 直勾勾地盯着营地里 年纪小的孩子 绿悠悠的圣人 像是随时都有可能 扑上去一样 那个首领涂着一张黑脸 即便看不清原来的肤色 也忽视不了 他过于丑陋的长相 高托的额头 间隔较宽的眼距 阴勾鼻 三脚眼 尖下巴 组合起来都能吓哭小孩 乌熊阴沉沉的目光 环视一圈 语气阴冷极了 谁打死的给我站出来 我要让他给我的金毛赔命 李飞正要站出来 宋明渊却阻止了他 莫说打死一个猴子 便是把昨天晚上 偷袭营地的猴子 都打死了 又如何 他看向乌熊 笑道 我们都还没来得及 找上门去索赔损坏的财物 你们倒是找上门来了 来得正好 我便好好跟你算算 被你们养的这些 泼猴损坏的东西 昨天晚上 你们的猴子 闯了我们的银地 抓伤挠伤 我们狩猎兄弟的脸 是否毁容破相 暂且不提 这要费 你们总是要出一下的 除此之外 你们的猴子 还打碎了我们 摆在帐篷里 价值珍贵的古董花瓶 还有打算换成银子的玉器 零零总总的物件 损失了一千多两 你们今天要是 不把这个钱交出来 就别怪我们不客气 他无中生 有放狠话的样子 简直惊呆了李飞 如果不是昨天晚上 亲眼看着那些 野猴子 只是摔了几个鸡蛋 弄洒了一生米 他都要信以为真了 做人怎么能睁着眼睛 说瞎话 素来老实的汉子 看着上门找麻烦的人 头一点 啊对 我可以作证 昨天晚上就是我守的夜 你看 我脸上的伤 就是你们这些野猴子抓的 我可是靠着这张脸吃饭的 你们得赔钱 秦芳等人 像是第一天认识李飞一样 看向他的目光 多少都带了点震惊 他是怎么能够 如此厚颜无耻地说出 他是靠脸吃饭的 睁着眼睛说瞎话可以 但是你不能睁着眼睛乱说啊 乌雄这边的人 显然也被李飞的话 震得沉默住 一时间丧失了语言能力 不是 他平时都不照照镜子的吗 昨天晚上 李飞和守夜的兄弟们 都没舍得用宋明云给的药 这么点小伤用了太浪费了 他们皮糙肉厚 耐燥 只用了普通的药膏抹了一下 也现实用了普通的药膏 这会儿 脸上的抓伤还没消失呢 证据都摆在这里了 你们休想抵赖 咱们所有人都指望着 那几个值钱的物件 换成钱置办货物 好改善一下 在西山堂艰苦的日子 你们倒好 纵着猴子过来全摔了 这是要我们的命啊 咱们今天晚上都没有米下锅了 你们要是不赔钱 这事就没完 陆三夫人摊开手掌 可怜我打算拿去换钱 补贴家用的御簪 你看 都摔成了这个样子 陆成 不是 媳妇 那不是你前两天不小心摔的吗 嗨嗨 陆大夫人借着擦汗的动作演着笑 杨庄拧着眉头安慰道 三弟妹 你也别太伤心了 陆三夫人异常激动 我哪能不伤心啊 这可是 我祖传的玉簪 我都舍了 拿出来换钱了 他们要是不给我们的说法 我就跟他们拼命 对 拼命 众人义愤填膺 群情激愤 那眼神都恨不能生斥了乌雄他们 宋明渊笑了起来 面对乌雄时 转瞬就变了脸 你们说这是怎么办吧 他拿着锄头 颇有种一言不合就要 把锄头敲他脑袋上的冲动 乌雄这边的人交头接耳 似乎在商量着对策 他们只来了三十几个人 要是真打起来 还不一定能打得过 原以为能借金毛的死 狠狠敲诈一笔 哪里想到 这些两脚羊 居然如此不好搞定 从讨伐的一方 变成了被讨伐的一方 气势上便先是弱了下来 乌雄不太甘心白跑一趟 强词夺理道 我们所饲养的猴子 乃我土游族部落的神猴 其你们那些凡物可比的 你们要是 还想在西山堂生活下去 就把杀害我们神猴的 那几个人交出来 否则后果自负 陆三夫人骂道 在我们眼里 你们的神猴屁都不是 对 区区几只野猴子 怎么能跟我们 用来活命的贵重东西比 我看你们就是不想赔钱 别跟他们废话了 要是拿不出来钱 你们今天就休想从这里离开 兄弟们 给我抄家伙 李飞吾打等人放下农具 气势汹汹的 冲进休息的帐篷 拿起了刀剑 看到他们晾起了刀 一副不怕事的样子 土游族的人脸色一变 首领 乌雄咬咬牙 撤 他们来得快 去得也快 看着他们狼狈逃离的身影 吴达问 少夫人 追不追 大家都拿上了刀 没有行动 而是等着宋明渊指示 只要他一声令下 他们就能追到对方老巢去 宋明渊摇了摇头 都累了一天了 休息一下吧 晚上守夜注意点就行了 等他空出时间 再来摆平这些人 正好西山堂 还缺了许多劳动力 大家也确实累了 忙活下来水 还没来得及喝上一口 一个个大汗淋漓 面色赤红 听得宋明渊说 方才将拿在手里的刀剑收了起来 见大家辛苦 宋明渊收好了农线 转身到了小木屋旁边新修好的井边 把空间里的零路水 悄悄到了卸下去 这口井 是他们专门用来取水做饭的 水是石缝溢出的清泉水 大家做活累了 都直接咬来喝 味道清甜干裂 并不跟陆二老爷和宋家的人合用 他们这两批人若是想喝水 只能到附近的小溪里 取用山里躺出来的溪水 做完这些 宋明渊又去看了虎妈妈和小虎仔 一个下午没看过 也不知道 他们在此安家事不适应 虎窝已经做好了 陆培峰的木工活越做越熟练 有陆培川的帮忙 虎窝修的美观又好看 虎妈妈此时正躺在铺着瘦皮毯子的窝里 给虎仔子们喂奶 窝里光线并不安 背面开了一扇镂空的木头花窗 门口两边同样留了透光的小窗户 看到宋明渊过来 虎妈妈赶忙踢开几个小瘪仔子 从舒适宽敞的窝里走了出去 她垂着长长的尾巴 绕着宋明渊走了好几圈 最后停在了虎窝外面 专门用来放食物的石槽旁边 抬着大脑袋 冲她嘀嘀吼叫了两声 怕虎妈妈 呃 修好虎窝之后 陆培峰两兄弟还特地跑到山里打了六回来 将肉切成块 放进满满一石槽 虎妈妈吃了几块 大部分都没有动 一是因为下山之前吃得太饱了 二是因为这肉少了点味道 没有漂亮主人味的鲜美 虎妈妈哈气 耐心地等待着 瞧着漂亮主人 把香香的散发着吸引瘦的零露水倒下去 一双毛茸茸的大耳朵都竖了起来 吼 她露出两个尖牙 用鼻子蹭了宋明渊好几下 愉悦的尾巴都快要摇晃了起来 宋明渊将过分热情的虎妈妈拍开 又在石槽旁边的石板上放了一堆熟透了的浆果 吃吧 她伸手摸了摸她的脑袋 几个小虎仔摇摇晃晃从窝里跑出来 跟虎妈妈抢食 却被虎妈妈一爪子扫开 咕噜咕噜滚到宋明渊脚下 软绒绒的毛发都沾满了木头的碎屑 宋明渊伸手戳了戳她的小肚皮 啊 小虎仔奶蒙奶蒙的 才凶了一下 脑袋就又挨了虎妈妈一爪子 顿时就老实了 躺平任由宋明渊将她翻来覆去的撸 一双瞳眸水汪汪的 透着一股子可怜兮兮的劲 宋明渊伸出手只点了点她湿漉漉的鼻尖 故作凶巴巴的样子 恼吓道 再敢凶我 我就把你撸秃了 见小虎仔一动不敢动 他才将她放下 没忍住又摸了一下 小虎仔灰溜溜跑进了虎窝 躲在门后面 歪着脑袋头看宋明渊 宋明渊怕继续待下去 真忍不住把小虎仔嚎吐了 便站了起来 正要往回走 一声虎啸从山中传出 震得栖息在树枝上的鸟 都惊慌地扑扔着翅膀四散开 虎妈妈停止了进食 安抚地冲宋明渊嘀嘀吼了一声 给了她一个等我回来的眼神 就边开步子 潮山那边跑了过去 宋明渊抱着虎仔子走到营地前 经文这一声虎啸的人 也都纷纷停下手里的活 惊疑不定地跑了出来 山路上 一只高大凶猛的老虎 迈着沉稳的步子 威风凛凛地出现在众人的视线里 他眼神霸气敏锐 浑身都散发着威严凛冽的气息 身上的虎斑随着他的走动 一晃一晃地 远远看去 像急了一条棕黄色的大虫 但是没有一个人敢小瞧这头老虎的 无疑 这是只成年的战斗力惊人的公虎 宋明渊看着虎妈妈 朝那头猛虎跑了过去 看到虎妈妈的身影 对方显见地加快了脚步 看来是虎爸爸找过来了 宋明渊倒是不担心 虎妈妈跟着虎爸爸跑了 毕竟宰还在这里呢 如果虎妈妈想离开的话 他也肯定会把虎仔子归还回去的 大不了在到山里找一头形单影只的 亦或是看到有哪个虎仔子被遗弃了 就捡回来养着 死存间 那边虎妈妈已经跟虎爸爸接了头 虎爸爸没有理会虎妈妈 静止越过了他 迈动着强健的四肢 眼神威猛中带着敌意 牢牢锁定抱着虎仔子的宋明渊 迅速朝营地 这奔袭过来 他速度极快 但是虎妈妈更快 一声震耳欲聋的虎啸声传出 下一秒 他就狠狠把虎爸爸撂倒在了地上 迎头冲虎爸爸怒吼了一声 吼 随即又朝虎爸爸巨大的脑袋 挥了一爪子 宋明渊只见两只老虎对吼了几声 那虎爸爸就泄了 去了杀气腾腾的样子 乖乖跟在虎妈妈身后 朝营地这边走过来 两只大老虎一前一后 所过之处 胆小的人纷纷避让 眼瞅着危机解除 陆成闲闲松了一口气 他拍了拍陆培峰的肩膀 欲重心长地说道 你也年纪不小了 跟这只公老虎学学 人家虎仔子都四个了 这臭小子成亲大半年 还天天早上洗冷水澡 他怕不是对这样的事情一窍不通 别说 按照臭小子以往的性子 还真有这个可能 陆成摸了摸有些扎手的下巴 心想 看来是时候给大侄子 徐墨仙能助他开窍的东西了 是关乎陆家的后代 三叔看他的眼神奇奇怪怪的 他想了想 说道 不用学 我媳妇不会凶我 他可听话了 不像三叔 天天挨三婶凝着耳朵骂 这样想着 他说道 三叔的 你才是最应该学的 多听话 少挨骂 见他一点都没有领会到自己的意思 陆成看路培峰的眼神 变得怜悯起来 这孩子 还是不开窍 不过没有关系 有他这个助力在 他起码少走十年弯路 你不懂 不过很快就懂了 三叔 有话不妨直说 陆培峰总觉得他在憋着什么话 没事 有些东西只可一会不可言传 等我明天出去一趟 给你买点东西 明天晚上你就知道了 陆培峰满心疑惑 见他不打算多说 只能压下心头的怀疑 三婶已经知道三叔的脾性了 他总不能偷了酒 嫁祸到他头上 这边叔侄二人说话间 虎妈妈已经把虎爸爸 带回了自己的心地盘 陆老夫人见此 又赶紧将做饭剩下的一点山羊肉 拿了过来 给空了一半的石槽絮上 这老虎 俊啊 瞧着矫健的身姿 这流畅的充满爆发力的肌肉 这么个形体 都能打得过一二十个壮汉了吧 要是打仗能带上他 敌方的马腿 都得颤上好几颤 陆老夫人看着虎爸爸 心中顿时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虎啊 多吃点 咱们这里的肉肯定管够 你要是有什么兄弟姐妹吃不上饭的 也一并带来 把这里当成自己家一样 不用客气 老太太也不确定虎爸爸虎妈妈天没听懂 先念叨着 万一哪天就听懂了呢 鸳鸳鸯的肯定非同一般 虎爸爸没听懂 但是吃了一口肉之后 耳朵都竖了起来 他看了虎妈妈一眼 怪不得刚刚他叫虎妈妈走 还挨了虎妈妈一顿吼 如果能顿顿吃上这样的饭 只吃了几口就被虎妈妈给挤开了 虎妈妈冲他一顿吼 像是在训话 虎爸爸犹豫徘徊了一下 就离开了营地 往山里跑了去 他离开的突然 正准备寻思着 在家点餐的陆老夫人 一下就愣住了 咋的 这饭不合胃口啊 见老太太忧愁地皱着眉头 宋明渊将小狐仔放了下来 笑道 许氏听了您的话 跑去山里喊兄弟姐妹去了 虎爸爸倒没有带回来兄弟姐妹 等他再次回到营地的时候 带回来了一只山羊 那山羊被咬断了脖子 伤口下的覆盖的毛发血淋淋的 被虎爸爸拖到营地的时候 已经没了气息 虎爸爸将山羊往宋明渊面前一扔 转身颠颠地就跑到虎窝那里去蹭饭了 显然 把这只山羊当成了自己的饭资 陆老夫人饿得见牙不见眼 从今往后 咱们也是被老虎投喂过的人了 陆老夫人着手让人将山羊处理出来 将片出来的肉又往虎窝那边送了几块 这边忙活着饲养老虎和张鹅晚饭 另一边 逃跑的乌雄等人也回到了部落 他们回来的时候 天都已经黑了 因为在宋明渊那里碰了个壁 队伍回来的路上气氛沉沉 每个人在脸上的表情都不太好看 你们不是去对付那些新来的两脚羊去了吗 怎么样 有没有带回来人 一看到他们回来 部落里的同族就迎了上来 营地里点着几簇篝火 面容麻木疲惫的女人们不敢说话 只莫不作声地忙着手头上的事物 其中有一两个身上 还带着亲子的伤 显然没少被虐待 这些女人 大多数都是被从外面掳回来 给部落传宗接待的 在土游族没什么地位 原来的土游族不与外界女子通婚 只内部消化 但由于部落降生的女婴 大多数都被献祭给神猴了 所以导致近些年来 土游族部落难夺女手 上一任首领 看着部落里的新生 一年比一年少 只能同意族人提出的 从外界卢女人 回来生孩子的建议 洛家人一到西山堂 他们就盯上了队伍里的女人 只不过因为不清楚实力 而对方人数又多 才迟迟没有动手 可以说 今日有此一出 不过是为了探明对方虚实罢了 别提了 乌雄脸色难看 那些人都不是好对付的 他们手里有刀 我们差点就跟他们打起来了 怎么会 那不都是些手无寸铁的放竹之人吗 乌雄原本也是这样以为的 毕竟之前放竹到这边的人 都是让他们自生自灭 既不提供食物 也不提供生存的物件 但眼下这一批人 不但有开荒用的农具用 还有兵器 难道官府的人 打算接管西山堂 这片荒芜人烟的地了吗 乌雄阴沉着脸没有说话 旁边一人糟心道 我们本来是想借着 金毛的死发难他们的 但他们非说 我们的神猴损坏了他们的财物 要跟我们拼命 另一人也紧跟着说道 他们队伍里有不少成年的男性 看着身强体壮的 一点都不像之前 那些面黄肌瘦的两脚羊 真打起来 还是我们吃亏 身上画着部落图腾的老者文言 皱着眉 面色发沉 就快要到一年一度的祭祀大会了 如果不能把贡品准备好 只怕到时候 神猴会降罪我们部落 不管用什么方法 必须把那些两脚羊抓来 部落里已经没有女婴 可以用来祭祀了 成年人的脑水 不如婴幼而来的鲜嫩 更得神猴喜欢 既然大人对付不了 你们想办法把孩子带回来就行了 部落里最重视的 就是祭祀大会了 作为土游族的一份子 没有什么事 是比祭祀神猴更重要的 他们信奉神猴 甚至到了盲目的地步 不仅跟猴子同吃同住 连部落的图腾都是猴 乌雄说道 队伍里确实有几个小的 祖老放心 我肯定会在祭祀大会来临之前 把他们给带回来 乌巴严肃的神容和缓下来 目光中寄托着对乌雄的厚望 行 出发之前去祭拜一下神庙 神猴会护佑你的 距离族中的祭祀大会 还有三天 时间紧迫 乌雄决定 今天晚上就来个出其不意 攻其不备 草草地用过晚餐之后 他带着祖中勇士去神庙 说神庙 其实只是一个湿气重的山洞 洞里两盏人由供奉的神灯 散发着悠悠的光芒 时不时还有水滴落入黑潭的声音响起 显得格外阴森 部落供奉的神猴 是一尊石像 有两只猴子挑在供桌上 偷吃上面供的野果 乌雄等人见了 也不驱赶 在他们看来 这些猴子就是神猴的化身 神猴在上 今夜我土游部落 将借猴族之力 将蔑视我族的贱民击溃 养我族威 希望神猴又我等此行顺利 乌雄添了灯牛 领着族中勇士 态度虔诚地败过石像之后 便又踏上了争讨的道路 这一次 他不仅带了五十多个人 连杀伤力强大的猴群都给带上了 他们黑夜里 在山林中穿行的速度极快 首领 咱们今天晚上出发能成吗 他们会不会有所防备 怕什么 他们队伍什么样的实力 我们今天已经有所接触过了 我们这次做了充足的准备 就算跟他们硬碰硬 也未必会输 许氏出发前祭拜过神猴 有了信仰的力量支撑 乌雄信心十足 别看他们人多 我今天特地观察过了 他们大部分人心不齐 能顶视的不过那二三十个人 我们今天带的人都是族中的翘楚 还有神猴相帮 对付他们绰绰有余 待会进宫的时候 你们几个看着点机会 最好趁乱 把他们队伍里的孩子带走 咱们今天晚上的目的 就是那些孩子 得手之后就赶紧撤 无需恋战 是 首领 一行人加快了脚步 等他们重新回到 流芳队伍落脚的营地时 已是明月高悬 夜色寂寂了 乌雄没有靠得太近 只先在附近的山林前扶起来 静等木屋和帐篷的灯 一盏又一盏熄灭之后 才挥了挥手 借着灌木丛的遮挡 弯着腰前行 那些野猴子跳在草地上 都没有声音的 远远看着 那一道道黑影 像是飘荡在荒野的鬼怪 距离近了 越来越近 乌雄望着前面不远 被月光映照的 颇有几分静美的小木屋 一张怪异的脸 露出了一抹凶狠的笑 给我 吼 一声震耳欲聋的虎啸声 冲天而起 两只威风凛凛的老虎 一前一后 从小木屋旁边的虎窝 窜了出来 速度迅猛 气势惊人 如同两道震得人 心惊胆战的闪电 吼 虎爸爸低沉的吼叫声中 带着满满的威胁 一双凛冽的虎眸 犹如锁钉猎物一样 落在了乌雄身上 他露出了锋利的尖牙 嘶吼一声 猛地朝他扑了过去 命令还没下达 就遭此 惊吓得乌雄瞳孔 刹那肩皱缩 整个人被这骇人的猛虎 吓得浑身都紧绷了起来 他看着猛虎 张开的血盆大口 求生的本能 让他扔下铜足 转身就跑 若非他常年在山野里 穿行训练出来的 敏捷身手 只怕已经被虎爸爸 扑倒在地上撕咬起来了 虎爸爸扑了个空 吼叫一声 转而朝最近的人 袭击了过去 那人吓得肝胆剧烈 一个闪躲不及 被狠狠咬中了手臂 血液瞬间飞溅了他一脸 痛得惨叫连连 两只猛虎一出 那些嚣张的野猴子 就吓得滋滋叫唤 亡命般四散开来 没几下就消失在了荒原上 跑得慢些的人 被咬断了腿的 他们拖着伤残的身体 在地上翻来覆去滚动 脸色惊恐 不断地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 虎爸爸和虎妈妈 没有把人给咬死 只是咬断手脚 便放弃攻击 继续袭击下一个了 乌雄带来的人连滚带爬 落荒而逃 已然乱了队形 若是他们团结起来全力欲虎 伤亡未必会如此惨重 但二虎一出 乌雄第一时间就被吓破了胆 哪里还有余力指挥不重 他们的人接二连三 倒在了地上 等人都跑出原野之后 虎爸爸和虎妈妈 才放弃了追逐 临回去之前 虎爸爸在草地 与山坡的交界处 资了一抛庙 用来划定地盘 已经跳到枝头 鱼精未定的野猴子健壮 嗖的一下消失在了树头 虎爸爸虎妈妈 夺着步子回来的时候 他们咬伤的人 已经被李飞和武达等人 捡回了营地 早在虎妈妈 发出吼叫的时候 大家就都醒了 两只老虎战斗力惊人 他们从帐篷走出来的时候 就已经看到虎爸爸和虎妈妈 将人追得惊慌逃窜 惊觉嫡媳 拿着刀剑出来的他们 在虎爸爸虎妈妈的凶猛对比之下 多少都显得有点多余 等他们捡完人的时候 战斗已经结束了 虎爸爸和虎妈妈 一共咬残了十三个人 虎爸爸七个 虎妈妈六个 若非他还在乃着崽子 只怕能咬伤更多 无视掉众人惊叹和赞赏的目光 虎妈妈熊啾啾气昂昂地 走到了宋明渊身边 好 他养着大脑袋 一副讨赏的模样 干得不错 宋明渊摸了摸他的头 虎爸爸见状 朝虎妈妈嘀嘀地吼叫了一声 然而虎妈妈连看都不看他一眼 享受得眯起虎眸 拿自己的毛茸茸的大脑袋 蹭了蹭漂亮 主人的手心 像急了一只撒娇的大猫咪 少夫人 这些人怎么处置 宋明渊收回了给虎妈妈挠下巴的手 眸色淡淡 先看压起来吧 等明天早上再做决定 他望了眼黑沉沉的夜色 等大家都歇下之后 起身朝着乌雄一众人 方才逃离的方向追去了 陆裴风像是知道他想干什么一样 也没有睡下 看到他行动 带着霜雪也紧随其后 他们朝那边去了 山上岔路多 陆裴风很快找出了一条路 乌雄等人逃跑的时候 根本顾不上遮掩 所以很容易就能找到他们路过的痕迹 宋明渊沿着陆裴风指的路追了过去 很快神识覆盖范围之内 就捕捉到了乌雄他们狼狈的身影 看到了 先别惊动他们 跟着他们回老巢 收敛了身上的气息 宋明渊不太放心 怕被那些野猴子发现 又给自己和陆裴风套了个隐形术 用空间隔绝了他们的存在 两人就这么不远不近的 跟在乌雄等人的身后 距离不过几步之遥 乌雄尚未从刚才的惊魂中回过神来 看到损失了近小半的人数 脸色白了白 完了 这下回去要怎么跟祖老交代 他们营地里怎么还藏着两头老虎 那还行动个屁啊 这下好了 连对方的门槛都没摸到不说 还白白搭进去了那么多族人 一时间 众人对组织起今天晚上这次行动的乌雄 心里都有了怨言 先回去再说吧 明天我肯定会想办法 把兄弟们救回来的 我乌雄向神猴发誓 见他没有制备扔下的不重于不顾 其余人脸色这才好看了些 暂时也只能这样了 神猴们都受到了惊吓 需要回到神庙里冷静冷静 对 还是先安抚神猴重要 救人的事 明天我们再好好商量商量 宋明渊听着这些人为躲避自己的胆怯 各种找理由 心下鄙夷 说得好听 不就是被吓破了胆吗 区区几只野猴子 也赶到虎爸爸虎妈妈面前发威 宋明渊觉得 在营地里多养几只大猫 还是很有必要的 不仅能躺平任摸 还能帮他驱赶这些不怀好意的老鼠 明天怎么着 都得多赏虎爸爸和虎妈妈几个大鸡腿 正想着呢 前头停了片刻的人商量好之后 将分散在各个角落的野猴子召集起来 便又开始继续往回走 宋明渊和陆培峰一路尾随 跟着他们回到了土游族部落 部落营地里灯火未歇 族老乌巴还在等着他们的好消息 他计算着时间 想着部落的勇士 应试到了西山堂 有神猴的助威 说不定已经带着战利品 在回来的路上了 听到外边传来的动静 乌巴苍老骤疤的 像干树皮一样的面容上 浮现出了几分果然如此的神色 如他料想的一样 看来此行完成得十分顺利 乌巴站起身来 将盘的光滑的骨牌扔在桌上 照了旁边年迈的老猴子 准备一起同去迎接凯旋而归的勇士 一人一猴拿着登出了门 再看到形容狼狈 消极低沉的众人时 乌巴脸上的喜色凝固了 怎么回事 他一颗心直直往下坠 没忍住立生质问 归来的人脸色沉重 乌巴阻老 对方的地盘上有两只凶猛的老虎 我们还没靠近对方的营地 就遭到了驱赶 还有十三个兄弟被咬伤抓起来了 你说什么 乌巴阻老身行一阵 手里的灯都险些拿不稳了 隐在黑暗中的脸色 阴沉得不像话 怎么会这样 他声音沉怒 他们营地里有老虎 你们都不提前了解清楚的吗 乌雄被训得低下了头 阻老 这是我的疏忽 有人帮着说话 乌巴阻老 这也不能怪乌雄 谁知道他们才来几天 连山中猛兽都搞定了 他们队伍里 怕不是有训虎的高手 这样一来 咱们怕事 想要对付他们 可就难了 乌巴阻老 事已至此 不如想想 怎么把被抓的兄弟救回来吧 众人都将希望寄托在乌巴身上 乌巴沉着脸没有说话 临近祭祀大会出了这样的事 他的心情不可谓不糟糕 你们先下去吧 明天我来同他们交涉 要是不放人 就别怪他 用些下作的手段了 他们的对话 宋明渊和陆培峰都听不太懂 不过按他们的表情 多少都能猜测到几分 他没有理会他们 物资在部落里转悠起来 部落不大 搭建的都是些小木屋 亦或是凿出来的洞穴 他神势探了进去 值钱的财物没有 倒是多得数不清的头骨 看到一些小木屋中挂起来的人皮和肉干 宋明渊一阵恶寒 他以为土游族只是迷信愚昧了些 却没想到 还是个十人族 就连陆培峰看到这些的时候 也忍不住皱了皱眉 不过这种事情 他并不少见 当年西楚军队缺粮的时候 就是把鲁来的战俘 当成两脚羊吃掉的 要不然 他也不会在后来打了胜仗的时候 把西楚的战俘全部坑杀掉 可以说 战争远比想象中的还要残忍 那些猴子也是吃人的 他们看向人的目光 根本没有身为动物应有的警惕 反之全是对食物的贪婪 部落里被关押起来的女人们 身边都围了几只野猴子 他们吃着残羹冷制 一双忧虑甚人的眼睛 时不时往他们身上瞧 宋明渊发现他们的时候 正好看到一只猴子 撕咬着其中一个女人的脸 其他人瑟瑟发抖 不敢动手 这些猴子在族中的地位 可比他们这些 鲁来传宗接代的女人强多了 他们要是敢动手 第二天肯定会成为 这些野人和猴子餐桌上的食物 已经有过前车之剑了 所以 哪怕脸上被咬得鲜血淋漓 肉都撕下了一大块 女人仍是不敢奋起反抗 出手殴打这些野猴子 宋明渊看得眉头直皱 忽然 其中一名女子动了 搬起尖锐的石块 带着破斧沉舟的勇气 狠狠砸向了那只野猴子 那野猴发出支的一声惨叫 就捂着血流不止的脑袋 朝旁边跳开 只挣扎了一会儿 就倒在地上没了气息 正准备动手的宋明渊 一下就被他给吸引去了视线 他是人群里最不起眼的 一张脸不仅带着烫伤 身上还很脏 许是因为身上的气味难闻 抱起之前 他就蜷缩在角落 孤零零的 格格不入 谁也没料到 他会突然动手 他目光很绝 拿着石块的手 却是微微发着抖 他应该自保的 他一向伪装得很好 好到 让这里的恶鬼讨厌 甚至不愿触碰到他 只要好好伪装下去 他就能狗活 可是他真的受够了这样的生活 他怕自己有一天 也会沦为跟他们一样 成为一个被糟蹋 都不敢反抗的木偶 大不了就是一死 他想 看着躺在地上 没了生息的野猴子 因十月紧紧握住 手中尖锐的石块 只觉得浑身冰冷 说不害怕 那都是假的 在这里待了半年 这些恶鬼 河野出生的残忍 没人比他更清楚 在看戏的几只野猴子 惊慌了一瞬 紧接着呲牙咧嘴 一脸凶向朝因十月 扑了过去 听到木门 枝牙打开的声音 因十月一瞬间 连血液都凉透了 他以为来的是土油族的人 已经拿起石头 准备自栽了 死在自己手里 也好过被他们抓起来 虐待杀害 因十月 没有管朝他扑过来的野猴子 却不想他自觉的念头 才刚刚生起 那几只凶狠的畜生 就直接在他面前 炸成了血污 连惨叫声 都没来得及发出来 因十月 离那几只野畜生最近 但那心臭的血污 却没有一滴事 溅在他身上的 他手里用来自灾的尖石 咕噜一下 掉在了地上 震惊地扭头 看向门口 看到来人时 因十月脑海中 像是炸开了花 宋明渊走近 头上带了一顶 浅色 绣着雅致小花的围帽 紫沙将他的脸遮住 指引约能 看到一个模糊的轮廓 紧跟其后的陆裴峰 同样用面具挡住了脸 两人的着装 一看就不是这里的人 那通神的气质 拿他们跟土游族的人来比 都是一种亵渎 时隔半年之久 因十月终于看到了 黑暗之下生还的希望 他一下就泄了力 软倒在地上 宋明渊站了上去 也不嫌弃 朝他伸出了手 还能走吗 嗯 尽管这会儿 因十月浑身脱力 甚至过于激动 轻微发着抖 却还是异常坚定地说道 宋明渊微微勾唇 伸出了几分欣赏 站起来 因十月红着眼睛 将手搭在了他的手上 看到自己粗糙 沾着灰的手 将那白皙柔软的手握住 心中不由羞惨 在对方将他拉起时 这份羞愧全都化为了 对宋明渊的感激 谢谢 我带你出去 宋明渊说完 转而看向屋里未缩中 带着些许金仪的女人们 启纯道 你们可自行离开 要是有想要留下来报仇的 也可以稍等一等 很快 土游族便会不复存在了 他的话 如同神智的赤灵一般 让屋里神色恍惚麻木的女人 清醒过来 对于这样梦寐以求的好消息 他们一时间都不敢相信 这是真实的 我们真的能走吗 真的能离开这里吗 他们不会把我们抓回来 殴打虐杀我们吗 他们怯懦着 小心翼翼地问着 对 得到宋明渊肯定地回答 他们才如梦初醒般 坐在地上痛哭出来 从前 逃离这暗无天日的地方 对他们来说 就是一种奢望 可今天 既然有人告诉他们 他们可以离开了 哪怕只是微妙的希望 这一瞬间 他们身体也重新生出来了一股力量 现在天黑不好赶路 你们可以找个安全的地方待着 等天亮之后再离开 不用担心他们会追上去 因为 他们活不到天亮 女人们被这样强势的话语 震得心头发颤 很快就有人抹干净眼泪 冲送明渊道过泄之后冲了出去 外面什么动静都没有 看守他们的人也没有声响 像是真的跑掉了 女人们终于相信了宋明渊的话 纷纷开始行动起来 只一下就跑了得干净 没有一个愿意留下来 继续面对这些灵虐他们的恶鬼的 哪怕是复仇 对于他们而言 能离开这个地方 就已经花光他们几辈子的运气了 宋明渊也没有强求 无论他们选离开 还是留下报仇 都是没有错的 毕竟不是每个人 都有与伤害过自己的畜生抗争的勇气 伤害已然造成 恐惧无法直面 是逃避也是解脱 他问殷十月 你走吗 殷十月摇了摇头 神色坚定 我不走 我要报仇 他苟活这么久 等的不就是这一刻吗 纵使比起刚刚逃离的那些女人 他已经足够幸运与聪明 凭靠对自己心狠 规避掉许多风险 可这里的所见所闻 每一天都在滋养着他心里仇恨的种分 这样的地方 就应该彻底消失 他心里有仇恨 也有对宋明渊的绝对信任 哪怕他们才刚刚见面 好 宋明渊点点头 看到他捡起地上的石头 将一把刀递给了他 用这个更方便 陆裴峰就默默地看着他给人递刀 眸色始终是专注又温柔的 他的阿渊真的很善良 这些人跟陆家一样 都是幸运的 就是看着殷十月此刻 看阿渊灼灼的目光 让陆裴峰心中带着几分警惕与不快 殷十月握着刀子 觉得一颗快要腐烂的心 都跟着热乎了起来 他怀疑自己看到了专门来救他的仙子 温柔强大又善解人意 好 他听到自己如是这般的硬着 宋明渊点点头 转身走了出去 跟我来吧 我带你去找他们 当乌雄等人 被陆裴峰一个个绑起来 扔在空地上的时候 他们方才从被控制的昏睡中惊醒 你们 乌雄之一眼就看出来 宋明渊跟陆裴峰是谁了 尽管他们连脸都没有露 但就是如此让人记忆犹新 意识到他们找上门来之后 他吓得脸都白了 你们是谁 乌八心中惊怒 显然并不知道 宋明渊和陆裴峰这两号人物 宋明渊坐在凳子上 轻笑着扫了他一眼 我们啊 不过是两个喜欢种地的老实人罢了 不要着急 你们很快就会被我们种到地里去的 哦对 还有你们养的这些小畜生 宋明渊笑意盈盈的 将一只意图袭击他的野猴子 当着土游族遗众人的面给按死 这一举 无疑是在挑动土游族遗众人脆弱的神经 乌八怒瞪着宋明渊 你竟敢虐杀神猴 卑贱的外族人 神猴一定会降罪你的 你要是不想被神猴诅咒 最好是快点放了我们 什么神猴 见宋明渊壮丝不解 站在一边的殷十月赶忙解释道 姑娘 神猴就是他们供奉在山洞里的石像 这些人每年都会举行祭祀大会 用婴幼而新鲜的脑髓当供品 祭祀结束之后 会与这些野畜生同食人肉 他们甚至连同族的女婴都不放过 今天晚上 便是想到外面去将流放到西山堂队伍里的孩童抓回来 这些人的深恶痛绝 这些没有人性的东西 是吗 宋明渊挑了挑眉 也不怒 他站起身来 在乌八等人紧张的视线下 走向了他们供奉神猴的神庙 就是这个山洞吧 说话间 他已经缓步走了进去 没一会儿 里面就传来了轰隆隆的巨响 宋明渊走出来的时候 整个山洞已经被移为了平地 别说是神猴识相了 便是连贡猪的灰都没有剩下 乌八等人眼睁开着神庙毁于一旦 目自尽炼 他怎么敢 他怎么敢毁了他们土游族世代供奉的神庙 与乌八等人惊骇震怒的眼神不同 殷十月看向宋明渊的眼神 已经不止一个崇拜了 他真是知道往哪里踩才让他们最痛啊 殷十月心中越发笃定 宋明渊就是专门来拯救他的仙女 是上天派来收拾这些恶人的 宋明渊拍了拍身上并不存的灰 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 你们的神猴 好像也不过如此吗 这只是神猴吗 他将乌八身边的老猴子抓了起来 那老猴子在他手里滋滋叫着挣扎起来 他好像知道哪里挠人最痛 好几次都想伸手抓宋明渊的眼睛 甚至刺出两颗老黄牙 凶神恶煞地去攻击宋明渊脆弱的脖子 模样丑陋 比起可爱的虎仔子相差得远了 住手 住手 看到自己的老伙伴被宋明渊捏住了脖子 乌八一张老脸惊目交架 他紧急地拱着身体 像条恶心的驱虫一样急切挪动 仗得脸红脖子粗 意图把老猴子从宋明渊手里抢回来 住手 宋明渊像是听到了什么玩笑话一样 手里一个用力 只听咔嚓一声 那老猴就被他给拧断了脖子 再也嚣张不起来了 乌八脑袋瘟的一声 难以置信陪伴他多年的老猴就这么死了 还是在他眼皮子底下活生生拧断脖子死的 他一瞬间僵在了原地 下一秒 怒急攻心 竟是一口老血气地吐了出来 祖老 乌八祖老 乌熊等人大惊 宋明渊甩手将没了生机的猴子扔到地上 接过陆裴风递过来的帕子擦了擦手 那漫不经心的模样 一点也没有刚刚杀了声的样子 活像是捏死了一只微不足道的蚂蚁 乌八险些再次吐出一口老血 你 你 他嘴唇哆嗦 恶狠狠地瞪着宋明渊 气得都说不出话来 陆裴风仔细地将他擦了手的帕子叠好收起来 随即倾抬眸子冷冷地看了乌八一眼 阿渊 剩下来的就交给我吧 免得弄脏了手 宋明渊无视乌八恨不能将他挫骨扬灰的视线 脚步轻移坐回到了椅子上 好 说完 他紧接着又轻描淡写地补了句 都杀了 一个不留 都杀了 自然也包括那些野猴子在内 陆裴风没有心思手软 当如同沙神一样 当着土游族所有人的面 一个个将那些野猴子斩于刀下 腥臭的血液很快就流了一地 一开始 乌八等人还是愤怒的 可随着惨叫着倒下的猴子越来越多 无情的男人就要提着刀向他们走来 乌八和乌熊等人终于慌了 等等 乌八紧着嗓子喊了一声 一双浑浊的眼睛死死盯着宋明渊 我等与阁下无冤无仇 阁下为何要对我们土游族赶尽杀绝 因十月也看向了宋明渊 联想到无往不利的土游族 今天接连两次吃了亏 心里其实已经猜到了两分 乌熊在看到陆裴风 踢着堂血的刀站在他身边时 已经吓尿了 他此刻眼里只有那冰冷 带着寒光的刀刃 别的什么都听不进去了 更别说分出心神去提醒乌八 宋明渊和陆裴风这两个人的身份 怎么能说是无冤无仇呢 宋明渊笑道 你们土游族两次来找我们的麻烦 还妄图掳走我们营地的孩子 来为你们的神猴 这仇怨可大了去了 我们今天来是专门来送你们上路的 我要看看你们肮脏的血 能不能将这片土地洗干净 他声音隐约带着几分笑意 可浸透出来的冷意 却直叫人心肝打战 乌八面色一下就灰败下来 如果是小丑小怨 还能化解一下 可对方竟是流放到西山堂的那批人 陆裴风没给他们多说话的机会 手起刀落 血腺飞溅 因十月剑此 也冲了上去 手握着宋明渊刚刚交给他的戾气 开始大沙特杀起来 被掳到这里之前 他还是个连鸡都不会杀的龟秀女子 这是他第一次杀人 怕吗 肯定是怕的 可以想到他们做过的恶 造过的孽 还有自己为了自保 迫不得已做出的自残行为 他心中的恨意就盖过害怕 如果他手里的刀 能够突进这样的恶人 那又有什么好怕的呢 因十月杀红了眼 乌雄一众人被绑得结实 面对朝他们落下的屠刀 只能像带宰的羔羊一样 惊恐地等待着死亡的到来 很快 土游族部落一百多号人 就倒在血泊里 没了气息 伴随着最后一个人倒下 惨叫声求饶声戛然而止 黑夜又重新归于沉寂 浸透出来的鲜血 把土地染成了暗红色 满地都是人根野猴子尸体 乌巴乌雄死不瞑目 因十月脱离地坐在了地上 一双明亮的眼睛 像是散去了阴霾一样 意义生辉 这个肮脏的地方 终于彻底消失了 他做到了 他等到了这一天 姑娘 这把刀 因十月从血泊中收回了目光 握紧了手中的匕首 这把刀对他而言 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送给你了 宋明月没太在意 这样的刀 在他空间里多的是 然而 因十月却是满脸欣喜 连声音都带着止不住的激动 谢谢姑娘 我一定会好好保管的 宋明月不明白 一把普通的刀 他能高兴成这样 心想 姑娘家也太好哄了吧 丢了也没事 我可以再送你 因十月顿时脸就哄了 姑娘真好 陆裴峰不动声色地凑近了些 将宋明月的注意力拉了回来 阿渊 这些尸体怎么处理 宋明月迟疑了片刻 说道 烧了 种地里太费劲了 还得刨坑 陆裴峰点点头 那咱们去找火油吧 于是 因十月眼睁睁看着陆裴峰 将宋明月给带走了 他 臭男人争宠的小伎俩 别以为他看不出来 可惜 他认识姑娘的时间短 因十月的心情有点沮丧 只能用刀子 多出了几下脚边的尸体泄分 另一边 宋明月和陆裴峰 已经将部落里的火油翻找了出来 他们带着火油出来的时候 因十月也在周围取了柴火 堆放到尸体上 火油一焦 火把一点 火焰就熊熊燃烧了起来 不过小半刻时辰 乌射都吞没在了熊熊的烈火之中 等大火将这里烧了得干净 确认过不会烧到附近的山林后 宋明月才带着陆裴峰和英十月离开 群山掩映之中 一座位于半山腰的山寨上 熊熊大火在夜间燃烧得分外明显 火烧起来的时候 首夜的两个山贼正靠在木栅栏上昏昏欲睡 睡眼朦胧间 一看到大火便是悚然一惊 瞌睡虫都给吓飞了 起火了 起火了 快醒醒 被推散的同伴猛然一震 屎揉了揉眼睛 什么 哪里起火了 他爬起来 连看都没顾得着看 火急火燎的就要跑去喊人救火 却不要被一同首夜的兄弟 扯着领子拽了回来 跑什么呢 蠢货 是那边起火了 哪边 急急忙正脱开 矮子打眼一看 哦 原来不是山寨着火呀 他一脚就朝兄弟踹了过去 我去你大爷的 那么远的地方着火 你叫醒我干什么 老子还以为火烧到屁股了 骂骂咧咧了一顿 矮子仔细瞅了一眼 顿时吓了一跳 我的个祖宗爷爷 那不是土游族的地盘吗 土游族这是作恶多端 被雷给劈了 瘦子回踹了他一脚 你还不快点去上报 要是火烧过来 那就完了 别他娘的睡了 跟个死猪一样 你赶紧去找老大 我去探探究竟什么情况 二人兵分两路 一个负责打探消息 一个负责上报消息 等矮子将土游族的着火的消息 传到清风寨相老大耳朵里的时候 他还怀疑自己在睡梦里听岔了 你说什么 哪里着火了 老大 那个洋野猴子吃人的部落着火了 那火烧得老大了 像是遭了天谴一样 大半夜起火 你说奇怪不奇怪 也不知道烧没烧死人 大刀金刀坐在榻上的像老大 乐得一拍大腿 满脸都是遮不住的喜色 烧得好啊 这些狼八孙子 老跟我们清风寨抢地盘 上回还送那些野猴子来偷东西 老子忍他们很久了 说起这个 像老大就来气 那些野猴子手脚灵活得很 经常惹狠人火冒三丈 却拿他们一点办法都没有 以前寨子的婴儿 还被这些野畜生偷过一个 那婴儿刚刚出生 还不悦 为此 像老大狠狠跟土游族的人干了一架 打得两败俱伤 但从此之后 土游族养的那些小畜生 却是不敢再到寨子里来偷孩子了 只敢在山脚下捣乱 从那以后 寨子里的人在地里种的东西 时常才长出个苗 就被这些野畜生给糟蹋了 放陷阱也抓不到 人来他们就跑 可把他气得呀 这辈子就没这么讨厌过 猴子这种野东西 偏生找上门去 土游族的人还不认 像老大为此恼火了许久 若非那些 也猴子太难对付 他早就打得 土游族这些王八孙子 找不着北了 如今听了这个好消息 那当然不能更喜闻乐见了 快快快 我得去看看他们 烧成啥样了 要是烧得厉害 咱们今天高低得放穿鞭炮 庆祝庆祝 向老大一边套鞋 一边往外走 满脸都是迫不及待 他奶奶的 这群王八孙子也有惊天 很快 向老大便 风风火火地跑出了房间 矮子紧跟其后 等向老大从睡觉的地方 兴高采烈地赶到 放哨的港亭时 往土游族的方向一看 顿时 傻眼了 这就是你说的 像是遭了天谴一样的大火 他看着那零星半点的火光 左右都没看出来 哪里像是遭了天谴的样子 灯是一个巴掌 护在了同样傻了眼的矮子脑门上 你个瓜娃子 敢谎报军情 找抽呢是不是 矮子挨了一脑瓜子 老委屈了 着急忙慌地解释 不是啊老大 刚刚真的烧起了很大的火 真的 我要是骗你 就让我这辈子都逃不到婆娘 对于清风寨的汉子们来说 没什么是比讨媳妇 更重要的事情了 如果有 那一定是看土游族的人倒大煤 因此 矮子说出来这话的时候 向老大心里也信了几分 不过还是哼道 就你这损塞样 还想讨婆娘 老子还没讨到婆娘呢 矮子心说 人家婆娘也没看得上你 别以为他不知道 老大心里一直惦记着三娘呢 只不过 他每次往三娘身边凑 都要挨上三娘一顿毒打 自打三娘半年前 带回来一个男人之后 便一门心思扑在那男人身上了 老大这辈子 怕是娶媳妇无门了 要说惨 那还是老大更惨 矮子也只敢在心里付肥两生 要是说出口 只不定还要被恼羞成怒的向老大 又抽一脑袋 向老大重新将目光 转向了土油族的方向 他摸着胡子拉叉的下巴 眯着眼睛看了好一会儿 才说道 不对劲 这火烧得也太快了些 而且居然没有烧到旁边的林子里去 难道是土油族的那些王八犊子 发现得走 把火给灭了 他扎摸下嘴巴 满心遗憾 真是白高兴一场 矮子觉得 还真有这个可能 忍不住说道 瘦子已经去打探情况了 应该很快就能回来 刚才火大的时候 看到他们的屋子都烧了起来 就算没烧死人 也够他们喝上一壶的了 向老大凝眉沉思了两酒 粗浓的眉毛一动 不成 不能让他们 就这样轻易地把火扑了 咱们趁他病要他命 今天晚上就带弟兄们 当平了这些损崽子吧 顶老大当机立断 你赶紧去把兄弟们都叫起来 咱们现在就出发 快点 要不然等他们缓过神来 就错失这样的大好时机了 可以说 清风寨的人 仇恨土游族已久 一听像老大这样说 矮子无比积极 当即撒腿就跑 好烈 老大 我一定用最快的速度 把他们都喊起来 弟兄们 去干土游族了 老大要荡平土游族这些狗东西 都给我冲啊 他扯着嗓子吼了一嗓门 都不需要一家一户去叫 顿时嗖嗖嗖 灯亮了 门开了 有人连裤衩子都没有穿好 就拿着刀冲了出来 现在就去吗 走 干他压的 别说是年轻力壮的山贼 就连债民都扛起了锄头 老吊牙齿的老婆婆 都颤巍巍地拿起了拐杖 干 干他压的 这些狗砸碎 糟蹋了我老 老婆子好几块地了 今天晚上 我就跟他决一写 喜债 像老大看着乌欢欢的一群人 嘴里干巴巴的 冷汗都要出来了 奶呀 您一大把岁数了 说话都漏风 不好好睡觉 来凑什么热闹 他暗暗瞪了矮子一眼 示意他把老婆婆扶进去 江婆婆 您腿脚不变 夜路走得不快 还是留在寨子里 给我们清点战利品吧 我们速去速回 这 真的 江婆婆颤颤巍巍地问 真的 必胜 他一双清澈淳朴的眼睛 紧紧盯着矮子 带着几分蹊迹 矮子点头 必胜 肯定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 再也嚣张不起来 那感情好 那感情好 江婆婆连连点头 笑眯眯都露出了两个眉牙的齿肉 一张老脸都笑成了花 我在这里等你们回来 你们要是不回来 我就不去睡觉了 我就一直等着 说完 他就端了张矮凳子出来 坐在了门口 颇有种要目送队伍离开 在第一时间迎接他们回来的架势 向老大带着弟兄们就出发了 一群人浩浩荡荡地 沿着崎岖的山路下了山 才走到一半 就碰到了前去土游族打探消息的寿子 走在队伍前头的向老大 一看到寿子的人影 就挥手示意队伍指了步 他走上前去 看到寿子脸色不对 一副惊魂未定的样子 不由沉声问 发生什么事了 老大 兽子脸色煞白 想到刚才看到土游族人尸骨堆积的场景 声音里都带着一股子恐惧 土游族被灭族了 乌熊他们全死完了 虽然清风寨的人 指望土游族倒大煤很久了 但乍然听到这样的消息 还是免不了心头一震 真的假的 全死完了 一个不剩 不能吧 才一个晚上的时间 而且我们也没听到什么动静 对啊 土游族被灭族 咱们没道理 连喊杀声都听不见 难道说 他们是被人翘无声息解决的 这咋可能 他们那还有野猴子呢 那些野猴子 可不是好对付的 众人议论纷纷 对土游族一夜之间被覆灭这件事情 都十分不可思议 兽子嗓子发紧 显然还没太缓过神来 他神情恍惚的说道 那些猴子全都被杀了 我去到那里的时候 连个猴帽都没看到 向老大皱眉 你看到人了吗 话音刚落 又觉得自己这一问问的有点多余 如果真看到灭了土游族的人 兽子哪还有小命回来禀告消息 只怕早就跟土游族的人一起躺着了 果然 兽子摇了摇头 我去到那里的时候 人已经走了 只剩下被火焚烧过的尸骸 连屋子都被烧了个一干二净 这土游族究竟惹了什么样的人物 向老大宁眉 随后打定了主意 过去看看 说吧 他率先迈开了脚步 路都走到一半了 距离也不算远 都是多年 老邻居了 不去看看对方的惨状 这怎么行 向老大一走 身后的人也跟着呼啦啦的往前走 兽子也赶紧跟了上去 很快 向老大一行人 就到了土游族部落外面 平时恼人的猴子 在树梢头 看不见一丝踪影 被夜色笼罩的山林 从来没有这么安静过 向老大收回了视线 看到一片狼藉的部落 总算相信了土游族一夜之间 被人给端了的这个事实 满地被火烧过的尸骸 就这么堆积在地上 简陋的乌射 已然化为了一片灰烬 找了一圈 莫说是战利品了 连对值钱的小物件都没看到 那些虎皮兽皮 只怕跟这场大火 一并烧了得干净 得 这下回去 怕是没法子跟江婆婆交代了 虽然如此 大家伙这会儿的心情 却是振奋的 土游族的灭亡 对于他们清风寨来说 就是一场天大的喜事 这群狗东西 终于遭报应了 太好了 咱们以后终于不用 时时刻刻提防这些东西 上山偷孩子了 这些群狗砸碎 害得咱们寨子两年来 都没有好好中过一块地 活该欠收拾 没想到啊 他们也会有这一天 真不知道 他们得罪了什么人 居然一个活口都没有留 老大 这土游族的地盘以后 是不是可以归我们清风寨所有了 向老大带来的人 一个比一个兴奋 这话一出 顿时所有人的目光 就落到了向老大的身上 要知道 这些野蛮人之前 可没少跟他们清风寨 抢占地盘 如今出了这档子事 这里可就是一块无主之地了 向老大心思一动 不过他也没被眼前的迎头小力 冲昏了脑袋 很快就冷静了下来 思存片刻 他说道 先看看情况吧 不用着急 土游族的人才刚死 还不清楚得罪了什么人 如果他们对这里有想法 只怕这样做 会给清风寨招来祸患 看对方的行事作风 可不像是什么心慈手软之辈 大家伙都光顾着高兴去了 听像老大这么一说 也觉得有几分道理 于是便打消了这个念头 老大说得对 不能因为一时的贪念 得罪了这样的人物 谁知道 下个遭殃的 会不会是我们清风寨 对 还是先量 他个一年半载的再说 反正就在咱们眼皮子底下 也不用担心 被别的人占了去 行了 咱们先回去吧 向老大招了招手 临走前抓了一把灰 勉强也算是此行的战利品了 得告诉江婆婆 土游族烧成了灰 好让他老人家也高兴高兴 一行人乘着夜色 又回到了清风寨 另一边 宋明渊和陆被封 也回到了营地 因为带着阴十月 他们都是走夜路 从山里出来的 所以费了点时间 寻夜的人是吴达和邓良 还有另外三名兄弟 一听到动静 吴达便警觉起来 晚上发生了习营的事 他们都不敢有所松懈 尽管现在营地里 有两只老虎守着 大家仍然尽职尽责地 提防着土游族的人 杀他们的回马枪 看到是宋明渊和陆被封 吴达才放下心来 不过紧接着又愣了一下 刚刚他可没有看到 两人从营地里出去 不过 想到他们二人的身手 悄无声息离开营地 好像也不是一件很难的事 少夫人 陆兄弟 他赢了上去 虽然与陆培峰兄弟相称 但是对宋明渊 吴达一众人 仍是习惯地尊称一声少夫人 他们能跟陆家人打成一片 但对宋明渊 却是始终不同的 总觉得对待他 不能有一丝一毫的不敬 哪怕实际上 宋明渊根本不在意 面对众人扫视过来的目光 因十月下意识躲了躲脸 在土游族时 他根本不会有这样的动作 可来到这里 只担心自己这张不堪入目的脸吓到人 这位是 吴达诧异地问了一句 倒是没什么害怕的 毕竟更丑的脸 他们都见过了 对此已经产生了免疫 在丑陋的面孔 对比宋潘山那张脸来 都能显出几分美丽 因十月没有说话 姑娘说什么来历 她就是什么来历 是我去土游族打探情况时 在附近山洞捡到的人 宋明渊不知道 因十月在土游族的经历 却是下意识替他隐瞒了实情 他无意过多透露 于是说道 我会给他安排妥当的 你们继续守夜便是 辛苦了 宋明渊走了两步 想到今天晚上抓到的那些人 又停下来朝吴达他们说道 晚上勤货的那些人都处理了吧 不用留活口 都不是些什么好东西 活着也是浪费 在此之前 宋明渊是有打算把他们抓起来 投放到开荒大队中的 毕竟现在这里人手紧缺 开完荒还得整地 整完地还得种地 一直到粮食收获储存 都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 然而去了一趟土油族的地盘之后 宋明渊却是改了主意 这样的东西 给他当苦力 他都嫌弃 多活一刻 都是对他们莫大的宽容了 吴达心中虽然惊讶 却也知道宋明渊不会无地放逝 定是在土油族发现了什么 能把猴子养成那样 凶残恶劣的习性的族群 想来也不会纯粮到哪里去 少夫人请放心 此时我肯定办得妥妥的 定然让他们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吴达说完 便带着兄弟们去杀人埋尸了 宋明渊打发了陆培峰 先回小木屋 找了个空余的帐篷出来 给殷十月住 你先在这里住一晚上吧 明日我再送你出去 对了 你叫什么名字 是哪里人士 家中可还有亲人 宋明渊给殷十月准备了些点心 又给了他背了一套干净的衣裙 和一桶清水 殷十月不敢太麻烦恩人 于是自己烧了火 把水烧开 以备沐浴 他以往食指不沾阳春水 但在土游族里了一遭节 这样的粗活 做得已经十分熟练了 姑娘 我叫殷十月 明月几时有的十月 家住临山县 是广安人士 他脸下眼底犯出来的诗意 十月家中 家中已无清倦 半年前 我从广安投奔姨母 是在途中被掳走的 广安离雍州并不远 宋明渊不知道如何安慰他 直到 我可以治好你的脸 你不用担心 他们会认不出你来 殷十月却是摇了摇头 他知道姑娘神通广大 但是眼下的问题 不是治好不治好这张脸 就能解决的 他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 姑娘的好意 十月心领了 你已经帮助十月太多 剩下来的路 不管如何 都该由十月一个人走 没有哪个姑娘不爱美的 因十月毅然 但如今她截然一身 这样深厚的恩情 她既无以为报 又怎好理所当然地接受 因十月受之有愧 宋明渊也没有强求 只说道 你若是在姨母家待不下去 可以来西山堂 我这里正是缺人的时候 他看着姑娘 就是个有前途的 敢为人所不敢为 这样的人 无论放在哪里 都能活得下去 但终究避不开俗世的眼光 一个被掳走半年 又毁了容貌的姑娘 回去之后 会面对怎样的处境 还真不好说 端看那姨母一家 待她是否真心疼爱了 宋明渊也不是什么 多管闲事的人 若非因十月对她胃口 她也不会对她多关照几分 只将她与前头逃生的 那些女人一并处理 让她自行离开便好了 然而 她却见了她撕破伪装 将人人畏惧的野猴一击毙命 救下了被咬得面目全非的女人 她的血性 值得被好好对待 听到宋明渊的话 因十月动容 只觉得忐忑不安的心 都变得温暖起来 好 姑娘也请放心 土幽族发生的事情 十月绝不会向外界 透露直言片语 若是有为此事 便让我天打雷劈 不得好死 宋明渊不担心她会说出去 她要是个恩将仇报的人 也不会把自己置身在危险中 只为将女人从恶猴嘴里救下了 再者 在她说出去之前 她能先把她送去见阎王 当然 宋明渊是不会用这样的恶意 去揣测因十月的 她相信自己的眼光 那你洗漱完吃点东西好好休息吧 明日三叔正好要离开西山堂 去县城进货 我让他们车队 将你送到县城 多谢姑娘 有了宋明渊的话 因十月也多了几分 面对外面不确定情况的底气 纵是千难万难 她也不至于到最后一无去处 这就够了 第二天一早 宋明渊就交给英十月一个包袱 让她跟着陆城的车队 离开了西山堂 临行前 英十月给宋明渊深深湿了一礼 而后才深吸了口气 仰起笑容 转身离去 像是一个即将赶赴战场的女将士 陆老夫人瞅着 就觉得这孩子好啊 这苦难浇灌出来的花 还能这般肆意绽放 实在了不起 她转头问陆裴峰 你们昨天晚上 可是跟渊渊去了土游族部落 陆裴峰点头 如何了 她淡淡道 灭了 陆老夫人 摸了摸拐杖 定定神 又忍不住悄悄问 全灭了 陆裴峰看了老太太一眼 一个不留 很干净 没让阿渊造太大杀念 陆老夫人放下了心 他们做了什么天怒人渊的事 老太太从来不觉得 自家孩子是个滥杀无辜的人 自己家孩子什么脾气性子 她奶能不知道 定是这土游族做的事情太过了 要不然也不会惹得渊渊 对他们斩尽杀绝 陆裴峰见奶奶问起 也没有要隐瞒的意思 他们席营 是想来偷孩子举办祭祀大会 以幼儿脑水似猴 还以食人为乐 不仅如此 还鲁夺妇女 凌月迫害 将他们荡成传宗接代的工具和奴隶 陆老夫人皱起了眉头 这样残忍野蛮的不足 确实该死 怪不得渊渊把他们灭了族 灭得好 留着也是祸害 那位阴性的姑娘 也是你们从土游族部落救出来的 陆老夫人又问 是 凭靠老太太的聪明 这事也瞒不住 她光看到殷十月脸上的伤 只怕都已经将事情的来龙去脉猜出来了 也确实如此 陆老夫人叹了一声 也是个可怜的孩子 你去找人盯着她 陆裴峰 陆老夫人说道 她要是敢透露出渊渊的不同 就把她给杀了 可怜鬼可怜 该有的防备还是要有的 渊渊心善 她却不能心软 自家孩子得护警点 奶奶放心 她离开西山堂之后的事情 会逐一不落传回来的 陆老夫人点了点头 你就是我放心 那姑娘看着 是个目光清明的 若是没有害渊渊的心 能帮上一些 就帮上一些 只要没有存别的心思 陆老夫人都愿意与人为善 是 奶奶 陆老夫人往回走了两步 紧接着 又像是想起来什么一样 说道 对了 咱们都来这里有些日子了 我看西山堂这里就不错 四面环山 一手南宫 也是时候将咱们的人牵过来 在此地建立大本营了 这是不能大操大半 太过惹外界的眼 你给他们安排个合理的身份 再一一转移过来 陆培峰想了想 说道 前些日子 潮江发了大水 许多人受灾迁徙 若是沿途州府不接纳他们 他们只怕会奔着雍州城来 届时 我让部众混杂其间 伪装成流民 进入西山堂 历来每逢大灾和战乱 总有得不到妥善安置的 一小部分流民 迁徙到荒山野地繁衍生息 过着必事而居的日子 若是真到了迫不得已的地步 这不正是他们的机会吗 养兵不能空有一声口号 还得有人啊 如果他们能将这些流民安置好 那人不就来了 不过这般重要的是 得多加思量几番 不能着急鲁莽行事 怎么把流民大量 引来西山堂 又不让外界过分注意 这还是个问题 收回神思 陆老夫人点点头 成 先把咱们的人安置进来 剩下的之后再说 一口气吃不成一个胖子 得循序渐进 一步一步来 另一边 宋明渊将殷十月送走之后 便去投喂了虎爸爸 跟虎妈妈 还有几只小狐崽子 吃过一顿肉 虎爸爸是彻底赖着不走了 不仅如此 孩子带上门口粮 这不 一大清早 又从山里 猎回来了一头野山珠 宋明渊拍了拍虎爸爸的头 我今天要出去一趟 你们帮我守好营地 回来给你们加餐 虎妈妈将虎爸爸挤到了一边 让漂亮主人的手 落到了自己头上 舒服地眯起了眼睛 宋明渊又多摸了虎妈妈两下 才站起身离开 想到已经过了一天 崇明县还不知道怎么样了 便招呼上小崽子们一道出发 陆培峰手头有不少事情要忙活 但等到宋明渊带着几个小崽子 出发前往崇明县时 还是第一时间放下了手里的事物陪同 若是对付普通人也就罢了 他相信阿渊不会受到威胁 但那个黑袍老者 明显就不是一般人 他不太放心他一个人 小两口带着几个小崽子 离开西山堂的时候 陆培川才刚刚蹲完毛坑出来 看到一眨眼 他们就不见了人影 顿时心下一个灯 他一把揪住旁边的李飞 着急忙慌地问 我哥呢 我嫂呢 那几个小兔崽子呢 人呢 李飞比他还急 二公子 你先让我上个茅房 他一转身 急急地就要往茅厕里冲 却不料被陆培川一把拽住了后衣领 你先说 李飞 茅房 说 跌不住了 李飞长红了脸 哆哆嗦嗦的 少夫人 少夫人带着他们去崇明县了 刚刚刚出发 二公子 你快松手 人有三急 陆培川手一松 李飞如释重负 以生平最快的速度 冲进了茅厕 好消息 是他裤子脱了 坏消息 是他脱晚了一步 这一日 西山堂抑郁的人 除了陆培川 又多了一个李飞 崇明县 几个小仔 子顶着一张拉里拉他的小脸 行走在大街上 身上穿的都是打着补丁的粗布 像个小乞丐一样 已然看不出来 原本的面貌了 小姑娘挠了挠脏兮兮的小脸蛋 稚嫩的声音 带着些许迟疑 哥哥 宁宁总觉得 咱们好像忘了什么事情 这话一出 另外三个小仔子 其修修停下了脚步 都跟着陷入了沉思 你这么一说 我也觉得 咱们好像忘了什么事情 会忘了什么呢 陆培远皱着小眉头 百思不得其解 想不出来 干脆就不想了 算了 肯定是不怎么重要的事情 咱们还是完成 扫扫交给我们的任务要解 陆培安点头 对 要是重要的 咱们肯定不会忘记 会忘记的 都是不重要的 陆思宁觉得 哥哥们说的有道理 于是将那一丝丝迟疑抛在了脑后 专注于眼前的事情上来 哥哥 你要带我们去哪 感受到手上 带着手环发出了热议 小姑娘一把拉住了哥哥的衣角 一张小脸上 净都是不安事事的天真 妹妹别怕 陆培青拍了拍她脏兮兮的小手 安慰道 咱们已经到崇明县了 听娘说姑姑就在崇明县 只要找到姑姑 大哥就有救了 小姑娘哽咽出声 一双眼睛泪汪汪的 真的吗 可是这里地方这么大 咱们要上哪去找姑姑呀 找不到姑姑的话 那大哥还有救吗 有的 只要我们多找找 肯定找到姑姑 一天不行 咱们就多找两天 几个小崽子装得煞有介事 见对方迟迟不动手 陆培青路过一个 热气腾腾的包子摊的时候 便停了下来 饿了吧 走 哥哥给你买个包子 他盯着蒸笼里 白胖胖的包子 咽了咽口水 一副见到吃的 就走不动路的模样 包子 包子 热腾腾的包子 新鲜出炉的包子 都过来看看脸 小客官 你们是要买包子吗 卖包子的是个面色和善的大婶 看到几个灰头土脸的小崽子停下来 也不嫌弃驱赶他们 而是笑着问 这包子两文钱一个 肉包子贵一点 要三文 素线的便宜一点 你们要哪个 陆培青摸出了身上 破破烂烂的钱袋子 拎着一脚倒腾了好一会儿 才掉出来一个 豁了脚的破旧铜板 他将铜板从地上捡起来 看向卖包子的大婶 小心翼翼地问道 大娘 我只有一文钱了 可以买半只包子吗 只要让弟弟妹妹们 尝尝味道就好了 哥哥 我们不要吃 还留着钱给大哥治病吧 对 我们一点都不饿 唉 真是可怜的孩子 大婶叹了口气 目光从可怜巴巴的几个崽子们身上 一一扫过 越看心头越是不忍 接着个大娘包子做得多 怕也是卖不完的 就便宜 买给你们两个 你们拿去吃吧 大婶将钱收起来 递了两个肉包过去 见几个玩儿年纪 跟自家孩子差不多大 又忍不住叮嘱道 买了包子 就快些带弟弟妹妹回家去吧 崇明县进来不太安全 这些天 好些孩子都被妖怪偷走了 你们不要在外面晃荡 要不然会被妖怪盯上的 如果实在没有去处 可以去县衙找沈大人 沈大人是个好官 会收留你们的 谢谢大娘 我现在就带弟弟妹妹过去 陆裴卿露出几分害怕的神色 也顾不得跟弟弟妹妹分包子了 向大娘问了路 就带着神情懵懂的弟弟妹妹 朝县衙走去 我好害怕呀 不哭不哭 咱们只要到县衙就好了 走快一点 引在暗处的人 看到几个小崽子 慌慌张张跑了起来 终于按耐不住了 从昨天开始 崇明县和周边的孩子 就被一早出动的官差 带回了县衙安置 他蹲守了一天一夜 都找不到破开结界的法子 不仅如此 从昨天开始 他就再没得过手了 原本无需如此着急的 可他如今身受重伤 只有兵刑险招 冒着有可能暴露的风险 才能尽快施行血迹大症恢复伤势 甚至一举突破 他受缘将近 如果不尽快突破 等待他的就是死 是自己死还是别人死 对于黑袍尊者来说 根本都不需要犹豫 可恨的是 他可以用三年的时间 来集齐这四十九个孩子 但是计划现在完全被那天晚上 将他重伤的贱人打乱了 以至于引发了这么大的关注 一想起这个 黑袍尊者就恨得牙痒痒 等他修为增进 第一个就去找他算账 愤恨了一会儿 黑袍尊者重新将注意力 放回了几个小崽子身上 他一开始没有动手 完全是因为担心 这是个专门针对他的陷阱 毕竟这样的结果眼上 这几个小崽子出现得太过巧合了 容不得不让人心生警惕 只不过尾随了一路 黑袍尊者都没有发现什么破绽 要么就是对方装得太好了 不过几个毛都没长齐的小屁孩 可能吗 若是再不动手 等他们进了县衙 可就错过这个机会了 四个孩子 对于到现在为止 只才抓了十五个孩子的黑袍尊者来说 诱惑力不可谓不大 他紧随其后 却不知自己也被盯上了 宋明渊跟陆培峰没有现身 离得也不算远 但黑袍尊者 就像是感知不到他们的存在一样 无形的黑雾顿起 只一个拐角的功夫 巷子里就不见了几个小崽子的踪影 只剩下一个肉包子 咕噜咕噜滚落在地上 沾满了灰 宋明渊看着黑袍尊者 将几个小崽子掳走 没有第一时间动手 而是感知几个小崽子的所在 紧跟了上去 黑袍尊者一手抓两个 脚步生风 陆思宁小姑娘就被低流着衣领 此刻手脚悬空 满眼都是刺激和兴奋 哦哦 被抓了 真的被抓了 未免自己太过激动坏的计划 小姑娘迅速飙起了眼泪 扯着嗓子就好 哥哥救命 哥哥快救我 我害怕 快放开 你要带我们去哪里 救命 救命啊 小崽子们被吓得呲哇乱叫 黑袍尊者担心惊动了人 没等跑出巷子 就把他们给弄晕了 他一路逃出了崇明县 往城外的山林跑去 很快就回到了 自己窝居的隐蔽山洞 山洞里阴暗又潮湿 里面用笼子 关了十五个小孩 关起来早一些的 这会儿已经饿晕过去了 笼子边上 还有灵星的发霉的食物残渣 黑袍尊者将人抓回来后 只随便丢了几个包子进去 就任由他们自生自灭了 黑袍尊者一回来 洞里的哭嚎声 连啜气声都不敢发出来 黑袍尊者 把刚刚抓回来的几个小崽子 往地上一扔 又随手朝笼子那边 扔过去几个馒头 这才坐在唯一一块 干净的石板上 运功恢复器里 馒头掉落在地上 距离龙边很近 可没有一个人赶上去捡 装晕的陆思宁 敲咪咪睁开一条眼缝 看到那几个 滚了一遍脏水的馒头 心想 待会儿等嫂嫂来了 他一定要将这些脏馒头 塞到这老妖怪的嘴里 再给他狠狠灌几口脏水 小姑娘愤愤不平的念头 刚刚落下 洞口的静置 就被强行破开了 装晕的几个崽子 搜的一下从地上爬起 以最快的速度 冲到了嫂嫂身后 一张张小脸上 除了高兴还是高兴 哪里还有一点点害怕 嫂嫂 妮妮刚刚演的怎么样 是不是很棒 嫂嫂 这个偷孩子的老妖怪好笨哦 她真的有活了很多岁吗 怎么都没有我们聪明啊 难道她只长了年纪 不长脑子的吗 嘿嘿嘿 妮妮都担心自己长太胖了 让她看出来不对 没想到她这么好哄骗 黑袍尊者 从入定状态下脱离出来 听到这些话 气血逆行 本就重伤未遇的她 猛地又吐出了一口血 你们设计我 她恶狠狠瞪着宋明渊和陆裴峰 这一次 她终于得以看清了他们的真容 然而心里非但没有轻松一点 危机感法更重了 宋明渊没理会她的怒目 只拍了拍崽子们的小脑袋 夸赞道 听到这话 陆思宁眼睛都亮了 要知道 因为她流放路上吃吃喝喝 长出了小肚腩 奶奶跟娘亲 都开始有意无意地 限制她的食量了 一顿饭最多只能吃一个鸡腿 小半碗肉 还有几个熬汤的肉骨头 其余的都是些素材 她已经有小半个月 都没过过大口吃肉的生活了 摸了摸自己一点没消的小肚肚 虽然不理解自己为什么横着长 而哥哥们都是竖着长 但多吃肉总是没有错的 瞧见她的小动作 宋明渊有些忍俊不惊 小孩收起笑意 对陆培峰说道 先把他们带出去吧 陆培峰将视线 从毫发无损的几个小崽子身上收回 脉步走上前去 用手里的双血剑 劈开了笼子 黑袍尊者注意力 一下就落在了陆培峰手里的剑上 削铁如泥的宝剑 这世间含有 能轻易破开她 这下了禁止的笼子 这把剑绝不是反物 他们究竟是谁 黑袍尊者眼里有对宋明渊 和陆培峰的警惕 更有对陆培峰手里所值之剑的贪婪 这样的剑 即便放在鬼门也是 可遇而不可求的存在 如何能让人不心动 然而眼下的情况受制于人 黑袍尊者只能暂时放下 想要将剑抢夺过来的心思 用嘶哑难听的声音说道 阁下与我并无不可化解的仇怨 何必要将人赶尽杀绝 我与那谢氏 只是利益相交 陆景之所以落得那样的境况 完全是出于他的授意 你们要是想替陆景报仇 应该找谢氏 即便是我对陆景动了手 那也都是无心之举 而且之前阁下已经将我重伤 这件事情也算是扯平了 不如咱们握手言和 你若是觉得不解气 我也可以将谢氏交由你来处置 望阁下三思而后行 你要是执意要瑜 我过不去 待我身影之后 鬼门有的是办法将你们找出来 以阁下的能力可独善其身 可你身边的人就未必了 黑袍尊者一有所指的 看了一眼陆家的几个小崽子 虽然是颇为和缓的语气 可明里暗里都是威胁 宋明渊若有所思的点点头 你说的对 得罪了鬼门 对我而言确实百害而无一力 毕竟鬼门是个什么情况 他了解的还不够清楚 更不知道里面有没有能威胁到他的人 宋明渊认可的话 让黑袍尊者心肩一松 果然 他身后的鬼门就是他最大的庇护 就算敌人再强劲又怎么样 听到鬼门还不是要有所避让 宽大的黑帽笼罩下 黑袍尊者晦涩阴暗的眼眸 飞快闪过一抹狠色 他方才所说的 当然都是缓兵之计 从来没有人能将他逼到这个份上过 待他成功脱身 势必要让他好看 重新抬眼的时候 黑袍尊者浑浊发黄的眼睛里 已经看不出来一丝异样了 只是含着些许苍老的笑意 说道 阁下能这样想再好不过 你放心 本尊者既然说了要握手言和 肯定不会出而反而的 咱们的恩怨 从现在开始就一笔勾销了 你们与谢氏的仇怨 本尊者也不去多家掺和 想不到你人一大把年纪了 还挺实相的 宋明渊笑眯眯的说完 话音一转 不过 你可能会错了意 我可没有要跟你握手言和的打算 谢谢你特地提醒了我 让我下手干净利落一些 别留下后患 既然如此 那我就让你死得痛快点好了 宋明渊可不会被黑袍尊者的三言两语胡弄住 可以说 他从正面对上他开始 就没想让他活着 离开这个山洞 相信活人会信守诺言 倒不如相信死人来得更安全一些 毕竟死人永远不会开口说话 宋明渊略微带着些许嘲讽的话语 让黑袍尊者脸上浮现的笑意 书得寸寸冻结了 一张老脸染上了被戏耍的羞脑与怒气 他胆胆 黑袍尊者恶狠狠地瞪着宋明渊 却因为忌惮 一时间不敢轻举妄动 只浑身绷紧了起来 警惕着他的一举一动 甚至都做好了鱼死网破的准备 逼急了我对你没有任何好处 你也不想最后落得两败俱伤的下场吧 宋明渊没有理会他的垂死挣扎 只是等路裴风将崽子们 还有孩子尽数带出去后 利用空间直接封锁了整个山洞 上一次让他给逃了 这一次他怎么可能还给他一丝一毫的机会 见诵明渊无动于衷 黑袍尊者想顾忌重施 但是却发现自己根本接近不了那些小崽子 迫于无奈之下 黑袍尊者只能放弃了这一打算 转而透支自己的生命利用功法潜逃 反而却发现在自己不知道的情况下 整个山洞已经变成了一个困兽的牢笼 他一连吐了好几口血 尝试了几次都没能冲破牢笼逃出去 别做无谓的挣扎了 宋明渊轻轻一笑 悦尔的笑声回荡在山洞里 空灵又幽远 像是死亡的催命符 他直接寄出了空间里三把灵箭 周身灵力涌现 末发无风自动 三把灵箭散发着耀目的光辉 如同晶莹剔透的兵箭漂浮在他身边 以他为中心 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剑阵 恐怖的威压袭来 袁还以为自己拼死一战 也能将对方重伤的黑袍尊者脸色刷的一下 变得惨白 他心中惊颤 不等运起全身的力量抵抗 那三把长剑就像是长了眼睛一样 直直朝他冲了过来 带着锐不可当的气势 转瞬极致 黑袍尊者瞳孔皱缩 浑身像是被这灵力的杀机锁定住了一样 必无可避 只能眼睁睁看着急飞而来的利剑 将他刀剑不拒的身体扎了个对穿 扑哧 零剑穿身而过 剑身洁净如初 不染死血 黑袍尊者缓缓低头 看着自己被扎了三个血洞的躯体 满是难以置信 死在我手里 算是你的荣幸了 伴随着这句话落下 黑袍尊者的躯体轰然倒下 一直等到绝了气息都没能闭上眼睛 修炼之人 宋明渊可没杀过 像黑袍尊者这么自治平平的 他算是第一个 百年都没有寸进的 放在人才辈出的修仙界 也是相当废物的存在了 不过这里灵气稀薄 虽不知道他们是用什么法子修炼的 但想要突破寿源 也不太可能 除非是天纵奇才 资质过人 未免鬼门的人 循着踪迹追来招魂 发现自己的踪迹 宋明渊一掌拍在黑袍尊者的天灵盖上 连他的魂魄都给震碎了 做好这些 他又把黑袍尊者的尸体 扔进空间里 给毒植当养料 这下黑袍尊者连人带魂 算是彻彻底底 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除非有回溯时间影像的法器 否则 即便是鬼门门主清零 也不会知道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 将山洞中留下的痕迹抹除 确保没留下什么线索之后 宋明渊才撤掉空间介遇 迈步走出去 山洞外 陆培峰抱着剑 长身玉立 静静地站在几个小宅子身后等着 一动不动 犹如一座冷冰冰的石像 直到看见宋明渊从山洞走出来 才终于有了动作 他迎了上去 一双平静的黑眸 率先将他从头到脚打亮了一遍 见他连头发丝都完好无损 这才放下了心 陆斯宁小姑娘 这会儿正在给刚昏迷醒过来的孩子 为他仅有的肉包子 一个肉包子 他掰碎分成了好几份 他是十分粗鲁的 给那几个可怜的娃硬塞进嘴里的 那几个可怜的娃 还没来得及搞清楚情况 就被狠狠塞了一大口吃的 差点没把他们给噎死 快吃 谁要是敢给我吐出来 我给他一个大嘴巴子 小姑娘插着腰 瞪着眼 恶人的做派足足的 小小年纪身上就带了一丝匪气 几个比他还高上一个头的娃 只能被迫含泪 咽下了倒嘴的食物 谢谢 你 你叫什么名字 说话的小男娃 浑身脏兮兮的 只有一双被泪水洗过的眼睛 分外明亮 另外两名被包子噎到吸鼻子的娃 也跟着朝露丝宁看了过来 不过眼神里多少都透露着几分畏惧 我行不更名做不改姓 小姑娘乌黑的眼珠子 滴溜溜一转 姓尼 明殿 你们可以叫我阿爹 阿爹 阿爹 怎么会有人叫这么奇怪的名字 问话的小男孩叫不出来 总觉得怪怪的 于是改换了个称呼 喊道 你妹妹 谢谢你的肉包子 哪知他才喊出声 神奇的小姑娘 一下就拉长了脸 他将虎视眈眈的目光 转向了另外两人 他叫我你妹妹了 你们就不能叫我你妹妹了 所以 你们应该叫我什么 才三岁多一点的小男娃 吓得只打嗝 他有点想哭 又不敢哭 只小小声喊了一句 你 你姐姐 不对 小男娃连忙改口 小心翼翼的喊 那 那 阿爹 大一点的男娃 见露思宁的目光落在了他的身上 也战战兢兢的跟着喊了一声 阿爹 小姑娘快乐的想在地上滚两圈 使劲压了压不断往上敲的嘴角 压不住 赶紧伸出小胖手捂住了嘴巴 哦 当恶人果然比当好人有趣 他以后要立志当个恶人 多多当别人的爹 这样等他长大了 就有无数个儿子了 到时让儿子们都跟他一起孝敬扫扫 宋明渊都不知道 小家伙脑子里都装的什么奇奇怪怪的思想 只看到这一幕 忍不住发笑 看来小崽子是真的有认真给别人当爹的 连杜撰假名字 这样的事情都做出来了 他目光落在那个年岁较小的男娃身上 只一眼就认出来了 他是杜家的那位小少爷 只不过比起在伏计酒楼里见的穿金黛玉的模样 他这会儿倒像是个流落街边的小乞丐 宋明渊倒是没有因为夜市带阿言的做法 对他有什么偏见 反之也不会对他有什么好的观感就是了 嫂嫂 那个老妖怪死了吗 陆培远探头看了两眼煽动 看不出来有什么 有些好奇的问 小姑娘一看到嫂嫂出来 就赶忙扔下了那几个男孩 迈着小短腿飞奔过来 那肯定死了呀 他怎么可能有我们嫂嫂厉害 在小姑娘心里 嫂嫂是无敌的 是最厉害的 没有人能够比得上他 就连他从前心目中最厉害的武叔和大哥也不能 就是可惜了 没有来得及将脏馒头摘到老妖怪肚子里去 再给他灌上几口臭嗦嗦的脏水 想到这个 陆思宁小姑娘心里还颇有几分遗憾 算了 这笔账暂且先寄到下一个倒霉鬼的头上 有道是负债子长 爹死了 儿子肯定会送上门来的 没有儿子 就给他多找几个儿子 宋明渊捏了捏他手感软滑的小脸蛋 宁明说的对 嫂嫂是不会再给他继续出来作妖的机会的 上次若非他用诡计脱身 早就该死了 没得让他多活了几日 收回手 他又道 既然人都解决了 那咱们就回去吧 来时 宋明渊沿路上给沈剑留下了记号 想必用不了多久 他就能带着人赶到了 也确实如此 他神识探出去的时候 沈剑已经带着县衙的官差 找到了这片林子 宋明渊没有要过多暴露在人前的打算 带着陆裴风和几个宰子就要离开 恩人 你妹妹 谢谢你们将我们救出来 小男孩撑着虚弱的身体 小跑着追上去两步 请问日后我该去何处寻找你们 报答今日的救命之恩 他眼神干净澄澈 满是赤诚 一看就是个受过良好教养的孩子 除了他以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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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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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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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明渊知道他心有不甘,也没犹豫,从空间拿出了归缘丹给他吃下去。 他生机未灭,一息尚存。 家之有宋明渊在旁边注意调息,但要很快化为生机,像是九汉冯干凌一样滋润着他几乎快要枯竭的身躯。 肉眼可见的,脸上的青紫之色褪去,恢复成了健康红润的气色。 陆培川怕在发生像那天晚上的意外,连呼吸声都放得极清。 他紧张地擦了擦汗,见嫂嫂没有露出苍白勉强的神色,才稍稍定了定神。 灵力运行五个周天之后,宋明渊收回了手,睁开了眼睛。 嫂嫂,怎么样了?四叔之前脑袋受过重创,所以才成了这副模样。 他应该丧失行动能力,有很长时间了,咱们先把他带回去,再慢慢治疗。 陆培川松了口气,抹了八脸,眼睛红红。 能回来就已经很好了,嫂嫂,我现在就去找担架。 去吧。 得知人被救回来的消息,燕三娘是震惊的。 向老大则一屁股坐倒下去,露出了劫后余生的表情,保住了,保住了。 人要是死在他们清风寨,他还真不好交代,幸好。 顶老大捏着玉佩,坐在堂屋的胶椅上,如是重负地笑了起来,可很快他就笑不出来了。 清风寨是保住了,可他的姻缘保不住了呀。 那小白脸要是活着,三娘眼里哪里会有她? 向老大看向听到这一消息,还在愣神的燕三娘,脸顿石一垮。 脑袋都搭了下来,看到陆裴川等人接管了陆昭,家人用担架从东屋抬了出来,燕三娘忍不住出声道,等等。 宋明渊半靠在门边,歪头看他,三娘,他有家事的,妻儿都在家里等着他回去呢。 向老大一瞬间仿佛听到了天籁,有种死了又强行被弄活过来的感觉。 他泪花都快要闪出来了,老天有眼,这也难。 啊,不,这位将军,他祝他早日康复,多子多福,夫妻和美,长命百岁。 燕三娘有一种被人看穿的尴尬,不过既然有家事,那他可就不稀罕了。 他燕三娘敢爱敢恨,没有这种强抢人夫的喜好,即便陆昭长得再对他胃口,他也不可能为他坏了自己做人的原则和底线。 于是退开一步,说道,你把他带走吧。 宋明渊带着笑意,清风寨对我四叔有救命之恩,我愿再让你们让利益成,以后种出来的粮食五分。 你以后要是遇到什么难题,尽可过去找我们,此诺终身有效。 陆培川郑重承诺道,我带陆家谢过三娘的大恩,日后若有所求,陆家必不负所托。 他朝燕三娘抱权义礼,并没有因为之前的不愉快,忽略吊燕三娘的恩情。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他救了四叔是事实,若非有他收留,四叔只怕等不到他们出现。 陆家旧部在门外齐齐单膝下跪,日后若有所求,陆家必不负所托。 他们身姿笔挺,便是跪着,也自有顶天立地的大男子风范,磊落又正直,绝非流寇与一般人能有的气度。 燕三娘惊仪目光转向陆培川,问道,阁下可是出身郑国将军府的陆家。 正是,燕三娘已经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暗暗瞪了微微诺诺的向老大爷,真想抽他一鞭子。 昨天晚上的事,是我们轻松债的不是,还望小将军莫要放在心上,多有得罪之处,还请见谅。 陆培川不是个记仇的性子,更别说燕三娘还帮助过四叔,他感谢他还来不及。 不打不相识,没有关系,主要还是我们不够强,等我们回去再下苦功夫练练,下回有时间再继续切磋切磋啊,咱们以后就是一家人了。 想老大,大可不必,他们昨天晚上也就是人数上占了优势,要是让他们再练练,他们还能活。 他忐忑又不失礼地笑了两声,哈哈,有时间再说,有时间再说。 至于有没有时间,再另说,向老大把人送下了山,他很想掉头就回去,因为去不去这一趟已经没什么必要了。 别说刚才宋明渊所展露出来的身手,就是他能把将死之人救活这样的手段,便足以让天下豪杰趋之若武。 再者说了,他有这等本事。 身后还不知道藏着怎么样的人脉,但是话已经放出去了,向老大只能硬着头皮把人送回了营地。 寻守的弟兄们一看到是宋明渊领头的队伍,就直接给放行了,连检查都不带检查。 向老大紧跟在队伍后面擦了擦头上的汗,觉得这里的守卫比他们清风寨还严。 清风寨办理的一个岗哨,这里是十几步一个岗哨,守得连只苍蝇都飞不进来。 再看巡逻的队伍,各个纪律言明。 走在这里,就好像走进了军营,向老大越走越拘谨。 突然,一道黑影从他面前搜的一下,就窜了过去。 少少少夫人,那个是什么东西? 他指着飞在天上的铁块头,声音结巴。 没怎么见过世面的清风寨一行人也是瞠目结舌。 像是看到了鬼一样。 宋明渊语气淡定,哦,那俩就是普通的机关造物而已,模仿的就是天上飞鸟。 只不过是以人的形态,所以不用惊奇。 他才解释完,下一秒铁头就搜的一下窜进了泥里。 众人也跟着搜的一下看向了宋明渊,手都紧张地放在胸前捏成了拳头。 宋明渊一手底唇,咳了一声,不要紧张,也就会上个天顿各地而已,其实没什么用的。 砰砰砰,三棵大碗口粗的树被从地里窜出来的铁头, 拦腰撞断了,并且发出了一声吱压的惨叫。 众人,瞪大了眼睛,宋明渊? 铁头于是被罚去了翻地。 向老大一众人脚步虚伏地跟在宋明渊后面, 看着他安置了陆昭,又看着他安抚了陆家女眷。 忙活完,才走到他们面前,说道, 你们在这里等着,我去给你们拿种子。 说吧,宋明渊就朝专门囤放种子的营帐走去。 向老大跟亲风寨的几个兄弟,老老实实地待在原地,脚步都不敢挪动一下。 在他们的面前,是两只趴在地上飙肥体状的老虎, 他们感觉自己此刻就好像悬挂在梁上的那块肉, 被虎视眈眈的盯着。 老,老大,那咱们现在是真的投靠他们了吗? 向老大看着这里多倒数的眼花的营地, 又看了看,在田地里泥土翻飞出来, 酷酷两下,就翻出一块地的铁头。 目光再从远处回视到那两只趴在屋前十分雄壮的大老虎身上。 不,亲风寨的兄弟们一惊,老大难道? 被误以为贼心不死,还想立志当霸主的向老大目光带着几分睿智。 我们不投靠,以后咱们就抱着这边的大脚, 跟着他们吃香的喝辣的,当他们最忠实的走狗。 可是老大,你不是想当霸主吗? 怎么能当走狗? 向老大腰杆子直溜溜的, 从前的我目光短浅,现在的我今非昔比。 再说了,霸主身边的走狗能是一般的走狗吗? 哼,那是笑天犬。 你妈目光都给我放长远一些。 我这是没志气的气吗? 我这是大气晚成的气。 行吧,您是老大您说了算。 宋明渊从银杖里拿出一袋两种, 除了稻子,别的作物种子也挑了些。 翻出来的地陆陆续续已经种上作物了, 最先种的是他们的菜园子, 一个多月过去已是绿油油的一片, 长是一天往上窜一个个儿。 先种下的豆角和黄瓜都能摘了。 陆老夫人每天早上都能从菜园子收获一篮子新鲜的瓜豆青菜。 宋明渊将种子拿出来的时候, 就见像老大一行人的眼睛像是粘在了他们豆角轻轻的菜园子里一样。 陆老夫人已经从陆培川那里得知了陆昭的事情了, 这会儿刚从陆四夫人的屋子出来。 见他们这般模样, 当下就戴了顶草帽提了篮子到菜园里摘了许多瓜豆。 整整两个菜篮子全部都装满了。 豆角、黄瓜、南瓜苗、韭菜、丝瓜、多的菜篮子都堆不下。 陆老夫人把这些东西和一些装在盒子里当谢礼的经营一并交给了清风寨的人。 谢谢你们肯帮助我家老四, 这些是我们微薄的一点谢礼, 还请你们务必要收下。 盒子沉甸甸的, 像老大也不好当着他的面打开, 见老人家感激略有点心虚。 实不相瞒, 他今天晚上还打算敲锣打鼓给陆昭举办丧礼来着。 老夫人客气了, 这些都是三娘的功劳, 少夫人已经给了我们清风寨足够丰厚的谢礼了, 我们受之有愧。 老夫人还是收回去吧。 向老大想, 老太太要是坚持, 她就假意再推托一下, 顺水推舟把礼物收了。 这盒子重手, 凭她多年来的经验, 里面肯定有金子。 万万没想到的是, 莫等向老大顺水推舟的收下礼物, 陆老夫人就从善如流的撤回了一份礼物。 这样, 那我就不勉强你们了, 但是这两篮子菜, 你们一定要收下。 手还伸着的向老大呆若木鸡, 要不然您老还是在勉强勉强。 但这话, 向老大还是不能够说得出口的, 他已经决定了要抱大腿, 那这些恩情就是他们清风寨的敲门砖。 只要他们自己不做死, 念在这一笔恩情上, 陆家多多少少都会对他们照抚几分。 于是向老大矜持地收回了手, 前提是忽视掉那肉痛到抽出的脸颊的话, 还真有几分不为金银财宝所扰的普世善人气度。 陆老夫人心想, 这清风寨的果然是鼎鼎好的人, 给钱还不要, 他长这么大, 还是头一次看到这么有原则的土匪。 他欣然地把盒子收了回去, 正好可以省下来当做军费。 宋明渊将种子交到向老大一行人手上的时候, 向老大方才从那种肉痛到抽抽的情绪中脱离出来。 看到除了稻种, 还有瓜种豆种, 以及其他一些菜种, 向老大又觉得不那么肉痛了。 他刚刚看了陆老夫人打理的菜园子, 瓜果累累, 长是喜人, 那才叫一个丰收。 如果他猜得没错的话, 这些全部都是两种。 金银有价, 这些种子却不是用金银可以衡量的。 这可是独一份的存在, 只怕随便往外拿出去一些都能抵千斤。 但是向老大可不会傻到把种子拿出去到外面卖。 都说匹夫无罪, 怀必其罪, 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丧心病狂的事情来。 他对当今的朝言可不抱有希望。 想了想, 还是把种子种在自家地里安全, 最多长出瓜果菜苗来了, 再拿出去卖。 向老大千万谢过宋明渊, 带着种子高高兴兴就回去了。 宋明渊目送他们离开, 拍了拍两只大猫的脑袋, 转身回了木屋。 陆寺夫人还在陪着丈夫, 陆培安小崽子也寸步不离地守在床边, 生怕一个眨眼, 爹爹就消失不见了。 宋明渊走进来的时候, 就看到他们紧张不安的样子。 陆培安第一时间就发现了嫂嫂的存在, 连忙小跑了上去, 拉住他的衣角, 似乎这样才能让他安心。 嫂嫂, 爹爹什么时候能醒? 他会不会醒不过来了? 他小手不安地揪起, 一双黑圆的眼珠子依赖地看着自己的嫂嫂。 宋明渊摸了摸他的头, 刻意放柔的声音带着令人幸福的力量。 不会的, 他虽然暂时醒不过来, 但是一时犹存, 可以感知到你的存在, 也能听到你所说的每一句话。 只要你多跟他说说话, 他很快就会醒的。 小家伙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嫂嫂说的总是没有错的, 他懂了, 想要让爹早点醒就要跟他多说话。 可是要说什么呢? 老婆婆了点, 平时都是安静乖巧的, 让他一下子说很多很多的话, 可难倒塌了。 不过是关到爹爹的安危, 陆培安不得不放在心上, 为了能让爹爹早日转醒, 他一定会努力的。 宋明渊看着小家伙, 迈着小短腿, 一溜爬上了床, 往陆昭身边一坐。 他绞尽脑汁地想了想, 然后开始了碎碎念起来。 爹爹, 你能听到我说话吗? 我跟你说, 三伯给阿远编了许多草蚂蚂, 我要个大大的风筝, 你不说话, 我就当你同意了。 你快点醒过来, 我带你一起去放风筝, 西山堂的地方可大了, 怎么跑都不会挂到风筝线, 就算挂到了也没事, 可以叫铁头帮忙, 铁头可厉害了, 不仅能带我们飞到树上去掏鸟窝, 还能钻进地里去抓老鼠, 可好玩了。 说到铁头, 小崽子像是打开了话匣子一样, 越说越停不下来, 只把他们最近做了些什么玩了些什么, 都一股脑告诉陆昭, 听着儿子兴高采烈, 左一个铁头, 右一个铁头, 陆昭闭合的眼皮底下, 眼珠子滚了滚, 陆四夫人见此, 心中的伤怀少了许多, 偷偷笑了笑, 也不去打扰小崽子碎碎念, 跟宋明渊移道出了房间, 渊渊, 你可知救了你四叔的,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陆四夫人坐在厅子里的长凳上, 有些好奇地问道, 她想了解清楚一些, 日后好作报答, 毕竟总不能连恩人是什么模样的都不知道, 陆四夫人心里是无比感激的, 寻常连血脉至青都难做到如此, 更别说是素不相识的陌生人了, 宋明渊忍不住笑, 四婶, 燕三娘是因为四叔那张脸, 才救了她的, 啊? 陆四夫人一呆, 她对四叔那张脸情有独钟, 不过, 这女子之进退, 董分寸在我给她明说了, 四叔有家事, 也没有纠缠, 是个拿得起放得下的, 宋明渊很欣赏这样的女子, 陆四夫人闽唇一笑, 是得性情中人, 我原还想着, 带安安一起去清风寨当面道谢, 现在看来, 只怕不太妥当, 恐有种耀武扬威的嫌疑, 便等夫君醒来之后, 带着安安亲自去道谢吧, 宋明渊促侠道, 看来四婶对四叔很放心, 陆四夫人被打去得红了脸, 没有的是, 等燕三娘见过你四叔真实的性子, 肯定就喜欢不起来了, 听她这么一说, 宋明渊也开始好奇, 四叔究竟是个什么人嫌鬼憎的性情了, 面相看着挺和善可亲的, 将这事暂且割下, 宋明渊又想起了另外一回事, 四婶, 之前盘下的铺子, 应该已经快要完工了吧, 咱们什么时候过去看看, 自打上回从城里回来, 给门面装点改造这事, 就交给陆成接手了, 她三天两头往外面跑, 接管起来也方便, 反倒是娘跟几位婶婶, 近来都在为开业的事情忙活, 陆大夫人跟陆二夫人, 已经联手研究出好些兵品了, 趁着现在天气热, 抓紧时间把门店开起来, 还能赚上一笔, 否则等到天冷, 这些饮品就不好销了, 宋明渊倒也不是很担心, 毕竟这里东短下长, 这会儿都已经快要入秋了, 天气还热得跟蒸笼似的, 陆四夫人跟陆五夫人倒是不急, 还有闲情帮着一起研究茶饮, 门店还没开业, 他们的饮品单子, 就已经罗列制作出来了, 今天晚上, 你三叔回来了, 我让永芳去问问他, 若是好了, 咱们明天一起去看看, 大嫂已经把店面人手培养起来了, 等采购好要用到的甜饮食材, 就可以挑个吉日开张了, 陆四夫人嘴角含笑, 神情隐隐带着几分西技, 这可是他们几周里第一次跨出高门大宅, 投身到自己所喜欢的事情里来, 不用去顾忌合不合规矩, 会不会给家族名声抹黑, 也不用在意成败与否, 只管全力往前冲, 好, 那我今天晚上准备准备, 宋明渊说的准备, 就是在小木屋里, 创建起了道雍州铺面的传送镇, 他已经看过图纸了, 几个铺面的后院都是打通的, 里面有多达七八间房, 若是店面开起来, 肯定离不了人, 传送镇连通的是小木屋到店铺住的房间, 且只对特定的人生效, 这样以后, 无论是去还是回都很方便, 陆诚回到营地的时候, 宋明渊就已经完成了收尾工作, 许氏得到了陆昭的消息, 他回来得比平时早, 太阳还没下山, 就急匆匆赶回来了, 他放下东西, 汗都没来得及擦, 就先去看了陆昭, 四爹, 陆诚大嗓门子一吼, 像是念锦咕咒念到累了, 他在亲爹身边, 紧挨着他睡着的小崽子, 揉了揉眼睛, 迷迷糊糊地坐了起来, 三伯, 你回来了, 他声音软糊糊地, 带着点刚睡醒的懵懂, 走到床边的陆诚, 伸出大掌, 拍了拍他的脑袋, 怎么睡在这里, 知道小崽子舍不得亲爹, 他有些心疼, 小家伙想到正经事, 睡意消了许多, 开心道, 三伯, 嫂嫂说, 我给爹爹多说说话, 他就能醒过来了, 我试了试, 果然很有用, 我看爹爹眼睛和手指头, 都动了好多回了, 他似乎很喜欢听我跟他说铁头, 这是小崽子心情努力半天, 得出来的结论, 哦, 真的, 陆诚若有所思, 真的, 陆培安小脑袋一点, 我说我要跟铁头玩, 想让铁头一直陪我玩, 爹爹手都捏成拳头了, 他还狠狠握抓了一下自己的手指头, 给三叔示范, 是这样的, 陆诚恍然大悟, 这样, 那三伯知道了, 你先出去一下, 三伯有些话, 想对你爹爹说, 那三伯, 你要陪爹爹多说说话哦, 这样他醒得快, 小崽子出门前, 还不忘眨巴着眼睛回头叮嘱, 陆诚欣然答应, 好, 三伯一定不会忘记的, 陆培安于是放心地出了门, 等小家伙离开之后, 陆诚拉过一旁的矮凳, 坐在床边, 还没说话, 就先长长叹了一口气, 四弟啊, 看来小安真的很喜欢铁头, 原先我们还觉得, 铁头是个目不识钉的粗人, 看不起他, 但是小还是不会骗人的, 他喜欢铁头, 说明铁头对他和弟媳都很好, 虽然吧, 铁头他没有头发, 还经常光着身子到处乱跑, 像个野人似的, 也不会说话, 但是只要弟媳和小安喜欢, 娘说了, 咱们家做不出来让人守活寡的事, 陆诚就好像看不到四弟抖动的手似的, 叹息道, 弟媳也是, 他那个腼腆内敛的性子, 能做出给铁头擦身的事情, 看来也是喜欢极了, 既然如此, 待会儿我就找娘好好说说, 他们两个人的事情, 陆诚拍了拍陆诚抓住了他袖子的手, 四弟, 你好好休息吧, 三哥就先到辞了, 说完, 将他的手放下去, 起身往门口走, 陆诚的眼皮就像是抽筋了一样, 有两种力量在拉扯较量, 他掩掩剧烈颤动起来, 下一秒, 刷得一下睁开了眼睛, 等, 等, 我, 看到陆诚将清醒过来的陆诚带出来的时候, 宋明渊承认自己是震惊的, 他好似看到了医学奇迹, 陆诚之前的状态, 就跟沉睡过去的人没什么区别, 身体虽然能靠药物修补, 但意识与身体的脱离, 却要自己重新掌控, 就算最快, 也需要十天半个月, 谁能想到, 陆诚他只是进去了一趟, 厅里的人也是愣住了神, 爹爹, 陆培安高兴飞了, 还在吃着灵嘴的他一抹嘴巴, 就吸着鼻子朝陆诚跑了过去, 爹, 你可算是醒了, 别哭了, 哭得像烧开的水壶似的, 陆培安瞬间叉了气, 嗝儿, 他捂住了嘴巴, 陆诗夫人总觉得丈夫情绪不太对, 见他板着一张臭脸谁来谁来一枪的样子, 于是默默躲在人后, 不去当那个炮灰, 陆诚见他不过来, 脸色顿时更臭了, 一颗心哇啦哇啦碎成了好几半, 娘, 他瞅了陆老夫人一眼, 希望他能看在自己是亲儿子的份上, 劝一劝他四耳熄, 让他不要这么草率, 那个铁头听名字就是个傻的, 哪里有他好, 虽说儿子是自己生的, 但陆老夫人又不是他肚子里的蛔虫, 哪里有这么多的母子感应, 更别说他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所以只当儿子是一朝大难不死, 他见不到亲人的后怕和终于醒来的庆幸了, 于是宽慰道, 没事了, 莫慌, 醒过来了就是好事, 今天晚上娘多加两个菜庆祝庆祝, 说着他眼角放开笑意, 你还没见过咱们渊渊吧, 是他把你从阎王爷手里捞回来的, 咱们一家能团聚都是因为有渊渊, 可不能因为是自己家人就把这些恩情给忘了, 陆老夫人就怕家里人习惯之后会变得理所当然, 所以总会时不时提上一嘴, 若说胡渊渊, 这家里老太太和她大孙子当属第一, 四叔, 宋明渊手里捧着喝了一半的甜汤碗, 喊了一声, 他其实很想知道陆成去探望陆昭期间都发生了什么, 只不过他看了好半赏, 都没有从他们的脸上看出来端倪, 陆昭将铁头的事情放在一边, 打量起了自个素未谋面的直席, 不过出于礼数并没有多看, 他往自己腰上一摸, 想要给一份见面礼, 才想起来自己什么都没带, 他刚刚醒来, 满脑子都是铁头, 什么都顾不得了, 起来就往外走, 还险些摔了两跤, 不过眼下的条件, 即便是有见面礼, 他也拿不出手, 小渊, 四叔的见面礼, 只能先欠着了, 待我恢复之后, 定然好好准备, 谢谢你把我从鬼门关就回来, 那我可记得了, 宋明渊眨了眨眼, 陆老夫人笑道, 我们都给渊渊记着, 要是没有, 奶奶就拿拐杖敲她脑袋, 好, 宋明渊按捺不住好奇, 问道, 四叔是怎么醒的, 陆四夫人也很好奇, 他可是听渊渊说过了, 丈夫起码要过几天才会醒, 渊渊都说了, 那肯定是没有意外的, 如果有意外, 一定是陆昭身上的意外, 陆诚黑黑一笑, 一副功劳都在我身上的骄傲模样, 我跟四弟说了铁头, 他就醒了, 对, 爹爹很喜欢铁头的, 在这件事情上, 陆培安小崽子十分有发言权, 一点也没看见青爹黑了的脸, 开开心心地说道, 我每次跟他说起铁头, 他都会动一下, 爹爹肯定也很想跟铁头玩, 对了爹爹, 你还没见过铁头吧, 他睁着亮晶晶的眸子看向了陆昭, 陆昭笑了, 咬着牙笑的那种, 是, 没见过, 我很想见见他, 你把他叫出来吧, 铁头是吧, 他倒要看见他的头够不够铁, 众人都从他的声音里听出了咬牙切齿的意味, 像是有什么不可化解的天大仇怨一般, 偏生小崽子对爹爹跟他一样喜欢铁头这件事情心以为真, 听到他的话更开心了, 那爹爹你等着, 我现在就去把铁头叫上来, 他像是只快乐的小鸟雀, 一溜就从旁边的楼道跑了下去, 另外几个小崽子敏锐地察觉到了四叔阴侧侧的情绪, 正要劝阻陆培安保护铁头, 想了想铁头的大伸板子, 算了, 好像没有什么需要担心的, 四叔才是更应该被担心的那个, 陆昭已经想好待会儿要怎么给铁头一个下马威了, 一个连头发都没有的人, 还经常光着身子到处乱跑, 光是听着, 陆昭就有种一枪插死他的准备, 这能是个什么好东西, 很快, 跑下楼的小崽子就把铁头从泥地里拔萝卜一样拔了起来, 铁头有自己专门容身的地方, 入夜之后将身体往木屋旁边的空地上一埋, 只露出一个脑袋, 他本不需要休息的, 可他看大家都在休息, 铁头铁头, 我爹爹想见见你, 都不需要陆培安用多大点力, 铁头就顺着他的拉扯, 从泥地里钻出了半截身子, 铁头盯着小崽子, 没动, 看起来一副不太聪明的样子, 陆培安于是说道, 我爹爹就是嫂嫂的四叔哦, 嫂嫂等于主人, 嫂嫂的四叔等于主人的四叔, 铁头动了, 将整个身体从泥地里拔出来, 走一步, 身上的泥就速速往下掉, 递走到楼道口的时候, 身上的泥就已经掉光了, 听到动静, 陆昭心里冷笑连连, 等着吧, 不守难得的狗东西, 他一定要, 动, 高九尺浑身带着金属重感的铁人站在了那里, 身躯高大的, 颇有种把屋顶先飞的强劲气势, 一双幽幽的铜色眼珠子, 带着非人类的冰冷, 像是没有感情的怪物, 陆昭对这个世界的认知都快要被铁头给震碎了, 爹爹, 这就是铁头, 我们最要好的伙伴, 小小哥的人站在铁头脚边, 连铁头的膝盖都不到, 满是高兴的跟自己的亲爹介绍着, 陆昭有点怀疑人生, 已经意识到自己被露成坑了, 面对儿子兴冲冲的小脸, 他压下心头的震撼, 夸赞道, 嗯, 虽然他不是个人, 但是我还是生平第一回看到这样人模人样的机关造物, 铁头一下就把目光转向了陆昭, 他不会说话, 但眼睛里充满了脏话, 要不是他跟主人有点关系, 他一脚就能把他踩出屎, 铁头虽然一身铜皮铁骨, 但他有一颗脆弱敏感的心, 觉得自己被骂了, 回去就把自己一整个埋进了土里, 整整三天都没露头, 任凭几个小崽子, 蹲在坑边夸得天花乱坠都没有用, 铁头下楼后, 陆昭就想起了这出乌龙的罪魁祸首, 他看向陆昭, 皮笑若不笑地说道, 三哥, 以后少喝一点酒, 你都要被酒烟入味了, 我刚刚纯粹是被你身上的酒气呛醒的, 你说吧, 又在外面喝了多少斤才回来的? 什么? 多少斤, 饭能乱吃话不能乱说的呗, 陆昭一慌, 果不其然就听到了陆三夫人的怒吼, 陆昭, 你披痒痒了是不是? 不是, 媳妇, 你听我解释, 哦, 陆昭, 我要跟你恩断义绝, 势不两立, 陆昭被陆三夫人揪着耳朵拽走了, 看样子免不了一顿打, 陆老夫人收回目光, 哎哟, 人老眼睛不好使了, 他什么都没看到, 因为陆昭苏醒, 大家热热闹闹吃了顿晚饭, 从前, 陆老夫人想都不敢想, 可看着儿子一个个被找回来, 活生生地站在他面前, 老太太忽然觉得, 陆家真的会有重聚团圆的那一日, 这样想着, 陆老夫人重重握紧了渊渊的手, 心中的感激无法用语言来宣泄, 他们这辈子一定要多多基伏, 希望下辈子还能再遇到渊渊, 即便渊渊下辈子兴许没有先述法力, 他们陆家也会亲近所有, 如同他护他们, 一般护他周全, 带陆三夫人问过陆城店面的事情后, 第二天一早, 宋明渊就带着他们出发, 一同前往雍州城了, 这一次, 几位婶婶并没有伪装成壮汉, 只大致在脸上土改修饰了一番, 添了许多瑕疵, 眼去本来过于出众打眼的相貌, 他们是通过传送阵过去的, 店门和后院的门接上了锁, 里面空无一人, 因为大规模改造, 还能闻到未消散的木质香味, 陆三夫人拿着钥匙, 翻墙出去, 从外面开了锁, 这院子打通之后, 可真大, 咱们到前面去看看吧, 宋明渊其实一来到这里, 就把周围的情况都探了一遍, 已经把店铺里里外外的模样都探清楚了, 见大家兴致勃勃, 也没扫兴, 跟着一道走了出去, 比起之前没什么特色的店面, 经过一番装潢改造, 如今已经统一了风格, 颇有种令人眼前一新的感觉, 毫无意外, 他们的铺面是整条街最亮眼的存在, 中的雕花大窗, 能纵览沿街风光的小阁楼, 还没有布置其他的装饰物, 就已经足够赏心悦目, 宋明渊看着这几间店铺, 门店这会儿还没有挂上牌匾区分, 不仔细看会让人误以为这是一家店, 他灵光一闪, 忽然说道, 娘, 婶婶, 你们觉得咱们把后面那些地买了, 把这里扩建, 做成一个极格的饮食, 还有衣裳手势, 玩了休闲为一体的不业格怎么样, 他好像还没有看到过这样的店面存在, 陆大夫人眼睛一亮, 我觉得可行, 做生意要的就是一个心意, 往往越多人眼球的店, 越有吸引力, 咱们可以先把店开起来, 把名气打出去, 再在原有基础上一点点增添完善, 洛尔夫人想了想, 觉得要是真有这么一个种类齐全, 符合他心意的商格, 便是有规训要大门不出二不卖, 也抵挡不住诱惑, 毕竟能在一家店里购买到漂亮的衣服首饰, 还能吃到心意的甜饮美食, 渊渊这个主意真是戳到咱们心砍上了, 陆三夫人说道, 我对这个事情不太懂, 但是既然渊渊都说了, 咱们便不问一下又如何, 大不了失败之后从头再来, 陆四夫人和陆五夫人也十分赞成, 宋明渊只是随口一提, 没想到他们还真听了进去, 并且打算付诸于行动, 他想了一下自己跟大家平日里的相处, 上到奶奶, 下到几个小崽子都会十分重视他说过的话, 哪怕只是随口的一句, 而且他们的重视不是刻意讨好的重视, 而是把他的话认认真真, 十分珍重地放在心里头了, 就像现在这样, 哪怕他只是随口一说, 大家都抱以了十分的激情, 不会有什么畅衰的, 质疑的, 扫兴的和不确定的, 这种齐心协力, 静往一处使的感觉, 真的能让人心情愉悦, 渊渊, 这事情就交给我们吧, 婶婶们一定替你打造出一个不业格来, 陆家几位夫人说干就干, 接连好些天都在为开业的事情, 还有建设不业格的事情而忙活, 陆老夫人听说了这件事情, 平时打理完茶园子, 又到教场巡视一番指点陆家军训练之后, 便利用闲暇之余写起了自己的菜谱, 他年纪大了, 好些字记不起来, 也不问人, 偷摸从藤介里把书拿出来对着灯翻找字典, 历经半个多月的时间, 不业格第一批店面不业仪设, 不业霓裳, 不业清明就红红火火的开张了, 不业仪设是售卖各种冰饮糖水的, 不业霓裳是售卖精美华服的, 不业清明是专卖各种茶叶和茶饮的, 大家都不解不业奇异, 不理解为什么这几家店都以不业为开头, 直到后面不业时辰, 不业妙音等等如雨后春笋一样的出现, 当然这已经是后话了, 店铺开业的当天, 宋明渊带着老太太和几个小崽子 移到去了雍州城看热闹, 这还是自打流放之后, 老太太第一回脱离队伍跑到外面来, 他将自己的脸用头巾包的岩石, 只露出一双眼睛, 宋明渊看见了就笑, 奶奶, 不用那么紧张, 没有人会认出我们的, 陆老夫人摇头, 不成, 奶奶这张脸虽然老了, 但是名气很大, 指不定就被哪个有心人认出来了, 咱们现在还在偷膜搞事情, 得低调, 那我给您老换个, 他们这回就在专属的小阁楼里, 娘和婶婶们都去忙活了, 店中热热闹闹的, 看起来生意不错, 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这大热天里, 冷饮这个名头一出来, 都能引无数人屈之若物, 毕竟这可是连十香斋都没有的独一份, 不业一社的生意爆火, 连带着不业霓裳和不业清明的客流量, 也被带动了起来, 对于那些舍得花大价钱买冷饮的富裕人家, 不业一社是一转再转, 不到半天的时间, 十香斋的客人都跑光了, 就连里面的伙计也耐不住私底下掏了银子, 买一碗粮丝丝, 冰酥烙和冷园子之后, 就带着几个小崽子先行离开了, 之后的几天时间里, 宋明渊有时间总会时不时来店里逛一逛, 完善店里的防守保护措施的同时, 还能吃上新鲜出炉的各式甜品和茶饮, 陆三夫人捧着账本, 兴高采烈地跟她说, 营业这几天三个门店赚了多少多少, 宋明渊一边吃着口感酥软的杏酥饮, 一边听她分享着喜悦, 除去咱们门店的装潢开销, 和一阴气局的支出还有成本钱, 咱们还小赚了一笔, 三天, 整整三天就回本了, 天哪, 有钱人家的钱都这么好赚了吗? 店里最便宜的饮品, 最低价都要一百文, 最高价工序复杂一点的, 用料贵一点的, 都能高达一两银子一杯, 可以说得上是天价了, 原以为定价高的那些卖不出去几杯, 没想到一天就卖出去了近百杯, 看来他们都低估了这边富豪的有钱程度啊, 咱们的名气传得太快了, 多有隔壁县城的人跑到我们这里来吃冷饮了, 生意火得超乎想象, 看来咱们得抓紧时间, 把住店的客栈开一开才行, 陆三夫人发现了商机, 决定让陆成出面干这件事, 他们这边真的忙活不过来了, 肥水不流外人田, 有钱肯定自己人先赚, 宋明渊对生意这上面的事向来是不热衷的, 不过也替娘和婶婶们感到高兴, 他们的努力, 她全都看在眼里, 也为他们的成功感到欣喜和骄傲, 她认为在每一行闪闪发光的人, 总是值得尊敬的, 宋明渊点点头, 张嘴就夸, 三婶尽管放手去干, 相信自己, 你们肯定能越做越好的, 陆三夫人被夸得有些飘飘然, 不过还是把自己飘飞的心情拽住, 让自己清醒过来, 可不成, 我就是来帮个忙的, 三婶志不在此, 等过了这阵子时间, 店面稳定了, 我就要回西山堂练舞了, 可不能荒废掉, 宋明渊想到了因十月, 她已经在西山堂安顿下来了, 闲暇时间就去帮忙, 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帮着马相威照顾照顾马老太, 一切像是步入了生活的正轨, 只不过她, 每次看向教长的眼神, 都带着一种渴望和向往, 想到此, 宋明渊说道, 三婶有时间可以待待十月, 我看她也是个性情坚毅的女子, 是个可诉之才, 陆三夫人虽然跟因十月很少有交集, 但是却记得她这个人, 她平时只默默做着自己的事情, 但是陆家有什么组织照动的时候, 她总是第一个站出来的, 干活勤快又努力, 既不邀功也不冒头, 之所以让她记忆深刻的, 是她有一双经历过磨难洗礼后, 却仍然光可见人的眼睛, 陆三夫人不讨厌这样的人, 于是点了点头, 好, 三婶回去就问问她愿不愿意跟我一起练舞, 怕约约回到西山堂, 吃不到这里的甜饮, 陆三夫人去后院将几位轴里做的专门 留给约约的那份装进了藤剑, 让她放进空间带回去留着晚上吃, 做好这些, 陆三夫人没些多久便又去忙活了, 生意红火, 哪哪都离不开人手, 宋明渊在小阁楼坐了一会儿, 将甜饮喝完, 正要走传送阵回去, 就听到楼下传来了一阵吵闹, 她放出神识探趣, 就见一个面容普通的年轻男子, 跟店里面端茶送水上甜品的刨腿伙鸡, 争得面红耳赤, 闹得不可开交, 店里坐满了客人, 他们的争执特别显眼, 洛尔夫人放下算盘, 赶忙走上去问, 怎么回事, 你自己看吧, 那年轻小伙把碗狠狠往桌上移植, 怒气冲冲地说道, 这给我伤的是什么东西, 只见被她撂在桌上的精美瓷碗里, 一只绿头苍蝇漂浮在冰影上, 像是美味佳肴里掉进了一颗老鼠屎, 让人胃口全无, 直犯恶心, 你们给我们吃的就是这个, 她质问洛尔夫人, 一副反胃至极的模样, 亏我还觉得, 你们这家新开的店不错, 还想要带着亲朋好友过来试上一试, 我配, 没想到, 你们这竟然如此不注重干净, 碗里都能吃出来个恶心人的苍蝇, 要不是我刚刚看了一眼, 都吃进肚子里去了, 见她不会善罢甘休的模样, 刨腿的伙计看向陆二夫人, 着急道, 不是啊二东家, 刚才小的给她送甜饮的时候, 碗里根本就没有苍蝇, 他们都是严格按照店里的规矩来的, 给客人上甜饮之前都会例行检查一番, 以确保甜饮的品项能让顾客满意, 这事要是真落实下去, 岂不是说她疏忽大意, 这好好的一份工只怕都得丢, 店伙计觉得很冤枉, 那名闹事的客人瞪向她, 恶狠狠道, 你什么意思, 没有苍蝇, 难不成是我故意放的苍蝇恶心我自己, 真是好笑, 她目光不善, 我告诉你们, 今天这是无论如何, 你们都必须给我个说法, 否则我跟你们没完, 围观的人群里, 一位嘴角带着黑枝的妇人哀悠一声, 满脸嫌弃地说道, 我说我怎么回回, 吃完回去都拉肚子, 原来这里的东西这么不干净, 真是花了个冤枉钱了, 定价高也就算了, 做出来的东西还这么糊弄人, 背后制作甜饮的过程, 只不定更加不注重干净了, 端上桌得都这样, 我们看不见的地方, 岂不是老鼠蟑螂遍地跑, 说完, 她还埋态地捏着鼻子扇了扇风, 避之不及道, 真是林子大了, 什么鸟都有, 下次说什么也不来了, 能花得起这个价钱过来吃甜饮的, 哪个不是家中颇有些银钱的, 他们平时吃的东西就挑, 此刻听到妇人这么一说, 心里也跟着隔音起来, 就连刚才交口称赞的美味, 这会儿也寡然无味, 仿佛变成了一坨不堪入目的事, 众人食欲全无, 都吵闹着要陆二夫人给个说法, 火急百口莫辩, 只能哭丧着脸一再申诉, 二东家真的没有, 小的刚刚都是看了的, 小的愿意拿性命担保, 对于店伙计的话, 陆二夫人当然是相信她不会说谎的, 不业一设上到做甜饮的主事, 吓到大堂跑腿的伙计, 都是他们严格把关过的, 怎么会在这样的小事上出现这样的差错, 可不管有没有, 客人在众目睽睽之下, 吃出了苍蝇也是事实, 大家只相信自己眼睛看到的, 若处理不当, 只怕会让店铺的声誉受损, 损失一大批客员, 于是, 他安抚住店中客人的情绪, 对小火好言说道, 这位客官, 对于你在店里吃出苍蝇这件事, 我们深感歉意, 但是店里一应填食的制作流程, 是按照严格要求来的, 不存在不甘净一说, 更不可能有遍地的蟑螂老鼠, 若有不幸, 我可请大家一步到后厨一看, 至于这位客官, 我们可以为您重新上一份甜饮, 并附送一份店里的招牌, 当做赔礼, 还请见谅, 他态度坦荡, 落落大方, 让一众客人质疑的心变得摇摆不定了起来, 说不定那苍蝇只是恰巧飞进碗里的呢, 这样热的天气, 蚊虫哪里防得了, 这样一想, 似乎也觉得合理, 见他们态度动摇, 小伙脸色不好看起来, 我不要赔礼, 谁知道, 你们是不是串通好了临时整改, 等这阵子风头过去之后, 又恢复成原状, 他眼神闪烁, 苍蝇不丁无缝的蛋, 你们店里的东西都让人吃坏肚子了, 我还能往你们身上泼脏水不成, 卢尔夫人算是明白了, 这人根本不是奔着解决问题来的, 而是奔着抹黑店里的名声来的, 他险些气笑, 那你说说要怎么办, 当然是关门倒闭啊, 你们这样黑心的店根本就不配存在, 不甘不敬的东西, 继续开下去, 也是祸害人, 闹射小伙似乎堵定了, 只要他不松口, 他们就奈何不了他, 宋明渊从小阁楼走下来的时候, 就看到他如此自信, 且小人得知的嘴脸, 陆三夫人从后头跑出来, 都快要按耐不住脾气动手了, 陆大夫人赶忙一把拉住了他, 别冲动, 宋明渊下了楼梯, 逆了那不依不饶的小伙一眼, 嘴角带着浅浅的讽笑, 如果我能证明那只苍蝇不是店里的, 你把它整只吞下去, 如青泉鸡石般, 悦耳洞听的声音一出, 众人纷纷回望过来, 你又是谁, 小伙满事不悦, 不是店里的管事, 没资格跟我讲话, 此言一出, 比听他污蔑店里的吃食不干净, 还要更让陆大夫人和陆二夫人恼火, 陆三夫人一个抹布就精准飞到了他头上, 你算哪根冲上的虚, 也敢这样对我们家渊渊讲话, 他要是想, 这三家店都是他的, 把你当人看, 你至少装得像样点, 真到我们好气不不成, 陆三夫人一发飙, 那小伙也是怂了, 愤愤扯下头上的抹布, 嘴硬地说道, 自己做的烂事还不让人说了, 你们就是这么个态度吗? 宋明渊文言好笑道, 那你要个什么态度, 污蔑我们家店里的东西不干净, 还偷偷往我们碗里扔苍蝇, 你是要我们打你一顿呢, 还是要拉你去见官呢? 你胡说八道什么? 小伙像是被踩到痛脚一样, 急眼了, 谁往你们碗里扔苍蝇了, 分明是你们店里的东西不干净, 才招来的苍蝇, 那我问你, 我要是能证明这苍蝇不是店里的, 你敢不敢把它吃下去? 像是被宋明渊看跳梁小丑的眼神给刺激了, 闹事的小伙眼神轻蔑, 吃就吃, 事实摆在眼前, 我倒要看看你们怎么证明, 如果证明不出来, 休怪我告你们血口喷人, 污蔑我的清白, 还证明真是笑话, 莫不是以为这苍蝇身上写着名字不成, 店里的客人看着小伙硬气的态度, 一时间还真判断不出来哪方是错, 哪方是对, 不过他们都十分好奇, 想要看看这姑娘究竟怎么证明, 大家可都是看着这苍蝇出现在碗里的, 就算是别人的有心之举, 十张嘴也很难说得清楚, 宋明渊让人去外面抓来几只苍蝇和别的虫子, 她将苍蝇和虫子当着众人的面放飞在店里, 那几只苍蝇和虫子无头乱窜了一会儿之后, 争先恐后飞出了店外, 根本不做停留, 她看向一众不明所以的人, 问, 懂了吗? 你在故弄什么玄虚? 闹事的小伙根本看不明白她是何用意, 蠢就多读书, 不然我都要给你的智商捉紧, 宋明渊讽了她一嘴, 才跟店里的客人解释道, 我们店里点的熏香有蛆虫的作用, 店里根本不可能有苍蝇和蚊虫停留, 就算跑进来也会往外面飞出去, 所以说我们店里招苍蝇的纯属无稽之谈, 更不用说那苍蝇还能掉到碗里去了, 若尔夫人一拍脑袋, 按道自己大意, 渊渊没提她都想不出来有这回事, 因为家里已经用惯了这种熏香, 她闻着味道还怪好的, 还有提神醒脑的作用, 便烧了点带来店里用, 都快忘了还有蛆虫这一功效, 若尔夫人瞪视着往他们垫泼脏水的小伙, 你带着苍蝇来污蔑我们, 究竟是何居心? 若三夫人说道, 依我看, 把她狠狠揍一顿, 就什么都交代清楚了, 怎么可能有熏香, 有这种只是蛆虫却不杀虫的效用, 我看你就是在狡辩, 小伙慌了神, 抵死不认, 既然是蛆虫, 那这苍蝇死在店里掉进碗中, 不是正常的事吗? 苍蝇会不会死之后, 会不会自个掉进碗里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你这个人死的时候, 嘴都是硬的, 宋明渊嘲讽完, 看向诸位, 既然大家都有疑惑, 我们店里正好还有一点这样的香, 你们拿些许回去, 试一试就知道了, 店里的客人, 其实已经相信他说的话了, 毕竟这三天里, 他们每天都会来光顾不业仪设, 有没有看见过苍蝇蚊虫, 他们最清楚不过, 起先只是觉得待在店里舒坦, 不仅有冰盘降温, 还有各种可口的美味, 然而连他们注意不到的地方, 不业仪设都考虑到了, 怪不得他们家的生意会如红火, 大家都已经消去了心里的隔阂, 听到还有好处拿, 顿时对不业仪设打从心里生出了几分喜欢, 于是纷纷都帮着说话, 东家的, 可别听他瞎说, 我看他就是见不得你们仪设的生意大好, 才想出来这么个损招, 是啊, 我光顾仪设好几天了, 可从来没看到店里面有苍蝇蚊虫掉落下来的尸体, 连角落的灰尘都没有, 比我家还干净啊, 不业仪设舍得下血本, 给我们在大堂放冰盘享受, 连冰饮都让我们喝上了, 这价格哪里高了, 我看打着灯笼都难找, 还说什么吃坏了肚子, 自己能不能吃冰的心里没点数, 这店里有多种口感温度可挑, 就这还能吃坏肚子, 我看纯粹就是山猪吃不了西康, 形式转顺变成了一面斗, 直到是这小人故意找事, 还刻意误导他们之后, 店里的客人情绪变得尤其激动, 不业仪设就这么一家, 要真因为这件事情关门倒闭了, 他们上哪里找去, 于是纷纷对着闹事的小伙口诛笔伐起来, 宋明渊等他们骂够了, 才说道, 现在我已经证明了本店不招苍蝇, 那么, 你现在就把这苍蝇生吃了吧, 小伙脸一白, 看着汤勺里的苍蝇, 心里直犯恶心, 还没吃呢, 就想吐了, 陆三夫人插腰怒目, 你今天要是不把这苍蝇吃了, 就别想走出这扇门, 陆大夫人也道, 咱们店里来的客人都是有身份的, 喜欢光顾哪家店自然由他们自己来定, 岂有你用这种尚不得台面的手段操纵, 告诉你身后的人, 有时间针对铜藏, 不如把这份心用来维护客人上, 没有身份, 却只管嘴馋的心理, 一听陆大夫人这话, 比喝了冷饮还舒坦, 而有身份的一听, 有人想要操纵他们的喜恶, 更是打从心里反感, 于是对着闹事的小伙也没了好脸色, 你最好说到做到, 否则我们有能力让你在雍州城混不下去, 小伙本身就是带着目的才到店里来的, 与店里只为满足口舌之欲的客人根本不在同一个层次上, 一听到他们这样说, 就慌了神, 我吃, 我吃还不行吗? 他咬咬牙, 硬着头皮把绿头苍蝇从碗里拿出来, 一想到这只苍蝇也许还吃过屎, 脸都绿了, 他张大嘴巴, 视死如归一口把苍蝇吞了下去, 可那苍蝇到了嘴里, 却是怎么都咽不下去, 存在感十分强烈, 令人无法忽视, 哦, 等他把苍蝇咽下去的时候, 眼泪鼻涕都流出来了, 躲在人群中的妇人看得心惊肉跳, 想趁众人不注意偷偷溜出去, 宋明渊像是身后长了眼睛似的, 喊了人, 把他给我拿下, 妇人很快就被压到了宋明渊面前, 他慌里慌张道, 你想干什么? 你不是说吃坏肚子吗? 我不业一舍, 可不单这个污名, 既然被冤枉了, 总要落实下去才行, 我现在就让你看看, 什么才是真的吃坏肚子? 宋明渊让人给他灌了一碗折腾人的药, 那妇人很快就捂着脚痛的肚子, 在地上打起滚来, 说吧, 谁只是你们这么做的? 妇人疼得冷汗沉沉, 哆哆嗦嗦地说道, 没有, 没有人指示我们做这样的事情, 是我们自己鬼迷心窍, 看不得不夜一舍招揽走了所有顾客, 对, 我们是嫉妒, 就是嫉妒, 那小伙也慌忙道, 我们本来是开田影店的, 你们开业三天, 我们店里的客人整整少了一大半, 我们只是想让流失的客人回来而已, 你放屁, 说谎也不打草稿, 我们根本就没见过你们开的田影店, 陆三夫人破口大骂, 可以说, 他们选择开田影店以来, 将周围的竞争对手都了解了个彻底, 这小子不敢说, 可这位嘴角带志的女人, 面向好人, 真开了店, 他们怎么可能不知道, 妇人集中生智, 我们是在城北开的, 对, 就是在城北开的, 陆大夫人文言眼唇笑了笑, 似乎被妇人前言不搭后语的话给喘笑了, 她看向妇人, 说道, 此言甚是好笑, 城北住的大多都是普通百姓, 你们若在那边开店, 对接的客员也是普通百姓, 何来我们抢逢你客员这一说, 他们一开始定位的顾客群体, 便是这些舍得花大价钱, 普通百姓根本不是他们不业仪设的受众群体, 娘说的对, 宋明渊踩着妇人的手指, 垂眸倾笑, 你们要是不老实交代, 就去见官吧, 正好我们跟知府大人颇有些渊源, 这几家铺面就是从他手里买下的, 想必他应该很愿意接手这件事情, 他这么说自然是炸他们的, 按照肖府如今被搬空这么个情况, 他们现在送上门去, 无疑等于把肥羊送进老虎嘴里, 要让肖云志这样的人来主持公道, 只怕不业仪设这几家店都要被狠狠刮下几层游来, 到时免不了又要去搬一趟, 但是次数多了, 对方肯定也会有所猜想, 所以宋明渊并不打算这样做, 但是闹事的不知道啊, 还当宋明渊真与知府大人交情匪浅, 要拿他们去见官, 一时间吓得面如土色, 小伙扑通一下跪在地上, 痛哭求饶, 大东家, 这是石香斋指使的, 不关我们的事啊, 我们也是拿了他们的钱替他们办事, 是我们鬼迷心窍, 大东家, 还请你们大人有大量, 原谅我们这一次, 我们再也不敢了, 二人跪在地上不住磕着头, 大家都觉得他们活该, 做什么不好, 偏偏要做这种魅良心的事, 同时对石香斋的行为也越发艳增起来, 他们就说, 怎么以前喜欢哪家田影店, 哪家就倒闭了, 原来都是石香斋在背后搞的鬼, 有了一设, 往后谁还会往石香斋跑, 宋明渊对此并不意外, 毕竟一开始买店面的时候, 原先的店掌柜就已经给他们提过醒了, 再者, 店里生意红火, 招人眼红记恨是难免的事, 只是他没想到石香斋竟如此按耐不住, 才开业三天就急不可耐地出手了, 你们拿了他们多少钱, 他松开了踩着妇人手背的脚, 黑智妇人和年轻小伙, 以为这件事就此结过了, 琪琪松了一口气, 妇人抽回手, 又捂着开始隐隐作痛的肚子, 觉得撞上这么个恶人, 真是倒了大霉了, 他有些心虚地看了宋明渊一眼, 我们, 我们只拿了他们十两银子, 这钱都不够, 他们店里卖出去几杯冷饮来得多, 想来估摸着也是看不起的, 这样兴许, 他们还能减轻一点罪状, 宋明渊问, 真的只有十两? 大东家, 我欺敢在这种事情上面欺瞒于你, 小的句句属实, 绝不敢有假话, 宋明渊点了点头, 那行吧, 把二十两银子拿出来, 当做这件事, 给我们店里造成的损失的赔偿, 要是少一个子, 你们就等着见官吧, 什么? 二十两? 这是要他们的命啊? 虽然至始至终都不明白对方损失了什么, 但为了不见官, 二人也只能忍着快要吐血的冲动, 乖乖交了这一笔银子, 真是赔了夫人, 又折了兵, 这下总降了吧, 两人为今天来给一射抹黑的这件事情, 毁清了肠子, 宋明渊收了银子, 十分好说话, 好了, 二人松了一口气, 宋明渊名谋好耻, 笑意盈盈, 既然你们这件事情了结了, 那就跟我们去了结, 了结是香斋的事情吧? 什么? 大惊失色的妇人和小伙一口气没吸上来, 就被突然出现的几个标形大汉提起了领子, 宋明渊招了招手, 咱们走, 自打练武之后, 陆三夫人对找别人麻烦, 这样的事情有着天然的热衷, 想都没想就跟了上去, 陆大夫人和陆二夫人留下来善后, 安抚店里的客人免费给他们送上了小点心, 一波体贴入微的操作, 只把店里的客人好感度直接拉满, 沦为了仪社最忠实的时刻, 离开仪社之后, 宋明渊直接带着人打入了石香斋, 桌椅全砸了的稀烂, 引得仅有的几个客人一哄而散, 店里的伙计都吓得退缩到角落, 吓得大气也不敢出, 宋明渊站在唯一完好的桌子旁边, 只有阴沟里的老鼠才会在暗地里算几人, 这次只是给你们一个小小的教训, 再有下次, 我不介意找人拆了你们石香斋, 说完, 最后一张桌子也砰得一声震响, 在他的掌下四分五裂, 等管事带着人匆匆赶出来的时候, 宋明渊已经丢下满脸震惊的妇人和小伙离开了, 看到这一地狼藉, 石香斋的管事气得不轻, 岂有此理, 岂有此理, 对方究竟什么来头, 简直猖狂, 无法无天了, 管事, 要不要把这件事情上报给主上, 在没弄清楚对方什么背景之前, 先不要轻举妄动, 这件事情我会亲自去跟主上说的, 管事目光沉沉, 扫了一眼被丢在店里的人, 声音冷音又无情, 没用的东西, 找个机会处置了, 别留下痕迹, 弄死两个人的事, 对他们来说轻而易举, 宋明渊原本以为石香斋会咽不下这口气, 继续找他们麻烦, 然而一连等了好几日都不见对方有动作, 都说会叫的狗不咬人, 会咬人的狗不叫, 宋明渊怀疑他们在憋着什么话, 他三天两头往店里跑, 为的就是防止对方有什么小动作, 只不过连着跑了好几日都一无所获, 反而是不业一设的生意蒸蒸日上起来, 几乎每日店里的客人都是爆满的状态, 不仅店里的甜饮畅销一空, 连那日送出去的熏香都有好多人问起, 陆家几位夫人问询了宋明渊那熏香的制作方法, 见制作简单又不耗费什么材料, 于是拍手决定, 用这些日子的银鱼在旁边又开了间箱铺, 专门用来售卖香料香包, 宋明渊虽然不怎么管事, 宋明渊觉得自己身为大东家,不能什么也不干, 于是每天溜达到店里吃几碗冰饮, 起先陆家几位夫人还担心他吃多了冰吃坏肚子, 但是在渊渊再三保证不会后, 又对上他眼巴巴的模样, 瞬间就缴械投降了, 宋明渊在小阁楼吃得欢快, 楼下传来了一阵响动, 他精神一阵, 以为石香斋的终于坐不住了, 正磨刀霍霍之时, 探出神石一看, 顿十年了, 底下的情况跟他想象的有人前来闹事完全不同, 只不过是一位正在用甜饮的客人突然晕倒在地上罢了, 那位年轻的公子生得眉清目秀, 十分俊俏, 一副病泱泱的样子, 肤色极为苍白, 他闭着眼, 压黑的长截根根分明, 因痛苦轻颤着, 看着极为可怜, 洛尔夫人怕他在自个店里出事, 赶忙让跑腿的伙计把人搀扶到一边, 他询问过店里的人, 发现并没有客人与这年轻的公子熟识, 不敢轻举妄动, 只能让人去请来了附近医馆的大夫, 因为离得不远, 医馆也没什么人, 大夫很快就来了, 看过之后, 叹了口气, 这公子本身就身子骨弱, 不应该吃这么多冷饮的, 幸好没什么大碍, 往后多注意一点就行了, 洛尔夫人听了有些惭愧, 这几天他都在店里, 是我们的疏忽, 还好人没什么事, 洛尔夫人松了一口气, 自从前几天有人故意往他们垫泊脏水, 他总是免不了提心吊胆的, 刚才那一下, 他还以为又是石香斋的诡计, 不过看到对方形单影枝, 又确实晕了过去, 才稍稍打消了疑虑, 洛尔夫人让人结了诊惊, 见人还没醒, 不免犯了难, 担心人放在这里影响到店里的生意, 只能喊了个机灵勤快的伙计, 让他先暂时将人安置在后院里, 看到对方不是来找茬的, 宋明渊兴致缺缺的收回目光, 白高兴一场, 他重新执起条羹, 一口一口吃完碗里的冰豆花, 又坐了一会儿, 才起身下了小阁楼, 他打算到后, 厨房小崽子们多带点田影回去, 娘和婶婶都跑到店里来了, 每天忙活到大半夜才回去, 奶奶做菜熟手, 田影可不会整这么多花样的, 所以只能从店里烧了, 陆三夫人知道, 渊渊空间有保鲜的效果, 所以都会把做好的新鲜出炉的田影拿过去, 只今天实在忙得脚步沾地, 才忘了这一茬, 不过陆二夫人早早就让人准备好了, 宋明渊一到后厨, 就将田影拿到了手, 只是他才从后厨出来, 末等提着石盒回到小阁楼, 把田影放进空间, 迎面就看到了方才在店里晕过去的年轻人, 陆二夫人将他安置在了店里的伙计忙活时, 偶尔用来休息, 喝水的杂物房里, 他扶着墙走出来, 纯色苍白的没有血气, 额帽细汗, 看起来虚弱极了, 走起路来跌跌撞撞的, 仿佛随时都有可能跌倒下去, 宋明渊看过去的时候, 他刚好抬起眼, 看到人他才微微提了下精神, 露出一抹感激的笑来, 姑娘, 谢谢, 谢谢你们方才帮了我, 他连一句话都说不完整, 还得注意把气喘匀了才说得下去, 不过对于不熟的人, 宋明渊的同情心是不多的, 对方病泱泱的样子并不能让他产生怜悯, 可不是我帮的你, 你谢错人了, 把一尘愣了一下, 姑娘难道不是这家店里的人吗, 他看了一眼刚才宋明渊走出来的方向, 是后厨没错啊, 难道是他误会了, 这样一想, 苍白的脸不禁戴上了几分尴尬的薄红, 倒显得那张本就好看的脸越发生动光彩起来, 宋明渊一口否认, 不是, 店里的人也分好几种了, 担心石河里的甜饮步兵了影响口感, 无意跟他在太阳底下多解释, 宋明渊抬脚就走, 见他前一刻还说自己不是店里的人, 后一刻就跑上了一看就不是外人能踏足的小阁楼, 被敷衍了的白义尘咳嗽了几声, 眼圈都泛着红, 他忍不住又看了他离开的方向一眼, 才看看收回了目光, 洛尔夫人一听到店里的伙计说白义尘醒了, 就放下手头就活往后院赶了, 他进到后院正好看到站在院中的他, 你醒了? 知道对方是店里的常客, 洛尔夫人脸上带上了清和的笑容, 站在太阳底下做什么? 你身子骨可经不住这样大的日头晒, 快些到阴凉的地方来, 白义尘听话地走了过去, 知道是店里的人帮了他, 有些欠然地说道, 给你们添麻烦了, 刚说完, 他又忍不住偏过头去滴滴咳了几声, 洛尔夫人看他咳得揪心, 赶忙从屋里端出来一杯温水, 可还要紧, 谢, 谢谢, 不爱是, 等他喝几口水缓过来, 洛尔夫人才说道, 你以后可得少吃些冰, 身体要紧, 这话一出, 白义尘清秀的脸就露出了几分窘迫, 我很喜欢一尺的甜饮, 一时没忍住, 贪嘴吃得多了, 给你们添麻烦了, 实在是对不住, 客人喜欢店里的吃食, 无疑是对他们莫大的肯定, 洛尔夫人心里也是开心的, 要是喜欢可以多来做做, 只不过, 你情况特殊, 确实不好多吃冰的甜饮, 我们以后给你做成温热适口的甜汤可好, 那就多谢夫人了, 白义尘很感激, 不好意思耽误他太久的功夫, 他露出一抹轻柔的笑容, 说道, 夫人自去忙吧, 不用顾及一尘的, 我去前面坐会休息一下, 再离开就好了, 他说话总是轻声细语的, 又有礼貌, 不经意间就能让人心生好感, 洛尔夫人笑着点头应下, 那行, 我让人把大夫刚才开掉, 给你端过去, 多谢, 劳夫人费心了, 小哥老脸, 宋明渊将石盒放上桌子, 赶忙检查了一遍, 甜饮里的冰烧烧化了些, 不过还好, 他跑得快, 一离开白艺成的视线范围, 就把石盒丢进了空间, 不过, 烧化了些也不要紧, 他空间里有冰, 最多吃的时候, 在上面铺上层冰茶子, 宋明渊将石盒重新丢进空间, 才换回原来的样貌走船, 送朕回到西山堂, 他刚刚将甜饮交给几个 嗷嗷待哺的小崽子, 听阿言说, 云县找他, 便让他上了楼, 师父, 我得离开西山堂一趟, 云县脸色难看, 眉间带着隐忧, 他在西山堂都是笑脸居多的, 很少看到他有这样严肃的时候, 发生什么事了, 孟一来信说, 沈剑不见了, 我得去看看, 云县心神不宁, 虽然平时没少骂沈剑, 但知道对方出事, 担心也是真的担心, 他的心情还在沈剑手里呢, 可不能让他出事了, 宋明渊几乎第一时间就想到了之前, 崇明县孩子丢失一案, 他脸色沉了沉, 我跟你一起去, 宋明渊知道, 最好别插手去管, 可如果能看着像沈剑这样 一心未明的清风明月一样的人落难, 他当初也不会选择和铁骨铮铮的 陆家人有所牵扯了, 有些事情总要有人去做的, 他自己可以过得不如意, 但不能看着心怀大爱一身风骨的人 也过得不如意, 何况沈剑的失踪很大可能跟他有关, 心思急转间宋明渊已经做出了决定, 爹爹说他的心就是他的道, 所思及所行跟着心走总是没有错的, 云县知道师父厉害, 在他心里, 他是他见过的最厉害的人, 见他愿意相助, 顿时心中一喜, 觉得有师父出马, 沈剑这条小命算是万无一失了, 师父, 我已经要小顾备了马, 咱们快马加变, 一天之内就能赶到崇铭县, 不用, 时间不等人, 宋明渊带着云县和阿炎走了捷径, 直接就顺移到了崇铭县, 云县被迫体验了一次斗转心怡, 秒切场景的震撼, 一张脸还维持着说话时, 欣喜的表情动作, 像是被定格住了一样, 喂, 行星, 胆小鬼, 宋玉言在他眼前虚晃了晃手, 回神了, 哦, 云县呆呆地应了声, 一副灵魂还没归位的样子, 他捏了捏自个的脸, 喃喃自语道, 我云县可真他娘的, 是个有仙剑知名的天才, 从今天开始, 云家的族谱得从他这里单开一页, 还要标上醒目的大字, 师从宋仙姑, 宋玉言叫了两声, 见他还没回过魂来, 直接就放弃他去追阿渊了, 但云县反应过来时, 身边已空无一人了, 他顿时一慌, 喂, 师父, 师爷, 你们等等我啊, 宋明渊顺移的落点就在县衙外, 沈家就在不远, 上次他来过一回, 所以熟门熟路, 他一到这里, 就快步走上前去敲响沈家的门, 直到敲响到第三声, 门才吱压一声从里面打开, 探出头来的是一张嫩伤的面孔, 是个十岁出头的小丫鬟, 他看起来脸色苍白, 神情有些见到生人的戒备和不安, 你们找谁, 因着是近来才被收留入府的缘故, 小英并不能认权沈家熟识的人, 又因为最近接连发生的事情, 他现在看谁都像坏人, 宋明渊问, 孟一在家吗? 请通禀一声, 就说明镜山庄云绍庄主求见, 他话音刚落, 小英就颤声问道, 你们, 你们是大人的朋友? 他听过孟师念叨云县, 还有许多陆家的人, 还说等此件事了, 就跟沈大人去西山堂看他们呢, 知道是熟人后, 不知道跟谁求救的小英, 扑通一下就跪了下来, 忍不住哭腔跟害怕道, 求你们救救大人和夫人吧, 大人不见了, 夫人, 夫人昨天晚上, 让人给你们送过信之后, 也不见了, 站在宋明渊身后的云县一惊, 你说什么? 孟一也不见了, 宋玉言把小英扶了起来, 小英声音哽咽, 是, 府上现在只有我一个, 我很害怕, 不知道要怎么办, 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他还敢一个人留在府上, 可见是个忠心的, 宋明渊将他带进了屋里, 审见什么时候不见的, 他声音有种不慌不忙的冷静, 莫名的就能让人感到安心, 小英擦了擦眼泪, 情绪渐缓了下来, 他红着眼睛仔细回忆了一下, 姑娘, 大人是前一天晚上虚实不见的, 跟夫人不见的时间段一样, 他们都不曾离府外出, 像是忽然间消失了一样, 说不害怕是假的, 毕竟那么大个人在他转头的功夫就不见了, 这让小英不由地想起了, 最近疯传的崇明献幼童失窃一事, 可他把自己离开了, 大人和夫人的亲友找上门, 就没人给他们传消息了, 结合起小英前后说的话, 宋明渊知道了, 这很可能是对方设的一个局, 目的就是为了引他现身, 若不然, 对方完全可以在前一天带走梦事, 而不是给他私底下送信的机会, 他脸了眉, 问小英, 你叫什么名字? 姑娘, 奴婢小英, 宋明渊点了点头, 随即对旁边跟着担忧的云线和宋玉言说道, 阿线, 阿言, 你们先带小英回西山堂, 我找到孟仪和沈剑之后, 会直接把他们带回去的, 既然沈剑被牵连进来, 这崇明献他断然是再待不了的, 师父, 云线一惊随即咬牙, 不行, 要去我跟你一起去, 阿渊, 你有万全的把握吗? 阿言微微用力握住了他的手, 一双轻亮硬人的毛子十分认真, 宋明渊说, 有, 就算打不过, 他保命的本事也是无人能及的, 而且, 这一趟未必会如他所想的那样糟糕, 宋玉言笑颜站开, 好, 阿渊说, 有我就信, 他松开了手, 我在西山堂等你回来, 最迟三天, 要是见不到你, 哪怕前方是修罗地狱, 我也会出来找你, 你知道的, 我能感应到你的位置, 他是他亲手就回来的人, 永远都不会拖他的后腿, 云线看了宋玉言一眼, 又看了嘴角含笑的师父一眼, 最终只能妥协, 待他们把小鹰带走后, 宋明渊才在沈家找起了沈剑和孟怡失踪的线索, 都说放长线才能钓大鱼, 对方故意引他前来, 肯定不会不留诱饵, 只是可惜了, 有时候钓上来的不一定是鱼, 宋明渊把沈家上上下下都翻找了一遍, 最终在孟氏卧房空白的墙面前停下了脚步, 他屈膝蹲下, 直接粘起地上一脚燃尽的灰, 随后站了起来, 眸光一掠, 钉钉落在了面前的这一堵墙上, 他端向片刻, 素白的手指屈指轻弹, 一声轻微的破定从唇间一出, 顿时, 空白的墙面引现出了几行暗红色的字, 果真是鬼门, 宋明渊一挥手, 墙上的字眼如同被驱散的烟云一样, 转瞬化间唯乌有, 他身形快如虚影, 踏出门的一瞬间, 本命法器玲珑球, 如影随形地环绕在他身边, 黑袍尊者隐命的山洞里, 血水滴答滴答地往下落, 眉目温雅的俊美男子浑身染血, 被人用力气狠狠定在石壁上, 他脸色苍白如纸, 衬得眼下的红枝越发艳丽, 只那双眼睛却依旧轻轻润润地, 一呼感受不到痛一样, 甚至还微微含着些笑意, 我不会说的, 你们死了这条心吧, 他声音平静无波, 像是做好了坦然赴死的准备, 月白的衣衫已经被染成了红色, 他身上几乎可以说得上是体无完肤, 站在他面前的是陈寿和鬼门的四个弟子, 他们是听说了崇明县前些日子的异状, 才找到这里来的, 只不过并不知道此处是黑袍尊者的命丧之地, 他们细查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几乎第一时间就把目标锁定在了沈剑身上, 他父亲这次出山, 为的就是寻找机缘, 突破百年大捷, 得知崇明县许多孩子无故失踪, 陈寿就断定了这件事情, 是他父亲为了突破修为所做的准备, 毕竟他了解他父亲的形势作风了, 只要有一线希望, 他便是不择手段也会去一室, 杀了他父亲的, 就是那日在雍州城劫走谢氏的, 同样, 也是帮崇明县县令沈剑出谋划策, 找回这些孩子的人, 这是他们近一个月以来能找到的唯一的线索, 陈寿在得知这个消息的当天晚上, 就让人把沈剑抓来了, 可是整整一天时间过去, 他们用尽手段, 竟然撬不开一个卑贱凡人的嘴, 陈寿脸色铁青, 宁帝沈剑扮赏, 呼得冷笑出声, 沈大人宁死不屈的气节, 实在叫我等佩服, 只不过, 我倒要看看, 是你的骨气重要, 还是你娘的性命更重要, 他阴晦的眼眸一眯, 来人, 把人给我带上来, 始终无畏无惧的沈剑, 在看到被推散进来的孟氏时, 终于变了脸色, 他牵动到伤口, 猛的又呛出了几口血, 娘, 嗨嗨, 看到几乎被折磨成了个血人的儿子, 孟氏还没开口, 眼泪就先一步落了下来, 他几乎站不稳脚跟, 瘫坐在潮湿的地面上, 阿剑, 孟氏心如刀割, 眼里全是儿子身上流下来的血, 一滴一滴, 鲜红的刺目, 他猛的一把揪住了旁边人的衣摆, 忍着激进灭顶的窒息, 脑中一片空白, 除了毫无尊严的哀求, 什么都顾不得了, 你们放他, 放他, 让我做什么都行, 求求你们, 放我儿子, 陈寿笑了, 阴冷的目光, 看向面色越发惨白的沈剑, 沈大人, 你若是有你娘的几分识相, 何必要受这么多的苦, 我只问你, 那日帮助你们解救了孩子的人, 究竟是谁, 孟氏哭到颤抖, 可在陈寿话音落下来的瞬间, 却像是被死死掐住了脖子一样, 一下哑了声,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他没有露面, 我们只知道他是个男的, 身心很高大, 像是通缉画像上的那个妖道, 眼泪大滴大滴地落在手背上, 梦氏死死咬着牙, 连头都不敢抬, 生怕自己一抬头, 就露出了端倪, 他打小就教导阿剑要知恩图报, 要当得对得起自己良心的人, 他一直以来都被他教得很好, 他岂能当着他的面, 做出这样忘恩负义, 让他良心备受谴责的事, 出卖渊渊, 他, 做不到, 娘, 嘿嘿, 你何必要说出来, 你这样, 我们怎么有脸对得起帮过我们的恩人, 沈剑眼睛红了, 似乎都在这一刻散了, 大人, 鬼门弟子面露迟疑, 难道他们母子俩真的没见过那妖道的真面目, 放屁, 原以为从梦氏嘴里能撬到些话的陈兽, 脸色阴沉的可怕, 不认识那妖道能这样费心在县衙射结界, 他们必定认识, 他冷冷一笑, 目光阴冷如毒蛇, 盯着梦氏窈窕的身段, 不知道想到了什么, 意味不明的笑了声, 不说是吧, 他一把将梦氏从地上粗暴地拽了起来, 手指像是铁钳一样捏住了他的下巴, 迫使他抬起头来, 银邪的目光从他风韵犹存的脸上划过, 陈兽哈哈一笑, 倒是有几分姿色, 既然如此给脸不要脸, 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听说沈大人还未娶妻, 想必还没欣赏过春宫吧, 那就让我们今天好好给你开开眼, 你可得睁大眼睛看仔细了, 意识到对方想要干什么, 梦氏浑身如坠冰枯, 控制不住自己发起抖来, 惊惧过度的他眸心猛然凝聚起一蹴烈火, 发狠般一口咬住了陈兽的手, 趁对方吃痛松手的间隙, 带着悲壮的绝绝往石壁撞去, 陈兽到底不是一般人, 发现梦氏想寻死, 一把拽住他头发将人狠狠扯了回来, 贱人, 他一巴掌甩了过去, 将人踢飞在地上, 梦氏蜷缩着身体, 五脏六腑都在痛, 他不怕痛, 也不怕死, 可以想到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 脸上就充满了无助跟恐惧, 不要看, 阿剑, 不要看, 娘求你, 什么都不要说, 什么都不要看, 很快就会过去的, 你小时候就很听话, 这次再听娘一次, 沈剑目字净烈, 眼睛里一片血红, 喉咙像是堵住了一样, 只觉得四肢百骸, 五脏六腑都疼了起来, 阿剑乖, 听娘的, 他闭上眼睛, 眼角落下一滴血泪, 听着烈泊声响起, 温身的温度, 似乎都在这一刻凝固了, 梦氏躺在湿冷的地面上, 一点点失去神采的眼睛里, 竟是这些人猖獗的嘴脸, 他想, 他们一定会遭到报应的, 梦氏闭上了眼睛, 眼角滑落下一滴青泪, 就在陈寿的手, 将要撕碎他最后一件壁体的衣物时, 砰的一声, 他整个人被一股恐怖的力道给震飞出去, 欺负一个没有修为的凡人女子, 算什么本事, 陈寿狠狠砸在石墙上, 扑地喷出了一口血, 他惊骇地抬眼看去, 就见一道身影逆官来, 像是遇着风一样, 砍砍飘停在洞口, 光线拉长了他的影子, 绕飞在他身边的三个玲珑球, 化合为一, 悬停在他掌心, 那是, 灵妾, 其余几名鬼门弟子蹭得一下退离开来, 浑身戒备地做出了防守的姿势, 他们一双双惊惧的眼睛死死盯着来人, 犹如羊羔遇到了猛兽一般, 紧绷到了极致, 梦氏愣住了, 明亮的光影重新落进灰暗的眼底, 看到缓步走近的人, 鼻尖一酸, 约约, 他声音哽咽, 身体还在后爬发抖, 梦依, 没事了, 宋明渊伸手将衣衫布整的他从地上拉起来, 手指一动, 一箭披风就出现在了他的手上, 将披风给惊魂未定的梦氏记号, 他回望脸色苍白的沈剑, 可以睁开眼睛了, 沈剑在听到熟悉的声音在山洞里响起来的时候, 整个人像是被一只手轻柔地从肮脏的地幅重新拉回了人间, 他冷至麻木的脑海开始转动, 可因为湿血过多, 身上却如何都温暖不起来, 可是他知道, 他活过来了, 在他最无助绝望的时候, 有一个人一而再地将他从水深火热之中拯救起来, 沈剑缓缓睁开了眼睛, 最先看到的是安好的娘亲, 最后视线才落定在那道熟悉的身影上, 他牟底微微泛出湿润的光泽, 拿着异样的情绪, 却在转瞬间又恢复了清明, 咳咳, 宋明渊走过去, 看着被钉在石壁上离地六七鱼尺的沈剑, 直接用灵力操控着将贯穿他肩膀的铁器给拔了出来, 那铁器深嵌在石壁上, 一经松动脱落就调转了个方向, 以爆破的速度朝刚从地上爬起来的陈寿刺了过去, 蹭, 紧两尺长的铁器全部没入了石壁, 若非陈寿荆棘之下躲开, 只怕连他整个人都要被这股力道带动狠狠嵌在墙上, 你, 从未这样狼狈过的陈寿气急败坏, 宋明渊在他的瞪势下飞身接住了沈剑, 将他交给了孟氏, 孟爷, 把这个给沈大人吃了, 剩下的交给我, 他拿出了丹药, 事情都到这个地步了, 他也没有要遮遮掩掩的打算, 渊渊, 孟氏很担心他, 忍不住说道, 你要小心, 宋明渊没回话, 而是直接铺展空间戒雨, 将陈寿和鬼门的四个弟子拉进了他的戒雨里, 他们凭空消失在山洞里的一瞬间, 孟氏心头一突, 还以为渊渊发生了什么不测, 娘, 嗨嗨, 相信他, 沈剑一双眸子紧紧望着宋明渊刚才消失的地方, 手无意识抓紧了孟氏的衣摆, 孟氏赶忙把药给儿子吃下去, 像是安慰他, 也像是安慰自己一样, 定会没事的, 肯定会没事的, 若是渊渊为救他们, 有个什么万一, 他都不知该如何跟陆家人交代, 只希望不会有事才好, 戒雨里, 陈寿等人恍若未决, 他们周围的场景仍然是山洞里的场景, 只除了看不到沈剑和孟氏母子俩的身影, 其余并无不同, 他们没有多想, 只以为是宋明渊为了保护那对母子, 使手段把人给藏起来了, 陈寿站在几位弟子身后, 审视了宋明渊片刻, 眼神阴冷, 杀我爹的, 是你? 是, 宋明渊轻笑一声, 手里的玲珑球乖顺的像是个精美的毫无杀伤力的玩具一样, 只有感受过刚才那一击的陈寿, 才知道这玩意儿有多不容小觑, 你还不知道吧, 你爹是死在这个山洞里的, 被我用玲珑球幻化出来的剑阵绞杀的, 连灵魂都被我给撕碎了, 简而言之, 就是他连投胎当个畜生的资格都没有, 听着他玩味的一字一句描述出来, 陈寿成功被激怒, 浑身暗红色的灵力暴涨, 眼睛都冲斜长成了赤色, 贱人而敢, 他知道父亲已死, 但不知道死得这样憋屈和惨烈, 一时间心中的仇恨像是浓稠的毒枝一样, 直冲上头顶, 几乎让他丧失了理智, 陈寿寄出自己的剑, 蓄了全力朝宋明渊砍过去, 只想撕碎他那张笑盈盈的脸, 面对他的攻势, 宋明渊连灵力都没动用多少, 手里的玲珑球脱手而出, 以横扫一切的霸道姿态朝陈寿手里的剑撞去, 宋明渊出现在这里的时候就已经洞悉了他们的实力, 陈寿的修为与他不相上下, 其余几个皆是不入流之辈根本不足为惧, 而且虽不知他们是用什么法子修炼的, 但是他们根基不稳, 即便是修为提升上去了, 也只是浮于表面的, 宋明渊根本不怕, 玲珑球与长剑相撞, 发出钉的一声脆响, 陈寿那把连灵剑都比不上的劣质长剑直接碎成了破铜烂铁, 他们的耳朵都被玲珑球撞击出来的声波震的耳朵一阵嗡鸣, 那几个鬼门弟子没有防护及时, 蹊跷都被震出了血, 见此陈寿心头大海, 只觉得自己还是低估了宋明渊手中灵气的杀伤力, 宋明渊却是有些失望, 如今他修为低下, 连本命法器也只才发挥出千分之一的威力, 若非如此, 在场这几个人哪里还有命在, 只怕在玲珑球鱼拨出一集的时候, 就已经灰飞烟灭了, 把灵气交出来, 或可留你一句全尸, 听到陈寿大放厥词, 宋明渊挺想笑的, 然而想到他刚才若来迟一步, 审见母子俩将会面对的处境, 心中就泄出一缕煞气, 他谋似翠冰, 唇脚弯起冰冷的弧度, 你若是还有命活着的话, 再来说这句话吧, 说落的瞬间, 玄庭在半空的玲珑球再次朝陈寿撞了过去, 该说不说, 陈寿比他跌强多了, 虽然被撞飞了几次, 吐了好几口血, 但还是堪堪保住了性命, 他东躲西闪, 身形狼狈, 至于鬼门的几个弟子, 已然沦为了他躲避攻击的挡箭牌, 几乎请客间就被玲珑球收割了性命, 宋明渊就跟猫抓老鼠斗着他玩似的, 静静看他坐着垂死前的挣扎, 等人被玲珑球撞飞在地上, 再也爬不起来之后, 他才走上前去, 提破麻袋一样把人提了起来, 将他的脑袋按在墙上, 给你说最后的一言, 陈寿灵力耗尽, 心中的轻视已经悉数变成了惊恐, 原以为对方依仗的是灵气, 等他将灵力耗尽之后, 这灵气也没什么用了, 届时人头和宝物, 他皆可收入囊中, 然而, 让他预估错误的是, 对方不仅有灵气傍身, 连自身的实力也如此强悍, 脸颊牢牢贴着石壁, 骨头像是要被摁碎了一样, 陈寿毫不怀疑, 他要是再用一点力气, 他脑浆都要蹦践出来, 他呼地笑了出来, 牙齿沾着血沫, 颇有几分玉石俱焚的风态, 你以为在来这里之前, 我什么准备都没做吗? 我是大意了点, 太小看了你, 但是你今天要是杀了我, 你们全都活不了, 我可是鬼门大长老最得意的关门弟子, 在来这里之前, 我已经将行计传回去了, 要是死在这里, 你们西山堂的人全都得给我陪葬, 陈寿不知道宋明渊的具体身份, 但是在梦逝送信的时候, 他就已经盯上了西山堂, 在来这里之前, 他就已经想好了, 要是能为父报仇, 将仇人错骨扬灰, 他回头就将西山堂一起荡平, 只要是跟宋明渊有牵连的, 他全都不会放过, 与此同时, 为了以防万一, 他还给自己留了后手, 在知道对方和西山堂有所牵扯之后, 第一时间就将消息传了回去, 这样就算他像他父亲一样陨落在外面, 也不会让自己人寻仇无门, 只不过, 陈寿从始至终都不认为自己会不敌于人, 还败得如此毫无还手之力, 要知道即便是在鬼门他也是佼佼者, 西山堂里有你在乎的人吧, 真是可惜, 他们很快就要死了, 到时你连同沈家的那对母子, 你们所有人一个都活不了, 有种你现在就杀了我, 只要我魂牌一裂, 你们这些蝼蚁就等着来自鬼门的血洗吧, 他与带挑衅, 一副有恃无恐的狂妄之态, 似乎笃定了宋明渊不敢动手, 宋明渊确实有一瞬间的迟疑, 杀了陈寿, 意味着他将与整个鬼门宣战, 整个鬼门, 宋明渊笑了, 他会怕, 又不是没被修仙界第一大宗门的人追杀过, 区区一个鬼门而已, 再者说了, 现在放过陈寿, 他也未必能全身而退, 而他从来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胆敢拿他身边之人威胁他的人, 宋明渊一不做二不休, 用力扯住陈寿的头发, 将他脑袋往石壁上狠狠一撞, 我这个人向来喜欢助人为乐, 既然你有这个要求, 我岂能不满足你, 他犹如恶鬼的倾笑, 看到眼前血乎乎的场景, 连眼睛都不眨一下, 头破血流的陈寿拼命挣扎了起来, 不, 你不能杀我, 奈何他恢复的微末灵力, 被压制的死死的, 连反抗的余地都没有, 而且宋明渊根本不听他的, 只按住他的头, 一下又一下往石壁上撞, 撞得他连求饶的话都说不出口, 等人还剩下最后一口气, 宋明渊才松开了手, 陈寿以为自己逃过一劫, 下一秒两腿间就传来一阵剧痛, 他疼得眼睛暴突, 昏沉的意识都被刺激的片刻清醒, 哈哈, 看着像是一条蛆虫一样, 捂着下身在地上蠕动的人, 宋明渊觉得有点脏眼睛, 于是一脚把他踹飞出去, 陈寿狠狠砸在了石壁上, 脑袋被砸了得稀巴烂, 场面极度血腥, 最后头一歪, 终于断了气, 宋明渊将鬼门弟子的四驱尸体, 连同陈寿的尸体, 一并扔进空间, 连带着把他们想要逃窜的灵魂, 也给焚了, 等他解决完, 所有人撤去空间介余出来的时候, 沈剑身上的伤, 也已经好得七七八八了, 对于宋明渊有这样神奇的商药, 沈剑并没有大惊小怪, 他知道他不是一般人, 或许连之前宋二小姐的身份都是假的, 毕竟, 宋二小姐可没有能力搬空王公贵族的府邸, 带着陆家一大家子人流放, 想到他做出来的事, 而那些人兴许至今都猜不透他的身份, 沈剑就忍不住低头笑了笑, 梦氏还在担心渊渊的情况, 回头就看到儿子无端笑了起来, 觉得儿子怕不是伤得太严重, 傻了, 他忧心忡忡, 终于等来了宋明渊现身, 约约, 孟氏当下就把儿子抛在了脑后, 迎了上去, 看到他毫发无损, 提了半赏的心才安稳落地, 孟姨, 沈大人, 想到陈寿刚才说的话, 宋明渊对二人说道, 崇明渊已经不能多留了, 他们与命在此, 肯定会招致麻烦, 为了你们的安全计, 不如随我回西山堂, 孟氏看向沈剑, 有些担心他放不下现金一职, 毕竟他如今深受崇明献百姓的爱戴, 然而沈剑只是迟疑了一下, 便点头同意了, 也好, 不过我得回府里一趟, 递交辞城, 让人带献令一职, 以免引起慌乱, 这样的事情有第一次, 未必不会有第二次, 沈剑不想再发声了, 也不想连累他, 好, 不过要快些, 为了节省时间, 宋明渊带着沈剑和孟氏, 顺移回了沈家, 与此同时, 鬼门的灵阁中, 陈寿的魂牌发出咔嚓一声, 裂纹犹如珠网一样遍布整个牌面, 当着看守灵阁的弟子的面碎裂成了渣渣, 灵阁弟子大惊失色, 赶忙凑上前去一看, 那魂牌碎得彻底, 他们灵阁已经许久不曾出现过魂牌尽碎的情况了, 可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 就碎了两块, 这让灵阁弟子的脸色分外凝重, 隐隐有了些许不太好的预感, 只不过鬼门屹立不到这么多年, 怎么可能会遇到难以对付的强敌, 定是他多虑了, 陈寿魂牌已碎, 想来他带出去的弟子也无意生还, 此事还是尽快告知大长老才好, 灵阁弟子匆匆离开, 很快就将陈寿魂牌碎裂的这件事情报了上去, 这个消息一出, 几乎整个鬼门都轰动了, 要知道, 除却几位长老之外陈寿, 可是唯一一个在大眼之年破了百年大劫的人, 什么是百年大劫? 就是凡人的寿数将尽之时, 这可是鬼门中人难以迈过去的天欠, 只有渡过百年大劫, 他们才有可能延长寿命, 甚至是修成不死之身, 自打门主沉睡之后, 门中已经连续几十年没出过这样的人了, 更多的是, 还没有渡过百年大劫就已经生死到消的, 而现在, 唯一的一个没死在百年大劫之下, 竟然命运外界, 鬼门大长老震怒, 召集门那弟子随本长老前去荡平西山堂, 我倒要看看, 这西山堂有多大的能耐, 竟敢连杀我门中六人, 鬼门的尊严容不得卑贱之人来践踏, 此仇若是不报, 还真当他们鬼门无人了, 大长老冷着老脸一把焚毁了陈寿的传讯, 带着门中二十余名精英弟子气势汹汹地出了山, 此时天色将晚, 天边霞光红的妖艺, 宋明渊站在沈家大门前, 待沈剑快速交接完手头的事务之后, 便带着他们母子二人顺移回了西山堂, 既然知道鬼门不会善罢甘休, 他也不会真的拿身边人的性命安危来逞这一时之能, 所以将人带到西山堂交给陆老夫人安置后, 宋明渊便一头扎进了山里, 他要利用天时地利之变来完成一个护山大阵, 将整个西山堂牢牢掌控在自己手里, 在此之前, 他已经提前观察过这里的山脉走势了, 只要等到三日后, 晚上出现的七星连珠异象就能让阵法大成, 届时鬼门之人便是有通天手段, 也伤不了这里的人分毫, 而现在他要做的就是步下阵脚, 等待时机, 陆老夫人还是头一回看到渊渊这般神色匆匆的样子, 他一颗心七上八下, 看向被带回来的沈剑和梦氏, 赶忙问道发生了什么事, 梦氏不知道渊渊在对战鬼门之人时发生了什么, 不过隐隐猜测到他这样也许是跟鬼门有关, 也不敢隐瞒将他们被鬼门掳走的事情告诉了陆老夫人, 我跟阿剑被鬼门的人掳走后, 渊渊危急关头救了我们, 把我们带回了这里, 看样子鬼门已经盯上我们西山堂了, 陆老夫人心沉了沉, 他们对鬼门一无所知, 被他们盯上未必是件好事, 而且如今西山堂正在发展, 稍有差池就可能毁于一旦, 老夫人, 这是都怪我, 梦氏自责难安, 我被阿剑的失踪在得心神不定, 在崇明县举目无亲, 当时不知道向谁求助, 所以让人带了信给阿贤, 想必对方正是因为这件事才注意到的西山堂, 这是不怨你, 你也没想到对方会出自鬼门, 渊渊既然将你们带回来了, 你们就安心在西山堂住下吧, 这里还是很安全的, 陆老夫人了解自家孩子, 若是没有万全的把握, 渊渊肯定不会把沈剑母子俩带回来, 既然带回来了, 那就说明他有应对的法子, 他最近得把西山堂的人看紧些, 免得拖了渊渊的后腿, 这样想着, 陆老夫人把人安置妥当后, 就下去忙活了, 他先是让人加强了巡逻, 又对最近加入西山堂的人加强了管制, 还把陆家儿郎召集起来, 商议这件事情并叮嘱他们, 行事莫要漏了口风, 以免引起恐慌, 几个小崽子似乎也嗅到了风雨欲来的气息, 都怪得不行, 铁头啊, 你说我要是有你一样厉害, 该有多好, 小崽子撑着下巴叹息, 铁头只露出个头, 呆头呆脑地盯着几个小崽子, 铜色的毛子似乎带着那么点奇怪, 他厉害吗? 厉害的不应该是主人吗? 一定是这些小家伙, 花言巧语, 又想哄骗他带他们飞, 看在他们也喜爱主人的份上, 他就勉为其难带他们飞一飞吧, 于是铁头从土堆里爬了出来, 像往常那样往地上一坐, 等着小崽子们兴奋地跑过来爬他的背, 然而等了半晌, 都没有动静, 小家伙们一个个搭拉着脑袋, 无精打采的像是双打了的小树苗, 铁头将他们低流起来抖了抖, 往背上一放, 往天上一窜, 让风呼呼将他们一张张颓丧的小脸都吹得变了形, 哈哈, 哇呀哇, 哇铁挖头啊, 以往只觉得紧张刺激的小崽子们被迫体验了一次飞高高, 都纷纷下白了小脸, 这次他们没有刺激, 甚至怀疑自己看见了太奶奶, 宋玉言带着云县和小英回到西山堂的时候, 已经是第二天早上了, 他们赶了夜路, 片刻也不敢停歇, 得知宋明渊已经回来后, 宋玉言才松了一口气, 露出了轻快的笑, 看吧, 你还不信, 阿云这么厉害, 怎么可能对付不了区区几个鬼门弟子, 是是是, 云县唇角微先, 也不知道是谁提心吊胆念到了一路, 他耳朵都快要起剪子了, 看了走出来的沈剑一眼, 知道对方没出什么事, 云县也就放心了, 我师父呢, 他问, 沈剑脚步一顿, 眸底微微带着一丝丝亚异, 你师父, 才一个多月不见, 这小子什么时候多出来的师父了, 正疑惑间, 就听见云县自豪的说道, 沈剑还没来得及告诉你呢, 我已经拜陆少夫人为师了, 沈剑, 哦, 这样啊, 他觉得云县笑得有点碍眼, 明明他才是先认识宋明渊的那个, 怎么如今他们的关系如此清静了, 沈剑心中觉得好笑, 收起思绪, 说道, 他昨天晚上一整晚都没回来, 宋玉言一听, 当下就把小鹰交给了云县, 我去找阿渊, 说完就一溜压跑开了, 哎, 云县想追上去, 沈剑忽而朝他道, 你的心情我已经做好了, 可要现在去看, 一边是唾手可得的心情, 一边是宋玉言跑远的身影, 云县恨不能把自己分成两个, 一个跟沈剑去看情, 一个跟宋世仪去找师父, 他左右摇摆, 还没有做出决定来, 前面那道清灵的身影, 已经快要跑没影了, 云县咬咬牙, 我晚点再看, 先放你那里, 他扔下这句话, 也跟着宋玉言跑了, 沈剑挑了挑眉, 有些诧异他竟然能设下情, 真是出息了, 那眼里只有情的云大少主, 有一天竟然也会难过美人观, 大人, 看到沈剑安好, 小鹰很是开心, 然而初来乍到这陌生的地方, 心中难免拘谨, 沈剑回过神, 收回视线看向吴家可归的小鹰, 诞生说道, 夫人在旁边的营帐里, 以后你就留在这里照看吧, 切记无多言, 是, 大人, 沈剑又看了眼云县离开的方向, 方才转身回了营帐, 宋世仪, 你等到我啊, 宋玉言在前面跑得飞快, 云县在后面追得气喘吁吁, 他一个急杀, 你跟着我做什么, 云县没想到他会突然停下, 差点没杀住脚撞上去, 看到他目光灼灼地盯着他看, 他莫名就是心一慌, 你不是去找师父吗, 我跟你一起去啊, 宋玉言放大了脸, 你心虚什么, 我没有, 他反应有点大, 怎么看都有种欲盖迷章的感觉, 似乎也意识到自己的不妥, 云县强自镇定道, 还去不去了, 不去, 我可自己去了, 宋玉言缩回脑袋, 去, 他趁云县不注意, 嗖的一下又跑开了, 喂, 云县气得跺脚, 赶忙追了上去, 两人找到宋明渊的时候, 他正坐在沉陆未散的林间调膝, 一晚上的时间, 他都在踩点寻找适合做阵脚的地方, 训练完的陆裴风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找到了他, 手指双血静静地守在他身旁, 像是与周边景色融为了一体, 任陆水打湿了病发, 也未曾动分喉, 察觉到有气息接近, 他才睁开了冷静的黑眸往来处看去, 宋明渊收了事, 下一秒就被男人弯腰抱进了充斥着陆水清香的怀抱里, 他正好有些累了, 也没挣扎, 阿渊, 宋玉言欣喜地跑上前去, 看到已经出现在这里的陆裴风顿时脸一垮, 他还以为自己是第一个找到阿渊的, 可恶啊, 又来迟一步, 看来下回得早点才行, 回来了, 宋明渊笑望着他, 嗯, 要不是有个拖后腿的, 我能回来得更早, 宋玉言蠢蠢欲动, 阿渊你累吗, 要不然让我来抱你, 宋世仪, 你说清楚, 究竟哪个是拖后腿的, 气死他算了, 云县差点没跑断气, 等走到宋明渊面前的时候, 两条腿都不像是自己的了, 他也很想说自己其实也可以当师父的不念, 但看了看冷面煞神一样的陆裴风, 觉得自己说出来很有可能小命不保, 还是算了, 毕竟为他挡到的小顾不在身边, 陆裴风扫了云县一眼, 对宋玉言说道, 阿渊不需要你操心, 或许云少主更需要一点, 说吧, 他握住了宋明渊, 想要下地头往宋玉言怀抱的小腿, 带着他转身往山林外走去, 宋玉言手指都快要捏成拳头了, 眼神如刀, 恨不能把陆裴风的脑袋戳出两个窟窿, 狗拿然, 他就是他不能亲近阿渊, 跟阿渊贴贴的最大阻碍, 你, 他臭着脸看向云县, 还能不能走, 似乎怕他下一秒就把他抱起来, 云县连退了两步, 能走, 能走, 他又不是那什么柔弱不能自理的小交付, 不对, 他在想什么, 云县被自己恶寒的一个机灵, 赶忙将手里头削减他男子, 气盖的木棍一丢, 我能行, 他信誓旦旦, 奈何话还是放得过于早了点, 且不说山道崎岖离营地又远, 他从崇明县回来, 已经不眠不休走了一个晚上的夜路了, 回到营地都还没来得及些上一口气, 又进了山, 这对于没吃过什么苦头的云少庄主来说, 简直要命, 他说他能行, 宋玉言就以为他真的能行, 所以一脚步走得飞快, 直到身后传来咚的一声, 他一个急停回头看去, 就见云县栽在了地上, 想到他之前还弹琴哄他开心, 宋玉言难得动了恻隐之心, 走回去, 一把将他从地上捞了起来, 你放心, 我不会笑话你的, 走不动就走不动, 不是件很丢人的事, 云县, 见他自闭, 宋玉言继续安慰, 不过是走不动摔了一跤而已, 哪有学走路的不会摔的, 我们一生都在学的路上, 会摔很正常的了, 别看信路的走得快, 你要是让他也像你一样走一晚上的夜路, 又跑这么远的山路, 他指定也像你一样, 给阿渊抱着才能走, 你别不开心了, 回去我弹琴给你听, 想到宋玉言像是拉锯子一样的琴音, 云县沉默了下, 行, 陆裴峰觉得他们两个过躁, 加快了脚步, 纵身几个跳跃就把云县和宋玉言甩在了后面, 等天地间只剩下他跟阿渊两个人了, 才放慢了脚步, 宋明渊没戳破他的小心思, 问道, 你什么时候来的? 昨天夜里, 顿了顿, 似乎觉得这个回答过于冷淡, 又补充了一句, 你不在, 我睡不着, 宋明渊伸出小腿踢了踢他, 笑颜道, 那我要是有一天离开了你身边, 你就一直睡不着, 话音刚落, 腰间的手臂默得收紧了几分, 他才意识到, 这话许事会引起他的不安, 对不起, 我不应该做这样的假设, 陆裴峰怕自己伤到他, 松了些力道, 眸色温柔, 没关系, 我会去找你, 阿渊永远都不需要说对不起, 他知道他不会离开他, 要是离开, 一定是他有哪里做得不够好, 他的阿渊已经足够好了, 值得被世间最好的对待, 宋明渊微微弯眸, 将脸贴在他胸口, 那我就放心了, 嗯, 陆裴峰也跟着弯了弯唇, 黑眸中像是揉碎了万千的星辰, 他放缓了脚步, 四心里想要多享受一下这一刻难得的宁静, 可陆再长也总是有到终点的时候, 宋明渊没等他松手, 就先下了地, 有陆老夫人坐镇, 营地井然有序, 一切照旧, 就连陆家几位夫人, 一早上也被他劝去了店里, 如今的店铺, 都是离不得人的时候, 他们也只有晚上休息的时候, 才得以片刻喘息, 通过传送阵回到家里看上几眼, 直到渊渊一晚上没回来, 大家心里都不怎么安稳, 老太太晚上都没睡着, 如今看到大孙子把人带回来, 才放下了心, 他心里沉甸甸的, 若是论带兵打仗, 他哪怕是一把老骨头, 也能给渊渊和他们陆家杀出一条血路, 可对方是鬼门, 他纵使有千般本事, 也用不上场, 陆老夫人握紧了渊渊的手, 叹息一声, 眼角有些发红, 不过很快就收起了心中翻涌的情绪, 事情还没有到最坏的时候, 现在想这些也只是徒增困扰, 陆老夫人迈着温吞的步子, 将渊渊带回了小木屋, 至于边上的大孙子, 是连个眼神都没给, 奶奶, 我今天晚上还得再出去一趟, 想了想, 宋明渊眨了下眼, 嗯, 明天晚上也得出去一趟, 陆老夫人就停下了脚步, 哼哼地说道, 你可别为了我们把小命拆腾进去了, 奶奶可不稀罕, 她一副嘴硬的样子, 眼里的心疼都快要露出来了, 只瞥开眼, 心头酸涩, 不会的, 老天都不说我, 宋明渊弯眸笑了起来, 我要是那么容易, 就能把小命折腾没, 哪里会来到您老人家身边, 放心吧奶奶, 我有分寸的, 那我可信了, 不骗奶奶, 不骗, 陆老夫人须须了一眼渊渊, 瞅她还跟之前一样一起风发, 心头略定了定, 咱们做事得量力而为, 渊渊不要把事情压在自己一个人身上, 宋明渊知道老太太做出这个决定, 要花多大的决心, 她很欢喜, 她们能处处把她放在第一位, 给她以诸多偏爱, 但是西山堂是她和她们所有人, 花费了这么多心血和努力才建成的, 老太太能为了她放弃, 她却不甘心就这么放弃, 奶奶, 我不会让鬼门的人踏足这里分好, 更不会让他们的屠刀落在我们头上, 若敢来犯, 逼迫鬼门, 她毫不掩饰自己的锋芒, 陆老夫人被震慑了一瞬, 似乎被她铿锵有力的话感染, 心中也陡然增长了几分无畏, 好, 奶奶, 还有陆家的所有人都将陪你战斗到最后, 宋玉言刚撂下云线跑回来, 就听到了陆老夫人跟阿渊的对话, 她从来不觉得鬼门会是阿渊的对手, 但是她也想跟阿渊并肩作战, 于是宋玉言停下了脚步, 转身又去找云线了, 起来, 不准偷懒, 快点把我跟阿渊之前教你的屈鬼书再练练, 她插着腰, 踹了踹躺倒在地上的云线, 虽然胆小鬼是废物了那么点, 但学好了还能给死去的鬼门中人屈屈魂啊, 所以摒持着废物利用的原则, 她在自己用功的同时得好好监督它, 云线翻了个身, 如同一条咸鱼, 你战不起来, 我可就扒你衣服了呀, 宋玉言音测测的声音一落下, 云线就蹭的一下坐了起来, 红着脸, 你怎么能如此粗俗, 姑娘家家的, 怎么能把扒别人衣服这样的事情挂在嘴边, 你以前还扒过谁的衣服, 云线还没从羞耻的情绪中脱离出来, 就脱口而出问道, 宋玉言被他这一问问梦了, 关你屁事, 云善气的想重新躺回去, 转身背对他, 他也是嘴贱, 干嘛关心他扒过谁的衣服, 他心里酸溜溜的, 有点抓狂, 可很快反应过来, 自己干嘛要这么在意这点, 难道他, 不不不, 宋世仪弹情又不好听, 混熟之后还总欺负他, 仗着他怕鬼吓他好几次了, 他才不喜欢他呢, 阿燕姑娘, 原来你在这啊, 这是小六子托我带怪给你的, 他说你喜欢吃, 所以在山上捡了线, 拎着东西走过来的大娘, 笑眯眯的将半袋栗子递给了宋玉言, 还是煮热乎的, 特意做的糖炒栗子, 你趁热吃吧, 和大娘跟小六子, 都是近来被收容到西山堂的流民, 因为手艺不错, 人品也可以, 如今都在伙房当差, 宋玉言此前负责过他们的安置工作, 这一来二去就熟络了起来, 谢谢大娘, 都是顺手的事, 哪里当得起一句线, 那你先忙, 我去看看火房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哎, 牧送和大娘, 宋玉言美滋滋的坐在地上, 吃起了炒栗子, 哼, 云线见他真的接下了, 臭着脸色重重哼了一声, 他冒着耳朵被他荼毒的风险教他练琴, 也没见他这样开心, 他今天晚上就去把山里的栗子全都扔了, 这个季节, 栗子长得满山遍野都是, 人肯定是扔不完的, 云线不甘心被一份糖炒栗子比了下去, 当天晚上就带着小顾磨黑上山捡了好几份栗子回来, 少主, 你确定你要做糖炒栗子? 小顾想劝他三思, 但是云线一意孤行并且信誓旦旦, 区区一份糖炒栗子而已, 别人能做出来, 你少主我没道理做不出来, 小顾见劝不动也就随他去了, 让少主认清理事也好, 免得他不死心以后天天带他半夜上山捡栗子, 云线按照步骤一一进行, 最后炒出来一堆乌漆麻黑的玩意儿, 他觉得不可能, 小顾, 你是不是趁本少主烧火的时候, 把栗子换成了黑炭? 小顾不愿意背这口黑锅, 少主, 有没有可能是你把栗子变成了黑炭? 怀疑他的人品可以, 但少主一点都不怀疑自己的手艺就过分了, 像是受到了良心的谴责, 在试过几次之后, 云线总算认清了现实, 看着被自己打击惨了的云线, 小顾建议, 少主, 要不你换种法子讨阿炎姑娘的欢心? 云线瞟了他一眼, 人鬼殊途, 小顾震惊, 他以为他只是单单因为想要坐视少夫人弟子的名头, 所以才讨人家姑娘的欢心, 没想到, 到底是他思想落后了, 少主, 你想我劝你还是支持你? 云线顿了顿, 你可以劝我几句? 少主啊, 小顾苦口婆心, 您跟阿炎姑娘是没有以后的, 你想啊, 你们一个是人一个是鬼, 这些都不是问题, 毕竟话本子里也不是没有写过人鬼情为了的, 但是关键您怕鬼啊, 难道你想以后自己身边都躺只鬼吗? 什么? 他还能跟宋世仪躺一张床上去? 云线心动了一瞬, 我可以不那么怕鬼, 少主, 你不为自己想想, 也要为庄主和夫人想想啊, 他们能接受你跟阿炎姑娘在一起吗? 就算能接受, 你们俩以后也不打算要孩子吗? 难道你就忍心看着明镜山庄旁落到他人手里吗? 云线说, 我只是让你劝几句, 你劝太多了, 我不想听, 小姑骂骂咧咧, 一脸晦气, 想让他支持就直说呗, 干嘛要拐这么个大弯子, 浪费他的感情? 你在心里骂我, 云线看向他, 不是, 少主, 我觉得你跟阿炎姑娘简直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不在一起, 简直天理难容, 云线点点头, 英雄所见略童, 我也是这么觉得的, 明天你就去跟那个小六子交朋友, 少主终于良心发现, 知道他孤苦伶仃一个人, 开始关心他了吗? 他要是再给宋世仪送栗子, 你就给他打下手, 偷师的同时, 务必要让他将栗子炒成黑炭, 这份艰巨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小顾, 讲真的, 要不是念在明镜山庄给的多, 他真想撂挑子不干了, 天亮的时候, 将自己师父扔给他的书籍, 全翻了个遍的云线, 找到了宋明渊, 他顶着两个黑眼圈, 师父, 有什么法子能让鬼还阳? 宋明渊才从山里回来没多久, 此刻正坐在院落里的石桌边上, 卫师要让鬼还阳? 你有想复活的人吗? 我喜欢上了一只鬼, 宋明渊? 要是在早上一些时候, 云线要是跟他说喜欢上了一只鬼, 他只当他是被鬼吓梦了, 可是现在, 他眸光闪了闪, 想到近来几乎形影不离的两人, 唇角微微扬起, 很快又当成什么都不知道的模样落了下来, 你要问问他愿不愿意还阳? 他要是愿意的话, 或许我可以帮他, 如果他不愿意的话, 那就没办法了, 云线心中一喜, 可紧接着又迟疑起来, 既然师父有这样的能力, 以宋世仪跟师父的关系, 只要他想, 肯定能还阳的, 那他为什么到现在还保持鬼的状态? 是因为他不想吗? 师父, 我知道了, 我一定会努力说服他的, 云线都不知道自己这句话暴露了什么, 跟宋明渊别过之后, 就心不在焉地离开了, 宋明渊这才轻笑出声, 何是这般开心? 陆裴峰不经意挡住了他, 看向云线的目光, 背在后面的手, 还偷偷朝云线丢了个石子, 云线被砸了下脑袋, 摸摸头, 转过身去, 并没有发现什么异状, 他走了两步, 又猛地回过身去, 不能够啊, 天上下石头了, 他看了一眼石桌旁边 分外和谐且仰掩的两道身影, 摸了摸被砸的后脑勺, 决定还是先去找宋世仪要紧, 宋明渊笑瞪了陆裴峰一眼, 乱吃飞醋, 他像是发现了什么好玩的事情一样, 同他分享, 云线说他喜欢上了一只鬼, 陆裴峰略微顿了一下, 是宋预言, 宋明渊惊讶, 你怎么知道, 许事被他此刻微微瞪圆了眼睛的可爱样子逗笑了, 陆裴峰说道, 喜欢一个人的眼神是藏不住的, 他看着他笑, 好啊, 你早知道了却不告诉我, 宋明渊拧他腰, 亏他还以为自己是第一个发现这件事情的, 我的错, 他将他另一只手也放到了腰上, 这一动作倒像是他坐在椅子上搂着他的腰似的, 宋明渊觉得他捏坏, 你说云线能打动阿炎吗, 他希望可以, 如果还阳, 阿炎能像普通人一样活到老, 如果是现在这个样子, 他也不知道能维持得了多久, 没了肉身的寄托, 魂体毕竟是脆弱的, 经不起什么风吹草动, 如今牵手到了鬼门, 若是让他们注意到阿炎的不同, 恐怕会有危险, 陆裴峰想了想, 只要不是一时兴起, 感情一事, 外人插手不得, 阿炎, 我想娶你, 宋明渊猝不及防, 被他突如其来的一句话, 震得呆了下, 我们不是败过堂了吗, 陆裴峰拉着他的手, 低声笑道, 那不算, 他娶的是他, 可是他却是以别人的身份嫁进来的, 他没来, 这门亲事也不能成, 可他想再娶他一回, 这一次, 他只是他, 等你稳定了, 可以以自己真实的样子现实了, 咱们再成一次亲, 可好, 陆裴峰定定地看着他, 像是怕他不答应似的, 黑眸中带着几分紧张, 哼, 也不怕别人说你脚踏两只船, 宋明渊微微勾唇, 只要能娶到阿渊, 我可以背负一切骂名, 你就这么喜欢我, 喜欢, 他情思缠绕的眸子里, 只余下了对他的执着与赤诚, 宋明渊盯着他俊美的脸, 难掩笑意, 你怎么说句, 喜欢我都脸红, 更亲密的是都做过了, 他在床上可不是这样含蓄内敛的, 陆裴峰眸光微闪, 可能说喜欢的人都会脸红吧, 真的, 他怎么就这么不幸呢, 真的, 陆裴峰睁着眼睛瞎说, 我看三叔跟四叔还有五叔都是, 阿渊要是不幸的话, 可以试试, 他一本正经的模样, 好像当真有这一回事, 宋明渊决定实践一下, 看了一眼, 见周围没人, 于是盯着陆裴峰的眼睛, 在他强自镇定的目光下, 说了一句, 我喜欢你, 陆裴峰笑脸了嘴角, 明明前一秒还是冰山式的冷面, 在这一瞬, 嗯,我知道了, 阿渊,我也喜欢你, 宋明渊, 还学会套路人了, 看在你这么喜欢我的份上, 我就允许你再娶我一次吧, 因为他这一句话, 陆裴峰开心到耍了半天的双血剑, 才看看宣泄了自己难以自艺, 无处安放的激动和喜悦, 陆老夫人瞧着就摇头, 这孩子多半是疯了, 有那时间不去多陪陪渊渊, 在这耍剑, 剑能当饭吃, 陆裴峰不知道, 奶奶在心里将他数落了一通, 他高兴得不行, 第二天一大早, 陆四夫人还没来得及出发到店里, 他就找上了她, 四婶, 我想请你帮个忙, 他甚少有找上门来求人的时候, 陆四夫人瞅着他压都压不住的欣喜, 就知道这件事情跟渊渊有关了, 也只有碰到渊渊, 他才跟换了个人一样, 什么忙, 他有些好奇他究竟碰到了什么喜事, 高兴成这样, 陆裴峰郑重地说道, 我想请你给阿渊秀一件嫁衣, 陆四夫人愣了下神, 紧接着也明白过来, 不禁眼唇轻笑, 渊渊答应你了? 是, 陆裴峰没太好意思地说道, 我想给他一个正式的婚礼, 该是这样的, 陆四夫人点点头, 眉眼含笑, 渊渊刚进门的时候, 我们都不知道其中的隐情, 撇开其中, 曲折不说, 咱们也不能委屈了渊渊, 既然决定好了, 嫁衣的事情就交给我吧, 我也想当一回渊渊的娘家人, 历来嫁衣都是女方准备的, 如今这般重要的差事落到自己手上, 她怎么也得给他们渊渊秀出来一件绝无仅有的嫁衣来, 陆大夫人得知了这件事, 当天就把自己嫁妆里一直没舍得用的那匹上等火云锦拿了出来, 冲荡做嫁衣的布料, 陆老夫人也将自己的丝裤给搜刮出来, 头面, 首饰, 玉如意, 挑来挑去, 皱着眉头泛起了难, 我这是用来给渊渊当嫁妆吗? 还是用来给臭小子当聘礼呢? 她用祖母绿的玉如意敲了敲脑袋, 算了都给渊渊当嫁妆, 聘礼的是让臭小子头疼去, 在渊渊没嫁过来之前, 陆家是她的娘家, 在渊渊嫁过来之后, 陆家是她的奶奶家, 老太太笑眯眯, 觉得这个想法真不错, 虽然还没确定具体的大喜之日日, 但大家都默契的一致瞒着渊渊开始为这件事情做准备了, 宋玉言是在第二天傍晚来找宋明渊的, 宋明渊想过她也许会被云线说服, 但万万没想到她居然被说服得这么快, 之前她对这件事乐见其成, 但这速度让她有种自家地理的小白菜被猪拱了的心痛, 她坐在屋顶上看着天边红霞四血, 语气沧桑, 说吧, 那小子究竟对你使了哪门子的花言巧语? 也不算花言巧语, 宋玉言嘿嘿一笑, 我跟她打了个赌, 她说, 要是能变成人, 以后就给我当牛做马, 这我能输, 很好, 一个赌约就把人骗走了, 这牛单纯的有点糊涂啊, 只怕到现在还不知道, 云线这小子对她抱有什么样的坏心思, 她提醒, 你有没有想过她也许喜欢你? 不可能, 宋玉言一口否决, 并且信誓旦旦, 她这个人怕鬼, 她怀疑都不怀疑一下的, 宋明渊? 那行吧, 她想了想, 说道, 等我今天晚上处理完手头上的事情, 明天就让云线当牛做马, 今夜迎时就是七星连珠之日了, 她忙活了三个晚上, 等的就是这一刻, 只有这件事了啦, 她才有心思去做别的事情, 阿渊最好了, 宋玉言黑黑笑着抱住了她, 轻密地蹭了蹭她的肩膀, 宋明渊不知道的是, 她做了个她认为的最错误的决定, 此刻的她感受着阿渊发自内心的愉悦, 和对她的依赖, 笑弯了唇, 今夜的西山堂格外不同, 天幕变成了纯粹的蓝黑色, 月亮比平时更亮几分, 天气依旧闷热, 即便入夜也没有凉快多少, 吃过晚饭后, 大家围在冰盆旁边纳了会儿粮, 烙起了家常, 等到困意见农时, 才一一回了营帐休息, 陆老夫人怎么都睡不着, 只觉得眼皮挑得厉害, 她不太安稳, 披上衣服坐起身来, 拿着小屋子到长廊外面, 守在渊渊门外望着黑漆漆的夜色静坐, 宋明渊跟陆裴峰都不在屋里, 太阳下山的时候就离开了营地, 陆老夫人这一坐就坐到了将近饮食, 天上繁星点点, 七颗区近于一条线上的星辰异常闪亮, 营地有了动静, 大家似乎都发现了天幕上的异常, 纷纷出来观望着七星连珠的奇观, 有睡眼星风刚刚被叫起来的, 也有企业出来驻足的, 几乎半个营地的人都被这罕见的天象奇观惊动了, 大家惊议不定, 不知道这是凶士级, 历来出现七星连珠这样的奇观, 不是大凶便是大吉, 此刻的他们更希望这是有民主现实的大吉之招, 就在众人对着这天象奇观议论纷纷之时, 一道怒吓声正想在西山堂的上空, 杀我鬼门之人何在, 速速出来受死, 这声音无孔不入, 还没看到人影, 就先乍响在众人耳边, 惊得他们瞬间乱成一团, 怎么回事啊, 谁, 谁在说话, 声音出现的一刹那, 陆老夫人脸色一崩, 立马站了起来, 旁边几个房间的门几乎同一时间打开, 陆成三兄弟和陆家几位夫人都跑到了长廊, 娘, 他们齐齐看向陆老夫人, 目露担忧, 不怕, 想要杀渊渊, 得先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 陆老夫人面上风雨无惧, 声音吻不乱, 约我过去看看是个什么情况, 一行人点着火把, 浩浩荡荡地走到了西山堂入口处, 黑夜下, 二十多道身影凌空而立, 为首的老者老太龙中, 一身黑色长袍, 目光锐利, 通身威严, 他身后二十多个人都是年轻小辈, 统一穿着黑色长袍, 气势惊人, 看到他们像是幽魂一样飘在半空, 从没见过这等阵仗的, 都吓得胆颤心惊, 瞳孔皱缩, 陆老夫人倒还算得上镇顶, 只处着拐杖, 目视着鬼门大长老, 不卑不亢地说道, 阁下许是找错地了, 我们这里没有你要找的人, 大家都是凡俗之人, 连鬼门是河门, 河派都不知道, 又怎会杀你鬼门中人, 大长老不听任何狡辩之词, 一双苍老的眼里, 竟是阴冷, 没有就一个个杀, 老夫不幸将这里移成平地, 他还能躲着不出来, 他高高在上地俯视着底下的人, 眸光犹如看微不足道的蝼蚁, 不含一丝感情, 阁下未免太过霸道, 这里都是些无辜的人, 陆老夫人知道, 在强大的敌人面前, 跟他们讲道理, 就是笑话, 他领兵打仗这么多年, 深知这个道理, 但是现在, 无论如何他都要给冤冤拖延住时间, 大长老冷笑一声, 无辜之人, 他不以为意, 一双眼里, 带着目空一切的嚣张与狂妄, 鬼门之下, 众生皆蝼蚁, 何来的无辜之人, 敢犯我鬼门, 就要有做好承担一切后果的准备, 陆老夫人脸色变了变, 时宜之下, 似乎妥协了几分, 我不想牵连无辜人受难, 不知道阁下可否给我点时间, 事实上, 杀你鬼门中人的那位, 确实不在西山堂, 你即便是把我们都杀光了, 也无济于事, 倒不如让我传信领他来此, 有什么恩怨, 你们两方当面解决, 我们绝不掺和进去, 渊渊说, 只需要一个时机, 他布下的护山大阵就能起作用, 如果他猜得没错的话, 渊渊要等的时机, 便是七星连城一线的那一刻, 只要他拖住他们, 等到护山大阵一成, 危机自可解除, 陆老夫人捏紧了手里的拐杖, 就在这时, 一道声音突然传了出来, 我知道你们要找的是谁, 陆湘如拨开人群, 拖着瘸腿冲了出去, 他满脸仇恨, 兴奋到整个人都在颤抖, 知道陆家今非昔比, 宋明渊难以对付, 所以他强忍着如毒复古的仇恨, 日日夜夜都在为报仇无望而煎熬, 他把自己当成了一条潜伏在暗处的毒蛇, 就等着四季给他们咬上一口, 而今天, 这个机会终于让他给等来了, 他要报仇, 陆老夫人眉心猛的一跳, 还没等刘氏捂住陆湘如的嘴巴往后退, 说时时那时快, 一人的动作比他更快, 直接就用剑气搁穿了陆湘如的咽喉, 陆湘如当场毙命, 那癫狂的样子还定格在脸上, 脖子上的鲜血就喷涌出, 所有事情的发生不过只在刹那之间, 快到鬼门大长老想要出手阻止时, 已经晚了, 他抬起蕴藏着风暴的眼眸朝黑暗中看去, 只见一人手指长剑, 带着不容忽视的冷煞之气, 从黑暗中缓步走了出来, 明明灭灭的火光映出了他俊美的侧脸, 他身姿挺拔, 气势凌人, 如同出鞘的宝剑一样, 锐不可挡, 该死, 对于坏自己好事的人, 鬼门大长老向来是手下不留情的, 当下灵力画作剧长, 带着催枯拉朽之势挥击过去, 这一掌的力道等闲人都承接不住, 更何况区区一个凡人, 除了死这个字, 对方绝无第二种可能, 恐怖的杀气转瞬极致, 带起的飓风甚至吹乱了陆裴峰的长发, 大哥, 小峰, 眼看着直冲儿子去的杀鸡, 陆大夫人险些吓晕过去, 陆裴川和几个小崽子都白了脸, 对方下手的速度太快了, 快到路程几人都反应不及, 看到的就是如此惊险的一幕, 陆裴峰面不改色, 直起双血, 利罗又迅猛的挥刀一箭劈了过去, 剑锋横扫, 那灵力凝聚成的剧长, 直接被从中间劈开了, 他身形灵巧一臂, 直接躲开了鱼里的波及, 轻易化解了这一攻势, 鬼门众人俱惊, 大长老, 那是灵剑, 如果说, 他们此行出来只是为了给同门报仇, 但是在看到灵剑出事的这一刻, 就不单单只是为报仇而来了, 他们呼吸急促, 目光灼灼的盯着陆裴峰手里的剑, 恨不能将只强夺过来, 这样的宝物, 让一个没有修为的废物拿着, 当真是辱没了, 大长老再次出手, 这一次直接飞身上去, 双血挡下了那一击, 但他跟双血之间的羁绊并不深, 也只才发挥了不到万分之一的威力, 能躲开鬼门大长老的攻势, 全凭他这些日子, 不要命训练出来的身法, 以他如今的实力, 对上黑袍尊者可以毫无压力将之击败, 然而对上鬼门大长老, 还是稍显的吃力了些, 修炼之人与繁俗人之间的实力差距, 犹如天欠鸿沟, 纵然陆裴峰在繁俗界已经是无敌的存在, 可也很难在对战中站上风, 几十个回合后, 他被对方的灵力震飞, 身体一个翻越落地, 剑尖直插境地, 虽然已经做了缓冲, 可他还是被逼得单膝跪了下来, 猴尖涌起一阵心田, 大哥, 小崽子们红着眼睛, 心疼极了, 陆家人一起涌上去, 将他从地上搀扶起来, 不知死活, 眼看鬼门长老就要朝他们走过去, 宋玉言猛的冲了出来, 挡在他们面前, 住手, 我就是你要找的人, 那样的灵剑我还有很多, 你与其为难他, 倒不如问我要, 他也不知道他哪里来的勇气, 只知道陆裴峰和陆家人不能出事, 他们要是有个什么万一, 阿元肯定会难过的, 你, 鬼门大长老将注意力转移到了宋玉言身上, 几乎只一眼就看穿了他的形态, 他并没有在他身上感受到什么威胁, 相反, 陆裴峰还能让他更怀疑一些, 我不认为你有杀我鬼门中人的能力, 一个孤魂野鬼而已, 不过, 你若是能拿出灵器来, 我倒是能饶了他们一条贱命, 灵器都在我的灵界里, 有本事, 你们自己来取, 宋世仪转身就跑, 鬼门大长老被他近乎挑衅的行为激怒, 身形如鬼魅般掠了上去, 既然你想死, 那我就成全你, 宋世仪, 云线看到他跑到鬼门大长老面前的时候, 脸色就变了, 他甩开小顾, 死命拉着他的手, 义无反顾地追了上去, 只不过还没等他靠近, 就见鬼门大长老一掌朝他后背拍了过去, 云线脑海中一片空白, 等反应过来的时候, 身体已经爆发出了最快的速度, 扑上前去替他接下了这一掌, 剧痛袭来, 他还没来得及说些什么, 就一口血喷了出来, 两眼一黑, 晕了过去, 温热的鲜血喷溅到背上, 宋玉言印着血迹的地方都跟着灼痛起来, 他猛然回过头来, 看到的就是胆小鬼直挺挺往下倒的身影, 宋玉言眼睛疏地睁大, 下意识地伸手去捞他, 伸出的手才碰到他的指尖, 人就重重砸了下去, 胆小鬼, 他忍不住红了眼睛, 手忙脚乱地将他从地上捞了起来, 你别吓我, 抹了把眼泪, 仓促地就将阿渊给他背在空间里保命的药, 往云线嘴里塞, 看到大哥和云线接连被打伤, 小崽子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大喊一声, 铁头, 铁头还在地里安详地闭着眼, 听到小崽子们嗷嗷地天塌下来的召唤, 猛一下从地里窜了出来, 泛着金属冷光的躯体如同一道残影, 转瞬间出现在众人面前, 幽冷的同谋紧盯着鬼门大长老一行人, 铁头, 呜呜, 打坏人, 小崽子泪眼汪汪的都快哭出了鼻涕泡, 铁头一现身, 鬼门大长老就将注意力移到了他身上, 他先是一惊, 随即露出了贪婪的神色, 没想到啊, 小小的一个西山堂, 竟然藏有如此多的宝物, 连这等神兵傀儡都有, 这一趟真是不虚此行啊, 大长老此刻已经全然忘了要给陈寿报仇这件事, 相反, 还觉得陈寿和那几名鬼门弟子死得直了, 要不然他还发现不了这么一块肥肉, 能看得出来这神兵傀儡是认了主的, 只要他将人杀了, 无论是神兵还是宝剑, 全都是他的, 大长老目光异常兴奋和火热, 只不过还不等他动手, 铁头钢铁般的身躯就窗了过去, 和几位夫人还有信儿也连忙把阿延拉了回来, 大家都紧张地看着铁头, 注意着战局, 陆裴峰握着剑, 眼神很绝, 再次冲了上前与铁头并肩作战, 他以一人之力挡下了鬼门七八名弟子, 而铁头凭借着刀剑不入, 灵力不轻将鬼门长老和剩下的十余名弟子创得人杨马翻, 再也没有刚才高高在上的做派, 一人一傀儡, 强强联手, 如虎天意, 接二连三被创得狼狈闪避, 鬼门大长老已然被激起了怒火, 剑拿铁头无可奈何, 陈裕的眸子闪过一丝狠辣, 转瞬将攻势对准了底下的老弱妇儒, 铁头显然没有想到他会如此卑鄙, 他简单的头脑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声东击西, 所以只能看着那道凌厉恐怖的气境朝陆家老少扫了过去, 根本来不及阻挡, 陆裴峰一被牵制住, 无法抽身, 看到这一幕, 他瞳孔骤然收缩, 全身血液都冷凝了下来, 奶奶, 娘, 他咬着牙, 奋不顾身想要去阻拦, 却为时已晚, 强劲的气刃撕裂空气, 为时汹汹, 当空直下, 直直朝陆家老弱妇如冲了过去, 陆城三兄弟齐齐扑了上去, 想以血肉之躯为母亲和妻儿挡下这一击, 陆家不重同样奋不顾身, 明明应该被这惊骇一击吓得本能四散, 退开的他们, 这一刻前扑后继的响以几身患怒家人存活, 将生死抛在脑后, 鬼门大长老看着他们妄想用血肉之躯阻拦的愚蠢行为, 眼里闪过一丝轻面, 这一击可是他下了十成的功力, 谁挡谁死, 不挡也得死, 就在鬼门大长老静等着看底下的蝼蚁血流成河的时候, 气刃骤然间砰的一声震响, 撞击在透明的光阵上, 紧接着像是水滴落进大海一般, 消弥于无形, 天上七耀闪烁, 天下的防护罩渐渐成型, 将西山堂与群山笼罩在其间, 荧光流转, 宛如九天上的银河, 与星夜和月色融为了一体, 鬼门大长老挥出的气刃, 直接被法阵给吞噬了, 转化成了法阵的能量, 众人都被这意象给惊到了, 鬼门大长老脸色一变, 这怎么可能, 他打出去的灵力被吞了, 还不等他搞清楚是怎么回事, 他连带着他身后一众精英弟子, 便不受控制的被一股无形的力量弹飞出去, 鬼门大长老连忙稳住身形, 然而他身后修为低下的弟子, 可就没这么好的运气了, 剧都被砸落在地上, 气血翻涌, 狠狠吐出了一口血, 这是什么东西, 饶是鬼门大长老, 这会儿心头也惊骇不已, 他见过鬼门的弥宗阵和患阵, 可从没有听说过, 能把人攻击尽数吞噬的阵法, 他不信这个险, 又在透明的光幕上打了几刀, 可全部都犹如石沉大海一般, 经不起一丝波澜, 相较于他们的惊议不定, 经历了生死一线的陆老夫人眉间松动, 稳稳松了一口气, 欣喜道, 渊渊做到了, 陆家几位夫人被刚才的险象惊出了一身冷汗, 听到陆老夫人的话, 心头也跟着安定下来, 危机解除, 他们这才有时间关心陆裴风和铁头的情况, 小风, 你们怎么样了? 陆裴风坐在地上调膝, 他刚才几次遭到重击, 都是硬生生扛过来的, 鬼门的人被阻容在阵法外, 他就吃了要坐下来恢复了, 他不希望自己带着一身伤出现在阿渊面前, 引得他担心, 无事, 他睁开了眼睛, 看了铁头一眼, 铁头已经被几个崽子围着检查了, 连嘎吱窝都要抬起来看一看, 确保过完好无损之后, 他们才重新扬起了笑脸, 太棒了铁头, 你刚刚真厉害, 云现吃过药之后也醒过来了, 他睁开眼睛的第一句话就是, 宋施仪, 快跑, 他猛地坐了起来, 惊喘一声, 脸色还是微微发白的, 宋玉言气地敲了一下他的脑袋, 谁让你挡在我面前的, 你刚刚差点就死了你知不知道, 他气他的莽撞与不计后果, 云现摸了摸头, 瞧着危机解除了, 大家都还平安, 紧绷的身体才放松下来, 那我这不是没死吗, 宋施仪, 我不能看着你死, 为什么, 因为云现觉得现在还不是挑明心意的时机, 只眨了眨眼睛, 我往后再告诉你, 看着云现从奄奄一息, 又瞬间变得生龙火虎的样子, 陆家不仲觉得, 今天晚上的一切都像是一场梦, 不可思议极了, 他们怀疑陆家是不是供了神仙, 要不然, 怎么可能在此等险象还生之中绝地求生, 还凭空出现了个能保护他们的防御阵, 看着刚才还嚣张的不可一世的鬼门中人, 如今在法阵外面, 气急败坏地对着透明的光幕一通乱看, 多少都有点虚幻了, 刚刚他们真的以为只有死路一条了, 甚至都已经做好了慷慨赴死的准备, 谁知道他们这边还有危机时刻力挽狂澜的能耐, 会不会是少夫人, 只有少夫人没有露面, 兴许是他还真说不准, 毕竟他们这位少夫人是有点神秘在身上的, 不仅医术惊人还能令神兵对他言听计从, 除了他, 他们也找不出来能弄出如此大阵仗的人来了, 不仅如此, 还能将鬼门的人全部阻挡在外, 可以说, 这一颗路架不重对他们这位甚少露面的少夫人敬佩到了极点, 宋明渊将空间里的灵气抽调出来一半, 才堪堪完成了这一阵法, 他空间里的灵气可以循环再生, 但一时间抽调完这么多, 还是有些肉痛的, 想要恢复过来, 少说也得三五年, 不过能保住西山堂将鬼门之人阻隔在外, 免受其扰, 这灵气也算是值了, 至于其他的, 可以慢慢来, 宋明渊站起身来, 检查了一番阵法, 没有什么披露之后, 正要赶回去收拾鬼门的人, 脚步一致, 被他压制许久的修为忽然有了突破的迹象, 来不及多想, 他赶紧飞升到最近的山头, 简单布置了一番, 准备冲击新的境界, 在此之前, 他已经出灵境久急了, 三个月前就已经触摸到了通灵境的屏障, 只不过为了巩固修为, 他才没有急于突破, 而今已经到了临界点, 按理来说, 从出灵境突破到通灵境这一过程应该很轻松, 更何况是对有过突破经验的他来说, 可是他宁心静气, 并出杂念的时候, 竟然听到了天边隐隐约约传来轰隆的闷雷声, 他心中有了不好的预感, 果然, 雷声渐大, 如墨色翻涌的乌云聚拢在了他的头顶, 宋明渊眉心一跳, 一种熟悉的被锁定的毛骨悚然感遍布他全身, 一个小小的突破, 竟引来了雷结, 不, 突破通灵境根本不会有雷结, 这是天法啊, 宋明渊一颗心直直往下坠, 几乎是刹那间就把空间里的防御法器一股脑全拿了出来, 狂风呼呼刮起了地上的残枝落叶, 即便是在法阵里的众人也感受到了风雨欲来的紧张, 按理来说, 这样汗热的天气, 要是能下一场雨, 他们理应欣喜才对, 可面对着此番情景, 他们根本开心不起来, 这太不同寻常了, 前一刻还是月明星稀, 只几个呼吸间就聚了一片阴云, 伴着阵鸣的雷声聚集在西山堂的上空, 乌云很低, 给人一种压抑又低沉的气息, 明明其他地方仍然避空如洗, 但是他们头顶上的这一块, 已经黑得看不出原来的色彩了, 乌云似要将夜空吞噬, 酝酿的雷电时不时乍响一声将大地映照的惨白, 底下的人乱成一片, 怎么回事, 怎么突然就打雷了, 我看这不是一般的雷云, 快点, 咱们还是到屋里避一避, 这雷要是砸下来, 可不是闹着玩的, 陆裴峰抬起头来, 看见狂风刮着雷云朝山那边逼近, 脸色猛然一变, 在众人躲避不及之时, 他几乎如同一根迅疾的利剑一样, 追着雷云而去, 陆老夫人跟陆家几位夫人是不知道 渊渊具体在山里的哪个方向的, 对于突然凝聚起来的雷云, 原本也没有多想, 可这一切在看到陆裴峰惊变的脸色之后, 顿时消失不见了, 老夫人, 怎么, 梦氏见他们两久都没有挪动脚步, 刹那间脸上血色尽湿, 有些担忧地问了一句, 陆老夫人什么都顾不得了, 除其拐杖, 颤巍巍地摸黑就跟了过去, 险些被地上的枯枝绊倒, 梦氏证然了一瞬, 跟沈剑对视一眼, 纷纷看到了彼此眼中的凝重, 阵法外, 鬼门大长老也注意到了这一异动, 联想到刚刚完成的阵法, 他面色灰暗, 定是有人在突破, 咱们过去看看, 鬼门大长老有幸见过一次门主突破时, 引来雷杰的场景, 与现在这般无异, 其余鬼门弟子, 便是连他们这些长老, 连引雷杰的门槛都够不到, 看来西山堂的这位实在不容小觑, 如今他们已经把人得罪了, 如果不能除掉, 让对方有空间成长起来, 成为鬼门的劲敌, 到时候死的就是他们了, 现在对方引来了雷杰, 如此大好时机, 连天都在帮他, 无论如何今晚都得找机会把人给除掉, 鬼门大长老匆匆带着人赶过去, 他们速度快, 甚至比陆老夫人一行人还要来早一步, 他们一来就看到了被雷云锁定的宋明渊, 他此刻周身灵力涌动, 发丝被狂风吹得乱舞, 双眸威合, 像是入定了, 鬼门大长老几乎肯定了他就是杀他鬼门弟子, 创立大阵的人, 没想到樊介竟然还藏着这样的人物, 就是可惜了, 他今日注定要命王在此, 见他毫无防备, 专心应对雷杰, 鬼门大长老苍老的眸子暗芒一闪, 毫无预兆地出手对着他的背影偷袭过去, 只不过他还没靠近, 一柄透体雪白泛着寒气的长剑就扎在了他身前寸鱼之地, 若不是他闪避得及时, 只怕被劈成了两半, 鬼门大长老刚才一心都在宋明渊身上, 这一下才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到了这里的陆裴峰的存在, 想动他, 先杀我, 他是不会让他们靠近他一步的, 陆裴峰一身黑衣挡住了鬼门大长老的去路, 他神色在雷电之下的映照之下并不分明, 只能感受到无尽的冷意, 阁下何必屡次三番坏我好事, 只要他死了, 我绝不与你们西山堂为难, 鬼门大长老倒是想弄死阻拦他的人, 只他身边还站着一个铁块头, 两人配合起来一时半会还真拿不下, 他并不想浪费多余的力气在对付他们上面, 陆裴峰冷冷勾唇, 想杀我夫人, 我先弄死你, 冷力的声音刚刚落下, 陆裴峰便动了, 黑色的衣角掠过, 他只起双血, 带着寒芒的刀尖直逼鬼门大长老, 鬼门大长老心头一惊, 紧接着怒急返校, 本长老倒要看看你有多大的能耐, 他只想速战速决, 是一根陆裴峰对打时还不忘用言语吉他, 如果我看得没错的话, 你夫人修为才出临近九级圆满, 一个小小的突破竟然引动了雷杰, 就凭他现在的修为, 你真以为他能在雷杰之下偷生, 他挡下陆裴峰迎面砍过来的刀, 枯老的面容竟是猖狂狠毒的笑, 哈哈, 便是没有本长老动手, 他也绝活不过今晚, 我劝你还是省省力气吧, 待会儿给你的好夫人收尸吧, 然而事与愿违的是, 他的言语并没有记得陆裴峰失去理智, 反倒让对方的战斗力爆表, 是要弄死他一样, 打法越发凶残汉猛, 如同将士杀神, 鬼门大长老恨恨咬牙, 不得不避其锋芒, 他身法与招式都不如在战场上, 经过千锤百炼练出来的陆裴峰墙, 若非有灵力护体, 只怕早就被一剑捅穿了, 疯子, 被簇拥着的陆家人赶到现场的时候, 就看到陆裴峰不要命似的, 追着鬼门大长老侃, 而铁头将其余的鬼门弟子, 戏耍得团团转, 踩蚂蚁一样, 接连踩死了两名鬼门弟子, 他们身后, 阴云密布, 墨色浓稠, 粗壮的闪电像是要把天劈开一样, 声势浩大, 催人肝胆, 阴云之下, 他们紧张的人就盘腿坐在悬崖边的石头上, 像是被黑漆漆的深渊包围, 四周空旷无一物, 如蛛丝网一样炸开的惊雷, 在他的头顶张牙舞爪地示威着, 似乎下一秒就要将人吞没, 陆老夫人手脚一片冰凉, 刚才秦山崩于前仍练不改色的面容, 顷刻间变得惨白, 他脑中一空, 尸首将手里的拐杖掉落在地, 脚步踉枪地跑过去, 只还没靠近, 就被护山大阵形成透明结界挡住了去路, 约约, 他着急地拍打着结界, 手都拍红了, 几个小崽子慌乱无措, 急得团团转, 快, 咱们挖个洞跑出去, 把嫂嫂带回来, 快挖, 大人们见此也上来帮忙, 可护山大阵启动, 哪里是能挖个地道就能破解的, 不行, 怎么会不行, 一定是咱们挖得不够深, 再挖挖看, 不对, 大哥跟铁头为什么能出去, 大哥肯定知道出去的办法, 大哥, 呜呜, 快去把嫂嫂带回来, 他们焦急的哭喊声, 尽数被雷声掩盖, 陆裴风一步步朝宋明渊的方向靠近, 可鬼门的人就像是攀咬在他身上的恶狼一样, 故意跟他作对, 让他寸步难行, 末地, 一道手臂粗的雷电, 劈头盖脸, 直直朝着宋明渊身上砸了下去, 不, 陆裴风心头一致, 目自欲裂, 猝不及防之下, 受了鬼门长老一掌, 狠狠砸在了地上, 他身形狼狈, 几乎颤抖着爬起身来, 连修复身体的药都没吃, 就朝宋明渊冲了过去, 雷电带着足以将一切事物湮灭的力量, 摧毁了宋明渊提前布下的防御阵, 将他身上的防御法器都劈开了刀刀裂隙, 地上七零八落全是他碎掉的装备, 万幸的是, 第一道雷劫他扛下来了, 鬼门大长老看见碎了一地的灵气, 心痛得快要窒息, 眼睛都红了, 不是, 他凭什么, 他凭什么呀他, 鬼门人人便求不得一见的灵气, 他穿了一身, 他用来挡雷, 鬼门大长老呼吸急促, 洛飞怕受到雷劫波及, 只敢远远观望, 只怕要冲上去按住他的肩一顿摇晃, 雷劈下来的时候, 陆家人害的魂差点都去了一半, 陆裴川使劲锤打着结界, 红着眼睛喊扫扫, 几个仔也是一屁股坐倒在了地上, 陆家几位夫人腿脚一软, 只等看到冤冤安然无恙, 才看看从将要晕厥过去的边缘拽回来, 他们感觉自己像是溺水死过了一遭一样, 如此惊心动魄, 没事了, 陆大夫人拥抱着几个只要扫扫的孩子, 喃喃自语, 话音刚落, 雷声滚滚再起, 他眼泪一下就涌了出来, 死死抱着几个孩子, 几乎不忍再去看, 陆陪峰恨自己此刻的无能为力, 恨自己此刻的弱小, 他红着眼睛朝他的阿渊一步步走过去, 起初只是走着, 后面干脆跑了起来, 雷结之下, 他伸出沾了血的双手, 想把他拥入怀里, 却被一股柔和的力道轻推了出去, 黑眸骤然颤动, 他近乎绝望地哀求, 不, 阿渊, 不要, 不要, 宋明渊不想死, 至少此刻他不愿意死, 以前他对世间毫无留恋, 所以面对非生的雷结, 可以连挣扎都不挣扎一下, 就坦然赴死, 但是现在, 他不想在大家面前被劈成黑炭, 那样太丑了, 他希望自己在大家眼里是强大的不可战胜的, 也是好看的体面的, 宋明渊继续在身上堆叠防御法器, 硬生生扛下第二道雷, 全身的经脉似乎都被劈碎了, 他身上穿的防御羽衣已经残破, 唇角血线如坠珠, 似乎知道他会伺机用防御法器, 第三道雷根本不给他苟且偷生的机会, 像是要把他劈死才罢休一样, 声势又急又猛, 宋施仪, 明明午时已经被震得失去了感觉, 可宋明渊还是听到了这一声呼唤, 他勉强睁开模糊的眼, 就看到了一道向他奔赴而来的身影, 他笑着说, 阿渊, 不要怕, 这一次换我来救你, 宋明渊发不了声, 只摇着头, 试图凝聚起灵力, 像刚才将陆裴峰推开一样将他推开, 可身体残破的就像是沙漏, 他试了一遍又一遍, 宋预言的速度很快, 最后关头纵身一跃, 在跟目光对视的时候, 眷恋又不舍, 却充满了决绝, 阿渊对他从不设防, 他拥有很多次能抢回身体的机会, 可从前, 宋预言从来都没有动过这个念头, 这一刻, 他很庆幸阿渊没来得及给他换上新的身体, 他朝他扑了过去, 像是做最后的告别一样, 拥抱住了他, 温柔而坚定地将他挤了出去, 抢占了身体的主权, 雷杰落下的瞬间, 用魂音幕制作成的手串瞬间崩断, 焦黑的珠子霹里啪啦落了一地, 世界重归于宁静, 阴云很快退散, 大家都正正地看着那被雷劈的焦黑一片的地方, 石头四分五裂, 没有灵力抵抗的人已经在他们眼皮子底下, 灰飞烟灭了, 连遗骸都不剩, 他们不知道宋预言在最后的关头有没有救到人, 是都活着还是都死了, 只于下一片空荡荡的死寂, 陆老夫人施力滑坐在地上, 这一瞬间泪如雨下, 一声要强的老太太从没有哭过, 再苦再难她都咬牙硬撑下来了, 面对老爷子故去, 她尚能乐观地想着, 百年之后在地府重逢, 可是这一刻她哭得像个孩子, 约约,约约, 你骗奶奶, 是不是故意逗奶奶玩的, 啊, 是不是, 别吓奶奶了, 奶奶年纪大了, 经不住下, 你快点出来, 别淘气, 奶奶今晚还做你喜欢吃的糖醋鲤鱼, 回应她的只有树叶刮过焦土的声音, 你跟阿颜丫头是不是藏起来了, 奶奶不骗你, 现在就去做, 做好了你要出来啊, 老太太失神难难, 站起身来, 一阵天旋地转, 身体朝后扬倒下去, 娘, 陆家几位夫人哭得不能自已, 赶忙将人扶了起来, 陆培川红着眼睛, 跟几个小崽子贴着结界, 正正地看着雷劈下来的那里, 不愿意相信他们的嫂嫂就这样不见了, 云线脸色苍白, 她就不了宋师仪, 也就不了师父, 她是个废物, 她是个废物, 陆培峰脑海一片混沌, 心肩密集地痛一点一滴扩散至全身, 她呆愣愣地, 像是个失去了感情与生机的木头, 她的阿颜前两天才笑叶如花地答应嫁给她, 她还没来得及给她补上一场用心操办的婚礼, 一双眸子渐渐挥积下来, 又一点点漫上了红血丝, 她面无表情地拔出了双血, 冷残的目光看向面露喜色的鬼门一众人, 没有他们, 阿颜不会有事, 他们都得死, 心中像是蒙上了一层阴液, 无尽的杀意驱使着陆培峰朝鬼门一众人砍杀了过去, 她毫无章法, 见人就砍, 此刻见义与她心高度一致, 都想把鬼门的人砍了, 两相融合之下, 如有神柱, 连杀四五人, 看着带出来的精英弟子接二连三躺下, 鬼门大长老几乎呕屑, 她通身暗红色的灵力涌现, 再次跟陆培峰交起手来, 招招毒辣, 直攻要害, 可即便这样, 仍然阻止不了陆培峰的屠刀血鬼门弟子的头颅砍去, 最后一个弟子人手分离, 看着浑身燃血, 如同地狱恶鬼朝她索命的人, 鬼门大长老又惊又怒, 抓住一个破绽, 一道灵力朝陆培峰打了过去, 陆培峰的剑已经逼近鬼门大长老了, 她心里似乎只有血腥与杀戮, 根本没有要躲的意思, 一剑把她扎了个头, 剑气化解了一部分灵力, 余下一部分如同刀刃一样, 划穿了陆培峰的眼睛, 鲜血涌出, 可她就好像没有感觉, 看着宁可牺牲一双眼睛也要给她一刀的人, 鬼门大长老从没觉得一个人能这么疯, 她笃定了陆培峰会本能退避, 她可借此机会乘胜追击, 可万万没有想到她会疯成这样, 迫不得已之下, 鬼门大长老只能重伤逃顿, 陆培峰把双血剑随手一扔, 坐在被尸体包围的中央, 像是要等阿渊回来一样, 一动不动, 甚是乖巧, 躺在脏污血泊里的双血都快要气死了, 她可是神剑, 神剑, 她就这么对待她的吗? 说好的尊重吗? 她蹭的一下立了起来, 想给陆培峰两下子, 可看到她俊年燃血, 失魂落魄的可怜模样, 到底没狠的下心, 若是她跟宋明渊绑定了关系, 还能靠着这层关系, 感知一下她是生是死, 可她如今是一把无主之剑, 根本不可能知道, 以她低微的修为, 若是那最后一道雷劫真的落在她身上, 指定是没有了, 铁头茫然地在悬崖边上转了一圈, 回来就看到一人一剑惨兮兮的样子, 她将陆培峰滴溜起来, 又用大脚踢了踢双血, 气得双血在她铁身板上砍了两剑, 留下好几道划痕, 铁头气呼呼一脚就把双血踢飞了, 陆培峰被她颠得咳出了一口血, 脸色惨白惨白的, 眼神一片死尽, 铁头想安慰她, 拍拍她的脑袋, 又担心自己力道没个轻重, 一下就把人给拍死了, 于是将她滴溜着走了回去, 沉重压抑的气氛包围着西山堂, 往日的欢声笑语都不见了踪影, 这种低迷的气氛一直持续到了天亮, 陆家几位夫人眼睛一个个都是红肿的, 只有陆成三兄弟还算坚强一些, 处理着西山堂上下事宜, 你说好好的一个人怎么会这样, 看着陆家人的状态, 梦是心里也难受得紧, 沈剑似乎才回过神来, 嗓子发紧, 娘, 他张了张口, 却不知道要说什么, 他不相信阿渊姑娘会这么轻易死去, 他是能将北魏闹得鸡飞狗跳, 大鸣鼎鼎的妖道, 能屡次三番将命悬一线的他们救回来的人, 我去看看云线, 还有陆兄弟, 梦是目录担忧, 是该去看看的, 你多留意一下他们两个, 渊渊跟小枫感情好, 阿渊看着对阿妍也是喜欢到心砍上的, 如今渊渊跟阿妍出了事, 他们只怕心里不好受, 你去开导开导他们, 莫要让他们做傻事, 是, 娘, 沈剑嘴角微带着些苦涩, 他怎会不知道他们感情好, 梦是没注意到儿子黯然的样子, 叹息一声, 你陆奶奶早上晕过去了, 也不知道醒没醒, 他这般疼渊渊, 我待会儿得去看看, 他不忍说下去, 除了这样的事, 只怕对陆架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渊渊心系陆架又帮过他许多, 渊渊不在的日子里, 他多帮忙照看一些也是应该的, 好, 母子俩带上了火房的早点, 一道去了小木屋, 他们到的时候, 小木屋底下已经围着不少人了, 吴达和李飞一众都在, 都是担心宋明渊和陆家人的, 殷石月也提了早点过来, 今日, 木屋的小厨房没有了热闹的烟火器, 也没有了老太太鲜活中气的吆喝声, 木门吱压一声打开, 梦是眼前一亮, 老, 夫人, 后面两个字像是梗在了喉咙里一样, 不由捏紧了手里的石河, 其余人也愣在了当下, 老太太似乎又恢复了平日的沉稳庄重, 只那花白的头发一夜之间全白了, 再也找不出来一根黑色的头发, 像是落了满头霜雪, 陆家几位夫人瞥开眼, 生怕自己再多看两眼又会忍不住哭出来, 老太太前些日子还满脸高兴的说, 喝了冤冤给他神仙水后, 烦恼还童, 黑头发都长出来了, 而今, 老天爷, 这是要他们的命啊, 怎么了, 一个个处在这里作甚, 我没事, 无需担心, 这把老骨头还能撑撑, 等着冤冤回来呢, 陆老夫人说完, 似乎想笑一笑, 实在笑不出来, 反倒让自己心窝窝一抽一抽的疼, 她没再说话, 迈着沉重的步子, 默默地转身走向了厨房, 饭得吃, 好好吃, 吃了身体才不会垮掉, 要多活几岁, 活着等冤冤回来, 要不然, 即便是死了, 也不能瞑目, 看到陆老夫人寄疗的背影, 几位夫人心里难受, 陆大夫人看着眼睛红肿的肘里, 声音低压开口, 行了, 渊渊不会想看到, 我们这样的, 都振作一点, 渊渊帮了我们这么多, 我们不能让她白忙活一场, 生意还得继续, 西山堂也不能放弃, 等我们把补业阁发扬光大, 把西山堂发展起来, 渊渊肯定会回来的, 虽然这个希望很渺茫, 但是再渺茫, 也是希望, 大嫂说得对, 我还没把西楚二皇子头打爆, 把西楚城池抢来给渊渊当新婚礼物呢, 待我打下了江山, 渊渊就会回来了, 是, 渊渊的嫁衣才刚刚选好料子, 还没来得及动真, 等她回来穿上绣好的嫁衣, 一定会是这个世上最漂亮的新娘子, 有了信念的支撑, 陆家几位夫人打起了精神, 他们一定会用自己最好的方式, 迎接渊渊归来, 陆家几位夫人下楼接待了梦逝一行人, 又领着沈剑和大夫去看了陆裴峰, 陆裴峰被铁头低了回来就晕倒了, 陆家几位叔叔轮流手在他身边, 就怕他醒了受不住, 做出什么不受控制的事, 他这双眼睛伤得太狠了, 想要重新恢复过来, 很难, 大夫顿了顿, 没有把话说绝, 他无意在陆家人本就受到创伤的心理, 再加上这沉重的一击, 在他看来, 眼睛伤成这样, 想要复明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便是有少夫人之前给药糖挤好的商药方子, 都不可能做到, 叹了口气, 大夫拿出白色纱布将陆裴峰的眼睛缠好, 他一有动作, 陆裴峰就醒了,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他很安静, 既没有悲痛欲绝, 也没有大吵大闹, 只是脸色苍白, 木然地坐在那里, 像是个木偶一样随大夫摆弄, 铁头就蹲在旁边, 目光悠悠地盯着他看, 像是有种他要是寻死觅活, 就一脑袋拍晕他的蠢蠢欲动, 小峰, 不等陆程说些什么, 陆裴峰就开口说话了, 三叔, 我要离开西山堂, 去找阿渊, 他声音带着几分色意, 却很冷静, 可是你的眼睛, 只要我还能走, 就不会放弃, 他答应过阿渊会去找他的, 大家身边都有亲人在侧, 阿渊什么都没有, 他不能放任他一个人待在外面, 他要是没有灵力了, 要是受欺负了怎么办? 好, 见大侄子态度坚决, 陆程也放弃了劝说, 知道, 那我让青海和长云回来陪你一起, 他能理解大侄子此刻的心情, 毕竟那是他放在心肩上的人, 陆裴峰拒绝了, 不, 我现在就走, 奶奶还有娘? 就劳烦叔叔们多照顾了, 我找到阿渊就回来, 陆程听懂了他前一死的话, 要是找不到, 他会一直找, 直到将人找到为止, 陆大夫人没说什么, 只叮嘱了他, 要是有阿渊的消息, 记得给我们带个信, 还有, 要记得报平安, 他心中有不舍, 有担忧, 但更多的还是要放手, 让他去做他想做的事, 陆裴峰离开西山堂的时候, 铁头也跟着消失了, 西山堂被护山大阵包围在其中, 坚固如铁桶, 进步得出不得, 只有店铺的传送阵, 成了出入的唯一通道, 之后, 鬼门的人又来了几波, 不过都是无功而返, 法阵外的悬崖边上, 云雾缭绕, 深不见底, 陆裴峰凭靠着记忆, 一路跌跌撞撞来到了这里, 因为看不见, 岂先他还会磕磕碰碰几次, 找到感觉后便不会了, 看不见, 他还能听, 还能闻, 还能伸手去触, 铁头就在他身边, 给他看路, 看到前面有障碍, 还会伸脚去踢踢他, 陆裴峰原本走得好好的, 被他一脚踢倒了, 他只是瞎了, 不是死了, 陆裴峰坐在地上, 听着风声从耳边吹过, 一张俊美的脸, 少见的露出了茫然和脆弱, 铁头, 你说阿渊会在哪, 不知道啊, 铁头呆呆的, 陆裴峰似乎也不要铁头的回应, 又物字失神问, 他会等我来找他吗, 铁头, 不知道啊, 没得到答案, 陆裴峰站起来继续走, 山路并不好走, 等走到悬崖边上的时候, 他已经是一身狼狈了, 他想, 如果他能有宋玉言那样的能力就好了, 可以不受阻隔, 直接出现在阿渊面前, 可惜, 他并没有跟阿渊那具身体的联系, 也没有跟空间的联系, 滴溜了起来, 让陆裴峰双脚离地, 主人活着, 又不是死了, 死了他肯定放手, 要不然主人没办, 他跳下去, 主人回来找不到他, 就麻烦了, 陆裴峰面无表情地转头, 沉默了一会儿, 我只是想让你带我到下面看一看, 并没有要跳崖的意思, 铁头呆滞, 然后滴溜着陆裴峰, 毫无预兆, 呼啸一下就跳下去了, 陆裴峰就这样任由他提着感受下坠, 他自己眼瞎看不见阿渊, 还叮嘱铁头, 要是看见阿渊, 你就踹我一脚, 肉身已经毁了, 他亲眼看着的, 阿渊若是活着, 肯定成了魂体, 他瞎得不是时候, 陆裴峰跟铁头从悬崖跳下来的时候, 距离他们无礼地的山林外, 一行身着静装手持妖刀的队伍, 停坐在了山道上, 为首之人相貌堂堂, 手里转着两颗光滑郁润的绿珠子, 一身轻衣, 颇有几分文人雅士的模样, 不过此刻脸色却是不太好看, 殿下, 现如今西山堂和鬼门都是值得怀疑的对象, 前些日子属下得到密信, 雍州之府萧云志传了消息给北魏鬼帝, 鬼门的人劫走了他夫人谢氏, 并且搬空了萧府, 如今北魏皇帝对这件事十分重视, 可现在看来, 这西山堂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能用竖法将整个一个地方与外界隔绝, 这样的手段实在闻所未闻, 在来这里之前, 文人杰已经将陆家人定位了最大的怀疑目标, 他来此就是想确定这件事的, 乃曾想中途又杀出了个鬼门, 这鬼门是个什么东西, 他根本就不知道, 他已经派人去查过了, 雍州确实发生了这么一回事, 而密信上的内容也没有作假, 不管是鬼门还是陆家, 只要让他找出来是谁坏了他在北魏多年的布置, 他都要让其付出惨痛的代价, 见二皇子浑身气压低沉, 说话的人低了低头, 殿下, 现在西山堂进不去了, 鬼门又毫无消息, 不如您先回去, 让属下再次监视, 永信王贼心不死, 没有您坐镇京都, 只怕会迷惑圣厅, 生出乱子, 文人杰脸色更沉了, 自打在北魏这边失利, 父皇已经对他有所不满了, 若是让永信王再敬言几句, 只怕父皇会对他心生下戏, 为了查探消息, 已然耽误了许久, 确实不能在这里多留了, 给我备码, 看好他们, 有消息务必第一时间传回来, 本殿下不信他们能藏在西山堂里, 一辈子不出来, 文人杰望着那透明洁界的方向, 微眯了眯眼睛, 拂袖转身上了马, 六名轻卫随行护送, 文人杰策马, 才走出不到一里地就停住了, 他们前路躺了个人, 看不清面容, 殿下, 轻卫静意不定, 纷纷围在文人杰旁边, 这里前不着村, 后不着店, 刚刚来时空无一物, 怎么才一会儿的功夫, 路边就多出来了个人, 文人杰皱起眉头, 心中警惕, 去看看怎么回事, 要是发现不对, 直接杀了, 是, 轻卫带着一人打马上前, 还不带他们靠近, 躺在地上的人就动了动, 懵懂地坐起身来, 绸缎般的发丝倾泻下来, 露出一张精致绝俗, 美不胜收的脸, 他一双眼纯净得如同不安适适的右兽, 不染一丝世间的陈垢, 像雾落凡尘的仙子, 让人呼吸都跟着一致, 众人满目惊艳, 哪怕是见惯了美人的文人杰, 也被这一只鸡心脏的美色, 惊艳得愣神了好半生, 他迫不及待推开轻位, 等回过神来的时候, 已经走到了境前, 文人杰目不转睛地盯着恍若山中, 精灵的美人, 平住呼吸, 小心翼翼问道, 敢问姑娘方明, 为何会晕倒在此, 可是遇到了困难, 需要帮助, 那双清澈的能让人心神为之牵动的名谋, 落在了文人杰身上, 他少见地感受到了什么是心跳如雷的感觉, 他眨白了下眼睛, 慢吞吞地吐出了一个字, 丑, 得到回应的文人杰露出了个笑脸, 声音温柔, 姑娘名叫阿丑, 你, 丑, 文人杰原本应该生气的, 可对上这么一张脸, 他完全生不起一丝气, 那姑娘方明叫什么, 他耐着性子问, 方明, 鲜秀漂亮的眉毛皱了皱, 不解地问, 什么是方明, 原来是个傻的, 众人惋惜, 文人杰眼底却亮起了金光, 觉得他简直就是老天赐给他的宝贝, 要不然怎么就正好让他发现了它, 而他又恰好是个傻的呢, 是阿杰哥哥的不是, 忘记仙妹妹不懂了, 刚刚阿杰哥哥不应该把你一个人丢在这里, 跟阿杰哥哥回家吧, 别闹小脾气了, 他目光温柔宠溺, 好像当真有那么回事似的, 阿渊看傻子似的看他, 白皙无瑕的脸都带了几分鄙, 我叫阿渊不叫仙, 虽然他不知道自己全名叫什么, 但他就是知道自己叫阿渊, 因为好像有人叫过他小渊, 渊渊, 阿渊, 文人杰僵硬了一瞬, 随即带上无懈可击的笑容, 是阿杰哥哥说错了, 渊妹妹, 你跟阿杰哥哥回家吧, 阿杰哥哥家里什么都有, 你想要什么好吃的好玩的, 阿杰哥哥都能给你取来, 阿渊一下就被吸引了注意力, 他刚才好不容易才从空无一人的琉璃殿中震脱出来, 有点饿了, 于是点点头, 十分拐巧地说道, 要好吃的, 文人杰露出了一抹笑, 人傻就是好骗, 他把马牵了过来, 那阿杰哥哥现在就带你回去吃好吃的, 渊妹妹, 快上马吧, 阿渊上了马, 见文人杰也想上来跟他共乘一骑, 怎么想都觉得不对, 他什么身份, 他又是什么身份, 他怎么能跟他共乘一骑, 于是一脚把踩在马灯上的文人杰踹了下去, 一指气使道, 你去给我牵马, 文人杰摔在了地上, 文人杰黑了脸, 轻微一把将他从地上扶了起来, 生怕他一气之下, 让这样难得一见的美人命丧刀下, 赶忙说道, 殿下, 属下来给渊姑娘牵马就好了, 有了台阶下, 文人杰面色和缓了许多, 但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到底拉不下来脸, 继续往前凑, 只能气闷对上了另一匹马, 阿渊将绳子拽在了手心, 睁着轻量有神的毛子左右看了看, 没等轻微过来牵绳, 就无师自通的一家马腹, 驾马狂奔了起来, 渊姑娘, 风呼呼地吹在他脸上, 他觉得很好玩极了, 只把身后的叫唤忽视了个彻底, 马马快点跑, 把后面的傻蛋都甩掉, 马马快点飞, 一条路上走到黑, 黑色的骏马像是能听懂他的话一样, 矫健的四肢拔足狂奔, 速度快若疾风, 不一会儿, 文人杰一行人就被圆圆甩在了身后, 快追, 别让人给跑了, 我要将他带回西处, 以悬崖为中心, 方圆石里找了个便, 陆裴风和铁头都没有看到宋明渊的影子, 其实只要他们飞到天上, 就能看见那道离溪山堂越来越远的身影了, 但是没有主人的主动召唤, 铁头根本感知不到他的方位, 只能跟着陆裴风一寸寸寻找, 随着时间越来越长, 他的心也一点点变沉, 陆裴风坐在阿渊半个时辰前落地的路边, 眼睛上的纱布已经不知所踪露出了猙獰的伤口, 他静坐了一会儿, 撕下一块黑色布条将眼睛重新缠好, 被荆棘划伤的手支起双血, 与其平静的没有起伏, 指南南道, 鬼门一定有找到阿渊的法子, 这世间也只有他们跟阿渊一样拥有凡人没有的法力, 我得去找他们, 双血觉得他有点可怜, 可下一秒就听他对他说道, 要是找不回阿渊, 我就天天把你泡在粪池里, 双血, 他可怜的龟儿子, 他就是狗, 亏他以前还觉得他说的那番不强迫他认主的话, 有点感动, 他感动个时, 他简直比那没有心的女人更可恶, 双血骂骂咧咧, 决定到鬼门的时候砍死那些龟孙子, 他不是怕炮粪池, 他是想尽早找到那女人的下落, 陆裴峰背上双血, 带着铁头像个浪迹天涯的旅人一步步远去, 半个月后, 西楚皇城, 精力旺盛的阿渊带着面容憔悴, 神情维米的文人杰和六名轻卫进了城, 足足一个多月的路程半个月跑完, 鬼知道他们一路上都经历了什么, 阿渊拽了拽脸上的面纱, 一双灵动的毛子四处张望着, 像是出出入室一样, 哪哪都带着好奇, 这就是你们说的有很多好吃的和好玩的西楚皇都吗? 真热闹呀, 文人杰和一众轻卫手里拿的背上背的, 都是他一路上扫荡的吃食和玩意, 一个个活像那个跟在大小姐身边安前马后的小丝, 他们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听话, 等察觉不对的时候, 事情已经发展成这样了, 回到自己的地盘上, 文人杰觉得应该拿出一点身为皇子的气势, 于是把自己手里的东西往轻卫头上一放, 够了, 随我回府, 他沉着脸, 先前的和颜悦色跟耐心诱哄荡然无存, 阿渊从繁华的街道上收回目光, 意外地看了文人杰一眼, 他终于忍不住露出真面目了, 但是他心里完全没有怕的感觉, 你凶我, 太不听话了呀, 要不是找不到一个好的钱袋子, 他肯定把他狠狠揍一顿再扔掉, 文人杰没有回答, 只是冷着脸, 对身边的轻卫道, 把渊姑娘送回府, 我要进宫面见父皇, 若是把人看丢了, 你们也不用活着来见我了, 记住, 别让外人看到他的容貌, 说完, 文人杰就进了早已准备好的马车, 往西楚皇宫而去, 阿渊看向几名面露南色的轻卫, 主动问道, 哪个府, 抱着东西的轻卫赶忙道, 渊姑娘, 殿下住在二皇子府, 属下带您过去, 文人杰说, 有好吃好玩的都能给我取来, 是真的吗? 对于渊姑娘直呼二皇子大名, 但到现在全然麻木了, 渊姑娘与正常人不同, 怎么能以正常人的态度去要求她? 虽然觉得文人杰有哄骗的嫌疑, 但亲卫们可没有那个胆子去戳破, 直到二皇子殿下说的话当然作数, 那行吧, 我跟你们回去, 在西楚, 皇子行过官礼之后, 便可以在外立府了, 文人杰的府邸就在正街不远, 在没找到下一个冤大头之前, 阿渊暂时还不打算离开, 他没有钱, 据他这半个多月以来的观察, 这里吃的, 用的穿得住的, 而文人杰一看就很有钱的样子, 他倒要看看, 他将它带回来想要干什么, 阿渊被亲卫带进了府里, 安置在了云水居, 府里的管事嬷嬷听说他是殿下带回来的人, 指了两个丫鬟伺候, 阿渊不太适应, 等他们把东西归制好后, 就让人下去了, 他关上了房门, 偷偷摸摸地拿出了买的小桃人放在手上, 默念了几声收, 掌心里的小桃人就消失不见了, 阿渊眨了眨眼, 不是错觉, 他真的可以把东西变眉, 这件事情也是他前几天才发现的, 当时还在赶路, 又加上有文人杰和几个亲卫在旁边, 所以没有追根究底, 阿渊下意识的就是不想让他们知道, 如今被证实了, 他眼睛都亮了, 可惜的是, 这个能力时灵时不灵的, 阿渊又换着东西试了几次, 像是反应迟钝一样, 念了好几遍都没有动静, 他想看看这些东西都被收去哪里了, 却只看到了一片漆黑, 堵堵堵, 就在这时, 门被敲响了, 阿渊赶忙将东西恢复成原状, 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 说道, 请进, 渊姑娘, 进来的是刚刚那个帮他归制东西的圆脸丫鬟, 看着年岁不大, 低眉顺眼的, 侧妃娘娘要见您, 让您去花厅一趟, 阿渊不懂, 她要见我, 又不是我要见她, 为什么要我过去啊, 她是不能走吗? 小竹掖住, 支支吾吾道, 那个, 因为她是侧妃, 她在府里的未分高, 所以得听她的, 不听她的话, 就会, 嗯, 后果很严重, 阿渊问, 那你们府里未分最高的是谁? 这个问题很好回答, 都不用思考, 是二皇子, 她是这个府里的主人, 府上所有事她说了算, 阿渊点点头, 那我要是让二皇子都听我的, 那是不是就不用听她的了? 小竹无言以对, 觉得这姑娘脑袋可能不太好使, 怎么会觉得堂堂一个皇子会听她的, 都说男人的嘴骗人的鬼, 这姑娘这般天真, 怕也是有几分好颜色, 才被哄骗回来的, 小竹对她抱以了同情, 你要是能让二皇子听你的, 就可以不用听侧妃娘娘的, 但是得罪了侧妃娘娘, 你在府上会不好过, 阿渊自动忽视了她后面那句话, 那好, 我不去, 听得从云水局传回来的消息, 侧妃文士气得摔碎了茶盏, 她入府已有三年, 期间殿下从未曾从外面带过女人回来, 府中诸多机械, 也全都是殿下推脱不了, 被硬塞进来的, 殿下也不曾对他们另眼相待, 如今不过是出去一趟, 就带回来了一个来历不明的女人, 还被安排在了离殿下请房最近的云水局, 这让文士怎么没有危机感, 不过是一个狐妹子, 竟然也敢大放厥词, 说出让殿下听她这样的话, 文士都快要被气死了, 嬷嬷怕她意气用事, 劝道, 娘娘, 还是等殿下从宫里回来再做论断吧, 老奴看她就是个有恃无恐的, 若殿下真的这般看重, 咱们贸然出手教训, 只怕是遭殿下厌弃, 您就当她不存在就好了, 她如此不敬本侧妃, 难道还要让本侧妃忍着, 娘娘, 小不忍则乱大谋, 她在府里的时间还长着呢, 要是出了点意外, 死了也是正常的事, 咱们可千万别在这当口被抓住了把柄, 以后啊, 有的是时间, 文士似乎被劝住了, 怒意消了些, 嬷嬷说得对, 正非未定, 府上如今的后宅都归她来管, 犯不着为一个无名无分的人计较, 最多看不惯以后, 随便找个由头处置了就是了, 进了这后宅, 哪里有戎宠不衰的, 她倒要看看, 她能得意到几时, 你去找人看看, 殿下何时从宫里出来, 我好为殿下接风洗尘, 是, 娘娘, 西楚皇宫, 西楚皇帝文人仇坐在高位上, 被酒色逃空的身体颇有几分微米之态, 眼底清黑, 皮肤松弛, 不过半年时间就已经没有了以前的雄风了, 她眼神浑浊地看着底下的儿子, 听说你这次出去还带着个女人回来, 文人杰心头一紧, 下意识看了旁边站着的永信王一眼, 她才回来, 父皇就收到了这一消息, 是谁告状不言而喻, 她真是不遗余力地给他使绊子, 文人杰心中暗骂永信王卑鄙, 面上却是老老实实道, 父皇却有此事, 那姑娘事尘在回来的路上看见的, 见她身世可怜, 所以才把人带回了府中安置, 皇儿啊, 身为我西楚二皇子, 这般烂好心可要不得, 要是这般妇人之人, 父皇如何还敢将光复西楚的重任交给你去办, 你呀, 要多学学你皇叔, 你看他, 这半年来哪件事不替朕办得漂漂亮亮的, 父皇教训的是, 文人杰低下了头, 文人仇见他认错态度还算好, 脸色稍稍和缓了些, 你这一趟离开西楚, 可是弄清楚那妖道的来头了, 当然没有, 但文人杰怎么会告诉他自己此行一无所获, 连妖道的真面目都没见过, 父皇, 那妖道将北魏皇室搅得鸡犬不宁, 这件事儿臣已经核实过了, 他屡次搬空北魏皇宫, 将北魏皇帝逼得连夜迁功, 连国库都没剩下, 如今北魏一片乱象, 灾害频发, 名不聊生, 北魏皇宫颓势已现, 是我们西楚发兵的最好时机, 文人筹来了点精神, 此消息确定属实, 而臣绝无虚言, 北魏皇室瞒得再延时, 也总会露出端倪, 这样的事便是想瞒也瞒不下来, 文人杰想利用这个机会立功, 如今的北魏就像是一只垂死的狼, 没有陆家镇守国门, 根本不足为惧, 如果他能抓住这次机会, 就能从一众皇子中脱颖而出, 有望成为最受推崇的继承人, 而臣愿领兵出征, 为我西楚开疆拓土, 恳请父皇成全, 文人杰当即撩起一袍跪了下来, 永信王见此赶忙说道, 皇上, 战场上刀剑无眼, 二皇子未曾涉足, 年轻气盛, 此事事关重大, 不如明日早朝再行商议, 若是以前, 西楚皇肯定就毫不犹豫指兵了, 但是这大半年来, 许氏陆家这个心头大患已除, 便松懈放纵了些, 在他看来, 北魏尽早都是他们西楚的, 只不过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听得永信王的话, 也觉得有道理, 毕竟最近他这个二儿子做的事情, 屡屡出现纰漏, 实在很难叫他放心, 这样重要的事情, 不能草率下决定, 便依爱卿所言, 皇儿一心畏国, 振兴甚畏, 今天你便回去好好歇着吧, 明日早朝再行, 说罢便让他给退下了, 文人杰一路出了宫, 脸色十分难看, 他叫了清随, 把我不在的这段时间, 宫里发生的事事无巨细都说一遍, 清随看他的脸色, 也知道这次进宫不太顺利, 没敢有所隐瞒, 殿下, 您离开黄都的这段时间, 永信王屡屡朝宫里敬些美人, 直言这天下瑰宝, 就应该为皇上所有, 时常惹得龙年大月, 加上前些日子, 他平安有功, 皇上对他是越发宠信了, 文人杰停下了脚步, 眸光晦涩, 往宫里送美人, 他皱了皱眉, 父皇真是越来越昏溃糊涂了, 不过永信王能走这个捷径, 他未必不能效仿, 文人杰率先便想到了带回府的阿渊, 以他敬为天人的滋容, 绝对没有哪个君王能逃得过, 若是将他送进去, 定然是冠绝天下的存在, 届时父皇宠信的, 可未必就是永信王了, 这个念头一经出现, 就像是在他心里扎了根一样, 挥之难去, 文人杰不太甘心, 将好不容易得来的绝世美人拱手相让, 这样太可惜了, 他分明就应该是他的, 但是目前最快的破局方法, 好像也只有此道, 父皇缠于美色, 而他手里有着最大的筹码, 文人杰眸光明灭, 回府的路上几经权衡, 终于做出了决定, 回到府上, 他无视了侧妃的邀请, 直接去了云水居, 滑灯出上, 云水居一片安宁, 阿渊舒舒服服睡了一觉, 就让守在院门外的清卫去厨房点餐了, 文人杰来云水居的时候, 餐桌上已经摆了满满一大桌子阿渊喜欢吃的菜, 不过他只吃一口就皱起了眉头, 这个糖醋排骨做得太甜了, 还有这个红烧鱼太咸了, 你们不是说回到府里就有好吃的吗? 这就是你们说的好吃的? 他不太满意, 总觉得这两道菜不应该是这样的, 有更好的做法, 被他容貌冲击的魂都飞了的小竹口水不争气地往下咽, 姑娘, 府里的厨子请的都是名厨, 他觉得府上的伙食还是挺好的, 就是包子都蒸得比外面的好吃, 不过姑娘不喜欢, 大概是真的不好吃吧? 小竹心想明天赶早要不要采点招鹿与花蜜, 毕竟姑娘看着就是不食人煎烟火的样子, 渊妹妹别生气, 不合口味撤下去让他们重做就是了, 文人杰走了进来, 笑容可惧地耐心哄着, 小竹赶忙行礼, 见过殿下, 阿渊觉得自己被骗了, 可看着这满大桌子菜还是正经了神色, 不行, 浪费食物是可耻的, 他直勾勾盯着文人杰, 你把他吃完, 文人杰? 行, 文人杰此刻满脑子只想跟他拉近关系, 最好让他喜欢上他, 为他所用, 所以对于他提出来的无理要求, 几乎有求必应, 十分纵容, 他深情款款地看了他一眼, 一副拿他没有办法的样子, 阿渊眼尖, 你眼角有眼屎爱, 快点抠掉, 别等会儿跟饭一起吃下去了, 一句话让文人杰的笑天崩地裂, 脸颊抽搐, 僵硬又扭曲, 小竹偷偷瞄了一眼, 还真是有点没眼睛看, 他以前还觉得二皇子英俊帅气来着, 现在只觉得二皇子俊美的形象在他心里裂掉了, 甚至觉得他站在阿渊姑娘面前都有爱观瞻, 另一个丫鬟殷勤地送上了水和干净的金帕, 殿下连日在外奔波, 定是辛苦了, 没时间打理自己也是正常的, 大丈夫不拘小节, 文人杰听的舒心伸手接过, 洗了脸又擦干净手, 才压下心里蔓延的尴尬, 止入了座之后, 面对这一桌色香味俱全的菜肴, 回想阿渊刚才的话, 却是怎么都提不起胃口, 吃啊, 你怎么不吃? 阿渊满脸疑惑, 并且狐疑问道, 莫非你刚当答应我的都是假的? 当然不是, 文人杰只能执起筷子, 忍着想吐的冲动, 一边思索怎么让他答应进攻的事, 一边吃了起来, 他最多只能这件事情托上半个月, 半个月之后无论如何他都得进攻, 小莲将只看在眼里, 握着水盆的手紧了紧, 垂着头默默端着水退了下去, 进水居, 文士坐在摆好膳食的桌前, 张娇好的脸面沉如水, 只恨不能冲到云水居, 去把那个狐妹子给掐死, 自打入府以来, 他还没受过如此冷落, 他一来就给了她一个下马威, 真是好得很, 他目光冷冷地看着前来通禀的小莲, 你的意思是, 殿下真的对那个狐狸精关怀备至, 有求必应? 是, 奴婢亲眼所见, 小莲是文士安插进云水居的, 只将刚才二皇子对阿渊的纵容, 添油加醋告诉了文士, 文士坐不住了, 一拍桌子, 我明天就去会会他, 看他究竟使了什么下三滥手段, 迷了殿下的魂, 阿渊并不知情, 只全程盯着文人节将一桌子菜吃撑吃兔, 连清静的话都来不及说几句, 就被轻微扶走了, 阿渊愁眉苦脸叹了口气, 勉强拿出肉干, 咬了几口垫垫肚子, 这府上的菜还不如他的肉干香呢, 看来好吃的事没有了, 他问小竹, 你们府上有没有什么好玩呢? 小竹被他清澈无垢的眸子看得脸红, 姑娘若是觉得无聊, 明日可以到后花园逛逛, 后花园都有什么? 小竹想了想, 有侧妃最爱的菊花, 还有殿下精心饲养的锦理, 阿渊点了点头, 那好, 明天就去后花园看看, 等小竹收拾完桌子走出去, 阿渊回到房间又开始关门, 练起了收取物件, 他便出了许多小肉干, 又把房间里的东西都收进去了一遍, 进步神速, 唯一不变的就是, 他想弄清楚这些东西放在哪里的时候, 入目都是一片漆黑, 不过每当这个时候, 阿渊就感觉特别舒服, 毛孔像是全部打开了一样, 整个人如同泡在温水里, 暖洋洋的, 即便没有睡觉, 都不觉得疲惫, 第二天一大清早, 天还没亮, 阿渊摸着咕咕叫的肚子, 偷摸找了个地, 在墙角挖了个洞, 将从后花园顺来的井里包着菊花, 做成了叫花鱼, 他不会生火, 忙活一痛脸都抹黑了, 还没把火生起来, 阿渊茫然看着自己的手, 总觉得这个时候, 应该有人将他从地上拉起来, 给他擦干净脸, 然后把烤得香喷喷的鱼, 递到他手上, 撇了撇嘴, 算了, 自己动手风衣足时, 在墙角鼓道瓣上, 耐心告清的时候, 阿渊终于把火给点燃了, 他很开心, 赶忙把鱼埋进了土里, 第一次做完叫花鱼, 他咬了一口, 吐了, 随手把叫花鱼喂给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 在他身边眼巴巴等着的野猫, 第二次做完叫花鱼, 他咬了一口, 觉得一定是他的手法有问题, 把鱼喂给了闻香而来的第二只野猫, 有道是, 失败乃成功之母, 这次不行, 下次一定能行, 等做完最后一条鱼的时候, 他身边已经围了一群野猫了, 阿渊看着他们, 一个个吃得滚圆的肚子, 叹气, 他的手艺还是好的, 只是做不出来他自己喜欢吃的, 瞧这些小猫吃得多香啊, 他也想吃鱼, 这个念头一落, 手里就多了一条炸得酥酥脆脆的小鱼干, 阿渊瞪圆了眼, 觉得肯定有人像他投喂小猫一样, 在投喂他, 他昨天想吃肉干的时候, 也是这样的, 看见小猫气气盯上了他手里的小鱼干, 阿渊连忙三两口吃掉, 没有了, 他摊开手, 野猫喵喵冲他叫了几声, 也不像是对别人那么排斥, 道别似的喵喵叫了几声, 才转身跳出去回了后山, 看到被糟蹋的像是经过暴风雨洗礼的后花园, 温氏几乎要晕过去, 他的绿云, 他的墨菊, 他的仙灵芝, 究竟是谁干的, 众人瑟瑟发抖, 有人惊得瞠目结舌, 侧妃娘娘, 殿下饲养的井里也都不见了, 咱们府里昨儿晚上怕不是进了贼, 温氏连忙走到池边的亭王上一看, 果然, 养得白白胖胖的井里一条都不见了踪影, 去给本侧飞找, 绝地三尺也要把这可恶的小贼找出来, 他咬牙切齿, 恨不能把人挖出来仗壁, 一大清早, 二皇子府热闹了, 罪魁祸首干完坏事已经回了云水居, 只留下一地让人匪夷所思的鱼骨头, 他偷偷地出去又偷偷地回来, 就连小竹都不知道, 他一大早干了件多么惊天动地的大事, 看来今天后花园是去不成了, 他带着早点从膳房回来, 语气中还有点遗憾, 为什么去不成, 后花园还挺好玩的呀, 不仅有鱼捞还有花斋, 就是鱼的品质不怎么好, 他做了那么多条, 竟然没有一条好吃的, 听说后花园遭了贼, 那小贼把二皇子养的井里和文策飞最喜欢的菊花给糟蹋完了, 现在外面的都在抓贼呢, 咱们还是不要出去的好, 万一碰上那小贼被挟持住可就麻烦了, 接触过几次, 小竹也知道阿渊姑娘的特殊, 所以很有耐心的软身哄着, 阿渊呕了声, 原来这叫小贼呀, 看来当个小贼很适合他, 阿渊早上只吃了一条小酥鱼, 看到小竹将食和提了回来, 狠给面子又吃了些, 比起府上的食物, 他其实更喜欢自己时不时变出来的, 变出来的不管是口感还是口味, 都像是为他量身定做的一样, 挑不出一丝差错, 但是他总不能一直是自己拿出来的, 这样会引起别人的怀疑, 似乎有个慈祥的老太太曾阴阴叮嘱过他一样, 阿渊觉得自己可能是忘了点什么事, 只不过还不等他仔细想想, 闻侧妃就带着一众家丁闯进了云水居, 把他给我拿下, 小竹险些连食和都给吓掉了, 见那些家丁就要冲过去, 守门的轻卫急忙拦下, 侧妃娘娘, 你这是要干什么? 殿下有令, 云水居不得擅闯, 闻侧妃见闻人杰, 如此乎这个狐狸精, 度火中烧, 昨天晚上府里闹了贼, 闻侧妃有理由怀疑这件事情是他干的, 他图着红扣丹的手指指指还在吃汤脚一脸无辜的阿渊, 看到那张脸, 闻侧妃顿时一惊, 净声出几分自残行贿的感觉来, 可紧接着心头危机感前所未有的强烈, 他本就是想借机给他一个教训的, 但看到他的长相, 心里想要除掉他的想法, 更甚了, 有样一个人在, 他和后宅的一众姬妾, 焉能再有出头之日, 殿下竟然将内宅事物交给我来管, 那我就有责任把这胆大妄为的小贼揪出来, 两位可是要想清楚了, 你们确定要阻碍本侧妃办事? 两名轻微想到文侧妃背后所代表的文家, 殿下如今还需要文家的支持, 眼下万万是不能得罪的, 于是只能咬牙退到了一边, 一人想要去给文人杰传消息, 却被文侧妃眼尖的喝止了, 站住, 在那胆敢挑衅二皇子府的小贼还没有找出来之前, 今天谁也别想离开这里, 他看向半点紧张惊吓都没有的阿渊, 脸色一沉, 你可知罪, 阿渊坐在椅子上连屁股都不摸一下位置, 见他这样问就这样答了, 不知, 他只知道小猫吃得很香, 文侧妃立声质问, 殿下养在池子里的井里是不是你杀的, 还有本侧妃精心照料的菊花, 你说的什么时候? 阿渊坐直了身体, 昨天晚上? 昨天晚上关今天早上的他什么事? 阿渊又坐了回去, 不是, 文侧妃根本就没有指望他会承认, 事实上他连怀疑阿渊的证据都没有, 只是单纯看他不爽, 所以才把这件事情扣到了他的头上, 文侧妃冷笑起来, 还敢嘴硬, 来人给本侧妃掌他的嘴, 一众丫鬟婆子看向阿渊的目光都有些怜悯, 得罪谁不好, 偏偏得罪文侧妃, 爱了文侧妃的眼, 看来这姑娘是少不咬苦头吃的了, 小猪扑通一声跪了下来, 速速发抖道, 侧妃娘娘真的不是渊姑娘, 渊姑娘从昨天住进来就没离开过云水居, 奴婢可以作证, 他知道这衣柜以后在府上许事难呆了, 可他不能看着渊姑娘受罚, 他纯净得犹如一张白纸, 还有点不太聪明, 孩子心性什么都不懂, 你敢包庇他, 文侧妃立谋扫向小猪, 格外黑沉的眸子紧紧盯着他, 带着无形的压力, 奴婢不敢, 小猪大气都不敢喘, 身体控制不住抖得更厉害了, 文侧妃冷哼一声, 却没打算放过为阿渊说话的小猪, 给我一同长嘴, 打到他们交代清楚为止, 家丁们都没动, 面对阿渊那张完美无暇的脸, 他们实在有些下不去手, 光站在这里多看两眼都觉得亵渎了, 更何况上去扇他耳光, 见他们犹犹豫豫的样子, 文侧妃目光如冰刀子一样寒冷, 怎么, 要本侧妃亲自动手, 看来是本侧妃命令不了你们了, 是不是, 听到他暗含威胁的语气, 家丁一咬牙, 眼睛一闭, 朝阿渊说道, 姑娘, 得罪了, 虽然可惜, 但要怪就怪他得罪了文侧妃, 说完, 卖不上钱, 小竹很快就被擒住了, 剩下的都朝阿渊走了过去, 阿渊皱眉, 觉得有点生气, 他明明躲得很好, 怎么可能会被发现去了后花园, 简直胡说八道, 眼看着家丁就要伸手抓他, 他一个抱起端着汤碗,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过去, 倒扣在了文侧妃头上, 哗啦, 葱花拌着饺子汤, 叫了文侧妃满脑袋, 小竹愣住了, 被躲开的家丁愣住了, 所有人都愣住了, 谁也没想到他会突然动手, 惹到我, 你算是捏到, 踢到铁板了, 阿渊插腰怒目, 呼, 差点就说成捏到软柿子了, 他的字典里字字句句都是狂言, 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谎言, 文侧妃被泼成了落汤鸡, 一张带着精致妆容的脸都气得扭曲了, 他敢, 他竟敢, 想打我, 阿渊眉目一横, 那我就先赏你一巴掌, 接着吧你, 啪, 一声脆响, 文侧妃的脸结结实实印了一巴掌, 众人眼珠子都快瞪了出来, 直接惊掉下巴, 不是, 他真敢, 文侧妃气得全身发抖, 眼睛都红了, 你这个贱人, 敢打我, 看我不撕赖你这张狐妹子的脸, 他仰手就朝阿渊脸上扇去, 手指成钩状, 尖利的指甲对准了他的脸就弄, 眼中恨意招招, 像是要毁了他的容貌, 阿渊哪能这么容易被他得手, 身子灵活闪开, 贴身绕到他身后, 直接抬腿, 一脚将人揣趴在地上, 所有动作像是练过很多遍一样, 阿渊自己甚至都没咋反应过来, 本能就已经让他把文侧妃打趴下了, 原本打算挠向他脸的指尖猛的一戳在地上, 从指甲根处断裂, 直接撕到了肉里, 连看见的人都不经疼得倒吸一口凉气, 啊, 阵阵钻心地痛从手指传来, 文侧妃握着手, 摆着脸额冒冷汗, 疼得叫出声来, 侧妃娘娘, 丫鬟摸摸脸色大变, 终于反应过来, 一拥冲上去, 把文侧妃从地上扶起, 文侧妃缓过那追星刺骨的痛, 目光恶狠狠地瞪向阿渊, 眼神恐怖地像是要吃人, 你, 阿渊十分机智地接过话, 我很强我知道, 你很弱, 你不是我的对手, 文侧妃急欲吐血, 突然, 他脸上的凶狠的神色一收, 换成了梨花带雨惹人心怜的模样, 气声道, 殿下, 殿下, 你可要为妾身做主啊, 阿渊这才知道, 文仁杰从宫里回来了, 他刚刚打人打得过于投入了, 要不然, 文仁杰从踏进府门的那一刻开始, 他就能知道, 被撞见了, 阿渊也不觉得害怕, 甚至觉得, 文仁杰要是加入, 他也能把他打一顿, 好事成双, 复唱复随吗? 怎么回事, 看到府里闹得乌烟瘴气, 财下早朝便接到府中禁贼这一消息, 急匆匆赶回来的文仁杰眉头紧锁, 满面怒容, 他一生气, 丫鬟匍匐便成黄成恐跪了一地, 一整个院子, 除了文仁杰还有跟他告状的文侧妃, 也就只有阿渊直挺挺地站着了, 便是小竹心惊胆战地偷偷拽了他两下, 他也丝毫没有腰弯膝盖的意思, 文侧妃哭诉, 殿下, 府上后花园遭小贼践踏, 妾身追查到此, 谁料妹妹竟如此恶劣, 不仅不配和妾身搜查, 还将妾身打成了这样, 妾身好疼阿殿下, 那小贼进了云水居, 文仁杰眉头一皱, 与其焦急地问, 见他第一时间关注的是这个, 而不是他身上的伤, 文侧妃咬碎了一口银牙, 他竟然都不怀疑一下, 罪魁祸首, 就是那狐狸精, 殿下, 妾身只是听说了, 早上妹妹去过后花园, 便想来云水居问一问, 谁知道, 妾身不怪妹妹鲁莽, 可是那些锦里, 都是皇上赏赐的, 要是怪罪下来, 妾身宁愿看见自己被问责, 也不希望皇上因此怪罪殿下啊, 文侧妃擦了擦眼泪, 看向阿渊, 一副大度善解人意的模样, 妹妹你就跟殿下认个错吧, 殿下肯定不会怪你的, 阿渊没理会, 他有一挑拨是非的话, 只是满眼好奇地问道, 你听谁说我去过后花园的, 他可以确定他清早翻墙出来的时候, 没有人注意到他, 可他却说有人看见了, 阿渊很好奇这个人是谁, 对方看见了他, 他却没有发现对方的存在, 肯定是个厉害的, 他对这样的人, 比对文仁杰和文侧妃感兴趣多了, 妹妹你, 哎, 你质疑我可以, 但你不能质疑我错怪了你, 若非有人亲眼看到, 你去了后花园, 我又怎么会带着人过来确认这件事, 之所以不说出来, 只是不想大家脸上都闹得不好看, 我一片好心, 没想到妹妹如此不领情, 既然如此, 那我就直说好了, 文侧妃扫了一眼旁边的小莲, 看向阿渊目录怜悯, 那丫鬟是你云水居里面的吧, 今天早上他看到你去了后花园, 知道后花园被糟蹋之后, 特地将这件事情告诉了我, 妹妹,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事情, 但那些锦里至于殿下来说, 却是不能用金银来衡量的, 你怎么能把他们全都弄死了, 阿渊点头, 哦, 我知道了, 什么小莲看见了他去后花园了, 简直就是胡扯, 他早上离开云水居的时候, 小莲明明还在睡懒觉, 把活全都退给了小猪, 小莲根本不可能见他离开过云水居, 不过他们污蔑他, 倒也歪打正着, 是我做的, 不服憋掌, 阿渊承认的爽快, 爽快道, 绞尽脑汁想要让他坐实这个罪名的文侧妃, 一时间都忘记了手指的痛, 殿下, 他一把抓住了文人节的袖子, 受伤的手指被衣裳的线勾到, 痛得他撕了一声, 脸上的表情差点没挂住, 可他这会儿更多的却是激动, 承认了, 他竟然亲口承认了, 殿下, 他委屈地看向文人节, 咬了咬唇, 那些花都是妾身最喜欢的, 当年我们的缘起也是因为菊花, 妾身受些委屈没什么关系, 但是井里却是殿下喜欢的, 就这样没了, 臣妾只觉得可惜, 说完, 他还故意露出自己手指的伤口和脸上的巴掌印, 看着实在惹人联系, 若是随意一个人, 文人节或许就处置了, 可阿渊他留着还有用, 当然不可能因为此事训斥他, 行了, 这件事就到此为止, 文侧妃怀疑自己听错了, 愣在原地, 他怎么能就这么简简单单, 就把这件事情接过去, 他都亲口承认了, 他竟然能纵容这狐妹子纵容成这样, 政府里这么多年以来都没再享受过的待遇, 文侧妃难以置信, 极度的心都碎了, 但是阿渊并没有因为文人节的话, 而对他抱有多大的感激, 这个人一开始就没安好心, 所以他一路下来驱使他驱使的理所应当, 文人节不予追究, 文侧妃就算再不甘心, 也只能咽下这一口气, 不过这一回算是彻底把阿渊视为眼中定肉中刺了, 阿渊没把他放在眼里, 然而不知道文侧妃是不是吃错了药, 第二天竟然又忘记了疼, 再次耀武扬威的找上门来, 别以为殿下纵容了你, 你就能为所欲为了, 你以为你还能得以得了多久, 呵呵, 阿渊知道文人节昨天晚上在进水拘留宿了, 听这话好像他快玩了似的, 不过他是不可能这么快玩的, 文人节完了他都不可能会玩,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但是就是这么的肯定, 而且他说的不对, 就算他要为所欲为, 文人节不同意也没有办法呀, 他又不用过问文人节的意见, 干嘛要他来纵容, 我能得以很久, 阿渊认真说道, 他油言不尽的样子让文策飞气到了, 可以想到昨天晚上殿下跟他说的打算, 自己何必为一枚即将送出去的棋子气呢, 这狐狸精生的再好看又有什么用, 还不是被献出去用来服侍老男人的命, 文策飞怒意烧脸, 微微勾起了唇角, 就连看向阿渊的眼神都带了几分施舍的怜悯, 你也就是一个长得好看一点的花瓶, 该不会真以为殿下对你一往情深吧, 真是笑话, 阿渊觉得当花瓶没什么不好的, 能装花的同时打人还惧疼, 不过这人夸他就夸了, 怎么一副嘲讽的样子, 而且文策飞对他有所图谋这件事情, 他早就知道了, 他又不是真傻, 阿渊不太想跟文策飞说话, 毕竟他的话让他很是无言以对, 反倒注意力全被文策飞头上眼花缭乱的首饰给吸引去了, 来云水居前, 文策飞为了炫耀, 还特地打扮了一番, 不管是身上穿的还是头上戴的, 都是昨天文人杰为了安抚他给他的赏赐, 再加上有文人杰昨天晚上留宿在静水居, 他一大早上可谓是抬头挺胸, 扬眉吐气, 就连以为他要失宠的下人们也纷纷低头捶手, 不敢用异样的心思揣测他, 文策飞过来云水居未必就没有炫耀的意思, 只不过他的话并不能激起阿渊半分情绪, 就好像一拳都打在了棉花上一样, 非但没有达到想要的效果, 反而把自己气了个半死, 见阿渊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他头上的手势看, 文策飞轻蔑笑道, 看什么看, 再看殿下也不会送给你, 一个来历不明寄人篱下的孤女, 让你住在府上已经是你天大的福分了, 别妄想靠着你那张脸飞上枝头变凤凰, 有些东西不是靠长得好看就有用的, 还得看命, 我看你也只配红颜薄命这条路了, 阿渊收回目光, 眼也不眨刀了声, 我看你命也不太好, 文策飞想笑他在说什么笑话, 他命再不好也比他好, 他好歹还是个侧妃, 要是二皇子继承皇位, 那他就是后妃, 可他呢? 即便是被送进宫里, 也才是一个美人, 若是真能霍乱朝纲, 也有的是人杀他, 究竟是谁命不好? 阿渊见他不幸, 也不多说, 他以后就知道了, 惹到他算他倒霉, 文策飞在云水居讨了个没趣, 很快就回去了, 听说他去了云水居, 接到消息的文人节, 怕他坏事也匆匆赶了过来, 只不过他来的时候, 文策飞恰好刚走, 他没找你麻烦吧? 阿渊在院中坐着, 小猪给他泡茶, 文人节走过来, 他连头都没抬, 他夸我漂亮, 此言一出, 小猪眼神顿时就更加同情了, 我的个傻姑娘, 连好人歹人都不分, 以后在这府里可怎么过得下去啊? 那文策飞明明就来者不善, 殿下! 他朝文人节见了义礼, 文策飞不是过来找麻烦的, 只是让姑娘欣赏一下他的衣裳和首饰, 姑娘很喜欢, 文人节瞧着阿渊朴素的样子, 语气歉旧, 是我的疏忽, 今天晚上我就让人过来两尺寸, 给渊妹妹做几套, 阿渊, 阿爸爸, 小猪欣喜, 这会不会不太好, 要是让文策飞知道了, 只怕又要像, 奴婢的意思是, 姑娘配不上这些, 就像策飞娘娘说的一样, 姑娘寄人篱下, 能住在这里已经是天大的福分了, 他还说了这种话, 文人节皱眉, 小猪难过的低下头, 姑娘命不好, 阿渊, 阿爸爸, 文人节看他不太聪明的样子, 觉得只怕被文策飞欺负了, 也不会吭声, 顿时心生联系, 这些话以后, 莫要再说了, 渊妹妹想要什么, 可以到账房之银子出去外面买, 阿渊在小竹的试一下, 眨眼, 哦, 竟有这好事, 为了表示自己对阿渊的重视, 更快拉近彼此的关系, 当天, 文人节就赏了许多东西进云水居, 小竹看着像小孩一样, 左手拿着金子, 右手拿着玉镯的阿渊叹了口气, 姑娘, 你可张点心吧, 阿渊已经偷偷地两个金子, 放进空间里去了, 虽然看不见, 但是放进去了, 就是他自己的, 他看向小竹, 见他愁眉不展的样子, 想了想, 把手里的大金钉子递了过去, 诺, 给你, 小竹愣了一下, 奴婢, 莫等他拒绝, 金钉子就已经塞到了他手上, 笑, 阿渊盯着他的脸, 说, 小竹扯了扯嘴角, 这时, 阿渊又往他手里塞了许多金银首饰, 笑大点, 小竹有些哭笑不得, 他只听说过百花楼里的公子, 魏博美人, 一笑豪至千金的, 还没听说过, 哪家的奴婢能让主子花钱买笑的, 姑娘, 这些真的给奴婢吗? 阿渊觉得他嫌少, 又往他手里塞了一把, 拿去, 他眼都不眨一下, 可把小竹给感动坏了, 他以前也就是个下等小丫鬟, 连进前事后的资格都没有, 更别说是拿到赏赐了, 也就是实在没有一二等的丫鬟愿意冒着得罪文策妃的风险, 去云水居干活, 他才被指派了过来, 没曾想姑娘带他这么好, 连他家人都没对他这么好过, 小竹郑重其事地说道, 姑娘, 奴婢拿了你的银子, 以后就是你的人了, 阿渊皱眉, 不成, 我外面有人的, 小竹一惊, 什么, 姑娘在外面有人, 他紧张地问, 什么人, 男人, 阿渊语气无比肯定, 他昨天晚上就梦到了, 虽然只梦到了一下下, 还是不可描述的画面, 但是, 那男人贼剧比文人杰要好看太多了, 小竹正在当地, 觉得吃到了个惊天大瓜, 脑子里已经疯狂脑补了一出, 他们殿下是如何见色起义, 棒打鸳鸯, 把人家姑娘哄骗回府的, 依照殿下的性情, 那男人恐怕已经凶多吉少了, 姑娘怕是受不了这个刺激, 所以才变成了现在这副模样, 殿下实在太可恶了, 阿渊? 虽然不理解小竹为什么突然骂起了文人杰, 但是他这么骂, 肯定有他的道理, 于是也跟着说道, 实在太可恶了, 他跟着骂的结果就是, 让小竹心疼倒掉眼泪, 姑娘, 你的命时再是太苦了, 你放心, 以后有小竹在, 绝对不会让人欺负你, 不哭, 给你钱, 开心, 这么好的姑娘, 怎么会有人忍心这样对他, 见他哭得伤心, 阿渊觉得肯定是钱给的不够多, 于是又往他身上塞了许多, 愣是让小竹强行中止了哭声, 也不知道是不是被文人杰警告过, 之后半个月的时间里, 文策妃就再也没有来云水区刷过存在感了, 倒是文人杰时不时来一下, 只不过他想尽了各种拉近关系的办法, 阿渊都冲傻装愣, 把他当成了空气, 殿下, 殿下, 书房里, 文人杰还在为这事苦恼, 就听到了下人慌慌张张的声音传进来, 他眉心一跳, 快步走过去, 拉开了门, 何事? 这半个月以来, 果然, 报信的人开口了, 殿下, 您快去看看吧, 渊姑娘把文二公子扔下鱼池淹死了, 是的, 没错, 即把帐房挥霍一空, 半鬼将人吓得鸡飞狗跳之后, 渊姑娘又把文二公子给揍了, 自打他入府以来, 二皇子府从来没有这么热闹过, 文人杰带着人赶过去的时候, 喝饱了池水的文二公子, 已经被府中的下人和他带的小丝, 手忙脚乱地捞上来了, 一整个人是不醒, 生死不知, 软啪啪地像条落水狗, 文迅赶过来的文侧妃都快要吓晕了, 文人结心一咯噔, 顾不上安抚他, 急忙吼道, 快请大夫, 假山旁边看到这凌乱的荧幕的小竹, 脸色都是煞白的, 可他对文二公子没有一丝丝同情, 只觉得他活该, 若不是刚刚姑娘来得快把他一脚踹飞, 他的清白都要让他给毁了, 他路过这里, 想要去厨房给姑娘拿点吃食, 谁知道会突然伸出一只手来, 把他强行拽到假山缝隙, 想到方才发生的事, 小竹仍然惊魂不已, 这处隐蔽, 他简直不敢想, 要不是姑娘来得及时,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惊魂过后, 小竹就开始担心起了阿渊的处境, 他白着脸, 声音控制不住惊颤, 姑娘, 咱们不会有事吧, 文二公子是文侧妃娘家的人, 文侧妃本来就看他们不顺眼, 如今出了这样的事, 还不得抓住把柄撕了他们的皮, 想到这里, 小竹就打了个冷战, 他红着眼睛, 姑娘, 是小竹害了你, 小竹不应该走这条路的, 不怕, 这不是你的错, 怪天怪的怪这条路怪这里的人, 也怪不到你身上去, 真是个傻姑娘, 怎么会怪自己走错路呢, 善良的人总是先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在他看来, 全世界有错, 他都是没错的, 他们要是敢怪我们, 那肯定是他们的错, 大夫很快就被找来了, 没人顾得尚阿渊跟小竹的存在, 都在提心吊胆的等着大夫救治, 万幸的是, 下吐出好几口水之后, 气息奄奄的文二公子总算是活过来了, 文策妃软倒在地哭了起来, 等弟弟脱离危险, 才想起了秋后算账这一回事, 贱人, 他从地上爬起来, 仰着巴掌就朝阿渊冲了过去, 小竹想要去挡, 却被阿渊按了下来, 阿渊抬腿, 正准备给文策妃也来上一脚让他去吃里泡泡, 只还没来得及踹出去, 文人杰就先一步抓住了文策妃的手, 文策妃红着眼睛, 心中恨极了, 殿下, 我弟弟都被他害成这样子了, 事到如今, 你还要护着他吗? 我今天就把他送走, 这话一出, 文策妃便是一喜, 他还以为殿下舍不得这胡妹子, 让他在府上多留了半个月, 看来他弟弟这水也不算白落, 还为他除掉了个心头大患, 等进了宫, 看他还能嚣张到哪里去, 文策妃心中暗喜, 小竹却是下白了脸, 殿下息怒, 他扑通一声跪了下来, 恳求道, 这件事起因都是奴婢, 殿下要罚就罚奴婢吧, 奴婢愿意承担所有罪责, 要是真的离开二皇子府, 凭借姑娘的美貌, 他要在外面如何存活地下去, 小竹倒是希望姑娘能离开二皇子府, 但绝不是被赶出去的离开, 谁知道他会不会表面一套背地一套, 把姑娘囚禁在外面, 不择手段把姑娘带回府, 却不能护他周全, 实在叫人打从心里看不起, 如若不然, 殿下将奴婢一并送出去也行, 阿渊拽了他两下, 但这丫头铁了心, 一跪不起, 人是要送进宫的, 当然不可能带上个丫鬟, 闻人杰说道, 念在你忠心的份上, 许你留在云水居, 日后都按一等丫鬟的月历供给, 这话就是没有商量的余地了, 小竹还想再争取一下, 留在姑娘身边的可能, 但是闻人杰已经不想在他去留的事情, 上浪费时间了, 你们都退下吧, 闻人杰想了想, 跟着阿渊去了云水居, 袁妹妹, 今天这是你可怪我, 阿渊觉得他有病, 抹着眼泪的小竹觉得他恶心, 都要把姑娘送出去了, 还在这惺惺作态, 袁妹妹, 你将闻二公子害成这样, 已经把闻家得罪了个彻底, 我继续把你留在闻侧妃的眼皮子底下, 只怕会害了你, 你能体谅我的一片苦心对不对, 闻人杰一副不得已而为之的样子, 苦着脸, 我也不想把你送走, 可是, 如果不把你送走, 你很有可能就要没命了, 如今也只有一个地方, 能让你不畏惧文家的压迫, 你听我的, 先到那里躲一段时间好不好, 等我什么时候有能力护你安全了, 再把你接回来, 小竹心提了起来, 直觉不对, 他要是真心想保姑娘, 以他一个皇子的身份, 何须畏惧文家, 他究竟想干什么, 阿渊好奇地问, 你要把我送去哪里, 他眼神太过清澈, 清澈到文人杰的算计, 显得越发不堪和险恶, 可如今大军出发在即, 他一拖再拖, 必须要有所行动了, 想到他近日在府中的所为, 文人杰狠了狠心, 送进皇宫, 袁妹妹, 如今也只有进宫, 才能护你安稳了, 否则文家要是追究起来, 我也护不住你, 他避开他的视线, 今天晚上, 我就会让人送你进去, 你早点做好准备, 说完, 便不容拒绝地快步走了出去, 小竹万万没有想到, 文人杰打的是这个主意, 这一瞬间, 他对文人杰的印象跌入谷底, 原以为他只是贪好姑娘的美色, 没想到却是利用姑娘的美色, 为自己谋取利益, 他竟然要把姑娘送进宫, 还用如此冠冕堂皇的理由, 吭骗姑娘, 姑娘, 咱们跑吧, 小竹慌张道, 这里不能再待了, 皇宫是个吃人不秃骨头的地方, 你不能进去, 奴婢今天晚上, 想办法带你走, 可他能有什么办法, 文人杰做了这个决定, 肯定让人里里外外监视起了云水居, 不容有意外发生, 说不定这会儿各个出口都被人把守了, 他想要把姑娘带离这里, 简直比登天还难, 小竹一想到这里, 就绝望地掉眼泪, 阿渊安慰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对他说, 咱们今天晚上就走, 反正这里他也玩腻了, 与其等着别人找他算账, 倒不如脚顶抹油, 先一步开溜, 不过在离开之前, 阿渊决定给文人杰一点意想不到的惊喜, 天擦擦飞的时候, 阿渊悄悄放倒了院中的监视, 离开了云水居, 这半个月的时间里, 他已经将府里的地形摸清楚了, 闭着眼睛都能找对路, 绕过假山, 灵巧地避开府中的巡位, 阿渊直奔库房, 他要离开这里, 少不了要用到银子, 据他观察到的, 整个府底就属库房里的值钱玩意最多了, 肯定够他等小竹挥霍一阵子, 阿渊迅速放倒了守库房的人, 暴力拧开门锁, 闪进了库房, 他都没有细看, 直接风卷残云将库房里的东西一扫而光, 为着今日, 阿渊这半个月来每天都在坚持不懈地练习, 他的努力不是白费的, 虽然空间仍然是黑乎乎的一团, 看不清东西, 但是他已经能做到大范围收放自如了, 为了确保库房没什么落网之余, 阿渊还特地仔细看了一遍, 确认没露下一个子, 才转身离开库房, 阿渊把府上藏着银钱的地点都搜刮了一遍, 重点关照了文仁杰和文策妃的私库, 文策妃漂亮地依上手势, 阿渊一股脑全给搬进了空间, 没人给他送又有什么关系, 他可以自己取啊, 做完这些, 阿渊心满意足地走了回去, 入过书房时, 想到文仁杰要把他送进宫里的事, 狡黠明快的美眸呼得闪过一丝坏笑, 阿渊走了进去, 书房里灯火明亮, 文仁杰正背对着他, 写着明日早朝准备交上去, 让文仁筹允准他随军出征的奏章, 这一次他势在必得, 永信王就算再怎么阻挠, 也无济于事, 就是可惜了, 好好一块白玉从此染上了瑕疵, 日后若是无用, 倒也还能用来笼络朝臣, 心思辗转间, 文仁杰已经做出了对自己最有利的打算, 虽然他想用感情, 又他为他所用这一计划失败了, 但是还好他是个傻的, 也不算坏事, 文仁杰想事情想得沉静, 等他惊觉不对的时候, 阿渊已经被阿渊一闷棍敲在头上, 给活生生打晕了, 阿渊踹了两脚软倒在地上的人, 满眼鄙夷, 就这也敢将坏主意打到他头上, 也太不堪一击了吧, 他将人提了起来, 直接带回了云水居, 阿渊离开云水居之后, 小竹就开始提心吊胆, 怕他被抓到, 怕他被堪压起来限制行动, 在他看来, 姑娘心醇如质子, 柔弱无衣, 又手无腹肌之力, 被抓到了岂不就是带宰的羔羊, 在看到阿渊单手拖着文人杰回来的时候, 小竹呆若目击, 姑,姑娘, 他有些刻板, 阿渊满眼都是接下来要做的事情的兴奋, 快过来帮忙, 给他换上裙子, 画个美美的妆容, 盖上红盖头, 小竹似乎明白了他要做什么, 紧张害怕的同时, 诚惶诚恐地准备起了东西, 他还是头一次干这种要杀头的大事, 姑,姑娘, 这裙子他穿不上, 小竹话音刚落, 一阵令他头皮发麻的咔咔声响起, 他撕了一声, 眼睁睁看着八尺男儿骨头错位, 变成一个身量纤细的腰男, 期间文人杰疼醒了几次, 不过都被阿渊一掌拍晕了, 快点, 不然轿子叫来了, 啊, 啊, 小竹傻愣愣地, 全凭伺候人的经验, 指使着一双手, 把一群王指穿着中衣的文人杰身上套, 阿渊拿的是文人杰给他准备的红色纱裙, 半遮半眼那种, 他前脚从云水距离开后, 后脚就让人给他送来的, 阿渊觉得身体像白斩鸡一样的他, 穿上正正好, 在阿渊的指导下, 小竹又给文人杰贴了眉帽和胡茶子, 敷了几层粉, 上了个妖娃妩媚的桃花妆, 还给他重新做了发型, 一通操作下来后, 文人杰已经看不出来原本的面目了, 小竹觉得明天的太阳和明天的阎望炎, 他迟早要见一个, 不过, 既然决定跟随姑娘, 他就已经将生死置之都外了, 要是没有姑娘, 他现在只怕被文二公子糟蹋了清白, 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姑娘为他得罪了文家, 他一定要帮姑娘逃脱二皇子的控制, 阿渊时刻观察着院门外的动静, 接人的队伍一到, 他眼睛一亮, 赶忙对小竹说道, 他们人已经到门口了, 你就说他不愿意进宫, 大闹了一通, 现在已经吃药晕过去了, 告诉他们二皇子吩咐过, 他的真言只能皇上看, 姑娘你放心, 小竹一定会办好的, 小竹说完, 阿渊紧张兮兮地躲进了柜子里, 扒在缝隙上看, 完全忘了自己, 闭着眼睛也能观察到外面的一举一动, 接人的没敢走进房间, 小竹叫了他们, 他们才走进来, 姑娘不愿离开府里, 刚才闹了一通, 殿下已经让我给他吃过药了, 你们仔细一些, 莫要惊醒了姑娘, 要不然出了什么差错, 殿下为你们试问, 小竹强自镇定, 拿出了贴身丫鬟的架势, 你们把姑娘扶上轿吧, 动作轻一些, 别把盖头弄掉了, 这可是殿下特地参照了民间夫妻的婚俗, 给皇上精心准备的, 只能由皇上亲自来接, 是, 小竹姑娘, 看见他们朝床榻上的人走近, 小竹紧张到, 手心都出了汗, 阿渊没敢盯太久, 换了更为稳妥的方式去看, 那几名轻卫并没有怀疑, 就把人给接上了轿, 等他们抬着轿子离开, 阿渊才高兴地从柜子里钻出来, 如果不是现在要跑路, 他还真想跟上去看看, 轿子能不能顺利进宫, 小竹, 咱们走吧, 对, 赶紧走, 姑娘我们快些, 要不然等他们反应过来不对, 我们就完了, 小竹反应过来, 也顾不得担惊受怕, 赶忙将屋里值钱的东西打包, 他收了两个包袱的珠宝首饰, 自己背一个, 同时也不忘让姑娘背一个, 至于剩下没收完的, 等出了门口, 阿渊全给收进了空间, 轿子离开云水居之后, 监视云水居的人手也撤了回去, 阿渊跟小竹翻墙出了二皇子府, 脚跟才刚刚落地, 府里便闹哄哄起来, 隔着墙隐约还能听到几声大喊, 二皇子不见了, 侧妃晕倒了, 快来抓贼啊, 阿渊拉着小竹跑得飞快, 只等跑远了, 才带着气喘吁吁的小竹 在一处安全的角落停了下来, 阿渊觉得自己此刻就像是一只出笼的鸟, 他开心地问小竹, 小竹, 你还有亲人在吗? 我送你离开吧 小竹一惊 那姑娘, 你怎么办? 我居无定所, 还不知道要去哪里? 卖身器我已经帮你偷出来了, 你可以带着重要的人隐姓埋名, 换个地方生活 小竹没什么亲近的人, 但他还有一个被卖出去的妹妹, 他最大的心愿就是攒上一笔银子 给自己熟身之后, 去把妹妹找回来, 若不是发生了今天晚上的事, 他是绝对不可能放心姑娘自己一个人的, 但是姑娘并不如他所想的那样简单, 相反, 姑娘比他厉害多了, 小竹想去把妹妹找回来, 他被卖给一个油商当童养席, 我得去给他熟身, 阿元点点头, 这些东西你拿着, 用来防身, 希望你能早日找到妹妹, 这个你也拿着, 他小竹收拾出来的包袱, 连同卖身器和防身药物, 还有防身器具, 一并给了他, 大多都是从文人杰府上搜刮到的, 只有一小部分是他空间里的, 阿元半鬼的时候拿文测飞测试过, 药效不错, 小竹见他把东西全给了他, 连忙摆手, 姑娘, 别的东西我可以收下, 但是这个包袱不行, 你得留些银子在身上, 小竹已经够用了, 阿元见此也没有推脱, 只多给了他一些防身的药物, 就当是小竹向他买的了, 将小竹送出了城, 阿元又找了几个可靠的打手护送, 在城外目送小竹离开之后, 才又重新折返了回去, 他暂时没有准备离开西楚皇城, 而是找了个地租赁了一处院子, 准备看闻人家的热闹, 他找了一晚上才找到一处合适的, 小院子看起来不慎其眼, 主家急于脱手, 阿元干脆直接花银子买下来了, 才一百多两银子, 在这寸土寸金的皇城脚下, 便宜的可怕, 姑娘, 你住在这里, 可不要随随便便跑到隔壁去, 隔壁那家人可不是好惹的, 卖院子的老伯没有多言, 只提醒了这一句, 便拿了银子浇了地气, 匆匆离开了, 像是对这个地方避之不及的模样, 阿元看出来了, 老伯这么急于将这个院子脱手, 肯定有一大部分是隔壁的原因, 但是他一点都不怕, 见时间还走, 阿元就带上吃的去了文人杰府里蹲守, 他不知道皇宫是个什么情况, 不敢贸然闯进去, 而且他如今能看到的范围有限, 皇宫太大了, 又不熟悉地形, 不能排除被发现并抓到的风险, 所以阿元思前想后觉得还是到文人杰府里保险, 既能近距离吃瓜, 又不会被抓到, 就算被发现了, 阿元来得早, 尽管一夜未睡, 也神采一矣, 可府上的人就没这么精神了, 府里财务尽数失窃, 殿下又消失不见了踪影, 他们找了一晚上的贼, 也找了一晚上的殿下, 如今一个个憔悴不堪, 筋疲力尽, 文侧妃坐倒在椅上, 头发披散, 已经没了往日的光鲜亮丽, 连一套完整的头面都凑不出来, 那贼人还没抓到吗? 他有气无力地问, 回, 回侧妃娘娘, 奴才已经问过了, 府上没有人见过那恶贼的身影, 文侧妃面无表情地扭过头, 殿下呢? 殿下, 殿下, 娘娘, 殿下失踪的是, 奴才已经让人抱上去了, 相信皇上得到消息, 肯定很快会发动人去找他, 文侧妃闭了闭眼, 想拿桌上的杯子去砸他们的脑袋, 却拿了个空气, 他脸色微微扭曲, 一群废物, 要你们来何用? 跪在厅里的奴才们, 吓得大气也不敢出, 很快, 屋外有人走了进来, 富尔不知道在文侧妃近前说了些什么, 文侧妃猛然一下站了起来, 急匆匆地往府门跑, 阿渊趴在屋顶上, 视线追随他一起去, 很快就看到了昨天晚上 抬离云水居的那顶轿子, 他眼睛一亮, 赶忙找了个极家的观看位置, 轿子今天早上才抬回来, 也就说明了昨天晚上他们没有发现, 直接把人顺利地送到宫里了, 所以, 文仁杰现在是被他爹发现, 给送回来了吗? 阿渊已经能想象到西楚皇宫 发现儿子送进宫里的美人是他自己时, 脸上的表情有多炸裂了, 他倒是没想别的, 毕竟文仁杰那个样子, 只要揭开盖头稍稍留心, 很快就会发现不对的, 小竹的手艺还没好到直接给人换头的地步, 正思索之际, 文侧妃已经走到了轿前, 伸手拉开了遮挡的帘子, 看到里面的情景时, 文侧妃瞳孔猛地缩了一下, 殿, 殿下, 听到他声音里的惊颤, 阿渊疑惑地伸长了脖子, 看到轿子里的情形时, 也免不了瞳孔一阵, 只见文仁杰软啪啪地躺在轿内, 像是被拆了骨头的废人一样, 半裸的身上还带着轻轻子子的鱼痕, 全身上下没有一处完好, 他身上错位的骨头也没有被接回去, 应该是西楚皇帝深感自己被骗, 恶狠狠打了他一顿, 阿渊纯洁地想, 不过幸好进宫当美人的不是他, 皇宫果然跟小竹说的一样, 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地方, 文仁杰这个亲儿子都被打成了这样, 要换成是他岂不是更惨? 看着文仁杰凄惨的模样, 阿渊心有余悸, 文侧妃一张脸白了红, 红了白, 以为人父的他几乎一眼就看清了文仁杰身上的痕迹是怎么来的, 殿, 殿下是从哪里回来的? 此刻的他心里还抱着几分微妙的希望, 送文仁杰回来的宫人低眉垂眼, 守口如瓶, 回侧妃娘娘的话, 是皇上让我等将殿下送回来的, 殿下昨日男扮女装夜前皇宫与宫女私混, 皇上一怒之下仗责了他, 还惊了他的足, 殿下受了不少苦, 侧妃娘娘还是好好安置他吧, 宫人将轿子放下, 只说了这几句就转身离开了, 文侧妃看着轿子里如同一滩烂泥的文仁杰, 也不知道想到了什么, 腿一软, 直接晕了过去, 昨日夜里送进宫的分明是云水居的那位, 管家为确保事情进展顺利, 还特地打听了消息, 人被送上去之后, 皇上分明宠幸了美人, 可他们送上去的明明是云水居那位啊, 怎么会变成殿下, 殿下成为了被送上去的美人, 那岂不是说, 管家脸色瞬间惨白如纸, 额头都开始冒起了汗, 他心中掀起一阵惊涛骇浪, 回过头来, 色力内忍地说道, 咱们府上从没来过什么渊姑娘, 这件事情你们记住了, 谁要是敢漏了口风, 我定然饶不了你们, 阿渊看着管家和奴才们用宝贝裹住闻人杰, 将他抬进了府里, 觉得他们一个个都奇奇怪怪的, 不就是被打了一顿吗? 不过他骨头本就被掰折了, 还没治好的情况下, 又挨了一顿, 多半是废了, 见闻人杰被接进了府里, 觉得没什么热闹可看了, 阿渊便回了小院, 他回去的时候, 街道上已经陆陆续续有近卫搜查的影子了, 皇城也见了言, 估摸着是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传进了宫里, 拉了拉头上的围帽, 阿渊低调避开, 闻人杰醒过来的时候是在寝房的床上, 他隐约记得自己被贼人打晕之后, 饱受了一番不人道的摧残, 感受到不可言说的地方传来火辣辣的痛, 闻人杰眼睛都红了, 是谁? 究竟是谁? 殿下, 您醒了? 诚皇诚恐的管家和仆人呼拉跪了一地, 闻人杰动弹不得, 只有一个脑袋可以转动, 浑身像是拆了骨头一样, 疼得他脸色发白, 到现在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被送进宫了一趟, 只以为始作俑者都是昨天晚上把他打晕的人, 他从来没有受过此等奇耻大辱, 闻人杰满心阴狠和暴虐, 只想把背后之人揪出来千刀万剐, 包皮拆骨, 众人跪在地上瑟瑟发抖, 殿下息怒, 就是给他们一百个胆子, 他们也不敢说啊, 只有管家硬着头皮, 说道, 殿下, 皇上已经进了你的族, 此消息一出, 众人杰惊得连身体的疼痛和异样都忘了, 他脸色难看至极, 父皇为何进我的族, 难道昨天晚上的人没送上去吗? 这不可能, 他的计划万无一失, 只要父皇见过阿渊的样子, 没有理由会不喜欢, 还进他的族,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众人杰脸色森然, 总有种事情脱离掌控的不妙感, 管事几乎都不忍心告诉他真相, 殿下, 昨天晚上打晕你的人, 就是你要送进宫的阿渊姑娘, 你说什么? 文人杰大惊失色, 随即道, 他逃了, 如果是人逃了, 父皇因为他失言一怒之下, 敬他的族, 也可以理解, 但是他怎么能逃, 他可是他要敬献给父皇的礼物, 管家擦了擦头上的汗, 小心看了文人杰一眼, 战战兢兢道, 殿下, 他不仅逃了, 还把府上的职钱东西都偷了, 您的库房, 侧妃的嫁妆, 还有余下的东西, 只要是职钱能带走的, 全都未能幸免, 文人杰脑瓜嗡的一下, 你说什么? 奴才, 奴才猜, 阿渊姑娘, 就是殿下你要找的妖道, 管家说完就低下了头, 都不敢去看文人杰脸上的表情, 空气中死一样的寂静, 文人杰脑中空白了一瞬, 男男道, 不, 不可能, 这怎么可能, 他恶狠狠地看着管家, 你在骗我, 这让他怎么能够相信, 那女人生了一副好荣梦, 却是个傻的, 他分明是被他哄骗回来的, 他是妖道, 开什么玩笑, 如果他是妖道, 那他岂不是那个隐狼入室的蠢货, 可文人杰心里隐隐有一道声音告诉他, 管家说的是真的, 要不然怎么解释得清楚, 府上值钱的东西一夜之间背道一空, 除了那个妖道能做到, 还能有谁, 管家慌张磕头, 殿下明鉴, 老奴忠心耿耿, 怎么敢拿这样的事情欺骗于你, 昨天晚上府中失窃跟殿下, 你被送进宫里的时间相差无几, 等奴才们察觉到的时候, 他已经带着小竹那件奴桃了, 殿下, 奴才句句属实, 昨天晚上也只有他有这个动机, 做这样的事情, 文人杰惨白了脸, 语气激进颤抖, 你说, 我昨天被送去了哪里, 他被送进了宫里, 为什么会被送进宫里, 联想到身上的伤, 一个不可置信的念头浮现在了他的脑海里, 文人杰脸色顿时白的, 像是死了好几天的尸体, 恍若有一道晴天霹雳, 将他辟得四分五裂, 看到管家和一众仆仲三肩齐口的表现, 文人杰心如死灰, 一时难以接受这个刺激的事实, 吐出一口血, 昏死过去, 殿下, 殿下, 文人杰惨了, 据说是男扮女装混进宫, 与宫里的宫女思通, 被皇上发现痛打了一顿, 离宫的时候, 出现意外衰残的, 宫里的大夫陆陆续续来看了许多次, 已经确认过, 其生活不能自理, 没有再站起来的可能了, 一招从尊贵的皇子沦落成为废人, 坊间无不替其感到可惜, 这二皇子看着相貌堂堂一表人才的, 没想到会有男扮女装这样的癖好, 真是看不出来, 你说他干什么不好, 为什么要跑到宫里与人思通, 这下好了, 还把自己给赔进去了, 何必呢? 难说, 我看说不定是被算计的, 不过世纪不如人罢了, 历来皇室为争权夺利, 上演了不知道多少戏码, 哪里是他们这些小老百姓能参透的, 大家都只当个新鲜事听听也就过了, 他们反而更关注另一件事, 哎, 快看看快看, 最新的通缉画像出来了, 嘶, 竟是个女子, 这画像上的人是真实存在的吗? 这也太漂亮了吧, 她做了什么事, 怎么会被通缉, 别是因为长得太好看上了通缉名单吧, 告示篮前人头攒动, 对着张贴道上面的通缉画像, 指指点点, 议论纷纷, 阿渊捡起飘到脚边的一张画像, 看到上面用单轻绘制的人时, 眼底露出几分比一, 根本都不像她, 他们要是靠这幅画像抓人, 只怕要抓到地老天荒, 阿渊不知道的是, 她的神韵和颜色靠笔墨根本不能尽数描绘出来, 见过她的人画作不精, 精于画作的人光靠别人的口头描述, 也画不出她的经验来, 然而, 仅仅只有五分的形似, 就足以让看到画像的一众人赞不绝口了, 甚至还想一堵其真容, 阿渊心说, 我就站在你们身后呢, 不过, 她当然不可能暴露自己的身份, 只将手里的将画像扔掉, 带着刚买回来的胭脂水粉和笔墨纸燕回了小院, 端来水洗干净脸上涂抹得看不清本来面目的脂粉, 阿渊浮在岸边开始认真描绘起了画像, 一刻钟过去, 一个俊美不凡的男子渐渐在她笔下成形, 她半躺在榻上, 衣衫半退, 俊脸朝红, 一只手像是虚浮着什么, 好看的眉头难耐的皱起, 似隐忍, 似可求, 只一眼就能让人心跳加速的那种, 阿渊觉得她真好看, 无论是眉头眼睛还是鼻子都长在了她心坎上, 不过拿着这样的画像去找人会不会不太妥当, 算了, 画得她手都累了, 先歇一会儿, 阿渊将画量杆放在一边, 从空间里拿出了甜饮, 蜜饯, 肉符, 各式各样的小灵嘴, 摆了一桌子, 她不会做饭, 嘴还挑, 但是住进小院的这几天, 她一点都没饿着, 想吃什么空间里就有什么, 比她在外面逛街还齐全, 阿渊知道自己忘记了一些事情, 吃饭睡觉之余已经在很努力地想了, 几天下来, 脑子里多了许多模糊的影子, 有老人, 有小孩, 有女人, 有男人, 不过这么多人里面, 只有一张脸是清晰到她能将之画下来的, 她已经决定好了, 等她拥有不畏惧西楚皇室的能力之后, 就带着画像去找人, 免得到时候被人家一锅端了, 正想着呢, 隔壁一道声音吸引了她的注意力, 大哥, 文人杰废了, 这是她住在这里这么多天, 第一次听到隔壁的说话声, 倒不是她有意偷听, 只不过是她无感好像比一般人要敏锐, 听到文人杰有关的事情, 她支起了耳朵, 那边沉默了半天, 就在她以为说话之人口中的大哥不会回话的时候, 一道浑厚低沉的声音响了起来, 她让你动了手, 不是, 是文人杰自己做的孽, 说话的人声音里带着显而易见的幸灾乐祸, 半个多月之前, 她从外面带回来了一个女子, 想要献给西厨老贼, 那姑娘也不是个好惹的, 前些天直接就把乔装打半步的文人杰送进了宫里, 那老贼喝了几杯, 黑一灯瞎火跟她睡了, 什么, 睡了, 阿渊直接惊掉了手里的肉腐, 她没有听错吧, 西厨老贼跟西厨小睡了, 这是什么经典丑闻, 想到自己还是促成这件事情的罪魁祸首, 阿渊人傻了, 原来送进宫里会被老男人睡的吗, 那她真是活该, 竟然想把她送进宫里给老男人睡, 只偷了她的府邸, 还是太便宜她了, 不过现在人废了, 好像也比死了好不到哪里去, 阿渊决定再听听, 真是痛快啊, 没想到他们也有惊天, 我听说西厨老贼这几天已经开始暗中物色男宠了, 不少人借着给皇子当半毒的由头, 把府里的貌美数字往宫里送, 啥, 这西厨老贼玩得这么花的吗, 竟然食髓之位, 那不成啊, 貌美的数字有什么错, 被送进宫里, 岂不是被西厨老贼白白糟蹋了, 阿渊蠢蠢欲动, 觉得应该给西厨老贼来一个永绝后患, 这样就不会有无辜的人被她养成男宠了, 只不过这皇宫好像不太好近, 正绞尽脑汁想办法间, 那边说话的声音忽然低落了下来, 大哥, 你放心, 我一定会找人织好你的腿的, 三年之约一到, 我们就能回去了, 他未必肯放我们走, 又是一阵长久的沉默, 沉默到阿渊都觉得气氛开始压抑了, 才有声音传出, 若是到时真的面临这样的境况, 阿震, 不要顾虑为凶, 我不想成为你的负担, 大哥, 我不会放弃的, 就算背, 我也要将你背回去, 他似乎决心很强, 另一方没有回答, 院子又重新归于寂静, 阿渊能听到响动, 似是有人走出了屋子, 孤零零在廊下站了许久, 隔壁院子有人把守, 时不时还会飘来浓重的血腥味, 这是卖宅子的老伯告诉他的, 还告诉他最好不要靠近, 听了这些对话, 他开始好奇起隔壁住的是什么人了, 卖宅子的事情, 他得想个稳妥的法子, 绝对不能让那老男人得逞, 入夜之后, 阿渊去宫门口守了起来, 他不知道哪家要把人送进宫里, 所以决定在这里守株待兔, 第一天他蹲了个空, 第二天中午过后, 才蹲到了一顶轿子, 轿子从底下路过的时候, 阿渊还能听到小厮苦口婆心的主妇里面的公子, 在宫里当半毒, 要谨言慎行, 千万不要得罪了皇子皇孙等等, 显然, 他们此刻还不知道进宫要干什么呢, 阿渊看着那顶轿子远远停在了宫门外, 除非有特许, 否则宫外的马车和轿子是一律不给进去的, 轿子里的人只能下了车, 那公子相貌是极好的, 眉清目秀, 纯红齿白, 只不过因为头一次进宫, 举手投足之间多少带了几分拘谨和紧张, 他给直守宫门的侍卫递交了宫牌, 又从头到脚搜查了一遍, 确定没有携带什么暗器之后才被放行, 阿渊看了两眼, 觉得宫门看得太严了, 从这里进去是不太可能的, 但是没有关系, 他这两天不是白蹲的, 已经摸清楚从哪里进去最方便了, 找到附近一口废置已久的枯井, 阿渊跳了进去, 几乎都不需要看, 就在幽暗的地道里穿行起来, 确认自己已经到了宫里, 他才就近找了个无人的废弃寝垫离开地道, 这条地道废置多时, 出口都截了蛛丝网, 阿渊猝不及防被网了一头, 他一出来, 第一时间就探清楚了周围的情况, 这里偏僻又安静, 似乎许久都没有人住了, 殿外石阶长了青苔, 连红木柱都掉了漆, 巧的是, 那些被送进宫里的半读, 就暂时被安置在相隔不远的居所里, 再前一些就是皇子皇孙的寝殿了, 他能探查到的范围里并没有看见西楚老贼的寝宫, 阿渊决定再等等, 人被接进来了, 西楚老贼要是居心不良, 肯定是会有所行动的, 果不其然, 当天晚上, 西楚老贼就以皇子想见新半读为由, 调走了其中一名半读, 前来通传的是一个年迈的老太监, 看人的眼神就像是陈列在掌柜的货物, 让人极其不舒服, 阿渊趴在屋顶上, 看着那老太监如同挑肥美帝肉一样, 挑走了其中最为打眼的那个, 宋上不撵离开, 他也紧跟了上去, 那老太监带着人越走越偏, 肉眼可见的, 俊秀公子神情变得紧张忐忑了起来, 公公, 您这是要带我去哪儿? 但老太监的神态让他直觉这件事情不简单, 只怕根本就没有皇子召见, 他脸色煞白, 我突然肚子疼, 公公, 我不去了, 把他给我拿下, 因为半读的反抗跟挣扎, 队伍被迫途中停了下来, 阿渊并没有过多理会身后的动静, 他已经看到了西楚老贼的位置了, 就在前面不远的偏殿里, 毕竟是见不得光的事情, 西楚老贼挑的地方很偏僻, 周围一片漆黑, 只有他落脚的地方点了灯, 门口两个太监守着, 十几个暗卫不远不近, 只在周围蹲守, 若是白天, 阿渊肯定不敢再继续往那边靠, 但夜色就是他最大的保护色, 只要他稍稍降低存在感, 不是从他们眼皮子底下走过, 就没人能发现得了他, 阿渊隐藏着自己的身影, 一路靠边翘无声息地摸到了西楚老贼的容身之处, 他放出视野探了一下, 半读已经被捉回, 重新压上不年了, 只要他能在他们来之前, 速度把西楚老贼废掉, 就能攻城身退, 摸出小刀, 估算了一下废掉西楚老贼需要花费的时间, 阿渊悄悄拿出一块黑布蒙上了脸, 很好, 一切准备就绪, 藏在暗处的身子如同伺机而动的猎豹一样, 猛然窜出, 一手抓住一个守门太监的头, 用力一撞, 太监眼冒惊心, 暗卫惊叫刺客的时候, 阿渊已经闯进了西楚老贼的临时寝房里, 他按照刚才在脑海中演练过的一样, 手起刀落, 直戳要害, 伴随着一声淒厉的惨叫, 暗卫破门而入的瞬间, 阿渊一跃从窗户跳了出去, 紧张, 刺激, 他心脏扑通扑通跳个不停, 但是动作一点都不慢, 两个翻滚从地上站了起来, 拔腿就跑, 暗卫冲进房间连人影都没看到, 只看到了倒在地上捂着下体, 争獰翻滚的闻人仇, 快追, 暗卫文风出动, 太监连滚带爬, 抓贼的抓贼, 请太医的请太医, 剧都被吓得不轻, 那名被抬到店外的半读, 被人忽视了彻底, 见此机会, 哪里还敢多留, 连忙趁乱跑了, 阿渊冲出了重围, 身后追兵不断, 他想往进来的那处地道口跑, 只不过还没回到废治的宫殿, 迎面就来了一批追兵, 阿渊立马放弃了回去的打算, 转身就跑, 等他好不容易甩脱追兵的时候, 已经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四周都是金碧辉煌的宫殿, 灯火通明, 奢靡地与夜色格格不入, 阿渊就藏身在金黄色的琉璃瓦重颜垫顶上, 缩在眼下的阴影里, 他能看到下方来来回回搜寻的队伍, 他们却看不到他, 或许可以在这里躲上一晚, 阿渊想, 这里简直就是个绝佳的藏身之地, 但是是走不了了, 阿渊整着月色躺在琉璃瓦上, 赏了一会儿天上的圆月, 忽然觉得不对, 怎么底下的人一下就多了起来, 莫不是发现他了, 阿渊不太确定地偷偷往下看了一眼, 身穿甲州的宫卫照常巡逻并没有什么异样, 与其说底下的人发现他了, 倒不如说是他们没抓到人回到自己的档位上, 不过, 刚才混乱的时候没发现, 现在一看, 这里的人有点多啊, 死, 匕首在西蜀老贼身边的人还多, 阿渊觉得奇怪, 有点好奇他下面的这座宫殿藏了什么, 值得这样重兵把守, 这样想着, 他也就叹了, 心随意动, 临时开拓, 殿中的情形如同一幅奢靡华丽的画卷一样, 尽数展现在他的脑海之中, 探清楚之后, 阿渊都惊呆了, 他发现了宝藏, 宫殿里堆经机遇, 分门别类地摆放着许多东西, 有西式明珍, 有古丸字画, 有城乡的黄金, 有垒城墙的白银, 数都数不过来, 阿渊忍不住撕了口气, 在那里, 快, 抓住他, 别让他给跑了, 糟糕, 暴露了, 阿渊一个鲤鱼打挺, 从琉璃瓦上跳了起来, 扭伸就跑, 离开的时候, 还不忘动动念头, 把发现的宝藏席卷一空, 身后追兵不断, 铺天盖地的剑雨往他身上砸, 也不知道, 是不是想要逃跑的念头, 太剩了, 阿渊手心忽然出现了一个圆珠, 凭着本能, 他都没反应过来这是什么东西, 就直接捏碎了, 毫无准备的他, 像是掉进了扭曲的空间, 一阵失重感传来, 猛一下栽了个跟头, 哎呦, 一丝光亮传来, 阿渊睁开了眼睛, 看到眼前高高筑起的宫墙, 不由得一呆, 他就这么出来了, 出来了, 身后已经没有了喊打, 喊杀的声音, 只有一片幽静, 他又摸出了一颗珠子, 不信这个鞋, 用力一捏, 砰的一声, 阿渊重重地砸进了隔壁院里, 跟正在包扎伤口的两个曹老爷们大眼瞪小眼, 目光对了个正正, 空气安静了一瞬, 阿渊, 我说我是路过的, 你们信吗? 小丫头, 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你还是快点回去吧, 我们就当没看见过你, 虽然刚刚那一幕带给他们极大的震撼, 但兄弟俩面上都没有显露出来, 他们已经给眼神清澈的阿渊盖了章, 一个出入俗世的小金怪, 只怕是刚刚画形从山里跑出来的, 要是落入西楚人的手里, 后果不堪设想, 他们院子外面守的, 可都不是什么良善之辈, 阿渊才注意到, 他们两个的长相, 一个鹦鹉不凡, 肌肉强壮, 两个都是不太好惹的样子, 不过相貌都是无一例外的俊朗, 羞眉如剑, 五官端正, 眉眼透着难以掩饰的坚毅之色, 岁月的沉淀让他们显得更加成熟稳重, 阿渊定定看了他们好一会儿, 然后借着布包的遮挡, 从空间里掏出一幅画像, 你们认识这个人吗? 起先还以为他要掏暗器, 隐隐戒备的两兄的愣了一下, 看了看坐在地上, 抬着头眸光明亮的小姑娘, 又看了看他举过来的画卷, 迟疑了一下, 长得高大, 健壮肌肉发达的男人走上前两步, 接过了他手里的画卷, 又看了他一眼, 确定他不像怀有什么坏心之后, 才把画卷打开, 看清楚画上的人, 他, 怎么了? 陆镇没有说话, 只将画像递给了大哥, 陆峰接过, 看到这张没有一处不散发着荡漾春情的画像, 他也是一阵老父亲的沉默, 阿渊瞅瞅这个, 又瞅瞅那个, 几乎已经确认了, 又一言难尽的情绪, 我看你们长得有点像, 所以问问, 陆峰默默和尚了画, 怎么都不敢把画像上的人, 跟他那个冷冰冰的大儿子联系起来, 他又打开看了一眼, 确定自己没有看错, 这是他儿子, 不可能, 这天他了那臭小子, 都不可能是这个样子的, 莫非是这姑娘, 只是见过那臭小子, 一厢情愿意想出来的, 陆峰转头, 看向了阿渊, 对上他清澈见底的眼眸, 又觉得这个猜测不太成立, 这小姑娘看着就不像是会自作多情的人, 那小子就是个毛坑里的臭石头, 人小姑娘这么漂亮, 眼瘸了才会自作多情, 异想这么一出, 陆峰默默收敛了神思, 放缓了声音问, 你认识他, 他是你的谁, 啊, 阿渊觉得自己应该是认识的, 所以点点头, 认识啊, 他是我男人, 我在找他, 好小子, 不明则以一鸣惊人啊, 陆峰忍住心中的乐呵, 又问, 那你跟他是怎么失散的, 阿渊眨了下眼, 很无辜, 我不知道啊, 我睁开眼睛, 他就不见了, 我不知道他是谁, 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只知道他的样子, 你的意思是, 你只见过他的脸, 他什么都没告诉你, 就消失了, 阿渊想了想, 点点头, 算是吧, 兄弟俩脸色一变, 已经控制不住, 脑补了一出, 陆裴峰英陆家被害性情大变, 从以前的不敬女色, 变成了花间浪子, 玩弄了人家小姑娘的感情后, 又抛弃了他, 小姑娘只能随身携带他的画像, 苦苦寻找, 也不知道问了多少个人, 才问到了他们这里, 岂有此理, 陆裴峰气得拍桌, 这个逆子, 我们陆家就是这么教他的吗, 阿渊微微睁大了毛子, 你是他爹, 他想过他们有可能熟识, 但万万没想到会如此熟识, 人还没找到, 就先找到了他爹, 陆裴峰很想说不是, 但画像上的人细节清晰到了胸膛上的小黑质, 由不得他不认, 能画得这么清楚, 想必也是跟他朝夕相处, 是,他叫陆裴峰, 你跟他是如何认识的, 阿道远仔细想了想, 想起来了一点, 我跟他拜了堂才认识的, 他说他很喜欢我, 多的我就不记得了, 话言巧语, 陆峰跟陆镇脸都黑了, 据他们所知, 流放开始之前, 那臭小子还娶了宋家的二姑娘, 那姑娘他们有点印象, 根本不长眼前这样, 也就是说, 那臭小子有家事的情况下, 还哄骗了面前这个小姑娘, 他们陆家怎可以有这样三心二意的人, 你放心, 带我回到北魏, 一定会让那逆子给你个交代的, 陆峰不确定自己能不能回得去, 但是他已经迫不及待想回去抽那臭小子了, 阿渊看着他们, 觉得他们长了一副亲切的样子, 于是好奇地问, 你们就不怀疑我吗? 陆峰和陆镇还真没怀疑过他说的话有假, 一来是他在他们面前暴露了实力, 若是真有什么担心, 只怕第一时间想的是灭他们的口, 而不是看见他们的样子之后, 问他们是否认识话上的人, 二来是他的眼睛太过干净纯粹了, 伪装不出来, 再者, 那画像精细和栩栩如生的程度, 连他们都未必描绘得出来, 他太熟悉了解了, 陆峰乐和道, 那你怎么不怀疑我们是不是骗你的?